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悦远著木久云上演播喜马拉雅出品 第359集 红肿是由于局部血管扩张 及血液过多而引起的一部分皮肤的发红肿胀 当然除非脚踝这里 还有扭伤导致的毛细血管破裂造成的淤血 这对于目前的郭太来来说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眼看着郭太来并没有如何的用力 只是轻柔的抚摸一样的将脚踝周围都抚摸了一遍 除非肿胀的脚踝就明显的缩小了一圈 等到两小时后 除非受伤的右脚踝已经变得和左脚踝一模一样 再没有半点的红肿 白白嫩嫩看着就让人眼馋呢 真的好了 除非开心地惊叫着 完全忘了自己因为想要看得清楚 前倾一点 几乎已经快靠在郭太来的肩头了 表面上是好了 郭太来扭头回答 差点就亲到了除非的脸上 可惜了 除非居然躲得那么快 表面是什么意思啊 除非后仰了一下 又变成了刚刚靠着靠枕的姿势 就是暂时好了 但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还会受伤 郭太来很老实地回答道 因为你作为模特要长穿高跟鞋 免不了会扭一下 所以我打算决定 帮你强化一下脚踝部分的肌腱 穿高跟鞋会更轻松一些 这样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你也不会摔得那么重 真的 除非开心了起来 要是能让她穿高跟鞋轻松一些 那太好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啊 等我休息一会儿 郭太来笑了笑 开始了正常的恢复 除非不是那么赶时间的客户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把自己弄得那么累 有一点困意就休息休息 楚大小姐有钱 所以直接就在隔壁 给开了一间套房 郭太来过去睡了一会儿之后 准时醒来 再次过来准备给楚飞强化基建 周姐的食物准备得很充分 睡了一觉之后 郭太来已经饿了 狼吞虎咽的吃了一顿之后 才开始干活 楚飞这个时候已经活蹦乱跳了 完全没有昨天 刚刚受伤的那种颓废 半个下午 整个晚上 以及半个上午 郭太来就在这种 干一会儿活 休息一会儿的循环中度过 不能否认的是 楚飞的双腿真的是 美丽的让人失魂落魄啊 郭太来双手扶摸在上面 随时能感受到 丝滑一般的美妙触感 郭太来毫不怀疑 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腿控啊 用强大的毅力 才让郭太来从楚飞的美腿上松开手 郭太来如释重负地往后一躺 躺在楚飞松软的大床上 长须一口气 总算是做完了 哎 你感觉怎么样 楚飞自己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感觉 但看着郭太来这么累 楚飞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 穿上高跟鞋 走几步试试 郭太来躺着提醒道 楚飞很听话地套上他训练时候穿的高跟鞋 就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几步 很快他就发现 貌似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 也不是那么难走了 诶 真的有用诶 楚飞连着走了两个来回的台步 只感觉很轻松 再也没有脚踝绷着的那种疲惫 穿着走起来很轻松 不那么累了 那就是 起作用了 郭太来从床上强撑起来 那你还不赶紧准备请我吃大餐呢 可怜我在这里身无分文 钱包都丢了 原来你不是专程来找我 是因为钱包丢了 才找我给你安排吃饭睡觉 楚飞顿时间不满了 冲着郭太来娇吞起来 你就把我当钱包用啊 我饿了 能不能快点 郭太来才不会蠢到和他争论这种 问题呢 就算是也不能承认呢 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 楚飞恶狠狠地哼了一声 做出一副凶狠的表情 随后才开始打扮 半个多小时之后 郭太来和楚飞才坐到了维多利亚港的一个地道的茶餐厅当中 出门在外 周姐和颜姐也都坐在一起 郭太来一个人面对着三个美女 引得许多人侧目 不过更让人侧目的是 郭太来居然面对着这样的三个美女还能吃得如同饿鬼投胎一般 这死胖子是有多久没有吃过东西了 那个茶餐厅从老板到店员到来吃饭的其他顾客 看到这一桌的情形之后啊 都是一样的目瞪口呆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三个美女 特别是那个让人惊艳到无以复加的美女 居然就那么笑咪咪的看着郭太来狼吞虎咽 这么粗俗的人 不应该是嫌弃到皱眉生气的吗 啊 呵呵呵 终于吃饱了 郭太来毫无形象的拍着肚皮 啊 真舒服 之前在国内的一系列愤懵 在那艘远洋货轮上 郭太来终于发泄得干干净净 回来之后 又能看到楚飞这样的美女 又能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生活果然是充满了美好和希望啊 什么被人折腾 什么不能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全都抛之脑后 看来果然美食才是最治愈的呀 接下来做什么 郭太来一通美食回过气来 冲着楚飞问道 陪我逛街啊 楚飞很认真地回答道 我来湘江都没怎么好好逛过街 今天一定要逛个过夜 逛街 郭太来看着兴高采烈的楚飞 再看了看目无表情的周姐严姐 低头看了看自己特意帮楚飞强化过的脚踝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个错误 进了商场之后 郭太来才发现 自己果然之前犯了错误 他错误的以为陪楚飞逛街 肯定是十分辛苦的事情 却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美妙啊 楚大小姐显然不是那种只逛不买的主 任何他看上的衣服 包包 化妆品 只要合适 楚大小姐肯定就一个字 买 做决定比郭太来还要干脆利落 他可是服装设计专业毕业 一件衣服合不合适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就如同郭太来一眼能看出弓箭尺寸一样 都是专业的技能啊 而他完美的身材 堪比衣架 什么衣服 貌似都能穿出味道 前面一片人群 看起来很热闹的样子 除非很感兴趣 凑上去一问 才知道是金店在做活动 只要购买了金店的商品 就可以尝试从前面的玻璃柜子中 往外抓金砖 只要能够单手把金砖 通过那个玻璃上的小口抓出来 那么就可以合理合法的 免费拿走那块 重达三十公斤的春金砖了 金砖 除非眼中好像忽然 冒出了小星星一般 扭头冲着郭太来撒娇的 我想要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六十集 郭太来和楚飞 个子都高 在后面也能看到 正有人兴高采烈的伸手 进去往外拿金砖呢 金砖不小 比一桶 一点二五升的可乐 还要大 当然 按照密度算起来 三十公斤 也差不多 就是这么大 一升 大概是 十九公斤多 一点五升 多一点 才能到三十公斤 玻璃柜子很正常 但上面开着的 口子不正常 比郭太来的胳膊 要粗那么一点 不抓东西 能很轻松的 深入抽出 金砖的长度大 但是小的这块 截面积 也足够从 那个口子上进出 唯一的问题 就是当你拖着 或者抓着金砖的时候 为了能抓住 三十公斤的重量 肯定要用力 抓着金砖的中部 这个时候 手臂 加上金砖的截面积 是完全不可能 通过那个玻璃孔 拿出来的 如果想要拿出来 就必须要用手指用力 抓住金砖 最小的一头 可光滑的金砖上 也没有能够借力 或者摩擦抓紧的地方 手指捏住 又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 把那块金砖捏出来 很明显 这就是商家宣传的 一个噱头 和南非约翰内斯堡 那个金矿的金砖噱头 完全一样 南非那个 是要求用两根手指 把金砖捏起来 必须用拇指和食指 两根手指 从上方 捏住金砖的侧面 把金砖提起来 就可以免费 把金砖带走 那个是经过计算的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能够 把金砖带走过 眼前这个也是一样 金砖还大了不少 约翰内斯堡 那个金砖才12.4公斤 这个足有两倍多 30公斤 按照现在的价格 就算一克黄金 100元左右 30公斤也得要差不多 300万人民币 绝不是一笔小钱 看着很诱人 可惜呀 人们也只能看着 憧憬着 还没有人能够 把这块金砖拿走 这你也信啊 郭台来忍不住苦笑起来 真要有人拿走的话 这金店还不哭死 你要是想玩 就随便买个东西 过去玩玩 或者我直接 买一块金砖送给你 哼 大鹿仔 好大的口气呀 郭台来刚和楚飞说完 就听到了旁边一个 听起来很让人别扭的声音 郭台来和楚飞 都皱着眉头 转向了说话的人这边 他们本来就是在自己说话 也没妨碍别人 更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语 怎么就好大的口气了 一块金砖 三四公斤 你们两个大鹿仔 买得起吗 看郭台来和楚飞都看过来 那个一身西装革里的制服 一看就是香港本地 精英男的家伙 再次开口 毫不留情地讥讽起来 精英男的普通话 说的并不是那么的包准 但也足够表达出他的意思了 楚飞一扭过来 精英男立刻看到了 楚飞的绝世美颜 眼睛顿时一亮 哦 美丽的小姐 这个活动是我们 湘江朱雀金行举办的 绝不可能是玩笑 精英男立刻换了一种口吻 冲着楚飞说道 你的这位朋友怀疑我们的诚信 这是对我们朱雀金行百年老之后的无端抹黑啊 另外你的朋友刚刚一直在叫嚣 要买下金砖送给你 可他并不了解这块金砖的真正价值啊 精英男面对楚飞的时候 一直是彬彬有礼 一说到郭台来 你的朋友中间一定会停顿一下 人为的创造出一种郭台来和楚飞并不是很配的隔阂 郭台来直接动他的眼睛 他和楚飞说话 怎么就冒出来一个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呢 三十公斤的金砖 无非也就是三百万人民币左右嘛 且不说郭台来刚刚才拍卖出一亿多美元的车型 也不说麦凯伦和奔驰会联合给自己四百万美元的加工费 就算是没有这些 三百万人民币而已 郭台来自己也能拿得出来呀 这个精英男是从哪里看出来自己消费不起的 特别是第一句 说是两个大陆仔 那是把楚飞也包括在其中了呀 是看到了楚飞的美丽面孔之后才改了口的 难道之前他以为楚飞也买不起 开玩笑呢 保镖和助理都跟着一起住半岛酒店套房的主 会买不起一块三十公斤的金砖 莫名其妙 郭台来给了精英男一个莫名其妙的评价 然后向楚飞招呼一声 走我们到那边看看 啊 楚飞也觉得扫兴 莫名其妙地跳出来一个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指指点点 还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气 他哪来的这种优越感呢 抱歉先生 你对我们的老店僧誉造成了准害 你不能走 你得道歉 金男往侧面一步 正好挡在了郭台来的面前 这时候他才发现郭台来比他高一个头有余啊 可即便如此 金英男还是抬起头 冲着郭台来貌似礼貌地要求道 呵呵呵 你在开玩笑吗 郭台来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人跳出来是穿门搞笑的嘛 啊 金英男却不理会郭台来 而是冲着周围已经被吸引了注意力的一大群顾客 用粤语说了起来 眼看着一群貌似听不懂普通话的顾客 在这个金男的一阵挑拨下 都对郭台来和楚飞露出了不满的目光 有几个开始大声叫嚷起来 可惜啊 郭台来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看表情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严姐和周姐吓了一跳 赶忙挡在了楚飞的面前 看到这一幕 金英男的脸色也微微变了变 戴保镖的美女显然不是一般人 看来只能把矛头指向这个穿得不怎么样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富家公子气息的 胖子身上了 你必须道歉 先生 金男果断的再次冲着郭台来说道 语气中是毫不掩饰的命令味道 昨天才刚杀了二十多人发泄了一把 现在郭台来也没有多少火气 不过被人这么指着侮辱 郭台来也是有点上头了 好吧 我道歉 郭台来忽然换了一副笑脸 归店买一件饰品 就可以抓一次金砖 百年老店信誉卓著 童所无欺 对吧 金英男听到郭台来服软 还说了一堆金行的好话 头也越发昂得老高 嘿呀 当早 那要是金砖被人抓走了怎么办 郭台来笑着问道 那我不是没得抓了 放心 真要有人抓走 我们会立刻补一块 金英男毫不迟疑的回答道 正如先生你所说 我们是百年老爹 信誉卓著 同手无欺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六十一集 楚飞 喜欢什么挑几件 我送你 郭台来转头对楚飞说道 同时也不忘记招呼 严姐周姐 严姐周姐 你们也去选几药 但我送你们的礼物 好啊 楚飞一点都不客气 兴冲冲的进金店里 去挑选去了 周姐严姐互相看了一眼 似乎觉得有点不合适 正想要拒绝 严姐却看到 郭台来做了个喝酒的姿势 顿时间想起来 上次在京城的时候 郭台来是怎么一个人 把八个人喝翻的 立刻不纠结了 拉了周姐一下 两人也一起跟着进去挑选 郭台来跟在最后 不过他并没有挑选什么 而是每一样都仔细地看一看 湘江这边的珠宝设计 也算是衔接国际市场 有些方面就值得郭台来学习 三女挑选得很快 没过十分钟的时间 就各自挑选好了 自己喜欢的黄金饰品 楚飞挑选了一个手镯 一个项链 以及一对耳环 她还帮着周姐严姐 各自挑选了差不多的东西 一对耳环算一件 总共九件 周姐不等郭台来多说什么 就主动过去买单 她知道郭台来钱包丢了 所以没钱 倒是一直跟在郭台来身后 怕他捣乱的金银男 有些惊讶 这死胖子其貌不扬 竟然也能吃这种级别的 美女的软饭 居然还好意思 让美女付钱 缴款单拿来提了货 郭台来直接就拿着销售单具 转身冲金银男问道 这个可以抓九次金砖了吧 可以啊 金男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还主动做了个请的姿势 把郭台来等人带到了 抓金砖的那个玻璃柜子前 郭台来现在是消费之后的顾客 而且郭台来之前明确表示道歉了 打听广众之下 他可不能继续针对 郭台来伸手进去 他的大胖胳膊比正常人还要粗一些 直接就占了那个玻璃孔的一大半 说的不客气点 郭台来只要攥起拳头 恐怕就得十分使劲 才能进出那个玻璃孔 抓着金砖想要拿出来 简直就不可能 这本来就是商家带动消费者 消费热情的一个手段 也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金砖本来就光滑 摩擦系数小 何况这边的商家 还怕保险系数不够高 把原先20公斤的金砖 给弄成了30公斤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 从推出这个活动以来 到现在为止 足足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湘江这里的游客如潮 每天买了金手式来这里抓金砖的 也不是一万两万个 都没有人能成功 这个活动本质就是个噱头 该打折的各种优惠 其实已经给了顾客 这个只是天头而已 能抓起来固然欣喜 抓不起来的也不生气 就当玩个热闹 郭泰来伸手进去 金男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在旁边冷冷地笑着 看着郭泰来 看起来很轻松地 把金砖竖了起来 想要拉上来吗 金男这些日子 见过无数种 想把金砖拿出来的姿势 就没有一种是能成功的 郭泰来再怎么折腾 也只能是在费尽心机 把金砖弄到玻璃孔边上之后 徒劳的掉落 根本没办法拿出来 既然没办法再对郭泰来 指桑骂怀地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那么带着职业笑容 欣赏一下郭泰来的失败 也是完全可以的吧 郭泰来已经扶正了金砖 然后手指直接 抠住了金砖的边缘 准备用力 这是他发现的仅有的几种 可以拿出来的方法之一 不这样的话 金砖加上手指 就会超过玻璃孔的尺寸 精英男还是在笑着 这样的姿势也不是没有人做过 但是三十公斤重的金砖 有几个人的手 能够关靠手指的力量提起来 就算是能提起来 竖着可过不了玻璃孔 还得横过来 那个力量 绝不是几根手指能够承受的 在这个步骤上 失败的人不知反击 郭泰来想要拿出来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啊 然后 金英男就有点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梦中 因为郭泰来已经只靠着 几根手指的力量 将金砖提了起来 这还不算 还横了过来 这怎么可能啊 就在金英男和数十个金店的 顾客的注视下 旁边楚飞和周姐 严姐的打气加油中 郭泰来的手和金砖 连玻璃孔的边缘都没有碰到 就那么悬空着 拿了出来 周姐说好去 郭泰来伸手把金砖递给了周姐 周姐艰难的双手抱过来 放到了自己脚边 一点要离开的迹象都没有 刚刚那个金英男叫嚣的时候 周姐就很不爽了 现在郭泰来表明要给这家伙好看 周姐当然要配合 刚刚郭泰来问了那么多 不是摆明了还要拿八次吗 现在不着急带走金砖 等着拿完了再说 您好 我还有八次机会 郭泰来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 冲着旁边目瞪口呆的金英男说道 您看新的金砖什么时候补进来啊 咱们可是百年老爹 信誉卓著 同色无期啊 不能随随便便损害了老爹的声誉 精英男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啊 他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悔恨自己 刚刚的脑残行径 郭泰来明明已经叫着那几个美女要离开了 没招谁也没惹过谁 他怎么就猪油蒙心了呢 听到对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觉得是大陆来的相伴老 脑子一热就想着要小小的踩一下呢 哎这下好了 这个貌不惊人的胖子轻轻松松的 抓出来一块金砖 三百多万呢 这下怎么办 刚刚听到精英男几乎拍胸脯保证的 百年老店好信誉的 可不止一两个啊 这会儿都在看着呢 精英男要是这会儿敢说一个步子 恐怕今天这金店也就不用开下去了 可补一块金砖 看郭泰来的架势 还是能够轻轻松松的拿走 这就不是一块金砖的事情啊 精英男迟迟没有行动 也不招呼 让看着的一群顾客十分不解 进而开始喧闹起来 这说好了金砖被人拿走 就得补一块 这是不打算补了吗 店长也很快被惊动了 急匆匆来到做活动这边 一问就明白了什么情况 不用问 是精英男平日里歧视大陆情亲戚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次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 人家真的把金砖给拿了出来 现在还拿着八个机会等着他继续补金砖呢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362集 毕竟是店长 见此情形也顾不上教训精英男 狠狠地弯了他一眼之后 马上热情招呼了易干在这边的顾客 笑着宣布 金砖已经去库里去拿了 让大家稍等一会儿 马上就好 你好 您最好直接准备酒块 郭台来在旁边笑着提醒了一声 今天我朋友心情好 每个人只挑了三样 好的 店长心里其实都快要哭了 他脸上还得带着笑 换成了不怎么流利的普通话回应的 怪客真是好手法了 佩服佩服 恭喜恭喜啊 其实本来没打算参加贵店的活动 郭台来笑着解释道 招呼了朋友准备走了 和贵店的员工说 我损害了贵店百年老店的生育 要我道歉 没办法呀 我只能道歉了 然后进店里消费 亲身证明一下 贵店百年老字号的信誉 真的抱歉了先生 我们员工不会说话 雷多包涵啊 店长可比那个精英男会做人多了 就算不会 也被已经拿出来的一块金砖交汇了 后面还有八块要拿 再要学不会就不用混了 面带讨好的笑容 隐晦的问了一句 先生是不是今天紫消费这么多了 言下之意是问郭台来 要不要继继续砸厂子 再买就要再抓 朱雀金店有多少金砖 都不够郭台来一个人抓的呀 本来就是几个朋友一时兴趣路过 对方开口就道歉 郭台来听着也舒服 笑眯眯的回答道 要不是有人非要我道歉的话 我才懒得理会呢 听郭台来并没有要赶尽杀绝的意思 店长也长出了一口气 看向金南的时候 目光中仿佛带上了刀子 又是狠狠的一弯 先生 那么急啊 金南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也勉强算是能察言观色的主 看店长那样的扫他了一眼 二话不说 赶忙冲着郭台来道歉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大量都包含 道歉归道歉 但金南知道 今天这件事还不算完 等到店长处理完 死胖子他们离开之后 恐怕自己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可他现在就连逃都不敢逃 心里哪怕都已经快哭成狗了 可他也只能乖乖地站着 等着伺候着 生怕胖爷有什么不满 再买几件首饰的话 那他今天就别过了 以后也别过了 好说好说 郭台来摆摆手 对方道歉了 他也没有穷追猛打的意思 又没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 没必要把人逼到墙角 下不来台 那个我们还有事 就不等了啊 郭台来正想要招呼 楚飞他们离开 店长却急忙拦住了郭台来 哎先生 千万给个机会啊 请您务必 把接下来的锦桌拿完 啊 郭台来愣住了 店长傻了吗 用粤语来说 那还没收走美猴翻呢 你秀到了吗 自己都已经表示 有事不等了 给他们一个机会 不用太破财了 怎么店长居然还要 让他把剩下的金砖 全拿走 先生啊 本店的确是诚信经营了 店长赶忙解释 并和郭台来商量起来 呃 冒昧的问一下 先生您待会 拿金砖的时候 能不能允许我们 拍一段录像啊 郭台来还没答应 店长就已经 马上解释起来 放心了 九块 您该拿走 全拿走 我们就是借您 拿走九块金砖的事情 宣传一次 您看可以吗 呃 不露脸可以吗 郭台来心中 不得不佩服这个店长 遇上了这样的危机 居然能这么短时间内 就想到这样一个 宣传方案 是个人才啊 店长这人不错 但郭台来 并不想树大招风 立刻反问了一句 完全可以了 电厂立刻喜不自上的点头 没半个小时的时间 九块金砖就在十几个 标形大汉的保护下 送到了现场 三个金属拉杆箱 每一个里面 装着三块金砖 一打开 店里的顾客们 全都是一声惊喜的赞踏 一部今年出的 最新款的SonyDV 也在现场加了起来 调整好角度之后 一块金砖 被放进了玻璃柜子当中 店长热情地 邀请郭台来 继续往处拿金砖 既然是配合宣传 郭台来也就不再客气 换了个姿势 不是之前的 先竖起来再抓出来 直接抓住一头 只靠着手指的力量 就把金砖横着捏起 轻轻松松地 再拿出一块 拿出来的金砖 马上就被放到了 电子秤上 三十公斤 分毫不差 这也是显示给大家 朱雀金电和郭台来 并没有作弊 真的是抓出了金砖 接下来的七块金砖 郭台来每次都换一个姿势 但每次都是显出 他的强悍的手指力量 不到二十分钟 就把所有的金砖 全都拿了出来 这一切都被那台DV 拍摄了下来 据说店长今天 就会送到TVB和亚视去播出 特别要指出的是 店长会以社会新闻的方式 播出 而不是广告 一个大陆来的胖子 带走了九块金砖 多大的宣传噱头啊 这个播放朱曲 相信朱雀金电 接下来的几天 能被人挤破头 会宣传的话 连着炒一段时间热度 朱雀金电 未必就不能因祸得福 当然 那个精英男店员 肯定是惨了 都是因为他对大陆同胞的态度 才会引起这一系列 不必要的损失 虽然店长马上想到了 如何维护信誉 并可能会因此名声大震 可精英男的处罚 却是少不了的 精英男估计要哭死了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人家本来就已经要走了呀 鬼不当初啊 郭泰来拿出的九块金砖 店长一点留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反而恨不能宣传的 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从他们店里 拿走了九块金砖呢 服务热情不说 还主动地把 拉金砖的三个金属拉杆箱 送给了郭泰来他们 让他们能够 把这九块金砖拉走 我们就这么拉着九块金砖 在街上逛 从今天里 出来已经几百米了 郭泰来和周姐 严姐一人拉着一个拉杆箱 缓缓地走着 楚飞看着三个拉杆箱 还如同在梦中一般 会不会有黑社会跳出来 拿着几杆冲锋枪 向我们扫射 然后把金砖抢走啊 你想多了 郭泰来一边走 一边哭笑不得地回应道 香江已经回归了 谁敢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 玩这种大招啊 刚说到这里 郭泰来身形呼的一顿 站在原地 脸上一片惊讶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六十三集 不是郭泰来完全没有危险意识 而是郭泰来已经发现 有人在跟着自己和楚飞 楚飞身边已经有 严姐和周姐 跟踪的人是男的 所以不太可能是 楚雄派来暗中保护自己女儿的 他要派 肯定也是派女保镖 既然不太可能是保护楚飞的 那郭泰来立刻当仁不让的 顶到了自己头上 那就是来保护自己的 郭泰来才刚从远洋货轮上回来 之前就是被绑架的 上面紧张无可厚非 要是无动于衷才不正常 别人不说 赵向北肯定也不乐意 所以有人保护是一定的 既然有人保护 而且郭泰来之前还是从 驻乡江部队营地出来的 赵向北估计也是 一事不凡二主 那负责保护的肯定也是 驻乡江部队的特种战士 这种情况下 要是有人还能在短时间内 弄出几把冲锋枪来 还是在维多利亚港的闹市区 玩这种大招 郭泰来能想到的结果 谁挑出来谁死啊 不太可能会有他们开枪的机会 所以对于金砖的安全 郭泰来一点都不担心 让他惊讶的是 他居然在没有任何提前预知的情况下 在这里发现了携带数据的纳米机器人 而且还是在200米之内 发现距离提升到了200米并不稀奇 控制系统都提升了一个大版本号了 很正常 可是根据郭泰来以往的经验 以及他自己的了解 携带数据的纳米机器人 通常都是在一些重要的文明遗迹上才会存在 可是湘江这里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重要的文明吗 以郭泰来脑子里的丰富的历史知识 想半天都没有想起来 这里有什么可以在史书上大书特书的历史 难道是和陨石坑一样吗 是为了某些地质历史 可是湘江这里的地质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胖子 你怎么了 楚飞看郭泰来忽然之间好像愣住了 忍不住问了一句 不会是真的有人打我们金砖的主意吧 哪怕楚飞已经非常有钱 可是看到金砖的时候 依旧还是如同看到了闪光石头的母龙 目光就没有离开过 虽然这样的金砖楚飞只要愿意 随时可以买十块八块放在身边玩 这么担心啊 郭泰来只觉得十分好笑 这种金砖你随随便便能买一堆吧 那不要 这是免费拿的 那是买的 郭泰来只是调笑了一句 楚飞就如同护石的小狗一般看着郭泰来 郭泰来也只能认 好吧好吧 都给你都给你 郭泰来苦笑着 无可奈何地把金砖归属交给了楚飞 那不行 楚飞直接拒绝 你拿出来的就是你的 我就晚上抱着享受一下 随便你 郭泰来也是拿楚飞没办法 嘴里应付着楚飞 郭泰来的脚下却没有停过 一直在往前走 脑子里的提示距离也越来越近 一百五十米 一百米 八十米 五十米 三十米 十五米 二十米 不对 郭泰来忽然发现 居然越走距离越远了 慢慢地退回来脚步 除非三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跟着转回头 一家典当行的门面 郭泰来停在了这个典当行的门口 具体什么名字 郭泰来已经懒得抬头看了 强压着心中的兴奋 伸手推开门 走进了典当行里面 不至于吧 楚飞急忙小跑两步追上郭泰来 小声地劝道 我那里还有点钱 不用来典当行吧 他还以为郭泰来身上没有钱 所以马上会把拿到的黄金典当呢 好不容易拿到的金砖 楚飞感觉还没玩过瘾 怎么能随便典当掉呢 而且典当行肯定不会出金价 总要苛扣一些 得不偿失啊 我来看看东西 郭泰来笑了笑 给了楚飞一个让他放心地回答 然后一个柜台一个柜台的 往里走去 边走边看 大叔 这些东西都是卖的吗 郭泰来指着柜台里的货品 冲着不远处的一个柜台里的大叔问道 是的 大叔用不怎么熟练的普通话回答了一句 手表看起来都很一般啊 楚飞低头看了个柜台里的货色 嘟囔了一句 不过在郭泰来的目光看过之后 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最近的柜台里一堆名表 当然靠近门口这边的肯定都是一些价值不怎么高的 难怪楚飞看不上 10米 5米 郭泰来越往里走 控制系统给自己的距离就越近 本来这个距离上 郭泰来已经完全可以不用再往前 神不知鬼不觉地下达吸收命令之后 就可以悄然离开 只要简单地假装看看货品就行 可是 郭泰来还是极度的好奇 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让纳米机器人附在上面 手表之后是一些首饰 各种钻戒项链什么的 再往里 就是一些看起来像是古董的东西 瓷器 书画 香炉 都清理得很仔细 摆在那边 看着就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在里面 可惜啊 郭泰来对于古董同样也是 七窍已经通了六窍 一窍不通 完全不懂 貌似越往里走 柜台里的东西价值就越高 郭泰来看到一个小小的鼻烟壶 还是玻璃或者琉璃制品 居然就标价上百万 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再往里 依然还是柜台 但已经不是陈列品 上面也没有什么标价 郭泰来看到的是一个黑乎乎的柜台 以及一大堆的袋子 很显然这些是还没有上柜的货物 或者是等着赎回 要么就是还没有整理好的东西 总之并不是标价要卖的那一类 这些东西卖吗 看着目标就在自己几米之外 却无法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 郭泰来压抑住自己强烈的好奇心 冲着那个大叔问道 大叔并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 郭泰来和楚飞正在奇怪的时候 门外呼地走进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满脸笑呵呵 老板 大叔见中年人进来 站起身来 很尊敬地问好 走上前 冲着中年人儿语几句 然后指了指郭泰来和楚飞 又指了指后面的那些袋子 小兄弟 想要些什么 中年人笑呵呵地走到郭泰来这边 他的普通话可标准多了 也许我有更好的货色 那些还没有清理好 不太方便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六十四集 看到刚刚那一幕 郭泰来脑子里居然第一个想法就是黑店 中年人肯定是因为那个看店大叔用某种方式发了个信号之后他再赶回来的 通常这种情况就是看店大叔自己没办法处理的情况 一家在闹市区开着的典当行里 竟然还有一批就在柜台后面放着的还没整理好的货品 这正常吗 从正常商家的程序来说很正常 刚进的货没有整理上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可是放在典当行里那就不正常了 典当行经营的是什么生意呀 要么典当赎回 要么就是卖出二手货 理论上只要不是刻意从其他途径收来的货品 肯定是先检查过仔细鉴别过之后才收的 什么没有清理好意说 绝对是胡说八道 当然郭泰来也知道自己不能这么绝对 兴许人家是连锁店 从别的店铺调货过来 所以没来得及整理 完全说得过去呀 老板不好意思啊 郭泰来先冲着中年人笑了笑 指了指那一堆袋子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就觉得很投缘 好像冥冥中这东西就该是我的一样 老板帮忙忙 你说个价我买 中年人完全愣住了 那个大叔也愣住了 还有真要买东西了 袋子都没打开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忽然就指着袋子说 这东西投缘 而且还冥冥之中 玩呢 怎么不学风神演义 西方二圣说一句 此物与我有缘 然后就强行划过去呢 总算听到郭泰来说 他愿意买 而且让老板出价 这让中年人脸色好很多 这些东西啊 其实不是店里的 而是有熟人帮忙放在店里的 晚上人家就会过来带走 店主倒是想卖 可他并没有决定权呢 抱歉 谢谢啊 中年人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他那个朋友有些旁门左道 东西的来路未必会正 帮他保管一下 没有问题 但要是承担 与子先应的责任 那就没有必要了 这是我朋友 既存在这里的 我帮他保管的 我做不了主 能帮我联系一下你的朋友吗 郭泰来是真的想要 能被纳米机器人附着的东西 绝对是价值连城的 不管是什么 郭泰来如果有可能 绝对乐意将其收之囊中 我是真的想要 让他出个叫 中年人真的愣了 他转头冲着看店的大叔那边 低声的又问了几句 确定郭泰来真的没有看过里面的东西 而且始终就在柜台外站着 摸都没有摸过一下之后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来 不看一下不摸一下 就敢让人开价 中年人经营典当行已经多年 每次有人上门典当 不得是他这个老板 加上鉴定师仔细的 鉴别几次之后才敢收获呀 顾客买东西也同样如此 虽然有典当行的诚信名声作背书 但大部分人想要买 也会带一个懂行的师傅 过来看看才会买一下 买之前怎么也要 翻来覆去的仔细看看 恨不能拆开来检查一遍 这才是正确的买卖东西的流程啊 郭泰来这种完全不看货 只靠感觉的买东西 店主怎么看 怎么觉得是个神棍呢 但既然郭泰来非要买 中年人也知道他那个朋友 价钱合适肯定会卖 所以他也不会刻意搅黄这笔买卖 只是冲着郭泰来告诫道 鞋子 这不是我们店里的货 我可以帮你约一下我的朋友 能不能成交 你们自己谈 但你们不管成交与否 都和我们店无关 你看可以吗 可以 郭泰来当然无所谓 他要的只是袋子里的东西 又不是要这个连名字都没注意的 典当行的背书 只要成交 其他的完全没有问题 那先生小姐 稍等 中年人脸上的笑容又多了许多 热情的招呼郭泰来和楚飞 坐下来喝茶等待 他的眼睛毒 一眼就看出周杰和严杰是保镖 对郭泰来和楚飞就刻意招呼 对两人就稍微显得冷淡了一些 之后 中年人去打电话 没一会儿功夫就笑着回来 告诉两人 货主一会儿就到 让两人耐心等待 说是一会儿就到 可是郭泰来和楚飞 整整等了一个小时 中年店主已经急得坐立不安了 站起来好几次 打了好几次电话 这些东西是既放在他这里的 要是出了问题 他也会负连带责任的 期间有几个顾客进来 都是那个勘店大叔过去打发的 再次有人进来的时候 店主看到来人 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 终于来了 只是进来的不是货主一个人 而是四个人 一个看起来就像是大佬的人 戴着两个很明显的黑西装保镖 什么情况 听说有人要接我的货 我过来看看 进来的大佬张口就是一句 可惜他说的是粤语 郭台来听不懂 那个看起来有些土气的货主 和中年店主打了声招呼 然后自己到那些袋子那边看了看 重点检查了一下袋子的封口那边 回来之后才点了点头 是小兄弟你 你要买我已经订下的货 大佬从店主这边了解了一下情况之后 饶有幸运的看着郭台来问道 这货我已经买下了 我就是好奇 小兄弟你凭什么看都不看货 就算做货和你有缘呢 严姐和周杰很明显的做派 让大佬也知道 郭台来并不是毫无根底的人 所以说话也很客气 味道 郭台来这次算是给了个解释 那袋子有些与众不同的土腥味 大佬一愣 刚刚进来的时候没闻到 随即自己狠狠地吸了几口气 也许是郭台来的话产生了心理诱导 也许是真的 貌似店里还真的是有一些 若有若无的土腥味 高手 大佬顿时间竖起了大拇指 闻着味道就知道东西是好东西 这不是高手是什么 小兄弟 可能周杰和严姐的存在让大佬很收敛 当然跟这里是繁华闹市区也肯定是有关系的 大佬说话很客气 通过中年店主翻译了一下 东西之前是给我带过来的 我已经花钱买下来了 今天可能要对不住小兄弟了 先生 我诚心要 郭台来并没有因为对方拒绝而生气 而是坦诚地笑道 相信您说这个也是做生意 这样吧 您开个价 我不还价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听完店主的翻译 大佬越发地对郭台来感兴趣了 郭台来说的没错 他买这些东西也是生意 反正是要卖 卖给谁不是卖呀 但是他还没看过东西 具体能值多少还很难说 这让他怎么定价 不过看着郭台来笃定的面孔 大佬决定还是再试探一下 我是从阿丽手里 十万香江币买下来的 大佬把自己的底价透露了出来 旁边的那个 看起来吐气的货主阿丽 也是一连串的点头 这笔生意 他赚了不少 全靠大佬给面子 严姐却从大佬的话语中 听出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这种黑货交易 谁会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 把自己的成交底价说出来 而且还有货主在旁边 难道不怕自己一行 是公安吗 东西我还没有看 我相信阿丽是不会骗我的 大佬继续说道 不过小兄弟只是闻到了味道 也不看东西就想要买 说实话 我不信 大佬 他真的没有看过东西 中年店主听着味道不对了 急忙解释道 我们店里有监控录像 您可以看到的 他的确没有看过东西 哦 大佬抬头看了看门口和里面的那两个硕大的摄像头 典当行里安装这种东西不稀奇 但中年店主敢这么说 那显然是郭台来并没有真的看到过里面的东西 中年店主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一直在这里 看店的大叔也在 郭台来是真的没有看过那些袋子里的东西 一番解释之后 大佬总算相信店主没有撒谎 你真的想要 再次面对郭台来的时候 大佬又变得好奇 上上下下打量了郭台来一番 郭台来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很普通 倒是楚飞身上的不一般 两个女保镖有极大的可能是保护楚飞的 而不是楚飞身边的这个胖子 这就有意思了 真让我出家 大佬再次确认了一下 但他的目光却是看向了楚飞 而不是郭台来 在他眼中 楚飞才是四个人当中有资格点头的那个 这么漂亮有气质的美女 绝对不是普通人家出身 就算他有别的心思 也清楚的知道 想要平平安安混到退休 就绝对不要招惹 这种家里大人可能伸一根手指头 就能把自己碾成碎片的主 可惜啊 楚飞根本无动于衷 他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 只是郭台来突发奇想 他才跟着进来看看 平常的楚大小姐 怎么可能会关注几个 里外看着都有泥土的 尼龙袋子呢 再次看向郭台来 在看到郭台来 已经听过店主的翻译之后 再次点过了头 好 大佬总算是做出了决定 把脑子里的一切心狠手辣的想法都抛弃 看向了郭台来 东西我也没有看过 底价我也做了 你觉得你多少钱买合适 您开价 郭台来听完翻译 再次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们这是自愿买卖 您开价 我不还价 大佬听着郭台来平静的语气 看着郭台来平静的面孔 私存片刻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百 哦不 一千万 嘴里说出个一百的数字 大佬忽然不知道怎么想的 万字还没出口 就直接改口 爆出了一千万的价格 可以吗 旁边的那个土气货主已经听傻了 从自己这里十万块买过去 东西都没拆封呢 没看呢 转手就要卖一千万 穷疯了 抢钱呢 可惜啊 他一句话都不敢说 真要把心里想的说出来 他以后就不要混了 支票还是现金呢 郭台来听到店主转达过来的数字 脸上连一点惊讶的表情都没有 只是平静的问道 除非不干了 凭什么呀 十万块买的东西转手就要一千万 可他的反应已经被郭台来遇见到了 直接伸手压住了他的小手 冲他微微的摇了摇头 虽然不知道郭台来是怎么想的 但除非终究还是没有发作 本来以为能看到郭台来暴跳如雷的表现 可是郭台来竟然完全没有丝毫的暴怒 只是平静的问支票还是现金 这让大佬自己都有些被震惊啊 什么情况啊 明知道提价一百倍居然没有丝毫的还价 难道里面的东西价值连成 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想的 而且一旦有了这种心思 未免就有一种自己卖亏了的感觉 然后就会想出一些别的幺蛾子 小兄弟 其实 大佬眼珠子一转 就准备找一番说辞来提高一些价格 可当他刚叫了一声小兄弟之后 看向郭台来的时候 就被微笑着的郭台来吓了一大跳 郭台来的确是在微笑着 但目光中却透露出另外的一种无法形容的气息 大佬是混过江湖的 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手握西瓜刀砍过一条街 也是风里来雨里去见过大世面的 可他依旧还是被郭台来的目光给吓到了 那目光中透露出来的一股试杀的气息 毫不掩饰 仿佛他多说一个字 下一刻就会有生命危险一般 两个黑西装保镖 在那一刻全都紧张地绷紧了身体 但却都只敢站着不敢动 生怕自己的举动引起了对面的误会 招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 严姐和周姐都是军队退役的 在郭台来笑着看向对面大佬的时候 也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见过太多胖子 各种耍赖蹭犯嬉笑的无耻举动 可是却从来没有意识到 郭台来身上居然还能散发出 这种恐怖的气息 大佬毫不怀疑 能有这种眼神的郭台来 绝对是杀过人的 而且绝对不是只杀过一个人 在一个已经答应了自己 惊呼勒索一样的百倍天价的情况下 如果要再是耍花样 恐怕结局就不会那么美好了 一千万就一千万 大佬着急之余 竟然也能说出一两句 和数字有关的普通话 先把价格敲死 果然郭台来的那股 杀人一般的目光 立刻消失了 再次问了一遍 是要支票还是现金 支票不太方便 大佬竟然发现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冒出了一身冷汗 擦了一把额头之后说道 现金的话倒也是可以 能不能是旧钞不连号的那种 这么麻烦 郭台来也皱起了眉头 都不好处理 忍不住问他 黄金可以吗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六十六集 什么 大佬也是一愣 等天主翻译之后才明白 又再次愣住了 黄金 价值一千万的黄金 黄金当然可以了 愣过之后 大佬赶忙点头 可是找这么一大批黄金 隔壁旧钞要费劲吧 黄金上没有名字 更不会有银行账号 不会有人追查到来源和去向 稍微改变一下形状 很容易脱手 这显然是比不连号的旧钞 还要完美的交易货币 国台来听 对方说黄金可以 二话不说 站起身来一把 提起了自己旁边的金属拉杆箱 咣一声 重重的放在了他们面前的桌上 这桌子质量不错 平常都是放一些需要鉴定的物品 做得很结实 因为典弹行保不准会收一个大花瓶 还是大香炉 木头用料十分的扎实 三块金砖加上金属拉杆箱 居然也能承受得住 如此的举动 让大佬和两个黑衣保镖十分紧张 幸亏郭台来只是搬上一个箱子来 没有打开 否则两个黑衣保镖必须要有所动作了 中年店主在一旁简直看呆了 现在忽然反应过来 立刻惊喜交加的冲着郭台来问道 不会吧 不会吧 朱雀金行那边是您 一听中年店主说起朱雀金行 郭台来就知道店主肯定是知道那边的事情了 也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 哦 怪不得我看这箱子也熟啊 店主总算知道为什么自己感觉熟悉了 原来是这三个金属拉杆箱 之前郭台来逛过来的时候 店主不在店里 就是听到消息去朱雀金行那边看热闹去了 你们在说什么 大佬都不明白两人在说什么 怎么突然就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了 金砖 中年店主激动的几乎要跳起来了 三十公斤的金砖 主角金行三十公斤的金砖 大佬更是莫名其妙 什么金砖就三十公斤了 为了配合中年店主的话 郭台来在大佬货主以及两个黑衣保镖的注视下 缓缓地打开了金属拉杆箱 三块方方正正的金砖 就完美地躺在三个尺寸特别契合的凹槽中 露出了本来面目 看着眼前一片黄灿灿 大佬直接傻了眼 同时傻了眼的还有那个土气货主和两个黑衣保镖 在湘江有许多有钱人 这一点毋庸置疑 大佬也见过各种各样炫富的有钱人 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没事拉着三块金砖在街上溜达的 哦不对 这是一个箱子里是三块金砖 那两个女保镖手中两个一模一样的两个金属拉杆箱 岂不是说同样也各有三块金砖 就这么大大来来的拉着九块金砖 在湘江的闹市街头闲矿 大家都是有常识的 这么大的金砖那得要多重啊 刚刚中年店主也已经说了 朱雀金行三十公斤的金砖 这上面有朱雀金行的标志 那三十公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中年店主在众人的精仪表情中 会声会色的把朱雀金行那边发生的一切都讲了一遍 各种细节说的好像他当时就在场一般 但其实啊 他也是听别人说的 特别是郭台来和楚飞都要离开了 那个金男还要死缠烂打 然后胖子不动声色的连拿九块金砖 说的让人听着都觉得过瘾 那些穿西装的家伙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看谁都是一副自己了不起的眼神 我最看他们不爽了 大佬发出一声吐槽 看了同样穿着西装的店主一眼 补充了一句 你不算 店主苦笑啊 除了苦笑他还能说什么 倒是这一番讲故事 众人也都知道了这些金砖的来历 刚刚从朱雀金行那边拿出来的纯金金砖 说起来朱雀金行的声誉还不错 乡江人还是很认可的 大佬连质疑都没有 就相信这些是纯金了 一伸手从旁边严姐这边接过箱子 郭泰来很轻松的打开 又拿出一块金砖 轻轻的抓着放到了那三块金砖上 四块金砖 一百二十公斤 大概一千一百多万相将币 郭泰来随口说出一个数字 按照黄金价格差不离 这个数字大佬也认可 但看着完整的金砖 想到要切开 哪怕是大佬也觉得可惜啊 这样 你手腕上这块表不错 郭泰来也看到了这个大佬的为难 随口说的 我看着也挺喜欢 这块表一起算 正好四块金砖 如何 大佬听完翻译 目光顿时一亮 好主意啊 二话不说 直接就从手腕上解下手表 放到了桌上 看他的样子 似乎还挺讲究一些 古玩交易当中 不过手的规则 五个尼龙带 现在是郭泰来的了 那个土器货主 一路看着交易发生 这时候早已经不知道 眼尘到什么地步了 自己 才拿了十万 还没离开这些东西 就卖出一千万 这让他怎么平衡啊 老板 帮我找辆车 郭泰来冲着中年老板 拜托了一句 中年老板 二话不说 立刻去找 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一辆 面包车 连同剩下的两个金属 拉杆箱一起 五个尼龙带 加上郭泰来 四人全部都上了 那辆面包车 缓缓地开走 大佬和两个黑西装 以及那个土器货主 也没有多停留 飞快地离开 大佬 就让那个大陆仔 把黄金和货都带走 单独抱着一块 毛巾包着的金砖的黑西装 根本不在乎 旁边就有土器货主在 不服气地说道 那小子肯定杀过人 大佬的脸色 也不再是之前的笑秘秘 先去查查 他们的落脚点在哪里 黑西装点点头 没多说什么 不用特别调查 等那辆面包车的司机送到了 一问就知道 阿利 大佬转向土器货主 土星外和土星外 有什么不一样吗 减年以上的大墓里的熟土 可能和一般的土不一样吧 阿利赶忙回答道 我不是专家分辨不出来 但高手肯定可以 同行啊 刚刚还冲我呲牙 大佬顿时下了决心 找到他们的落脚点 方便的时候 把剩下的金砖和货 再给我带回来 哦对了 我的那块百达斐力 也给我拿回来 看了看 另一个黑西装 拉着的金属拉杆箱 打捞冷哼一声 香江 还是我们的香江 还轮不到这些大陆仔 来耀武扬威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六十七集 郭太来的人和楚飞他们 怎么处置 大老没说 黑西装也就心里有数了 这就是任由他们处置的意思 一想到楚飞那样的人间角色 黑西装心里就火一样的热啊 土气货主阿力 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一般 站在旁边好像一个聋哑人 大老心中暗暗点头 这才是识时务的人 面包车直接开到了半岛酒店 严姐周姐先下车 在门童的帮助下 用运行里的小车 把金属拉杆箱和五个尼龙袋子 都装上往房间运去 郭太来在最后一个下车 关车门的时候 看似不经意的 也不针对任何人说了一句 重大文物走私 抓住就是大功了 说完也不管有没有人听到 自顾自的进了大堂 开车的司机却是目光闪烁了一下 随即变得正常 飞快的开车走了 路上郭太来坐在副驾驶坐上 很轻易的就分辨出了 那个司机不一般 说了两句话之后 就知道这个粤语流利 普通话同样流利的司机 肯定是负责保护自己的一员 这口音太明显了 回到房间 除非连金砖都顾不上看 兴致勃勃的 要郭太来打开那些尼龙袋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到了酒店 郭太来也不用担心什么 如果住在半岛酒店 还被人袭击了的话 那也太宣幻了 五个袋子重量差不多 路上郭太来摸了摸 基本上都是木片或者其他 其中的一个袋子里 就有郭太来梦寐以求的 携带数据的纳米机器人 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吸收 就是郭太来想要确定 到底是什么东西上附着了 纳米机器人 都在自己面前 郭太来很轻松的就判断出 在哪个袋子里 打开 郭太来和楚飞他们就愣住了 一袋子的竹简 把那几个打开 郭太来吩咐了一下周姐和颜姐 周姐颜姐动作快 飞快的都打开了 五个尼龙口袋里面全都是竹简 上面不少还有泥土之类的附着 一时半会也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就算有看出来的也不认识 不知道是经文还是撰文 纳米机器人就在其中的某一片上 郭太来看着这些陌生的文字 终于下达了吸收的指令 近在咫尺 郭太来的手头要抚摸到上面了 吸收的速度简直就是飞一般 只是两三个呼吸就彻底吸收了 不用担心纳米机器人丢失 郭太来开始琢磨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些竹简有多少 郭太来问道 见周姐和颜姐又要翻着数 急忙阻止 大概估计一下 这些都是文物很脆弱 除非和周姐颜姐兴致勃勃的 估算这些竹简的数量 郭太来自己也琢磨了一下 每一个袋子里差不多有五百片 加起来也就是2400500片的样子 湘江竹简 2400500片 郭太来脑子里仿佛有一点 概念 只是这并不是和机械或者军工相关 郭太来的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 但是在仔细的思索了一阵子之后 忽然一个词蹦入了郭太来的脑海 水木简 郭太来刹那间惊喜起来 水木简是2008年7月 有一位水木大学的师兄捐赠给母校的 经碳十四测定证实 水木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 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 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500枚 包括少数残断简 在迄今发现的战国主简中为数较多 水木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 未经焚书坑儒的影响 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 先秦古节的原貌 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 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是了 也只有这样承载了文明记载的 重大历史文物 才会值得纳米机器人附着在上面 这批主简很明显是 刚从土里挖出来没多久 还没有得到清理和防护 这可不行啊 郭太来拿起酒店电话 就想要拨给赵向北 刚想要拨号 郭太来呼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拨打给赵向北 那么以赵向北和燕大历史系的关系 这批主简的修复整理研究工作 说不定会交给燕大历史系 那么水木简说不定就要被叫做燕大简了 这可不行啊 虽然日期提前了 郭太来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事关母校的荣誉 当然也和郭太来这种小家子气的 小农思想有关 郭太来还是决定不给赵向北打电话 而是给水木大学的王校长打电话 抱歉了 那位后来捐赠水木简的师兄 郭太来抢先一步了 电话拨往校长办公室 想了几声没人接 郭太来这才想起来 校长应该下班了 于是只能打给系里王教授这边 通过王教授辗转拿到了王校长的私人电话 这才拨了过去 王校长的电话很快被人接起 郭太来听到了王校长熟悉的声音 郭太来赶忙自报家门 原以为校长肯定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还想着要解释的时候 结果只是说了个姓名 校长就笑呵呵的问道 校长你还记得我啊 郭太来有点惊讶 要是经常接触 校长记得自己还说的过去 自己这都毕业离校一年半了 校长居然还记得 真是让人受宠落惊 校长在电话里也笑得很爽了 化工系 精仪系 材料系 报上来的新项目都和郭太来有关 而且全都是前景光明的大项目 能忘记他这么有特点的胖子才怪呢 谢谢 过得还好 谢谢校长关心 我很好 郭太来飞快地回答道 寒暄完 校长才问起郭太来正事 这么晚打自己的私人电话 肯定不是小事 郭太来就把自己发现的这批 战国主检的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表示自己想要捐给母校 希望母校能够接受 并且希望母校能联络一些专家 对这些主检进行先期保护和清理 听到郭太来担心自己母校没有足够的历史专家 王校长忍不住笑道 传家还是有一批的 你说的这些主检很重要 我尽快派人过去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暮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暮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368集 那个校长 我这可是捐给学校了 郭太来听到王校长这么说也松了一口气 但想起了什么 赶紧打预防针 但要是抓捕了这批文物走私贩子 警方要扣留当做赃物的话 校长您可得挺住啊 不能随便交出去啊 放心 王校长笑了起来 从头到尾 王校长就没有说过一句怀疑郭太来的话 战国主检的真假 更是连一声质疑都没有 完全信任 你在湘江 地址给我 王校长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我和上级联系一下 让驻湘江部队那边帮忙 请他们帮忙保护一下 等我们的教授到了 你再把东西交接吧 好 郭太来大声地答应了一声 王校长说话可比他要管用多了 他老人家开口 郭太来完全不用担心后面的事情 郭太来和王校长通电话的时候 楚飞他们也都安静地听着 听到这居然是一批战国主检 而且还是躲过了焚书坑儒 保留下来的一批主检 全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哪怕历史上再不懂 也知道这个时期的主检意味着什么 怪不得郭太来那么看重 一千万的价格 还价都没有 这边刚和王校长通文化 正想要再看看这些主检 赵向北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赵向北真的是被郭太来气得够呛 好好的去湘江吧 不是碰上军火走色集团 就是碰上文物走色集团 这是什么中大奖的手气啊 哦对了 貌似胖子还真的就中了大奖 九块金砖 270公斤 四轮着地的拉杆箱 都得拉三个箱子 才能拉走啊 就是遇上了呀 郭太来理直气壮的回答道 对了 那些文物可是我用四块金砖 买回来的 我已经捐给了母校 他们很快会派专家过来处理 很重要的文物 赵向北一听就知道 肯定是大事了 急忙问道 当然了 郭太来毫不迟疑的回答道 哦对了 要是动手抓得快 也许还能追到更多的文物 还能把四块金砖收回来 要是手慢了 被警方或者那些走私贩带走了 您可别哭啊 剩下这几块 我打算带回去 捐到上次那个基金会里 您看可以吗 这几天老实点 不要乱跑 老老实实的参加你的比赛 赵向北强压着火气叮嘱道 主向江部队 不可能给你一个人服务 你能不能让人省心点啊 好 郭太来老老实实的答应着 然后又分辨了一句 又不是我要惹事 事情找上我了 难道我束手带逼啊 这事就说不清楚对错了 指责郭太来乱跑 可他在国内没法做一些事情 只能去国外 当然国内又不能为郭太来 一个人开绿灯 可郭太来在国外 又老是碰上这种事情 上哪说理去啊 今天楚飞可算是过瘾了 逛了大半天街 还在朱雀金行那里 看郭太来徒手抓金砖 后来又有战国主姐 简直就是生活在小说中啊 好过瘾 虽然只剩下五块金砖 但楚飞还是兴高采烈的 都搬到了自己房间里的床上 他要享受一下 抱着金砖睡觉是什么感觉 虽然平常也见过不少黄金首饰 可是抱着一百多公斤的黄金 睡觉还是第一次啊 太过瘾了 郭太来却没有睡意 房间里还有大批的主姐 那些文物贩子到底会如何 还不知道 睡不踏实 虽然可以强制睡眠 但得不偿失 吸收数据进行系统升级 时机不对 现在估计不太可能 说不定只能等到回去了 反正纳米基基人 已经在自己的身体内 完全不用担心丢失 第二天 郭太来很听话的 在酒店里没有出去 乖乖的待着 直到下午的时候 才接到王校长这边的电话通知 学校派出的专家 已经赶到湘江 会和部队的同志 一起来接收这批战国主姐 等了半个多小时 郭太来接到前台电话 有人来访 郭太来亲自下楼 把人接了上来 母校历史系的教授 可不能怠慢了 早知道母校历史系 已经恢复建制 海魂红木 就应该让母校的人 出头才对呀 水木派来的专家 姓刘 刘立琴教授 和郭太来见面之后 就催着要看看 那些战国主姐 郭太来一路带着刘教授 和另一个变装的战士 一起来到客房 一进门 刘教授看着那些 尼龙口袋里的主姐 就迈不动腿了 接下来郭太来就听到了 一连串的各种咒骂 那些天杀的文物贩子 居然没怎么用心保护 这些主姐 幸亏有人可能觉得 之前简单的防护了一下 否则还不知道 会怎样的破坏呢 虽然只是简单的看了看 但刘教授还是做出了 和郭太来一样的判断 他老人家 可比郭太来专业多了 有些主姐上的字 都能直接读出来 还是在随行的战士提醒下 刘教授才从那种痴迷和狂喜 以及咒骂的状态中 清醒了过来 当务之急 是把主姐先运回到安全的地方去 然后马上开始保护工作 刘教授在整理打包的过程中 还不忘记问郭太来 这是哪里出土的 郭太来当然也说不上来 只能摇头 如果能抓到那些文物贩子 特别是那个穿着土气的货主阿力的话 也许还有机会知道 要是抓不到 恐怕没人知道 这些东西来自哪里了 穆松刘教授带着那些主姐 在几辆车的保护下离开 郭太来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用担心那些主姐的安全问题了 剩下的就是 等着抓捕那些文物贩子的成果 也不知道能不能一网打尽 回到房间 郭太来房间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接起来还是赵向北 胖子 你运气真好啊 赵向北在电话中 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语气 昨天那几个 的确是文物走私的 已经顺通摸瓜抓了二十几个 和你交易的那个 还打算去找你麻烦 把金庄和卖给你的货 都抢回去 赵叔叔 那个货主 土里土气的叫阿力的那个 抓到了吗 郭太来又问了一句 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之后 郭太来心里叹了口气 那些战国主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恐怕依旧还是个谜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六十九集 战国主简的事情在郭太来这里算是彻底完成了 接下来郭太来只要参加观摩一下珠宝设计大赛 就可以回京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围绕郭太来的一些事情就彻底完结了 很多调查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绑架郭太来的那个团伙 运输郭太来的那些军火贩子 已经在收网当中 这次军方和国安这边还得感谢郭太来 要不是郭太来 他们根本连这个大网的一脚都抓不住 因为被郭太来牵连出来暴露 国安已经抓了二十多人 成果卓著 现在的情形如何 赵向北又一次被邀请参加某个会议的时候 开口 开口问了一句 那艘军火运输船已经开回我们的港口 所有人都已经控制 所有货物也都已经清理了出来 旁边有军官汇报道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和郭太来同志有关了 什么问题 赵向北一听 还和郭太来有关 忍不住关心的问道 他一个人消灭了二十多人 这个太不正常了 军官苦笑道 我们的特种战士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个人和二十多个 拿枪的人面对面战斗 无落下风的呀 这里有问题吗 赵向北皱起了眉头 这些人揪着郭太来还没完没了了 本来是有问题的 军官笑了笑 仿佛没看到赵向北的黑脸色 接着说的 后来我们调查了一下当时战斗发生的情形 又审讯了一下船长 掌握了一个新情况之后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哦 怎么说 赵向北还是要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一会儿有问题 一会儿没有问题的 耍人呢 正常一对二十这种事情是极不可能的 特种战士不是超人 军官笑着解释道 但我们审讯过船长之后 了解到了一个新情况 赵向北也没有继续开口追问 只是做了个继续的手势 让他继续解说 船长说 一开始他听到甲板上有一连串的强声 以为是甲板上的船员们在发泄旅途寂寞 军官接着说道 这就比较合理了 相信那些船舱里的船员们 也是这么以为的 才对甲板上的那些人被杀没反应 按照我们的战士模拟 胖子应该是在杀了甲板上七个敌人之后 又进了船舱 杀了几个完全没来得及反应的混混 军官在幻灯屏幕上 打出来几张照片 分别是后甲板上的船员尸体 和第一个舱室里的那些混混的尸体 真正开始战斗 还是从这个时候算起 赵向北也恍然大悟 猝不及防之下 郭泰来先杀了十几个 剩下的才七八个 自然就简单多了 胖子拿着AK 火力猛 比起那些人的手枪厉害许多 军官接着介绍 能把他们都解决 问题也就不大了 特别是后来这几个 完全就是从舱室这边绕出去 那些船员根本就没发现 被胖子从身后干掉的 那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赵向北不解的问道 把他叫来开会就是告诉他胖子没有问题了 一个电话的事情至于吗 一点点小问题 军官无奈的笑了笑 他负责调查 总要调查清楚 胖子是个前工 能制作工具打开这些集装箱也正常 就是这个舱室 那钢板有八毫米厚 胖子制作的简陋工具能在这个方向上打开 很不现实啊 怎么不现实了 赵向北看着屏幕上显示的那个 最后胖子从船舱里开的洞 忍不出问道 就算是借助工具 要打开这个也需要极大的力量 军官把自己的疑点说了出来 有几个地方狭窄 完全需要的是手指的力量 按照我们专家的分析 普通人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的 疑点就是这个 赵向北都有些忍不住叹气了 是的 军官点头道 只要这个能解释清楚了 胖子就没什么嫌疑了 否则的话 除非是那些人配合他 否则 这里有一份昨天相将的新闻 要不要看看 赵向北在军官的注视下 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把那个军官笑得一头的雾水 赵向北拿来的录像带 被塞进了放向机 屏幕上开始亮了起来 TVB的新闻 粤语 大家大部分都听不明白 但有字幕 还算是能看明白 大概是一家金行搞出来的活动 消费者可以消费之后 参加一个拿金砖的活动 许多人在热火朝天的挨个的尝试 从那个玻璃柜子里拿出金砖来 这根本不可能啊 负责调查的军官只看了一眼 就摇头笑了起来 那么小的孔 那么重的金砖 商家打得好算吧 除非有人的手指力量抽出人们的想象 才能把金砖拿出来 照相被文言笑了起来 指了指屏幕 让他继续看 接下来 会议室里的所有人就看到了一幕让人无法置信的景象 一个人伸着胖胖的胳膊用手指的力量挨个的抓出去九块金砖 每抓一块都会直接在旁边的电子厂上撑住 全都是三十公斤 这个属于TVB的社会新闻专题 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 从始至终 众人都没看到那条胖胖胳膊的主人的脸 他们也在惊讶 到底是谁那么大的力量 能光靠手指抓起三十公斤的金砖呢 不用猜了 就是胖子 照相被笑了笑 直接说出了答案 这是他要求的 独鹿脸 哦 原来如此 军官顿时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还有问题吗 照相被又问了一句 没有了 没有了 之前军官还在怀疑郭泰来的手指力量没那么大 现在这个视频就给了他最直接的回答 幸亏没有直接找人调查 否则都没面子 我说不是已经清楚了吗 怎么还要查来查去啊 照相被略带着不满的 冲调查的军官问道 不无问罪的意思 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是这样啊 赵斗 军官也只能耐着性子回答 也就是胖子不是我们的战士 否则的话 每开一枪 可能都得事后汇报在哪开的 怎么开的 弹头弹壳都得找到 各种细节都必须要查清楚 现在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也没了 以后不会再查这件事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身在湘江的郭太来 完全不知道后面的这些事情 更不知道自己阴差阳错的 还碰巧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在楚飞过了一晚上 抱着金砖睡觉的饮之后 郭太来就给赵向北电话 让他帮忙把金砖处理一下 捐给上次的那个基金会 等到五块金砖也被赵向北派来的人 带走之后 郭太来基本上就再也没有什么担忧了 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在湘江 只剩下看看楚飞参赛的时候 进行的珠宝展示 都不用等到结束就可以回去 所以在此之前 郭太来可以说 不用再顾虑什么 可以吸收那些纳米机器人了 盯诸好楚飞和颜姐周姐 让他们盯着自己需要好好地睡 三十个小时以上之后 三女都很认真地点头 保证不让人打扰郭太来 都好奇 却都没问为什么 毕竟郭太来给楚飞驱疤痕也好 治疗脚腕扭伤也好 都是不停地要休息 很正常 就在半岛酒店的客房中 郭太来躺在床上 在最舒服的姿势下 发出了系统升级的指令 然后瞬间就进入了深度睡眠之中 上次系统升级 郭太来就用了整整三十个小时 这次以为时间会更长的 谁知道 只用了二十四个小时 就睁开了眼睛 一天一夜没吃没喝 郭太来醒来就差点饥渴难耐 还好有上次在凯来的经验 这次睡觉之前 就准备好了巧克力和面包 放在床前 还有几瓶矿泉水 醒来之后抓起来就吃 两块大巧克力 外加两块面包和两瓶矿泉水 下肚之后 郭太来才算是不那么饥渴的心慌 这才开始查看升级信息 读取数据完成 系统升级完成 当前版本 V2.02 播出所料 只升级了一个小版本号 列出升级之后的新增功能 郭太来忍着开心 下达了指令 纳米机器人最大控制数量达到5亿 增加部分体内检测功能 增加肌肉控制行为速度 增加肌肉控制稳定度 增加刺激细胞强化功能 增加纳米机器人体外飞行速度500% 增加纳米机器人拍摄清晰度 增加纳米机器人360度合成影像 限制纳米机器人体外飞行距离5厘米 限制纳米机器人合成视野范围5厘米 增加了最大数量 好事 纳米机器人的5000万数量已经限制了很久 这次终于直接提升了10倍 到了5亿的数字 这一下郭太来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增加体内检测功能 增加肌肉控制的速度和稳定度 增加刺激细胞强化功能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基本上每次升级都会有的提升 郭太来都习惯了 倒是体外飞行速度提升500% 这让郭太来比较开心 纳米机器人移动速度变快总是好事 增加拍摄清晰度 这个也不意外 但多了个功能 什么叫做360度合成影像 脑子里想着 郭太来同时发出了指令 进行合成影像 数千万个纳米机器人 从郭太来体表飞出 然后郭太来的脑海中 就多了一个奇怪的视角 通常来说 正常人类的视角范围是120度 就是能看清前方120度方向内的所有景物 但是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这个视角就会缩小为大概五分之一的范围 差不多是25度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只能看到前面的120度角范围内的景物 左面右面和后面的是看不到的 鱼眼的视角接近180度 两边的眼睛加总就有差不多360度的视野 而现在 郭太来就是能够前后左右上下的景物 全部都能看到的情形 很奇怪 很惊悚 但是也很新奇的感觉 有新功能 新问题同样也出现了 首先就是这个360度的视野还不够十分清晰 就好像郭太来以前的近视眼一般 看来只能等系统升级之后 纳米机器人再增加拍摄清晰度 才能够看清 另外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老问题 就是习惯问题 郭太来习惯了正常视角看人 突然一下来一个360度很不适应的感觉 背后都能看到东西 郭太来习惯性的一伸手就想摸 结果伸出的手却是相反的方向 这就需要郭太来长时间的适应了 暂时来说这个功能并不实用 只有等足够清晰之后才可能 有以前的经验 郭太来赶紧关闭了这个功能 等完全能看清的时候再说吧 最后的变化则是 纳米机器人的合成视野达到了5厘米 也就是能形成直径5厘米范围内的合成视野 当然飞行距离增加到了5厘米 同样意味着 郭太来可以加工厚度达到10厘米的弓箭了 可以制作更大件的弓箭了 郭太来很开心 二话不说下达了那些备份机器人的解除休眠指令 同时也让部分纳米机器人开始进行复制工作 将休眠机器人的数量提升到最大 系统升级肯定少不了会有下一个线索 这一次也不例外 不过郭太来总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经纬度郭太来还没有细查 但看到那个荒凉的山谷以及那些干巴巴的如同沙漠区域的时候 就知道不妙了 特别是一个巨大的佛像几乎在整座山里 很雄伟 可是郭太来也很担心 还好新的纳米机器人不是在佛像身上 而是在旁边山壁上的一些小洞窟里的壁画上 还算不错 醒来清理一番洗了个澡 郭太来出去敲响了楚飞房间的门 告诉楚飞和周姐严姐自己已经好了 然后不出所料地被楚飞拉出去逛街吃东西 湘江这种免税的购物天堂既然来了 楚飞能忍住不买吗 郭太来倒是找了个世界地图 大概的查了一下 这次得到的经纬度坐标又是在国外 看着查询的结果 郭太来也忍不住苦笑起来 之前的预感是正确的 的确是很不妙的地方啊 那个地方才阿富汗 那个大佛像应该是巴米扬大佛其中的一个 现在的阿富汗貌似不是什么和平的地方 塔利班正闹腾得厉害 想去那边 恐怕照相被他们打死都不会让他去的 哎胖子 那块百搭斐力你怎么没大 楚飞逛得开心 很自然地挽着郭太来的手臂 忽然好像发现了什么一般 冲着郭太来问道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七十一集 郭太来一只手端着一个一次性的纸碗 里面还有半碗赖尿牛丸 这可是当年星爷影片中的招牌主打美食 刚吃了一半 另一只手被楚飞拉住 暂时不能吃了 表 郭太来一愣 随即才想起来自己买那些战国竹简的时候 对方还搭了一块百搭斐力 那块表不便宜 连目光挑剔的楚飞拿到那块表都没有意义 真按照价值加上去 应该是超过四块金砖少许的 对方可能以为可以连金砖带货拿回来 所以表现得那么大方 完全没想到郭太来身后居然还占着郭家机器 也许那位大佬曾经有过争容岁月 但在这种力量面前 简直轻微的不能再轻微了 也许楚雄还需要伸出手指才能把它碾成碎片 可郭太来背后的力量 只要打个喷嚏就够了 你喜欢那块表 郭太来想都不想直接说的 回酒店了你拿去玩 送给你了 一块表而已 还是二手的 郭太来才不会多看重 真要带 郭太来宁可自己找材料 按照同样的款式新做一个 许非拍了一下郭太来的胳膊 然后拿着长签子从郭太来手中的直碗里 扎了一个牛丸送到了嘴里 随后又扎了一个送到了郭太来的口边 张嘴 郭太来乖乖地张开嘴 咬下那颗牛丸 飞快地嚼了几下 吞入腹中 这才腾出嘴来说话 哦 那你想要的话 我改天帮你做几款女表 好啊 一听郭太来这话 楚飞顿时开心了起来 别人不知道 他还不知道郭太来的手工什么价吗 一晚上楚飞吃得好饱 虽然每种小吃他只吃一口 可是架不住种类多呀 回到酒店连呼吃多了 必须要运动减肥 倒是郭太来 基本楚飞剩下的 都是他结结实实地给消灭了 却一句吃撑了的话都没说 男人这些辛苦就要遭得住啊 当然一起被带回来的 还有一套楚飞特意 帮郭太来挑选的高档裁剪西装 郭太来没带礼服 让楚飞现做也来不及 所以楚飞只能 先在湘江这边的手工高定工作室 匆忙改出来一套 用于让郭太来出席珠宝展示 只能算合身 但不能算特别符合郭太来的气质 郭太来的日子计算得正好 明天就是珠宝大赛的展示 一点都没耽搁 灯火辉煌的展厅中 郭太来坐在嘉宾席上 亲眼目睹了楚飞穿着美丽的晚礼服 展示了他亲自设计的一套钻石 靓丽无双的面容 妙觉天下的身姿 在整个珠宝展示中简直是鹤立鸡群 无数人的目光到最后 就只能看到楚飞 再也看不到别人了 如果说珠宝展示 让大家惊艳于展示模特的美丽的话 那么在设计讲解说明的时候 就直接让珠宝界的这些人 全都惊掉了下巴 楚飞的设计完美地围绕着 病地双心的理念 将一整套项链耳环 胸针戒指设计得极为完美 主要是白金镶嵌钻石和红宝石 样式十分的协调 简直就是新婚女子的理想配饰 各种香弓和雕弓都极为出色 但真正让人无法置信的 却是那颗钻石当中 镶嵌红宝石的胸针 简直超出了珠宝设计者的想象 在场都是珠宝行业的从业者 见多了各种漂亮经验的设计 可是这种几乎完全不可能的镶嵌 却让大家全都震惊了 钻石当中镶嵌 这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能把那么小的钻石上开出口子 并精确地把红宝石双心镶嵌进去 这种工艺简直就是巧夺天工 不对 完全不可能的工艺 有人立刻当场提出了质疑 有不得众人不质疑 钻石加工切割都要小心翼翼的 在上面打洞 而且还必须要打得如此精准 又不会切开旁边的部分 这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不是造假的话 那这种工艺的诞生 简直就是钻石加工行业的一次大地震 除非早有准备 各种清晰放大的照片 先展示了出来 当然他也明确表示 如果大家想要仔细看的话 可以在展示之后 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室 把胸针上的钻石拆下来 让大家仔细观察 但在展示期间 为保持手势的完整性 就暂时不分拆了 很合理的理由 本身设计就极为新颖漂亮 再加上这几乎不可能的相攻 展示期间 除非就成了最大的焦点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一晚上也不知道 有多少名流公子哥 想要和除非攀谈认识一下 哪怕拿到一个联络方式也好 可惜 除非在展示完之后 就一直站在郭太来身边 挽着郭太来的胳膊 让不知道多少人心碎了 郭太来自然也受到了最多的热烈诅咒 癩蛤蟆不说 还是个胖蛤蟆 除非看起来很开心 翘脸红扑扑的 直到回到了酒店 双眼还都是水汪汪的 看起来精神十分的兴奋 你每天不都是被人这么看的吗 郭太来很不解 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开心 不一样 以前人们只看到我的皮下 可今天我给他们展示的是 我的设计能力 除非的兴奋点在这里 他希望人们更关注的是 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自己的美貌 今天展示的前半程 人们就是关注除非的美丽 可后半程 那些珠宝设计者 关注的却是除非的设计 以及郭太来的工艺 加油 继续努力 郭太来笑着鼓励的 你今天在台上 一态万千落落大方 那种自信的美丽 是我前所未见的 没变我 除非脸上笑开了花 嘴里物字不屑 绝对没有 郭太来很认真的赞美道 今天整个会场里 就只有你一个人的光芒啊 唰唰唰唰唰唰唰 真的 好吧 我当真了 除非开心地接受了郭太来的赞美 但转眼有些不舍 你明天就要走 不等结果出来 回去还有事呢 有你在等着领奖就行了 郭太来回答道 相信我 你的设计绝对会获奖的 谢谢你 除非微笑着 很认真的 从郭太来道谢 要是没有郭太来的双心切割 绝不会有那么多的灵感 不客气 准备谢我几顿大餐呢 郭太来毫不客气地收下 楚飞的谢意 一如既往地 用玩笑的口吻问道 楚飞却没说话 往郭太来这边 逼近了一步 郭太来一愣 往后一退 背竟靠到了墙上退 无可退 楚飞却继续上前 脚下踩着高跟鞋 都不用踮脚 轻轻地在郭太来的脸上 印上了一个吻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墓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墓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七十二集 明天我就不送你了 你自己回去吧 吻过之后 楚飞笑嘻嘻地退了几步 背着手 迈着轻快的步伐 回到了自己的房门口 那一刻 楚飞就像是一个 开心的小孩一般 郭太来已经傻了 靠在墙上 感受着楚飞嘴唇 擦过自己脸旁的温暖 伸手摸了摸 被吻锅的地方 低下了头 哎 明天得赶紧走了 再不走 郭太来都不敢保证 自己还能不能承受得住 更多的诱惑呀 机票是楚飞给买的 头等仓 郭太来也不和他算这些 灵敲细打的费用 反正也算不清楚 回到京城 让郭太来意外的是 赵燕燕竟然在机场 等着接他 看到赵燕燕穿着军装的倩影 郭太来再也忍不住 一把将他抱在了怀中 紧紧地搂着 多日不见的思念 以及在湘江被楚飞 强吻了一下的愧疚 全都在这一个 大大的拥抱中 释放了出来 当赵燕燕 拉着郭太来的大手 一起走到了 机场停车场的军车上 军车开起来 下了高速 郭太来才发现 不是回家的路的时候 他才问了一句 我们去哪里 去京城军区 赵燕燕飞快地回答道 然后解释了一句 京城军区这边 新成立了一个 心理疏导机构 是专门负责为一些战士们 执行了任务之后 进行心理疏导的 你这次不是遇上绑架了吗 去接受一下心理疏导 会好受一些 战士们执行任务中 如果有杀人 肯定都会在任务后 接受心理疏导 这是最近才在部队建设的 一个试验型机构 结果战士们 没有几次机会 接受心理疏导 反倒是郭太来这个前功 要先接受了 赵燕燕带郭太来 来到军区这边 也是因为郭太来 杀人的事情 不宜让社会上的 心理医生知道 第一时间就带过来 则是赵燕燕担心 郭太来会有 战后心理综合症 PTSD 负责给郭太来 做心理疏导的 是一个年轻的女医生 姓孙 孙宇珍 比郭太来要大两岁 据说是心理学博士 刘洋回国的 有赵燕燕陪着 郭太来倒是可以完全 信任眼前的心理医生 在孙宇珍的建议下 郭太来把自己杀人之后 到湘江生活的 这几天的活动 都详细地描述了一番 除了纳米机器人 没说之外 其他的能说的 全都说了出来 连和楚飞的交往 都没有隐瞒 孙宇珍问得很详细 详细到了 郭太来他们吃了什么东西 买了什么东西 逛了什么地方 以及和那些人交易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之类的 郭太来也回答得很仔细 一边问 孙宇珍还在手上的文件 加上寄来寄去 郭太来之前扫过一眼 是一份心理咨询病例 挺好 孙宇珍问完之后 当着郭太来和赵燕燕的面 笑着给出了心理评估的结果 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是因为被迫反击杀人吧 基本上没什么心理负担 完全不用担心 郭太来和赵燕燕都很开心 没事当然最好了 从军区离开 回到市区 郭太来很小心地问了一句 赵燕燕晚上能不能和他一起回家 没想到赵燕燕竟然答应了 得到肯定回答的郭太来开心不已 不顾自己飞行的疲劳 晚上和赵燕燕在学校门外 美美地吃了一顿之后 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一夜抵死缠绵 郭太来立刻又恢复了生龙火虎 早上本想去送赵燕燕去上班 却被早已经起来 穿好军装的师姐给按回了被窝 目送着师姐如同妻子一样 和自己吻别上班 郭太来心中说不出的开心和平静 躺在被窝里 暖和地再次闭上眼 进入了回笼教状态中 赵燕燕却没有直接去总装上班 而是开车直奔军区 昨天的心理疏导室 燕燕 你男朋友的确有一些轻微的PTSD 孙宇珍今天的说法 和昨天郭太来在的时候 完全不同 不严重 但的确有 她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她不是军人 却杀了那么多人 很不正常 很麻烦吗 赵燕燕皱起了眉头 冲着孙宇珍问道 是不是需要深入治疗 她的麻烦不是很大 孙宇珍看着赵燕燕 忽得叹了口气道 可你的麻烦却不小 她到底是什么情况 赵燕燕顾不得问 自己的麻烦是什么 着急地问道 真是个傻丫头 孙宇珍看着赵燕燕的样子 忍不住摇了摇头 昨天我问了那么多问题 你也听到了 她有一些轻微的 PTSD症状 不严重 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但 她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本能地做一些 她内心渴望的事情 来缓解这种杀人后的压力 内心渴望的事情 赵燕燕紧觉着问道 是那些 就是她自己都没意识到 但却已经做了的那些 孙宇珍很认真地回答道 比如说美食 比如说黄金 再比如说美女 那个楚飞 一定很漂亮对吧 嗯 对 赵燕燕一愣 下意识地回答道 燕燕 你得多抽时间 陪陪你的男朋友了 孙宇珍这次是 站在私人闺蜜关系上 劝说的 你也是美女 因为PTSD的原因 如果她长时间见不到你 恐怕有时候 就会把对你的感情 转移到另外一个美女的身上 你要知道 那是杀人不是杀鸡 还杀了二十几个 普通人无论如何 也会有压力的 好消息是 你男朋友这样 才是一个正常人 坏消息是 如果你不常陪你男朋友的话 她就只能去找别人 去缓解压力 那她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赵燕燕又问了一句 还是问了郭泰来的病情 如果你们昨天晚上 过得很愉快 而且她表现得 十分厉害的话 孙宇珍此刻仿佛 变成了一个老流氓一般 笑着对赵燕燕说道 那基本上短期内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昨天表现得怎么样 特别厉害呀 赵燕燕听着前面的 有些脸红 被孙宇珍一问 没注意就回答了出来 说完才意识到不对 哼 上了孙宇珍 这个女人的恶当啊 立刻红了脸 然后她是特种战士精英 此时此刻 也还原成了一个小女人 有声小说神宫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宫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得知郭太来没事 赵燕燕也总算是彻底放下心来 当天在总装的时候 同组的组员都能很明显地注意到 赵燕燕的笑容十分地开朗 不知道她遇上了什么喜事 最让郭太来惊喜的是 赵燕燕当天晚上居然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郭太来接到电话 开心的都不知道该唱啊 还是该跳了 少五足蹈地庆祝了一番之后 连赵向北来的电话 都连着几次没接 干什么不接电话呀 总算是在第五次拨打郭太来电话的时候 郭太来接起了电话 赵向北等电话一通 劈头盖脸就是一句 刚才我在院子里 手机放在屋里 郭太来老老实实地找了个借口 难道他还能 不把师姐的父亲放在眼里吗 赵向北倒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只是告诉了郭太来一个最新情况 然后问他的打算 就这两天 我看看哪天方便 虽然和师姐团聚也是头等大事 但是纳米机器人显然一样重要 郭太来咬着牙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最好安排得快点 我当天去当天回行不行 赵向北答应了一声 然后挂了电话 他浑然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 已经成了郭太来嘴里的羔羊啊 说起海昏猴目 郭太来呼地想起了母校 既然有历史系 还有那么一批专家 那还是让他们也知道一下 看看能怎么从里面插一脚 当然烟大的张教授人也不错 下回要是有这种机会 还是让双方联合吧 没找王校长 这种小事不需要惊动王校长 郭太来直接打电话 给去湘江接收那批主检的刘教授 接到郭太来电话 刘教授很开心 没等郭太来说话 他就已经先兴奋地开了口 郭同学 主检已经开始清理保护了 我们拿着一小部分残片 做了个探神寺测定 的确是战国中半期的主检 我整理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一些内容 周幽王烽火系 周侯士细说 公布出来 肯定会让全国人民战将的 司马迁也会细说 郭太来虽然历史方面知识不多 但烽火系诸侯 是记载在史记里的 这种历史巨著也能细说 司马迁也不是战国时期的人呢 刘教授并不是在贬低司马迁 而是在说一个事实 毕竟司马迁是汉朝的 和战国中后期还差了几百年呢 有错误很正常 那个时代又没有现在这种 详实科学的考古手段 只能靠前人记载 或者口述代代相传 有偏差 太正常了 按照马云的说法 网络上那么多马云的鸡汤 马云自己都不知道说过这些 这还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记录的东西 差了几百年的人 记载的内容 有错误才是正常 没错误 反倒不正常了 当然科学的考古就是一点一点的 靠着实证和记载来 慢慢的推理出历史上的事实 不是吗 洋洋洒洒的说了一大堆 刘教授才想起来 是郭太来主动打电话过来的 忙问什么事情 郭太来赶紧把海魂猴目 正在发掘的情况和刘教授说了一遍 刘教授听的一阵惊叫呀 特别是郭太来说里面可能会有奇轮雨的时候 更是一阵哀叹 他现在整理那些竹简走不开 但是他会给戏里的其他人说一声 让他们去联络接触一下 看看能不能一起研究 放下电话 郭太来就开始准备晚饭 师姐要回来 今天郭太来怎么也要给他露一手 不过貌似郭太来只有面条能拿得出手 那就做面条吧 赵燕燕回来的有点晚 一回来就抱歉 不过郭太来知道 这并不是赵燕燕最迟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赵燕燕是在办公室待到深夜的 即便在京城 也经常几个月没机会见一次 疲惫不堪的赵燕燕 回到家里 马上就能吃到郭太来亲手煮的爱心面条 还能轻柔地按摩一番 让他疲劳进去 赵燕燕也是感触颇深呢 半躺在郭太来温暖的怀中 有那么一刻 赵燕燕真的想时间就这么停止 停在两人心心相应的这一刻 直到永远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终于享受够郭太来的温柔之后 赵燕燕呼地想起了什么 冲着郭太来说道 什么 郭太来只要有师姐 万事足 根本不在乎其他 你上次做的那款改良AK 上集决定正式名称叫做QBZ-980 简称980 赵燕燕对郭太来取得的成就 7.62毫米的中间威力弹的 81杠能够满足要求 郭太来那款AK-15是AK系列的升级 射程威力这些完全满足要求 所以军方在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并且在高原上小范围的测试 几个月之后 终于决定高原上全体换装 新式枪械 取代了老旧的81杠 对此郭太来意外的开心呢 如果说全军换装951 是后世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话 那么现在高原上全体换装AK-15 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这种改变了国家行为的成就感 甚至比让马自达 把转子神车买回去 还要让郭太来更加有满足感 另一款你说后座力小 枪口跳动小的那款 定名为QBZ-98F 外貌型 赵燕也能感受到 郭太来的那种无声的开心 他自己同样也愿意 和郭太来分享这些快乐 继续说道 暂时指出口欧洲 得到了欧洲爱枪女性的一致好评 特别是俄罗斯 对于这种AK风格 喜欢到了骨子里 为什么不出口美胶啊 郭太来比较意外 S21枪口跳动小 后座力低 适合女性使用 被女性爱好者青睐是正常的 但为什么只出口欧洲 而不去北美呢 北美那边还要加一些限制 去掉连发功能 赵燕燕笑着回答道 你知道的 自动武器不能面对普通民众开放 郭太来是设计者 这些东西和郭太来说完全不违规 而且郭太来还掌握专利 销售和猎庄都有必要 让郭太来知道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七十四集 幸福的一夜 郭太来是在有师姐的幸福 以及改变了一些世界的满足中度过的 妈妈问你 什么时候打算开展那个玉存 加入VIP的方案 赵燕燕说起这个的时候 一脸的哭笑不得 丁总身为乐科集团的董事长 每天的事情忙到飞起 可居然会时不时地关心 郭太来的那点小生意 让他无法理解 等我从海昏红墓那边回来 郭太来飞快地回答道 不过他从赵燕燕的苦笑中 看出了一些事情 忍不住问道 你有多久没见阿姨了 从上次回来之后 就一直忙碌 看了看郭太来明亮的双眼 赵燕燕忍不住 有些愧疚地说道 没时间回家 也没时间陪你 这样郭太来就明白了 赵燕燕后来没见过丁总 不知道丁总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正常 赵燕燕现在的状态 除了有些疲惫地出现了一些眼带之外 其他还是最买好的年纪 最买好的状态 而那一点点眼带 已经被郭太来昨天晚上 神不知鬼不觉地抚平了 身上因为训练留下的疤痕 郭太来也在悄无声息中 轻松地抹除 晚上被郭太来折腾得太厉害 哪怕是特种战士的赵燕燕 也承受不住 疲惫不堪呢 郭太来不得不让他进入深度睡眠 加快恢复 自己才能施展这些妙手 5亿纳米机器人 加上5厘米的操作空间 郭太来完成这些皮肤表面的工作 已经十分地轻松了 师姐可以什么都不用知道 郭太来自然会让师姐保持 一辈子的美丽 和师姐再次吻别 郭太来开始准备去 海昏猴木那边的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行李可准备 外套棉衣什么的随身穿着 戴几件换洗的内衣就行 反正只是两三天的时间 根本不用搭费周折 至于什么牙膏 踢须刀之类的必备用品 对郭太来来说 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什么样的牙膏 能比5亿纳米机器人 在牙齿上走一圈 捷径的效果更好啊 胡须的话 连金属弓箭都能轻松切割的 纳米机器人 切断几根胡须算什么 连难度都谈不上 当天晚上赶到了东昌 酒店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张教授那边就派人 把郭太来接到了发掘现场 海昏横幕的发掘现场很大 因为张教授等人过来 勘查后发现 这不是一个牧葬 而是一个牧葬群 现在方圆一两千米的范围 都被圈了起来 由警方专门派人看守 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不少 郭太来能看得出来 学生居多 估计是当地学校某个历史系的学生 被拉出来实习的同时 也充当一些劳动力 至少这些学生也算是 学过的半专业人士 比农民工肯定要专业许多 地面被挖下去一个工整的甲子 郭太来能看到涌道 但是发现主墓室那边 附土还没有动 但左侧却已经清理出一片区域 正是郭太来要求的主检坑 不过让郭太来意外的是 他已经走到了主检坑的这边 可是居然没有收到任何的提示 方圆200米范围内 居然没有纳米机器人的存在 郭太来以为是自己定位的坐标出了问题 但这里就是牧葬了 发掘出来的主检郭太来都看到了 怎么会有错呢 郭太来不甘心 反正这里他可以在 接他来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四处走走 所以郭太来沿着牧葬坑的边缘 走了一大圈 依旧什么提示都没有收到 弄错了 郭太来脑门上瞬间出了一头冷汗 不乏心的郭太来 直接就在整个牧葬群里面 开始溜达了 试图找到熟悉的提示声 可是工作人员已经陪着他转了两圈 按道理 方圆200米范围内 已经彻底都覆盖过两次了 郭太来也没有收到过一次提示信息 胖子 溜达什么呢 张教授刚刚在忙碌 没顾得上招呼胖子 郭太来溜达两圈之后 回到了主检坑这边 张教授才有时间和他打招呼 张教授 这些主检是空里的全部吗 郭太来强压着那种不安 冲着张教授问道 怎么可能啊 张教授笑了起来 你也知道 这些主检埋在地下一千多年了 一接触空气就会氧化 所以一出土就要赶紧保护 先保护好 再慢慢清理 这里是剩下的部分 还有一批 已经被运到博物馆的库房当中了 哦 原来如此 郭太来长出了一口气 差点吓死了 还以为自己得到的信息是错的 纳米基基人不是在这个位置 不是在这个墓葬里呢 想想也怪自己 明明赵向北早就说过 11月最迟后半月 就能清理到主检坑 郭太来自己 还飞出去玩了一圈才回来 这里的发掘工作 肯定不会因为要等着郭太来 而停下来 自然是按照步骤 按照计划的清理 发掘出来的肯定先保护起来 也不可能一直放在发掘现场 等着郭太来过来 这样的话 那些纳米机器人 就有可能是在 已经运到博物馆的 那部分主检上了 这让郭太来放心了一大半 即便清理 也只是清理表面的泥土 那些附着的纳米机器人 可不是这些软刷子能刷下去的 也不是那些防护的药水能够腐蚀的 毕竟是钛合金本体 化学性质稳定 能承受得很 和张教授聊了一会之后 郭太来才向张教授提出请求 能不能到库房那边看一看 已经发掘出来的主检 张教授和郭太来合作过 不是一次了 对此毫无意见 马上和陪同郭太来的那个工作人员 打了招呼 让他带郭太来去看看 车子一路开到了当地的博物馆 工作人员和博物馆的人 交涉了好长时间 最后还拨通了张教授的电话 好说歹说才让郭太来 进入到了库房当中 不过条件是郭太来进去之后 不能动任何东西 想看什么 也得由博物馆工作人员来帮忙 郭太来当然没有意见 跟着走到了库房这边 还没进门呢 就已经收到了提示信息 200米范围内 发现携带数据休眠中的 纳米机器人是否激活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375集 收到这条提示信息的时候 郭太来总算是彻底的放心了 这下不会跑了 为避免节外生枝 郭太来表现得十分的规矩 进门目不斜视 很规矩地跟着库房管理人员往里走 直到里面的一片区域 放着一大堆的塑料收纳箱的地方 一大片的收纳箱 每个里面都装着一些 郭太来不知道的药水 药水里浸泡着一个一个的竹简 收纳箱上还打着标签 每个收纳箱里的竹简的编号挖掘的位置什么的 看起来很规整 这些都是清理好的 郭太来不明白情况 小心地问着一起进来的陪同人员 这是先期保护 陪同人员是懂行的 飞快地解释道 跑完药水之后 基本上就不怕简单的氧化了 到时候再仔细清理 保护以及研究 郭太来点了点头 没再多问什么 在控制系统的指示下 郭太来很快就定位到了一个收纳盒上 可以把这个收纳盒打开来看看吗 郭太来很礼貌地征询仓库管理人员的意见 仓库管理人员这次没有再反驳什么的 很爽快地打开了那个塑料收纳盒 和在湘江一样 同样是竹简 纳米机器人同样就在其中的某一片上 郭太来确定了一下具体的竹简编号之后 终于下达了吸收的指令 一万个纳米机器人休眠指令下达 激活指令下达 吸收指令下达 吸收中 1503 3934 7393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近在咫尺的纳米机器人就被郭太来吸收一空 郭太来仿佛吃下了什么仙丹妙药一般 只觉得全身舒爽 轻飘飘的再无压力 可以了 郭太来对仓库管理人员点头道谢 多谢你 记下这个盒子的编号 转过头 郭太来低声地对跟着他一起来的陪同人员叮嘱道 陪同人员看了看盒子上的编号 点了点头 送我去机场 从博物馆出来 郭太来再也不想多耽搁时间 让陪同人员开车直奔机场 车上 郭太来想了想 没有打张教授的电话 而是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我已经让小刘记下了那个收纳箱的号码 箱子里面第六根主简就是麒轮的开篇 尽量搜集它附近的主简 可以早一点宣布一部分成果 郭太来在短信当中提醒了张教授一句 这样可以让张教授研究的时候少走一些弯路 学术研究 像张教授他们这种现场发掘出东西来还好 很多时候都要看成果的 能早一点发论文 成果也能早出来一些 这样经费也容易申请 郭太来帮不上张教授太多 只能在这方面帮一下忙 回到京城的时候 郭太来满怀期待的以为师姐还能晚上回家 结果却被告知 出差了 兴致勃勃的郭太来立刻蔫了 忽然觉得就没意思了 赵燕燕其实还是现役军人 被临时戒掉到总装 全国各地整理装备资料很正常 不能由着郭太来的性子 让他一直留在京城 蔫儿吧蔫儿吧的回到家里 连吸收了纳米机器人的兴奋 都无法让郭太来开心起来 一个人哭作了半个小时之后 接到了赵向北的电话 出来吃饭 赵向北的电话严谨一概 带着一股命令的语气 我在你家门口的巷子里 有人请吃饭 郭太来的心情好过了点 洗了个脸 还是懒洋洋地走出去 坐上了赵向北的车子 怎么不开心 赵向北似乎知道 郭太来为什么不开心 车子开起来之后 主动地说道 燕燕是军人 不是朝九晚五的白领 不是说每天下班以后 就能回家的 我知道 郭太来抬起眼皮无语地 看了一眼赵向北 但我连不开心一下都不行啊 唉 你这样会让燕燕很难做的 赵向北叹了口气道 好吧 我懂了 郭太来一天会让赵燕燕难过 自己一琢磨 嗯 还真是这个道理 顿时间强行振作起来 嗯 嗯 我要吃大餐 胖子就这点好 一顿美味大餐 就能把沮丧的心情调节好 胖子 有个事情得和你商量一下 赵向北和郭太来吃得差不多 最后郭太来都吃了一碗面条 当主食之后 赵向北才开口说道 赵叔叔您说 郭太来这会儿恢复过来 礼貌多了 你这种总是一个人各地跑来跑去 不是个事啊 赵向北也没多废话 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国内还好 怎么都好控制 可你出国什么的 身边一个保护的人都没有 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呢 比如这次 你身边要是多带个经验丰富的人 就不会被人带走送到船上 赵叔叔能不能把世界拍到我身边 郭太来一听立刻兴奋起来 目光大亮 冲着赵向北问道 想什么没事呢 赵向北气不打一处来 我也有那么大的能量 不会把我宝贝女儿 调到我身边当秘书吗 还能让他轻松一些 为什么要让他去保护你一个死胖子 那 赵叔叔你的意思呢 郭太来再次违靡 懒颜扬地问赵向北道 上次不是成立了一个保障基金吗 这次你又捐了五块金砖 那个保障基金在几年内 不用担心资金缺口 军方上下都很满意 也成你的情 赵向北瞅了郭太来的怂恙一眼 慢慢地说道 另外 这次还因为你破获了一个军火走私集团 并且挖出隐藏在湘江的某个情报机构的一部分 国安这边也领了你这份人情 只是人情 有好处吗 郭太来问道 有 赵向北很肯定地点头的 没收的那艘货船装载的货物 一成价格的现金算是奖励 差不多也有几千万人民币了 赵向北说道 等到具体估值完毕之后 就会发到你手里 算了 凭空落几千万 郭太来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一点期待都没有 或者是拍卖了一个亿美元膨胀了 想了想郭太来还是说道 这钱拿着也不舒服 一样捐到保障基金里吧 就知道你会这样 赵向北笑了起来 这次出事 上民也考虑 给你身边配几个合适的安保人员 我 郭太来有些愣 我已经到这个级别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七十六集 你有个屁的级别啊 赵向北一看死胖子居然这么 舔不知耻的顺杆爬 忍不中骂道 你倒是进系统啊 不进系统你有个屁的级别啊 美的你 那还要给我配安保 郭太来不解的问道 还几个安保 不够级别能有这种待遇 想没事吧 赵向北再次比了郭太来一次 看郭太来彻底懵了 才慢慢的给郭太来解释道 安保是安保 但不是国家给你配的 需要你自己出工资 我自己雇佣 郭太来明白了 你直接说让我雇几个保安不就行了 看安保 长得这么高大上的 你以为多高级呢 哼 保安 赵向北冷笑一声 引上退役的特种兵上尉和中尉 全球执行秘密任务 经验丰富 熟悉至少两门外语 你倒是给我找几个这样的保安出来呀 听着赵向北的介绍 郭太来的眼睛亮得和半夜里的恶狼一般呢 这绝对是宝贝啊 特别是全球执行任务这一条 郭太来现在最发愁的是什么 是国外某些地方要去的话不方便 上面限制重重 比如巴米扬大佛 郭太来可以肯定自己如果说了 绝对会被赵向北拒绝 要是有这种有经验的老手带着自己 那岂不是根本不用郭太来多费心呢 有几个 我全报了 郭太来二话不说立刻拍胸脯 先到那个专利公司入职 待遇参考克里斯蒂娜公司的员工 正个用功多多益胜 赵叔叔快多派几个来保护我 克里斯蒂娜公司的员工 即便在京城也是高薪了 何况每年还有分量十足的年终奖 赵向北清楚得很 对此很满意 还多来几个 赵向北再次比一 能有两三个已经是你组上烧高香了 别不知足啊 要不是你这几件事办的让上面的人满意 这种高手 你连根毛都针不着 嘿嘿嘿嘿 我懂 我懂 郭太来笑得眼睛都眯得快看不到了 赶紧帮我解决嘛 我也就不给国家添麻烦了 免得上面还要考虑级别傻的 嘿嘿嘿嘿嘿 提前跟你说好啊 赵向北冲着郭太来叮嘱他 他们是因伤不得不退役的 真要论身手 可能不会像部队里的那样强 但对付几个普通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不能因为这个而小看他们呢 绝对不会 郭太来会害怕有人受伤 哼 简直开玩笑 他要的是丰富的国外经验 以及暂时对郭太来来说 是短板的外语沟通能力 其他的根本不需要 战斗 郭太来靠手指力量 提起30公斤金砖 加上各种版本的军体权 会怕谁呀 就算对方拿着刀 难道能和有5厘米切割范围的 郭太来对抗 根本不需要他们帮自己战斗 晚上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我带你去见他们 赵向北对郭太来的态度很满意 接触这么长时间 赵向北知道郭太来对军人很尊敬 所以郭太来这么说 他肯定相信郭太来不会因为任何原因 小觑那些人 好 郭太来点头答应一声 还有事没 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等等 赵向北让郭太来先等等 你那个变速箱和底盘技术打算授权哪个厂家呀 赵叔叔 不是我想授权哪个厂家 郭太来笑了笑 说起这个来 郭太来自然是比赵向北更专业 而是哪个厂家想要这个授权 你也知道 我要是免费给了国内厂家授权 我可是要赔出三倍违约金啊 六七千万美金 谁给我补偿这个违约金呢 好了 我知道了 赵向北对此也只是帮忙传话问问 其实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 要有六七千万美金的补偿金 何必非要违约呀 直接一千多万出头买下胖子的授权不就行了 有些人呢 始终心里想的还是不劳而获 或者觉得别人费心研究出来的东西 就应该免费拿给国家用 想用这种爱国道德制高点来约束别人 却从不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到 配不配 被拒绝简直就是一定的 反正有胖子这个答复就够了 还想让他帮忙给胖子施加压力 某些人真的是想多了 对了 你有没有兴趣挂靠一个汽车研究所呀 赵向北又问了一句 这样你以后做出来的车子就可以用试验车的名义合法上路了 要是以前 郭台来肯定毫不犹豫地点头 但经过了这次 加上随随便便拍卖一个车型 卖出去一亿多美金 郭台来的心思也有了变化 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要是挂靠再有车型出来算谁的 可能需要一些管理费 赵向北怂怂肩 国内办事就是这样 挂靠也不是白白挂靠 总得有一部分利益分润出去 恐怕到时候就不是一点管理费的问题了 郭台来自己也想得明白 赵向北是想让自己办事更合法 但听过赵向北讲过那些国内的汽车行业里的人 那种种不堪的表现之后 郭台来还是决定自己单干 我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吧 想玩了就出国去玩一圈 反正现在麦凯伦也好 奔驰也好 都欢迎我随时过去玩 那别人就有闲话了 赵向北微微摇了摇头 宁可给麦凯伦和奔驰 也不给国内企业 你这是宁赠友邦啊 无聊 郭台来真的是无语了 我算了 我玩的去 我自己到国外收购一个修理厂自己玩 这样总可以了吧 没话说了吧 这样也好 赵向北点点头 人言可畏 做事考虑周到点 之后赵向北又问了问郭台来 海昏侯木那边的收获 郭台来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赵向北也为郭台来高兴 郭台来看得出来 赵向北是真的开心 赵向北做事有始有终 吃晚饭还特意把郭台来送回家 经过赵向北这一番开导 郭台来的心情已经没那么沮丧 本来现在的状态 适合进行系统升级 但是想着明天赵向北还要介绍几个退役的特种战士给自己 郭台来还是强压住冲动 先让自己熟睡一番 第二天一早 郭台来精神抖擞地起床 收拾一番 等着赵向北带他去见人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七十七集 赵向北并没有简单地派一个司机来办这件事情 而是亲自来接上郭台来 直奔约好的地点 是在一个招待所当中 路上赵向北就电话联系了对方 郭台来以为是直接约了几个退役的战士 结果到了这儿之后才发现 先见的是一个少校军官 少校是现役的 并没有退役 赵总 少校和赵向北打了声招呼 然后转向郭台来这边 直接叫了一声 郭总 显然是之前做过功课的 知道郭台来身份 招待所的大厅里 少校向赵向北 郭台来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们的同志非常英勇 绝对是最好的战士 少校主要是看着郭台来 如果不是因为之前受的伤势严重 恢复之后无法达到巅峰 他们也不会退役 希望郭总 能够好好地安置他们的工作 和生活 奉勋吧 郭台来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最崇拜为国奉献的军人了 请部队首长奉勋 尽管自己的女友也是少校 但郭台来还是称呼眼前的 这个少校为首长 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战士的情况 少校一直在看着郭台来的眼睛 可能察觉到了郭台来的真诚 目光柔和了一些 开始介绍 黄伟国丧位 枪伤 肺部和胰脏都受过伤 无法承受部队高强度训练 阴伤退役 精通英语俄语 熟悉各种武器使用和载具驾驶 何建华中尉 枪伤 肠子切除了一米 无法承受部队高强度训练 阴伤退役 精通英语法语 精通各种武器使用 精通爆破 火力突击手 柳志砖中尉 枪手 肺部和肝脏受损 无法承受部队高强度训练 阴伤退役 精通英语 葡萄牙语 狙击手 简单的介绍 但郭台来已经了解了三个人的基本情况 具体家庭情况什么的还不清楚 需要等到见面之后再了解 他们都是今年刚养好伤退役的 他们有战士的骄傲 不愿意转文职给国家增加负担 但郭总放心 他们只是不能承受 他们所在的特殊部队的高强度训练 并不是体力不支 必要的情况下 一个人放到几个普通人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少校介绍完情况之后 冲着郭台来问道 呃 虽然有些不太礼貌 但我想了解一下 郭总打算怎么安置我们的三个战士 正常 部队关心我们的退役专事安置 很正常 郭台来完全不计较少校的问话 直接把自己昨天和赵向北说过的待遇说了出来 我名校有一个公司 他们会成为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 嗯 那个公司也不是普通的公司 和大量军事专利有关 赵董这边很清楚 赵向北在旁边点了点头 算是正式郭台来的话 顾口什么的 看国家怎么解决安置吧 但公司有正常的高薪待遇 正常的社保医保也都有 年底还有年终奖 郭台来笑着回答道 绝不会让我们的战士受委屈 他们将会负责什么工作 少校很认真 并不因为郭台来说的高薪就不追问 我不希望你是带着怜悯去照顾我们的战士 我们的战士也不希望被人这样照顾 首先他们会负责我的人身安全 郭台来也不多废话 直接把自己昨天想好的内容说了出来 其次司机和翻译的工作都能胜任 另外我对国外不熟 但我有时候需要频繁出国 所以他们需要能够帮我规划路线 规划行程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和冲突 最后 郭台来看了一眼照项北 手指在他能看到的地方 比了一个枪的形状 目光询问照项北 照项北那边微微的点了点头 郭台来这才回转到少校这边 如果部队方面能够保证他们的忠诚 能够保守军事机密的话 郭台来冲着少校说道 我是一个武器设计师 我在设计和测试武器的时候 都需要几个对武器有足够认识的人 帮忙一起工作 我们的战士哪怕退役了 也经得起考验 少校很骄傲地说道 那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傲气 郭台来完全相信他说的这一点 说着我没问题了 郭台来冲着少校问道 那您这边还有安排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了 少校看起来很满意 不 非常满意 郭台来的安排显然不是那种出于怜悯考虑的 而是能让这几个战士发挥出他们最大能力施展所成的 这可比那种靠着一时的义愤接受了战士 后来热情过了又觉得不合适的强太多了 再没有什么问题 少校带着赵向北和郭台来直接去了一个房间 在房间里 郭台来看到了三个以最标准的军资坐着的平头硬汉 大家好 我叫郭台来 是各位以后的合作伙伴 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郭台来谢绝了少校的介绍 自己面对三个没穿着军装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绝对是合格军人的男人 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有用老板对待员工的态度 而是用合作伙伴的身份 来期待大家今后合作愉快 少校站在郭台来身后 非常满意郭台来的做法 这个人和他了解到的资料完全一致 对军人充满好感 而且很大方的捐出了上亿的真金白银 来成立一个特种战士退役保障基金 比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 要让人放心的太多太多 少校觉得 也许以后还可以展开更多类似的合作 郭台来安排的那些工作 两三个人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最后一个 武器设计方面 还真需要一堆使用经验丰富的人 来帮助郭台来提出重要建议 以及进行全方位的测试 三个男子站了起来 习惯性的就要尽力 可看到郭台来伸出来要握手的双手 三个男子呼得动作僵硬的 停在了半空中 眼神都有些湿润 终究还是中间的那个 明白自己已经退役了 伸手握住了郭台来的手 你好 我是黄伟国 黄哥好 郭台来笑着握手 然后挨个和其他两人握手问好 活哥好 柳哥好 人交给你了 郭总 少校等他们认识之后 上来和郭台来说了一句 退到门口 啪一声 干净利落地冲着三个战士 进了一个军礼 三人立刻反射性地回礼 少校冲着三人笑了笑 眼中渗出了一点泪光 战友 保重 说完 头也不回地 走出了房间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七十八集 赵向北也没多呆 他是和少校一起离开的 事实上 他在房间外面就没进来过 送走了少校和赵向北 郭台来还没想好 和三个刚退役的战士 说点什么 黄伟国就已经主动地 冲郭台来问道 老板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哦 郭台来反应过来 刚刚那个简单的送别场面 让郭台来也有些难受 回过神来飞快地回答道 走 先带你们到公司入职 然后领一笔安家费 先把退役的手续 户口的安置 这些都办好 三人完全没有异议 默不作声的 每人提着一个 看起来一模一样的 军绿色的大背包 大小也完全一样 齐齐地跟在郭台来身后 赵向北给留了一辆车子 没留司机 郭台来本来打算自己开的 结果 黄伟国主动抢过钥匙充当司机 等大家坐好后 问了一句郭台来目的地 然后就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路开了过去 车子开得很稳 郭台来坐在旁边的感觉 黄伟国绝对给大人物开过车 专利公司离克里斯蒂娜公司 并不远 租的地方不在临街的写字楼里 很安静 郭台来到这里的次数不多 每次过来基本上都是签字发钱 大部分收到的军事相关的专利授权费用 都是在这个公司里 而郭台来几乎完全没有动过 这个公司的资金 带新同事入职 没有问题 公司人少 除了财务之外 就是两个法务 连具体部门都没分 再成立几个部门 具体怎么分 你们自己定 招人吧 郭台来想了想 自己某些事情需要一些支持 还是多一些人比较方便 三个刚入职的战士 是负责郭台来的安保的 除此之外 郭台来还需要一些人 帮自己搜集一些详细的情报和资料 比如阿富汗现在的局势 巴米扬大佛那边的情况等等 以后说不定还会要其他国家的 除此之外 各地的地理交通天气信息 得有人搜集吧 各种相关知识 也需要有人帮忙整理 另外 这个信息搜集部门还需要搜集 国内外各种公开的军事科技方面的资料 郭台来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 同样的 汽车行业的各种信息搜集也是一样 郭台来肯定会需要这些信息 这就需要一批适合的人手来支持 老板 牵扯到军事信息 找普通人不太好吧 一直没做声 默默跟着郭台来的黄伟国 听着郭台来的安排 忍不住出声说了一句 黄哥有什么好建议 郭台来当然知道不合适 可这不是没办法吗 总得有人去做 我们部队里 到服役年线 有一批退役的后勤信息通讯支持人员 黄伟国没有多说 只是提了一句 但郭台来立刻就明白了 黄伟国他们出的是什么任务 郭台来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 给他们提供后勤信息通讯的人员 显然也不是简单的士兵 赵叔叔 郭台来二话不说 拿起电话就打给了赵向北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虚啊 赵向北一头的雾水 什么意思 黄伟他们部队里 有一批到了服役年线 复原退役的后勤信息通讯支持人员 郭台来马上把自己的要求提了出来 反正部队也要让地方上飞行安置 我主动帮政府接下这个担子 这批人员都给我吧 行不行 赵向北立刻皱起了眉头 郭台来现在要做的事情 貌似不需要这些人员吧 郭台来飞快地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解释了一遍 当然主要是后面 搜集各种数据信息的工作 但这对郭台来这么一个武器设计专家 以及汽车设计专家来说 的确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就是黄伟国说的那个原因 有些数据让普通人接触到也是不太好 赵向北没有打包票 而是先给了郭台来一句话 让他等着 没过十分钟的时间 赵向北就打回了电话 郭台来想都不想地挂了赵向北的电话 给孙将军拨了过去 黄伟国和何建华柳志砖互相看了一眼 谁也没有说什么 孙叔叔 赵叔叔应该和您提过我的想法了吧 郭台来对孙将军也不客气 叫了声孙叔叔立刻就摆出小辈的架势 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帮国家帮政府分忧的机会 孙将军怎么会被郭台来这区区的一声好听的给糊弄住呢 呸了一声之后才问道 胖子 你要的人手我们倒是有 你的需求我也了解 你能为军队分忧我很高兴 但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让你提前知道 什么问题啊 郭台来不假思索地问道 首先今年退役的小黄他们部队的后期人员 一共有五个 咱全都是女的 孙将军飞快地先说出第一个问题 你需要这么多的女员工吗 完全没有问题啊 郭台来冲着孙将军拍胸脯保证的 要不是黄哥他们今天过来 我几个公司里90%以上的员工都是女员工 这完全不是问题 咱们服役期间学了不少专业知识 咱们并没有考过学历 孙将军是知道郭台来那个克里斯蒂娜公司的 基本上每一个员工都是高端人才 所以孙将军才会这么问 这是高中毕业可以吗 郭台来开的免提 所以黄建国等人也能听到 孙将军这么说 郭台来用询问的目光 转头看了一眼黄卫国 黄卫国看明白了郭台来的意思 微微点了点头 很低声的说道 专业搜集资料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也没有问题 郭台来立刻笑着对孙将军回答道 关键是我这边牵涉到一些武器设计方面的专业内容 还是咱们部队出来的人比较可靠 也合适 至于学历问题 只要他们愿意 我公司资助他们参加成人高考 行 孙将军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我问问他们的意思 他们要是愿意的话 就让他们去你公司报道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七十九集 放下电话 郭台来满脸是笑容 冲着黄伟国问道 黄哥 结婚了没 结婚好几年了 黄伟国也是笑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刚刚的那些建议当中 包含的小新子 已经被郭台来看出来了 也不隐瞒 冲着郭台来说道 小何也结婚了 只有小柳还是单身 哦 柳哥多大了 郭台来立刻明白 那些后勤女兵当中 肯定有柳至砖喜欢的那位 忍不住笑问道 三十了 一只冷冰冰的柳至砖 忽然之间变得羞涩起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那柳哥可要抓紧了 不能错过机会啊 郭台来调笑了一句 旁边黄伟国和何建华 也都笑了起来 貌似经过这个小插曲之后 黄伟国他们对郭台来 也稍稍接纳了一些 不再是之前那种 冷冰冰的一个表情了 哦对了 公司肯定要用车 多买几辆车子 郭台来忽然想起来一些事情 急忙吩咐道 郭总买什么车子 这边负责的副总 佐诗宇问道 嗯 佐姐你们自理商量 看你们需要什么车子 黄哥这边需要什么车子 以后需要什么车子 可以多买几辆 郭台来对公司用车 没什么要求 让他们自己订 再过几年 京城可就不好买车子了 买车需要摇号上牌 谁知道到时候 公司有没有这么幸运 能够摇到车牌号啊 还不如现在多买几辆 多囤积个几个车牌 以后使用的话也方便 黄伟国他们的户口安置什么的 还需要几天 郭台来索性给他们放假 每个人发了十万元的安家费 刚退役肯定还没回家团聚 一来安置户口什么的 二来也和家人团聚一下 第三则是 郭台来要求他们办好护照 以便出国的时候方便使用 本来情绪比较低落的 三个退役特种战士 听到之前的话 也只是表现出正常的欣喜 可听到最后一个要求的时候 都忍不住有些诧异 可能你们部队的领导 并没有对你们深入介绍过我本人 郭台来见状 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冲着三人说的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郭台来 设计过一些武器 设计过一些汽车 另外 我因为个人原因 可能经常要到国外 无法预知行程 而且可能会 遇到一定的风险 一直都是精锐的战士 忽然殷商退役复原 肯定会怀念部队的生活 而且很有可能会有一些 PTSD 这是郭台来那天 在赵燕燕陪同之下 详细了解到的 连郭台来这种 只是经历了一次 杀了几个人的 都有可能会有心理问题 这些常年执行任务的战士 就更有可能了 我们知道 您是95和98的设计者 郭台来说的比较含蓄 但黄伟国他们是提前得到了通知的 所以直接把知道的说了出来 也是表明 郭台来有些事情 可以在他们面前光明正大的做 不用避讳 我上次在香江遭到了绑架 所以上面也觉得我不省心 这才介绍了黄伟国你们过来 现在房间里只有郭台来和黄伟国 他们三个 郭台来也实话实说的 上次香江的绑架 我杀了20多人 估计上面也不想我以后 再闹筒得这么大了 听到郭台来还杀了20多个人 三个人的目光又有些变化 再看郭台来的时候 又多了一些认可 接下来我可能要去一趟阿富汗 郭台来很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然后看着三个人的表现 黄伟国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 仿佛阿富汗就如同京城三环一般 完全不觉得那有什么问题 具体地点是巴米扬大佛那边 郭台来说出了具体的地点 时间上 我个人建议最好是在明年4月份之前 所以等到后勤组就位之后 还得帮我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规划一下行程 几个人 可以有武器吗 黄伟国这一刻完全没有规劝郭台来不要去的意思 而是很认真地问起出行的细节 我一个 郭台来飞快地回答道 国内最好不要用武器 出去后 当然尽量保护自己 需要就带上 不需要就不用 你们有持枪症吗 没有 三人齐齐地摇头 已经退役的战士 不太可能有这种东西 嗯 你们按照需要规划吧 郭台来嗡了一声 前期任务就是这些 有问题吗 如果我们判定 安全上可能会有问题 可以取消情绳吗 黄伟国又问了一句 可以 郭台来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只要有足够的理由 保证完成任务 黄伟国三人互相看了看 站起身来 习惯性地大声道 哎呀 不用这么严肃 对了 接收后勤人员的任务 你们也顺便完成一下 郭台来想起 刚刚和孙将军的电话 又扶持心灵地说道 至少把他们带到公司入职 然后你们统一放假半个月 柳哥 抓住机会啊 柳志砖又被闹了个大红脸 黄伟国和何建华也都怯笑不语 暂时安排好了黄伟国他们 郭台来又给克里斯蒂娜公司张姐 打了个电话 让他先给公司多配几台车 具体车型让他们自己订 郭总 最近那趟国际业务 公司的人手明显不够了 张姐接到电话 顺便和郭台来诉起苦来 找人吧 郭台来也苦笑起来 克里斯蒂娜公司的人手确实是有些不足了 之前没有太多国际业务 现在还要操持郭台来的海外公司 只能增加人手了 要求你们自己订一下 具体执行 张姐你负责吧 放下电话 郭台来忽然觉得有些头疼 让郭台来加工个什么高精密弓箭简的 让郭台来设计一款枪械也简的 哪怕设计一款新车 郭台来也能投入进去 可偏偏在公司管理上 郭台来的确是力不从心呢 他就不是做管理的料 哎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郭台来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黄伟国他们也安排好了 今天应该没什么事情了 晚上回家正好大睡一觉 然后用海昏猴木吸收的纳米机器人 进行一下系统升级 相信这次升级还能给自己 带来一些好消息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八十集 回到家里 郭台来准备好食水 和赵向北电话打招呼了一声之后 就躺到床上发出了系统升级的指令 连续几天内 两次系统升级 而且还有一组纳米机器人是意外的来源 让郭台来很开心 阿富汗那边之所以给黄伟国他们定下时间 最好在四月份以前 是因为郭台来从未来梦境中了解到 差不多是九九年四月份 塔利班会攻占巴米扬 到时候再去肯定更麻烦 不过在此之前 巴米扬那边也是交火区 具体现在什么情形不知道 但赵向北要是知道 郭台来要这个时候去阿富汗 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看看黄伟国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吧 实在不行 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根据这次系统升级得到的线索 去另一个地方 还是只升级了一个小版本号 郭台来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列出升级之后的新增功能 郭台来一边啃着苹果 等着方便面泡开 一边下达指令 增加部分体内检测功能 增加肌肉控制行为速度 增加肌肉控制稳定度 增加刺激细胞强化功能 增加纳米机器人体外飞行速度500% 增加纳米机器人拍摄清晰度 增加纳米机器人360度视野3D测量精准度 需要更高精度量矩校准 纳米机器人切割精度强化至50nm 需要更高精度量矩校准 纳米机器人表面粗糙程度强化至低于5nm 需要更高精度量矩校准 限制纳米机器人体外飞行距离10厘米 限制纳米机器人合成视野范围10厘米 这次新增的功能不多 让郭台来惊喜的是 纳米机器人的飞行距离增加到了10厘米 加工范围进一步扩大 这也意味着 郭台来在整容方面可以一次性地处理更大范围 纳米机器人的飞行速度更快 但暂时来说 貌似对郭台来的帮助不大 再次增加了纳米机器人拍摄清晰度 当郭台来又一次打开360度视野的时候 发现又清晰了一些 或许再升级一两次之后 这个360度视野就能够正常使用了 多了一个360度视野3D测量精准度 这是什么 测量精准度让郭台来呼地想起了 自己的双眼3D测量机制 随便地测量一个视野中的物体的长度 立刻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尺寸 同时也接受到了一条消息 是否打开360度视野3D测量 郭台来选择了是 于是立刻感觉到 有数千个纳米机器人飞出了体外 再次测量物体长度的同时 同样得到了和原来一样的数字 但又多了一个提示 需要更高精度量据校准 果然是这个功能 不过郭台来也有些诧异 双眼的3D测量精度已经达到了0.1微米了 还需要什么样的精度的测量啊 能精确到什么地步啊 上一次的校准是用的 精仪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激光笔长仪 当时是校准到了0.2微米的精度 后来一次系统升级 把加工精度和测量精度 都提升到了0.1微米级 100纳米啊 这个级别在弓箭加工上 已经极其威猛了 还需要校准 重新校准之后 连纳米机器人的切割焊接和表面处理 都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精度 郭台来呼的想到了 之前刘老问的那个 他能把平面度做到多大 肯定是系里要求什么高精度的机床 如果在此之前 能够重新校准的话 郭台来岂不是可以给系里制作出 精度更高的平面 心里琢磨着 面也泡好了 郭台来美美的连吃两碗泡面 这才算缓过来 刚在床上躺了24个小时 郭台来是一点都不想躺着了 顺带说一句 貌似从大版本号升级到二代之后 郭台来的系统升级时间 就固定在了24个小时了 不想躺着 打开手机 郭台来连续看到了十几个未接电话 有师姐的 有丁总的 还有父母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 克里斯基纳公司张海言张姐的 郭台来先回拨了师姐的电话 结果赵燕也接起来 只是急匆匆的说了一句 现在不方便 就挂了电话 丁总肯定是问那个 VIP充值推荐的事情 不着急 郭台来先给父母回了电话 隔几天 郭台来总要和父母通会电话 昨天到了日子 郭台来关机睡觉了 估计让父母很着急 电话打回去 妈妈接起来 果然先问郭台来怎么样 然后就是埋怨郭台来关手机 害他们担心 郭台来只能解释 自己出差回来比较累 睡的时间长了点 自己一点事没有 这才让妈妈放心了 随后郭台来打给了张姐 张姐没什么急事 就是汇报了一下 已经安排了招聘 以及打算招聘新人的要求 和薪资待遇什么的 这些郭台来没有什么好建议 只能是让张姐来制定 反正郭台来只是提要求 需要能精通国际专利事务的一部分 以及了解欧洲那边财务相关知识和法律 适合管理的一部分人 一时半会儿未必能够找到 恐怕只能等春节后的消息了 郭总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民用设计 张海言最后提了一嘴 其实我们之前 已经招到了几个国际专利方面的新人 哪里两个练练手 实际操作一遍 才是最容易的上手方法 好吧 郭台来想想 也是这个道理 睡了一天一夜 去干点活也不错 于是答应了下来 等我一两天做出来 你们过来拿东西就行 挂了张海言的电话 郭台来给丁总打了过去 丁总打不通郭台来的电话 肯定问过赵向北了 知道郭台来在睡觉 后来就没有打扰 估计他现在也有些等不及了 小郭 睡好了 果然 一拨通电话 郭台来就听到了丁总慈祥的声音 问候了几句之后 丁总很忙 没多续道 直接定下了晚上一起吃饭 郭台来忙不爹地答应了 回完电话 郭台来想了想张海言那边的小要求 还是决定干点活舒展一下筋骨 琢磨了一番之后 郭台来决定做几个小玩意儿 来补充一下公司的专利 也让公司多两个盈利点 同时也可以锻炼一下心愿 给陆志明这边打了电话 让他准备了一些需要的材料之后 郭台来打了个车 直奔工作室这边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381集 这次系统升级 郭台来不出所料的 得到了一个新的坐标 以及一个场景 不过 郭台来这次 不用再查这个坐标 在什么地方了 纳米机器人附着的地方 是著名的达芬奇的名画 《蒙娜丽莎》画像中 人像的鼻尖上 按照郭台来所知道的 这幅名画 卢浮宫当中 卢浮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也可以说是 法国的国宝 看看蒙娜丽莎 倒不是什么凶险的任务 郭台来送了一口气 要是再来一个 类似巴米扬大佛这样的 郭台来自己都得担心 自己200斤的小身板 够不够折腾的 倒是连着两次升级 让郭台来很爽 他琢磨着 能不能趁着春节前 跑一趟法国 去巴黎逛逛 顺便参观一下博物馆 看一下名画 这个没什么危险 照相北肯定找不到 不许自己出去的理由 陆志明送东西很快 主要郭台来这次 要的东西不多 总共加起来 也就不到一公斤的样子 种类多 但对于南方集团来说 十分容易获得 等到郭台来赶到工作室 刚坐下来喝了杯茶的时候 陆志明就到了 这是要做什么呀 陆志明把东西交给郭台来 顺口问了一句 这么点东西肯定不是大件 陆志明很好奇 类似万能扳手一样 做两个小工具 让公司新人拿去练手 申请国际专利 郭台来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一听是民用工具 陆志明基本上就没了兴趣 郭台来上次拿出来的万能扳手 陆志明见过用过 心思灵巧 但也就是活动扳手的一个变种 这次估计是同样的兴致 所以陆志明没当回事 放下东西就离开了 拿到原料 郭台来就去了隔壁的修理厂 然后给张海岩打电话 让他过来取东西 之所以这么快 是因为郭台来发现 自己已经能够轻松加工 十厘米长的工件了 两个小东西 对于郭台来来说 基本上就属于 手到勤来的那种感觉 太容易了 只要有原材料 制作起来实在是太轻松了 就比如那个 Weha26合1 升降弹窗式螺丝刀来说 郭台来轻松地加工出 13个高精度各反钢双头P 工程塑料上面掏个洞 制作一个人体工程学手柄 再简单不过 等到从工作室 走到隔壁的修理厂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零件加工 只剩下装配了 另一个 EverRatchet钥匙扣 更是简单 坐下来一边打电话 通知张海岩的时候 手里就在加工了 等到电话打完 钥匙扣也成型了 两款小工具都不大 26合1螺丝刀只是一个普通螺丝刀大小 但却带了26种不同的螺丝刀口 R小钥匙扣 真的是钥匙扣 拇指大小 各种简单的小工具集合 外加一个可以打火的碎石棒 图的就是个小巧和方便 这两种国内厂家都可以生产 到时候专利申请下来 再找厂家授权生产 这些套路都是克里斯蒂娜的日常业务 相信他们能够轻松搞定 当然这两样东西主要是为了锻炼新人 额外的才是一笔专利授权费用 以及克里斯蒂娜公司源源不断的收入 虽然不多 但盛在细水长流 积少成多 张海岩和刘姐一起过来的 在修理厂这边 看着郭泰来轻轻松松的 给他们演示了一遍两种工具之后 两人就立刻明白 这又是一款可以和万能扳手相媲美的工具发明 等到申请专利成功 又将会给公司带来一笔长期的收入 对郭泰来这么快就拿出了两个小工具的设计 张海岩表示十分的钦佩 要知道他和郭泰来说起这事的时候 不过是前一个小时的事 那会儿郭泰来还在家里窝着呢 可一个小时之后 郭泰来不但赶到了这边 而且还有两样工具新鲜出炉 也就是说 刨去郭泰来在路上的功夫 这两样东西 可能总共也没花费郭泰来一个小时啊 有时候老板的手快就是员工的噩梦 幸亏这次是张海岩主动要求的 要是郭泰来没事就拿出来几种设计让他们操持 按照这个速度 公司上下还不得累死啊 演示和叮嘱一些注意事项 花了郭泰来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看刘姐张姐都是直接用小本本记号 很慎重对待的 送走了两女 郭泰来才发现 这才下午三点 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呢 电话通知了一下龙飞和万明 告诉他们自己回来了 两人现在正爽着呢 一个拿了五百多万美金 一个拿了一百多万美金 还都是规规矩矩的劳动所得 爽大了 龙飞不用说了 万明现在已经赶在自己父亲面前 挺直胸膛拍桌子了 都是有钱给闹的 听到郭泰来回来 龙飞二话不说就要赶过来 被郭泰来阻止了 让他先休息几天 倒是万明 好像有事要商量 非要请郭泰来吃饭 只能约到明天了 今天晚上 天王老子来请郭泰来 也得给丁总让步 等着丁总下班晚饭的时候 郭泰来终于接到了赵燕燕的回店 胖子 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开会 赵燕燕电话中的口吻听起来 她心情还不错 但马上变成了道歉 胖子 对不起 说都没有和你说一声就走了 没事 郭泰来知道 赵燕燕是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不可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她理解赵燕燕 也知道自己不能拖她的后腿 师姐 你注意自己的身体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我知道 赵燕燕笑了起来 我不会和你客气的 等我回来 的确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想一想 电话里赵燕燕没说多少 很快就挂了电话 郭泰来却又期待了起来 这次等师姐回来 怎么也要趁着干活的机会 把她多拉在自己身边几天 等丁总的时候 郭泰来忽然觉得 自己要操持的摊子 好像一大堆 有T先生工作室 有正义房美容院 还有克里斯蒂娜公司 还有那个专利公司 头绪太多 郭泰来一个人 真的有些管理不过来了 看来有必要找一个 专门给郭泰来 整合这一摊子事情的人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382集 丁总没有让郭泰来多等 刚过五点就打了郭泰来电话 问清楚他在修理厂之后 直接让他原地等着 开车过去接他 郭泰来没有异议 老老实实地等着丁总接上他 去了一家据说 祖上是御厨的私房菜馆 等赶到的时候 已经是一大桌子的美食 热度正好 快吃快吃 丁总最喜欢看着郭泰来 在他挑选的菜馆里 狼吞虎咽了 每次见面都是这个套路 郭泰来也不客气 丁总肯定不会在吃饭的时候 聊事情的 总要等吃完了 就这郭泰来也知道 是丁总偏爱了 在家里 赵燕燕从小家叫好 饭桌上特别礼貌 就是丁总管教出来的 能容忍郭泰来 这么放肆地吃 绝对是丁总喜欢女婿的原因 再没有其他 你这次出国玩得好 酒足饭饱之后 郭泰来和丁阿姨一起 坐到了小厅 品着餐后小甜点的时候 丁总才对郭泰来 这次出国 表示了赞赏 你不出去玩一圈 别人还以为 咱们家的人都好拿捏呢 这下他们傻眼了 是吗 丁阿姨快给说说 郭泰来急忙追问 我这都快好奇死了 赵叔叔那边也不多说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有什么是能让我们娘俩开心的 还能是怎么回事 丁总鄙夷的笑了笑 老赵顾忌他们 都是系统内同僚的面子 我可不在乎 无非就是有人想折腾郭泰来 却被郭泰来这一下 给狠狠地打脸 想要教训都没办法下口 郭泰来这是扬威国外 上面有大佬也听说了 还给竖了大拇指 下面的人再急恨 也不敢再针对郭泰来了 一亿多美金的肥肉 无数人眼馋 却又谁也不敢轻易地碰 于是无数人后悔莫及啊 整个汽车系统内都是怨声载道 各种埋怨和愤怒 全都集中到了某几个人的身上 总之 那些打招呼的人 一个都没落着好 丁总说得十分的开心 比他自己出手教训了那些人 还要输他 还有比自己女婿 什么都不用多做 自己玩得开心 转一圈回来 那些人就被他们自己人收拾 还要更让人高兴的事情吗 你这边现在什么打算 说了解气的事情 丁总开始问郭太来打算 嗯 等那笔钱转回国内 郭太来也想过这个问题 面对丁总也没有隐瞒 正好丁总经验丰富 让丁总帮忙参谋一下 批个外资的外衣 注册定制工作室 也好 正好借着这段时间消停一下 丁总很支持郭太来的想法 有些人动了心 可能没那么容易死心 你不玩这个 他们也拿你没辙 人几个月 收养啊 就出国玩去 嗯 我知道了 郭太来答应着 丁总肯定不会是害他 说这些话还是有原因的 正义坊这边 你打算怎么做 丁总终于说起了正题 已经有人实在等不及了 阿玉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郭太来二话不说 把决定权交给了丁总 我这边好说 只要能保密 和让我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就行 放心吧 这种高端的资源 傻瓜才会轻易地泄露出去呢 丁总对于有钱人的想法 琢磨得十分地透彻 他自己就是有钱人 都不用设身处地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想想就可以了 郭太来点了点头 没多说话 只是听着 那就从明天开始吧 郭太来让丁总决定 丁总也没客气 明天我去介绍一个老对头给你 你不用客气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有的是钱 不用替他接手 有丁总这个话 郭太来就知道怎么做了 临走的时候 郭太来给了丁总一张 他下午等待的时候做的会员卡 正义房的会员卡 全卡是钛合金制作而成 银行卡大小 比名片还薄 通体闪烁着金属光泽 上面是郭太来 用纳米机器人微雕出来的 正义房的名号 以及VIP号码 各种漂亮 但不影响观感的花纹 丁总一看就知道 这是郭太来的拿手防卫手段 这样的会员卡 哪怕只是一张会员卡 都是一张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丁总的这个VIP编号是2号 这让丁总很好奇 哎 1号是谁啊 是师姐 郭太来笑着回答道 唯一一个不用发会员卡的 1号会员 自己的女儿是1号VIP 丁总还有什么好说的 难道他自己和女儿争这个第一号啊 那丁总得傻到什么地步 才会干这种蠢事 当天晚上 郭太来电话通知了小玉和蓝姐 第二天一早 郭太来就出现在了正义房美容院当中 郭太来离开的这段日子 美容院已经重新装修过 除了留下一间 供郭太来休息的卧室之外 只剩下一个专业化妆间 和一个大工作间 再有就是 隔出来一个小财务室 剩下的就是前台和接待大厅了 反正这种等级的客户 一次只会预约接待一个 这个大厅足够了 丁总和另一位年纪差不多的女士 准时出现在正义房 随行的还有丁总的秘书小云 以及另一个不知道身份 但一看就是那位女士随缘的年轻女子 总共四个人 这位是程总 丁总面对郭太来的时候 介绍了一看就是女强人的女子 然后反过来给程总介绍了郭太来 这位就是郭大师 你好啊 郭大师 程总笑了笑 冲着郭太来打招呼 郭太来将众人都迎进了接待大厅 坐好 小玉上查的时间内 程总已经把所有的陈设和房间 都看了个清楚 郭大师 我和丁总是朋友 也是对头 程总一开口 就让郭太来惊讶不已 他居然直接承认是丁总的对头 郭太来不由地 把目光投向了丁总那边 没错 所以我用我的名额来推荐他 丁总同样点头 甚至开口推荐 这让郭太来都无法理解 两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了 到底是对头啊 还是朋友啊 我相信丁总 程总似乎对郭太来的这种表情 一点都不意外 轻轻地说了一句 然后示意他身边的女随缘 把一个小支票夹 放到了郭太来的面前 这里是一千万美金 我预存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八十三集 郭太来见过的有钱人当中 花钱最痛快的就是眼前的这位程总了 别看马自达有钱 可还是先抠口索索的 打算一百万买下郭太来的设计 后来加到五百万 最后才不得不以一亿多美金成交 迈凯伦有钱 奔驰有钱 可他们决定要做钛合金发动机之前 还是先做了一个高精度的发动机试了试 直到性能有所提升之后 才下定决心做钛合金 而且只是试验性质的两台 还F1车队呢 一点都不挥金如土 至于国内 也就是福灵金行的吴珊珊算是痛快 但她也只是消费几千几万块而已 就算是楚飞 后来和郭太来都不讲究钱上的数字了 可也是在互相了解之后才有的交情 程总是唯一的一个第一次见面 就大方的拿出了一千万美元要预存的 财大气粗的主 绝无仅有啊 谢谢程总 郭太来并没有那种 看到支票之后马上狗腿的做法 淡淡的道谢 让人一看就觉得云淡风轻 手里已经稳拿一亿多美金 而且光捐都捐出去上亿人民币了 一千万美金还没到 能让郭太来谄媚的地步 这叫眼界 那我就先走了 丁总见状笑着起身告辞离开 女婿的表现很好 其他方面不需要她操心了 至于程总要做什么项目 这是女人自己的秘密 她肯定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对头 兼朋友知道的 还是避嫌为上 兰姐很自然地收起支票入账 小玉则是把目前郭太来能做的项目清单 交到了程总的手中 让她过目 当然也是让她对价格有个真正的了解 这上面的都可以 程总根本就没有细看 扫了一眼之后问道 郭太来点了点头 听总说 这要是皮肤相关的都可以 程总放下清单 看着郭太来问道 不超过一厘米厚度的 就没问题对吧 是的程总 郭太来很自信地再次点头 程总抬头看了看周围 房间里除了自己和郭太来之外 就只有小玉 兰姐以及自己的女秘书 转向小玉和兰姐这边 貌似想说些什么 又不好开口 程总 有什么要求 您可以尽管提 郭太来一边手上拿着一张 三号VIP会员卡 双手递了过去 一边冲着程总说道 美容过程中 总要有助手服务的 程总不用有顾虑 想想也对 郭太来这里只有小玉和兰姐两个人 都是女人 程总警惕的心也放下不少 丁总的面部皮肤年轻化处理 我肯定是要做的 程总二话不说 先把自己最想做的提了出来 没有问题 郭太来点了点头 不过要提前和程总说一声 年轻化处理暂时 只能维持三个月的效果 而且只能争取做到最好效果 却无法保证 一定能够做成您 最巅峰时期的皮肤状态 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 保养得再好 能有三十五六岁的皮肤状态 已经是极限 不太可能真的烦老还童的 程总对此毫无意义 想了想之后又问道 嗯 可以做脱毛吗 可以 郭太来毫不犹豫地点头 但我不建议您在我车里坐 我这里收费太贵了 而脱毛的效果 也只是比普通的脱毛手法效果 好那么一点点而已 啊 没事 我喜欢没有后患的 程总根本不在乎那一点点钱 反倒是对于郭太来这种 把自己上门的生意 往外推的做法表示无语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做生意的 还把生意往外推 听左没叮嘱过你 使劲让我消费 贵宾客户都是一样的 郭太来笑了笑 没多解释什么 但这个只有一句话的解释 却让程总很满意 皮肤上的黑质什么的 可以去掉吗 程总又问了一遍 当然 郭太来毫不厌倦地回答道 事实上 这些在清单上都有列 但程总这样的显然 是习惯了让人汇报的主 肯定不会自己看得多仔细 特别是消费的时候 这些皱纹呢 程总依旧还是在问 特意指了指自己脖子里的 那些无法消除的纹路 郭太来很不客气地直接伸手 摸了摸程总 故意让他看到的那条皱纹 程总也没有躲避 就那么保持着姿势 让郭太来摸 两下之后 郭太来点头 可以 也只有三个月 程总又问道 这个可以时间更吵 郭太来很肯定地说道 比普通的拉皮效果要好很多 持续时间也长 不就是把一部分皮肤细胞去除 让皮肤紧致吗 这也叫个事 相比国外某些血淋淋的手术效果 郭太来这种安全无副作用还不疼 收200倍的费用简直就是良心价呀 嗯 牙齿可以做吗 程总很满意刚刚那几个肯定回答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四环素呀 郭太来眼睛多毒辣呀 只是说几句话的功夫 就已经看到程总的牙齿有些地方 深黄色 表面不规整 程总身上没有烟味 明显不抽烟 典型的四环素牙的特征 那个年代的人包括郭太来在内 小时候生病都吃过四环素 变成四环素牙十分正常 我看看 程总睁开嘴 让郭太来看自己牙齿的状况 说实话 程总这个年纪的人 端庄优雅有味道 应该算是每人一个了 但牙齿的确不怎么样 整齐倒还整齐 可颜色实在难看哪 清理掉这些变色的部分简单 但如何修补的整齐光泽 而且还能正常使用 就有些麻烦了 要是有和牙齿一模一样的物质 郭太来还能想办法给焊接上去 表面处理好 但没有这些东西之前 恐怕是没办法修补的 正要摇头 郭太来呼的发现 程总竟然还长着智齿没有拔 其中的一颗明显的歪了 程总他们这个年纪的人 对牙齿的护理不是那么上心 但对郭太来来说 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如果程总愿意 牺牲掉那颗掌外的智齿的话 郭太来笑着提了一个前提条件 我保证能把程总的牙齿 修补到最佳的状态 可以 一颗掌外的智齿算什么呀 正好拔掉 省得以后疼了 程总毫不犹豫地答应道 郭大师你看 还有什么项目是我可以做的 嗯 郭太来仔细地看了看程总 忍不住问道 程总戴的是隐形眼镜吧 浸试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384集 有一些度数 对于郭太来能看出 自己戴隐形眼镜这一点 程总有些诧异 连丁总都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小胖子居然就知道了 看来是真有些门道的 需要我顺路 调整好视力吗 郭太来轻描淡写地问道 平淡的语气 仿佛那不是调整视力 而是去擦个玻璃那么简单 毕竟也是在皮肤 一厘米深度范围之内 那当然好了 程总惊喜道 每天戴隐形眼镜 固然能让人看得美美的 可哪里有不戴眼镜那么舒服 好 那今天的项目 就暂时先定下来这几项 郭太来依依把刚才说的项目 重复了出来 脖子去皱纹 面部皮肤年轻化处理 全身去质 部分区域脱毛 四环素牙修整 去掌歪的一颗智齿 以及双眼近视调整 对吧 程总确定无误 郭太来很客气的 请程总去化妆间洗澡 因为涉及到全身去质 就如同全身做手术一样 洗一洗也是让程总 不尴尬的一个过程 郭太来现在其实 可以做皮肤以下 十厘米深度的项目了 但郭太来还不想那么招摇 所以依旧还是对外宣称 只有皮肤下一厘米深度的效果 小玉换了一身干净的护士服 把大工作间的灯打开 一切都准备好 程总洗澡的时候 看到一切全新的设备和毛巾 浴袍等物也是很满意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心情也放松了很多 郭太和程总说一声 我们今天的这些项目 可能要持续一整天 我本人会每两个小时 休息半个小时 请程总谅解 郭太来再次提了一下 自己要休息的事情 程总已经从丁总口中 知道这一点 毫不在意 那我们先从 最简单的去质开始 郭太来戴着口罩 对程总说道 放心 全程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程总您只要说出 您的质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了 为了让程总彻底的放心 郭太来一开始就选择了 程总能看到的地方下针 程总眼睁睁的看着 自己手臂上的两颗质 以及肚皮上的一颗质 在郭太来的长针刺下去之后 毫无感觉的 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就彻底消失无踪 对于郭太来的信心也大增 当郭太来给他消除脸上 那颗质的时候 他已经丝毫不紧张了 还能和郭太来轻松的聊天 黑质全部去除 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接下来郭太来开始 为程总除毛 问了要去除毛发的地方 程总略有些脸红 但想想就当自己是病人了 郭太来是大夫 也就好接受了 程总主要是去掉一些 嘴唇边的小毛发 以及腋下的毛发 这对现在的郭太来 还是没有什么难度 无非就是杀死毛囊细胞 破坏毛囊而已 甚至比去黑质还要轻松 眼看着郭太来 除了一根针 什么都不用 十分钟之后 拿着一块湿毛巾 在程总嘴角和腋下一擦 所有的毛发 都被湿毛巾带了下来 露出了光洁的肌肤 旁边一直在看着的 程总的秘书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这是什么手法呀 太神奇了吧 不用脱毛膏 不用粘性粘 也不用线脚 就一根针扎了一下 而且程总说是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也太无法置信了 连这两项 都是能够直接看到效果的 程总至此 已经不再怀疑什么 丁总介绍的 他本来就相信 何况自己还亲身经历了这些 果然是如丁总所说 除了有点小贵之外 其他一切都好 不过程总会在乎这点小钱吗 脖子上的皱纹 在郭泰来杀死了一部分皮肤 和皮下的细胞 然后刺激其他细胞 生长填平某些区域 并让皮肤紧致之后 很轻松的 把已经在程总脖子上 出现了十年的顽固皱纹 彻底清除 在程总小秘书的眼中 郭大师好像只是用手 一点一点的轻轻 抚摸过程总的皱纹之后 那些皱纹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这哪里是除皱啊 分明就是神迹啊 除了速度慢点之外 简直就没有任何的缺陷啊 等郭泰来休息的时候 程总穿着浴袍 坐在接待大厅的沙发上 满脸的震惊啊 他刚刚已经在镜子里 看过几次了 现在右手还在脖子上 还在试图找到脖子里 原先熟悉的那条纹路呢 可惜不管他怎么抚摸 那里都是平坦一片 一点上下的纹路都没有 郭泰来要休息半个小时 程总看了看 紧闭着的卧室房间 忍不住拿起电话来 打给了丁总 接通之后就两个字 别的什么话都没说 丁总电话里笑着说道 放下电话 程总脸上又多了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容 比起以前 却更多了一些自信 郭泰来一觉醒来 开始继续 这次是给程总修复四环素芽 相对来说 这个倒是简单不少 郭泰来只要小心地 把被药物侵蚀变黄的部分切下来 小心一点 不要碰到芽神经 引起疼痛就行 这样清理过之后 郭泰来又开始使用 程总的那颗质尺上的 芽幼质和芽本质 切割下来 对这些损伤的芽尺 进行修补 只要如同弓箭操作一样 把同样的材质焊上去就行 反正芽本质 芽幼质上 都是没有神经系统的 只是无极岩晶体 这种操作 比起刺激细胞生长来说 又简单又快速 消耗能量还不多 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那颗质尺 郭泰来轻松地 在屏蔽了程总痛觉的情形之下 把牙齿和血肉剥离 飞快地刺激牙根部分的细胞生长 等到填满那个拔牙之后的肉坑之后 再放开痛觉 程总也感受不到一点痛苦 程总一直张着嘴 不知道牙齿被修补成了什么模样 当郭泰来允许他束口 照镜子之后 看着镜子里 自己整齐洁白的一口漂亮牙齿 舌头舔上去顺滑无比 丝毫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 程总简直都无法置信 这是自己的牙齿吗 几十年的老四环素牙 也能变得如此的美丽 比电视广告上的一点都不差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八十五集 程总的牙齿整齐 这是最大的庆幸 否则郭泰来根本不可能 给他整到这个效果 本来是用自己的 另一颗牙齿修补的 自体无际物质 完全没有排液反应的同时 郭泰来选择了在 每颗牙齿的表面 使用了智齿内部 最洁白的那部分来修补 加上透明的牙幼质 简直完美 根本不用什么 洁白牙粉 或者是什么 美白牙贴什么的 完全是自身的牙齿光泽 只是这个光泽 就让程总激动到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几十年来 程总在商海叱咤 早已经过了那种 被人看到牙齿不好看 还要不好意思的年纪 平常在经济上的自信 也让他从来没有 在这上面有过自卑 可是今天郭泰来 给他补好的牙齿 就让他有了一种 更加荣光焕发的感觉 程总坚信 自己做完年轻化处理之后 再加上这一口美白的牙齿 哪怕丁总 恐怕也得低头啊 调整视力的时候 程总你会感觉到 一会儿模糊 一会儿清晰 郭泰来的声音 从旁边传了过来 提前把可能的感觉 说了出来 程总不用害怕 这是正常现象 你用什么手术 来调整视力 程总沉默了一下 还是决定问问 手术 郭泰来摇摇头 不需要 还是拯救 在眼眶附近 调剂你的结状距和筋状体 一听是这个 程总顿时间不紧张了 很轻松的配合着郭泰来 把隐形眼镜摘了下来 又是一个多小时之后 郭泰来已经再次去休息了 程总却是越来越兴奋 连午饭都只是 匆匆吃了两口 秘书买回来的盒饭 剩下的等待时间 就是在不停的四处张望 这种只是用自己的眼睛 不用戴着隐形眼镜 就能看清楚的感觉 简直是太美妙了 程总都已经不记得 这种感觉了 那是几十年前的小时候 才有的清晰感呢 真的是让人怀念呢 对于最后一项面部 年轻化处理 程总没有丝毫的担忧 因为他已经见过 丁总的效果 此时 程总心中琢磨的事情 已经不是 今天自己会得到 怎样的惊喜 而是郭大师这样的资源 自己已经有了一个 推荐的贵宾资格 该把这个推荐的大人情 送给谁 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呢 当然 另一个重要的事项是 得让自己的秘书知道 闭上嘴巴 这种稀缺的资源 最好就只掌握在 少数人的手中 否则的话 按照郭大师的服务频率 得多长时间 才能轮到自己一次啊 刚刚程总已经注意到 郭台来在第二次休息的时候 已经明显的 比最开始见面的时候 瘦了一点点 脸上就能看得出来 按照比例全身算下来 只是几个小时的操持 就让他瘦了至少十斤 怪不得丁总一再叮嘱 不能多透露 每次这样的损耗 也的确是需要时间 才能够补回来 不行啊 晚上无论如何 也得请大师 吃顿好的补一补 接下来几天 得按照大师的口味 按时给大师 送最可口的饭菜过来 不养好大师的身体 他怎么能接下来 给大家整容调理呢 长总已经认定 这不是整容了 这是调理 因为郭台来 没有动用任何的刀具 全程只是那一套真具而已 或长或短 不破皮 不见血 这叫什么整容啊 分明就是中医调理啊 可惜 程总想要晚上 请郭台来吃饭的打算 落了空 他才在手术台上 躺着一边 让郭台来 做面部年轻化处理 一边说起这个邀请的时候 郭台来就直接拒绝了 昨天就和问明约好了 今天晚上要吃饭 肯定不可能和程总一起吃了 程总遗憾之余 说起想要给郭台来 定时安排美食的事情 也被郭台来拒绝了 程总不用这么客气的 郭台来知道程总的心思 但他真的不需要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荣光焕发的程总 终于带着自己的小秘书离开了 今天这一天 就花费了一千万人民币 可程总一点都不觉得贵 简直物超所值啊 小秘书简直要羡慕地流口水了 他可却没有任何机会 不过想想也好 至少他还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师 比起那些完全不知道的人来说 还是有一个奋斗目标的 程总也好 小秘书也好 他们都已经料到 当程总出现在 某些熟人面前的时候 将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震撼 但是可惜啊 现在拥有推荐资格的VIP 只有三个 丁总那个推荐资格已经用完 据说另一个也用过了 貌似现在就只剩程总手里 才有一个珍贵的推荐名额 这个推荐名额 几乎可以说就是奇货可居了 虽然花了程总一千万美元 但两人都相信 光是这个推荐资格 就能赚回来更多 抱着一个可乐瓶子 郭太来补充着自己体内 损耗的糖分 然后直奔水墓大学 北门外的小餐厅 万民这家伙请客 居然还是在学生改善生活的小饭店里请 真没面子 不过这些小饭店 也承载了郭太来不少的记忆 过来重温一下也好 三鲜汤汁浇在火锅的锅巴上的声音响起 弥漫出一股让人垂涎欲滴的香气 郭太来迫不及待的夹了一块风筋嘴里 嗯 还是熟悉的味道 什么事情啊 非得要请我吃饭了 郭太来和万民不客气 万民这个富二代没架子 这种小饭店也甘之如頤 很对郭太来胃口 嘿嘿 胖哥 万民笑得很狗腿 称呼的也很狗腿 别别别别 打住打住打住 郭太来直接拦住了万民 你还是叫胖子吧 这样太难听了 你不觉得难受啊 嘿嘿嘿 好吧 胖子 万民马上改口 这称呼他自己都难受 说吧 郭太来不客气的问道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有什么事情 胖子 你车子也玩了 有没有想过玩什么摩托车啊 万民飞快的问了出来 上次不是做两辆NR750吗 郭太来不解的问道 比赛那辆不是你收着 不是这种 万民犹豫了一下 组织了一下语言 冲着郭太来问道 有没有想过和卖掉的那辆一样 做一辆全新设计的 全新设计的 郭太来笑着看了看万民问道 你们家万经理的意思 嗯 嘿 也不全是 万民知道瞒不过郭太来 嘿嘿一笑 摸了摸脑袋道 嘿 主要是 我也想玩 摩托车车熊设计 国内买的曲貌 郭太来看了看万民 问了一句 我家买 万民直接举手 我爸说了 用股份换 绝不会让你吃亏的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八十六集 相对来说 万民这还是比较有诚意的 虽然拿不出大量的现金 但肯用股份来换取车型设计 比那些什么都不愿意付出 就想要都拿到的家伙 可强出去不知道多少倍了 一瞬间 郭太来脑中闪过数十辆 漂亮时尚新潮酷炫的摩托车 和万民的关系 加上万家这么有诚意 郭太来不介意 拿一两款车型出来 和万新动力合作 你们家那边能生产发动机了 郭太来冲着万民问道 万新动力上次引进了 林木的车型 不知道消化的怎么样 生产能力怎么样 郭太来必须要弄清楚 有时候不是郭太来 能设计出来一款车型 国内就能生产的 比如之前的那款转子神车 国内有98%的可能生产不出来 剩下2%的意外是 郭太来加上国家某些部门 不计代价的投入 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汽车发动机肯定不行 万民虽然不搞技术 但也有自知之明 估计是问过自己的父亲 但引进的那条摩托车生产线 包含了发动机生产 基本上可以生产出来 简单的摩托车发动机 现在还在继续引进 更精密的生产线 摩托车发动机 肯定比不上汽车发动机 那么复杂 结构也相对简单 能生产也是正常的 这一点郭太来不意外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 万民他怕凭什么提出 要和郭太来合作呢 产能呢 郭太来又问了一句 目前的市场表现怎么样 目前是年产10万辆 万民飞快地回答道 但有需要可以提升到20万辆 市场表现还可以 从生产出第一台到现在 已经卖出去8万多辆了 产能不饱和 郭太来并没有因为 万新动力只有10万辆产能而失望 民营企业能做到这个地步 已经相当的不简单了 主要是那款摩托车排量大 400cc 相对属于重型摩托了 万民似乎也听过父亲分析原因 这会转述过来 日常使用不合适 适合那些喜欢玩摩托的人群 这个销量也不小了 每个月销量都在同比提升中 那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车型 郭太来问道 一听郭太来这么问 万民心里就有谱了 至少郭太来没有马上拒绝 这就有门 排量稍微小一点的 平常用起来也酷炫 还能日常使用 万民对于郭太来的设计能力 毫不怀疑 飞快地说出了自己理想当中的摩托车型 但同时又能兼顾摩托车爱好者的那种要求 能玩能用 教位呢 郭太来不置可否地问道 教位打算多少合适 我们不想做大陆便宜货 要高级的货色 高级的价格 万民貌似很有信心 冲着郭太来说道 至少三万以上 可以吗 等有空了 我们到国外买个改装厂 郭太来没有直接说答应 但却说了自己的打算 到外面 我们好好玩玩 别呀 万民一听有门路 赶忙道 我们万新动力就有造摩托的资质呀 而且最近我爸听说了我们上次的事情之后 正在想办法争取一个汽车的牌照 到时候我们就不用到国外了 国内完全可以呀 看来万民的父亲还挺有野心的 不满足于一个小小的引进摩托车品牌 还想要向上 这是好事 就是因为有这些人这么追求 我们国家才会拥有全行业产业链 你说的合作可以考虑 郭太来笑了笑 给了万民一个答复 具体条件到时候再谈吧 不过你也知道 我们这次出去玩了一圈 闹得有多大 在国内马上再玩一场 估计有人会给我们找麻烦的 真想玩 我们到国外不受约束的玩 别往风口浪江上扑 万民虽然有点不怎么情愿 但也明白郭太来说的是事实 他家勉强也算是国内机动车行业的 当然知道这段时间 汽车行业内是怎样的怨气冲天呢 不过郭太来已经答应他可以考虑 那万民就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反正胖子做起东西来极快 真要决定下来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 有郭太来这句话就行 万民完全可以等 两个人在这个巴山饭店吃得正爽的时候 程总也正荣光焕发地出现在一个酒会当中 这是一个慈善酒会 程总的朋友举办的很多人参加 大部分都是程总的老朋友老关系 少部分是新人 当程总语笑奄然地出现 挨个和自己的朋友们打招呼的时候 每一个见到他的朋友 都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啊 这个眼熟的年轻漂亮女人是程总 要不是听到了程总熟悉的声音 看到了程总熟悉的招牌动作 没人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 程总这是化了浓妆 可是看起来不像啊 完全没有那种大白脸 可他脸上脖子上的皱纹 哪里去了 脸上很干爽啊 看不到浓密的妆容 可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是找到了全新的化妆品 可以透明的填充皱纹 或者是某种拉紧皮肤的美容方法 怎么连平常还能看到的程总 嘴角的小绒毛都看不到了 多少人心中好奇啊 可是程总却没有解释 热情的和大家打了招呼之后 马上去招呼另外的朋友 让一群看到了他年轻模样的朋友们 心仰难耐 总算是得到了机会 可以几个关系好的聚在一起端着酒杯聊天了 众人迫不及待的把程总围了起来 不管是什么新化妆品还是化妆方法 总要程总共享出来 好东西要分享嘛 好朋友在一块 忽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程总的笑容怎么这么漂亮 而且还这么自信 连带让他的气质好像都有些提升了 哦 是了 牙齿 程总原来发黄的牙齿变成了一口整齐的白牙 晶莹剔透 这是去牙医那里做了一口口瓷牙吗 据说有些明星会这么做 保持自己漂亮的笑容 程总几十年都已经习惯了 不会没事想不开去做这种牙齿美容吧 并不是 程总直接笑着摇头 但也没有说得很具体 只是找到了一个 说法非常厉害的美容师而已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八十七集 当朋友们再次问起 哪里的美容师之后 程总就笑而不语了 能成为程总朋友的 哪个不是人精啊 见此情形 哪里还会不知道 这肯定是不方便透露 一个个只是赞叹了几句 就自然地转移了话题 不过每个人心里都存了心思 等到事后再好好地问问程总 一边聊着 大家一边近距离地 观察着程总的面孔 越看越觉得不对 这绝对不是一个美容师 能够做到的 这么近距离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瑕疵 那怎么可能呢 有心人立刻想起来 前段时间 乐科集团的丁总貌似 也是忽然之间年轻了许多 明艳照人 而且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 直到现在 还是一副年轻的面孔 联想到程总和丁总的关系 顿时间心中有了数 知道的人就知道了 不知道的人 就让他们猜测去吧 有些高端资源 的确不应该是 某些不该知道的人知道的 晚上郭台来一个人回了家 正琢磨着 明天去学校问问 哪里还有更高精度的测量工具的时候 忽然接到了程总的电话 对贵宾顾客 郭台来还是很客气的 没多想 就接起了电话 程总电话里倒也没多说什么 估计也是知道 时间晚了会耽搁 郭台来睡觉 所以直入主题的问了一句 无所谓男女 郭台来笑着回答道 等我得休息几天才行 程总立刻语气都变了 嗯 可以 郭台来对此无所谓 谁赶上就是谁 反正哪天休息好了 还是要看自己的决定 程总这边放下电话 转头冲着一对白发苍苍的男女 笑着说道 没问题张叔叔 郭大师答应了 只要他这次身体休养过来 我们就去找他 真的 白发男子仿佛还有些不敢相信 又确认了一遍 程总重重地点头 这下是确认无误了 白发老太太直接就捂着嘴哭了起来 老头也露出了放松的笑容 但他的眼眶中 也还是泛出了一点泪花 郭台来并不知道这些 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郭台来起了个大早 看着已经到了上班时间 马上电话打给了王教授 比激光碧场仪更精准的测量工具 王教授听到郭台来的问题 直接皱起了眉头 王教授也不管郭台来要这些工具做什么 主动提出帮忙 郭台来谢过了王教授 也没催 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知道的消息 慢慢等着就是 不过王教授的电话没有等到 郭台来却等到了楚飞的电话 比赛组委户的人今天拆开了那个胸针 楚飞语气里十分的骄傲 冲着郭台来开心的说道 在场的几个大品牌的珠宝设计师 全都惊搭了 那你肯定是被追捧了吧 郭台来笑着问道 楚飞说的轻松 但语气里却是毫不掩饰的得意 感兴趣啊 郭台来现在玩了一把车子之后 暂时貌似出于无所事事 只能钻研的状态 能有事让他忙碌 他很乐意 不过我懒得和他们谈那个谈这个的 你不就在那边吗 你帮我挑一个你比较顺眼的品牌 最多两个可以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除非文言更是开心 语气中的笑声藏都藏不住 嗯 主要是我比较相信你看的这些奢侈品的眼力 郭台来拍了个小小的马屁 至少能如你眼的 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除非一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 雀跃的说道 放下电话 郭台来越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帮自己管理这些杂物的助手了 这种感觉从上次出国在纽北赛道那边就有了 到前两天两个公司的事务 现在还有加上一个美容院 而工作室的合作还没有提上日程 全都是郭台来个人联系 这是郭台来完全不擅长的 包括除非说的这些 都是郭台来十分不想做的事情 这一周的时间 郭台来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和研究 几次出国 郭台来的英文都让郭台来很着急 这次索性用一段时间强攻一下英文 他先花了五天的时间 把整本牛津双解词典背了下来 然后开始听各种听力 看各种带英文字母的VCD 努力地锻炼着听力 当然也少不了跟着说几句 毕业后才知道在学校的时候学得不够 现在只能这样弥补了 还好郭台来记忆力不错 至少背诵没花费多长时间 只要对方说得慢点 他基本上都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了 转眼一周过去 每天养着 郭台来体重也恢复了不少 琢磨着时间也差不多 给程总打了个电话 约了第二天在美容院见面 第二天一早 郭台来赶到美容院的时候 发现程总貌似比他还要着急 竟然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和程总在一起的还有几个人 两个老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夫妻 一个全身包裹在大衣里 连脸都套在毛维帛里的年轻人 还有两个壮汉 虽然穿着便装 但郭台来还是能一眼从他们身上看出来一股子当兵的味道 呃 地方小 不要进来太多人 郭台来没管这些人的身份 只是限制了一下人数 两个壮汉貌似有些不乐意 可郭台来不为所动 小玉和蓝爵肯定是站在他这边 程总很无奈 老年男子眼见这个情形叹了口气 低声说了两句 两个壮汉先进了美容院当中 里外看了一圈之后 这才不情不愿地走出了门 客人们都坐定 小玉给上了茶 郭台来才坐到了对面 微笑着冲着程总说道 程总 您推荐的客户是哪位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 出品 第三百八十八集 小灰 程总见眼前没有别的外人 冲着那个穿着一身军大衣 连脸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年轻人 说了一声 程也 也不算了 裹着的年轻人一开口 就好像声带上 卡了个指甲前一般 声音都刺耳的难受 他只是扫了一下美容院里的陈设 又看了看郭太来 很不情愿地说道 小灰 你成一号不容易才帮你找到了一个可以治好你的大事 老夫人在旁边低声地劝慰着 行不行 眼看小玉和蓝姐脸色都拉下来了 程总急忙劝道 小灰 小灰 别认兴 郭大师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诶 程总 话别说得太满 郭太来文言笑了笑 世上的事情没有绝对 有时候也很难说的 说不定 这次就会让你失望 我只是个整容师 不是包治百病的大师 一听郭太来这么说 程总真的有点急了 自己刚刚有些口不择言 却是把郭太来也给得罪了 你倒是有此之之明啊 那个被叫做小灰的年轻人再次开了口 还是那样难听的嗓音 白发老夫人脸上有些尴尬 这个年轻人说话太难听了 任谁换成了郭太来 恐怕都得生气 可是他又要照顾自家孩子的情绪 只能用一种哀求的目光 看着郭太来 没关系 郭太来反而微笑了起来 我是个生意人 只要你正常负账 不拖不欠 态度好点差点 我无所谓 就像你说的 来都来了 不妨看看 万一呢 年轻人再次扫了郭太来一眼 郭太来一时之间 感觉不知道哪里有些不对 但还是保持着微笑 颇有点唾面自甘的修养 终于年轻人站了起来 慢慢地解开了扣得牢牢的军大衣 动作很慢 看起来也很别扭 军大衣下的身体看起来很瘦 属于郭太来在很久以前的苗条细杆身材 根据郭太来的目测 一米七六的身高加上衣服也没到一百斤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非常瘦弱了 在众人的注视下 脱下军大衣的年轻人 开始解开包裹着自己脸的毛围帛 当解开的刹那 小玉看到了围帛下的脸 一声惊叫 直接捂住了双眼扑到了旁边 拦截的怀里 拦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只是看了一眼 就赶紧看向了别处 再不敢盯着看了 郭太来却是始终盯着 仔细地看着 完全没有被惊吓到的样子 年轻人的脸上 布满着如同蚯蚓一般的疤痕 脸上根本没有明显的五官 各种囚结的疤痕掩盖住了所有的表情 只剩下一团深深浅浅的僵硬的肉块 头发基本上没有了 全都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坑坑娃娃 现在郭太来知道 为什么刚才觉得有些怪了 年轻人的双眼 有一只已经失明 整个被疤痕遮盖 只剩下另一只还算是正常 只用一只眼看郭太来 郭太来当然会觉得别扭 不光是脸上 小灰连脖子上都是一片一片的囚结疤痕 这么大的面积 绝对不是锋利的刀子划伤 或者是枪伤 烧伤 还是化学物品腐蚀 郭太来很认真地开口问了一句 三度烧伤 还有吸入性损伤 年轻人没有回答 是程总帮着回答的 只有脖子以上吗 郭太来仔细地看着 又问了一句 小灰一只眼睛冷冷地看了郭太来一眼 没有再避讳什么 先把手上的手套拽了下来 两只手先伸在了郭太来的面前 郭太来看到了 小灰的两只手上都有受伤 手指也有粘连 有些动作都不能正常地做出来 美容院里暖气足 等到小灰把全身脱得只剩下一个裤衩的时候 归附过来的小玉和蓝姐全都是倒吸一口冷气啊 可以说小灰的全身上下 除了少数几个部位没有之外 其他部位全都布满了深色的疤痕 这些疤痕很多都已经粘连 可以想象当时烧伤的程度 你怎么活下来的 郭太来看着小灰全身的烧伤疤痕 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运气好 小灰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基本上他的脸上肌肉都已经不能正常运动了 或者说动了也无法牵动那些疤痕一起运动 嗯 跟我来 我详细检查一下 郭太来冲着小灰摆了摆手 示意他跟着一起进了操作间 小玉和蓝姐没有跟进去 程总和老夫妇也没有进去 只有郭太来和小灰 郭太来用手指触碰着小灰的疤痕 从头到脚 连内裤下面都没有放过 全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两人一起出来 小灰一言不发地开始缓慢地穿衣服 完全没有要问结果的意思 好像他只是配合郭太来检查 让郭太来看一下他全身的疤痕 然后死心一半 旁边的老夫妇则是用一种期待的目光 紧盯着郭太来 希望能从他口中得到一点点的希望 嗯 很麻烦 郭太来第一句话就让众人的心全都是一尘 老夫人的精神好像一下子被抽空了 目光都变得空乏 没有神采了 程总脸色煞白 嘴唇都白了 好像突然进了超低温冷库一般 哆嗦着问道 有多麻烦 一天恐怕是忙不完了 郭太来表情很认真地回答道 恐怕两天都未必 最理想的估计 至少得要四到五天的时间 程总直接呆住了 呃 这就是你说的很麻烦 不止程总 连正在穿衣服的小灰都傻了 停下了穿衣服的动作 至少要四五天的时间 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夫妻俩也是忽然从绝望中升到了天堂 眼睛瞪得老大 老夫人身体已经开始颤抖了 眼眶中瞬间又泛起了泪花 这还不够麻烦吗 郭太来冲着程总苦笑道 忙一天我就得休养差不多一周时间 四五天下来 怎么也得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一个多月我什么都不能干 这还不够麻烦啊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八十九集 你说的麻烦 就是因为时间长 小灰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看他的样子 有点想要冲着胖子出手的意思 不过胖子一点都不怕他 全身被烧伤以后恢复 行动没那么敏捷 能被他打中一下 就算是胖子输了 说 郭太来理直气壮的说道 你可能觉得几天的时间没什么 可对我来说消耗太大了 程总肯定知道 我满负荷五天是什么代价 程总在旁边 只能点头 他上次只坐了七个小时而已 郭太来就已经眼看着瘦了好几斤 真要满负荷的一天下来 恐怕一天就得瘦十几斤呢 大师 你帮帮忙 老夫人急忙抢在小灰前面 冲着郭太来说起了好话 小灰他还年轻 不懂事 好说好说 郭太来摆摆手说道 我说过的 我不在乎客户态度好坏 那大师 您看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啊 老头进来总算是开了口 同样是带着期盼的 看着郭太来问道 随时 只要你们准备好 郭太来给了个 很随意的回答 不过 在开始之前 有些话我还是要说在前面的 您说 您说 老头也顾不得矜持摆架子了 冲着郭太来很殷切地说道 首先 这位 小灰 郭太来也跟着对方称呼起了小灰 受伤的面积比较大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 大部分可以治好 但是有一小部分伤痕比较深 超过了一厘米 那会怎么样 程总急忙问道 他知道郭太来说的这个一厘米的极限 但不知道超过了一厘米会怎么样 就只能弄好外面 看着还行 但是里面的某些伤疤增生部分 还是会有 而且新陈代谢的时候 还会 渐渐地显露出来 郭太来琢磨了一下 老老实实地说道 更深入一些 郭太来虽然纳米机器人能够达到 但是表皮之下的细胞如何再生 郭太来还没有研究过 本着对病人负责的出发点 这需要更加系统的试验之后才能动手 另外 郭太来既然说了一厘米的极限 那么他也不打算在近期之内就打破这个极限 当然这些部分不会太多 而且庆幸的是不在脸上 郭太来一边说着 一边指了指小灰的一侧胳膊 这些部位就这些 最为严重 可能当时烧伤的最厉害 没错 就是这里烧伤的最厉害 老夫人飞快地点头接上话 还有一个好消息 郭太来笑了笑 继续说道 你的左眼 只是眼球表面角膜和一些部位被烧坏了 但湿网膜和视神经都是好的 如果你们以后能找到合适的角膜移植的话 复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连小灰都不淡定了 右眼盯着郭太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眼睛还有希望复明 大师 你说的问题应该没事 程总不等小灰开口 直接替小灰做出了决定 只要其他部分能够复原 只剩下胳膊这一部分的话 肯定没有问题的 穿上衣服便也看不到 对对对 老夫人也开了口 她已经开心的 刚刚不知道和郭太来客气了 现在才想起来 不用太着急 郭太来温和的笑了笑 我现在能力不足 所以没办法做到一厘米之下的部位 等到以后我能力达到了 到时候再把这部分彻底解决 就这么做 程总更是点头不跌 刚刚郭太来一句很麻烦 可把他给吓坏了 现在一颗心啊 总算是落在肚子里了 那就只有两个问题了 郭太来笑了笑 接着说道 您说您说 程总飞快地问道 首先 做个排序吧 郭太来笑着说道 先做哪部分 后做哪部分 大概要持续一个多月 排个顺序吧 我按照这个顺序来做 好好好 我们马上商量一下顺序 老夫人马上答应着 另外一个 郭太来目光扫过了老头的面孔 脸上依旧还是之前的那种笑容 平静地说道 种人的费用 这不是个小数字啊 我来付 程总二话不说 立刻拍胸铺保证道 郭太来却没说什么 指着看着那个老头 老头能随身带着军方的保镖 级别肯定不低的 绝对是个大官 他要不点头 郭太来一分钱都不会收程总的钱 别到时候对方翻脸 因为价格的问题来找美容院的麻烦 那可不知道 可问题是 再大的官员 如果不是贪官的话 恐怕连正义房这边 最基本的100平方厘米的整容费用 都拿不出来的 很明显老头为难了 老太太很是期待地看着老头子 想要说点什么 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只是等着老头子做决定 老头却看着小辉 微微颤抖的身体 陷入了沉思 程总也不敢打扰 静静地等着 小辉要是全面整容的话 需要多少钱呢 好一会之后 老头才抬起头 冲郭太太来问道 正常人体平均表面积 大概是1.6平方米左右 郭太来语气很正常地说道 刚刚我检查了一下 小辉受伤结巴的面积 大概是在1.4平方米左右 那些比较深的疤痕 我去掉的话 应该还有1.2平方米的样子 就按照1.2平米来计算吧 价格呢 老头听完要整容的面积 并不意外 再次出口询问价格 他知道郭太来这里贵 但不知道多贵 郭太来冲着程总笑了笑 然后掉头示意小玉 拿了三张报价清单 给三人送了过去 一人一张 一百平方厘米二百万 饶舍老头应该曾经手握重拳 画拨过的资金也不知道 有几百几千上万亿了 可是看到这个价格清单的时候 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1.2平方米就是一万两千平方厘米 要一百二十份一百平方厘米 总体的价格要两亿四千万人民币 怎么会这么贵 老头再往下看其他的项目 最便宜的都要几十万 这个美容院的所有项目 就没有正常的价格 老先生 我们这些价格 都是在物价局报备过的 郭太来没有回答 旁边的蓝姐笑着回答道 我们也从不强买强卖 巧取豪夺 做和不做 都是您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强迫 要不您先到别的整容医院问问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九十几 不用考虑了 程总的声音再次响起 张书张审 我和小霍的妈妈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小灰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小灰叫我一声仪 我就是小灰的亲仪 这个整容费 我出了 老头本来还在为难的表情 随着程总的话 终于不再纠结什么 目光瞬间温柔了下来 看了看小灰 又看了看程总 长叹一声 微微点了点头 张书 这是我对小灰的一番心意 你也就别纠结了 程总接着说道 至于钱的事情 您不用考虑 也不用当成是贿赂什么的 我什么事情都不求您 你也谈不上什么 一权谋私 钱权交易 可毕竟是这么多钱啊 老头没再多说什么 可老妇人却是有些担忧了 一下子抽掉这么多 实在是太多了 小伙子 哦不 大师 您看能不能 稍微便宜一点 老人家 便宜一点可以 但便宜的这个数 您得拿人情来还啊 郭太来笑了笑 您确定不要程总的人情 而打算另外欠我的 本来就欠了程总的人情了 如果因为这个 再欠上郭太来的人情 一件事欠两个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老头也听明白了 郭太来这边定位很清爽 只是个生意 你请我愿的事情 你交费 我干活 不牵扯什么人情之类的 这倒是好 不用担心还有什么别的勾连 爽利 可这个钱也太多了呀 老夫人还是心中不安 始终有些坠坠的样子 但看到小灰的样子 就又始终无法坚决地离开 没事 沈子 程总笑着打消了老夫人的担忧 小灰消费的这个数目 足够成为一个VIP贵宾了 贵宾有一个推荐资格 这个资格 就足够我把这些钱都赚回来了 老夫人显然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规矩 但程总在生意场上 那是连他们都佩服不已的 既然程总说能赚回来 那就一定能赚回来 这么想的话 两人的心理负担就小了许多 终于不再纠结 眼看着程总和蓝姐去结算费用 两人索性拉着小灰 一起来挑选排序 到底先做哪些 后做哪些 郭太来自己开始慢慢地洗手 准备工作 等到小灰躺到了手术台上的时候 郭太来才又想起一件事来 抱歉啊 刚刚忘说了 郭太来表示抱歉 然后冲着众人说道 小灰的嗓子因为在喉咙口里面 暂时来说我不能为力 这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整容的范畴 不管是程总还是老夫妇 都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不过躺在手术台上的小灰 确实有点失衡 也许是因为烧生之后 太让人无法接受 小灰的性格有点偏执 听到郭太来这个话 立刻发作了 你之前怎么不说啊 小灰的声音很不客气 哪怕是躺着 也没有一点乖病人的自觉 是不是你检查的不够自信 那你之前说的 我的眼睛是网膜和视神经还是好的 怎么证明 小灰 老夫人赶忙叫了一声 这么问分明是有点抬杠的意思了 惹得郭太来不开心不做了 那岂不是今天白来了 没事 郭太来笑了笑 戴上了口罩低头冲着小灰解释道 首先 嗓子的部分不属于整容的范畴 我这里只是个美容院 医学整容只负责外貌 不负责里面 另外 眼睛的问题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郭太来的回答让小灰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郭太来 这怎么证明啊 卷得 郭太来拿出一套针具中的一根 用酒精消毒之后 指给小灰看 我会给你扎一针 在小灰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郭太来的一针已经从小灰的左边太阳穴 扎了进去 眼看着近乎十厘米的长针 就这么消失在小灰的脑袋上 老妇人差点吓得叫出来 总算是醒悟得及时 急忙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你现在右眼看到的东西 我待会儿让你左眼能够看到 郭太来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在场的众人 包括小玉和蓝姐在内 谁也没听懂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灰也没懂 但她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好像非要和郭太来 别一别苗头 当下使劲地瞪着右眼 盯着郭太来 仿佛想要把郭太来的样子看清楚 记住了吗 郭太来笑了笑 问了一句 在小灰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又一根长针 无声无息地 扎进了小灰的 左边太阳穴 也不等小灰回答 郭太来扎针之后 就让小灰闭上了眼睛 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了 是啊 小灰回答了一句 那这样呢 郭太来的手轻轻地 碾动了左手的长针 冲着小灰问道 小灰猛地尖叫一声 把程总和两位老人 全都吓了一大跳 躺着的身体刚要弹起来 郭太来的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出现了一根针 急速无比地出现在 小灰的颈侧 小灰的身体立刻软了下来 动也不能动一下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小灰身子动不了 可嘴巴还能动 疯狂地冲着郭太来大叫道 这是我有眼看到的 和左眼没关系 小灰的脑海中 此刻正清晰地呈现出 刚刚自己看到的情形 郭太来正在自己的头顶上站着 一动不动 仿佛就是一个固定的场景 可这是自己右眼刚刚看到的呀 怎么现在在脑子里给出的感觉 却是左眼看到的 那你现在睁开右眼 郭太来笑了笑 平静地指示着小灰 小灰不服输地睁开了右眼 脑海中立刻多了一个情景 郭太来低下头来 正冲着他笑 这一幕是动的 明显是右眼看到的 而左眼依旧还是能看到一幅 静的图案 不用怀疑 这是我把你刚刚右眼视神经的神经信号 送到了左眼的视神经上 郭太来笑着问道 现在可以相信 你的视神经并没有损坏吧 那视网膜呢 小灰急切地问道 视网膜怎么证明是好的 我给你视网膜前面弄点光芒 你应该能看到闪烁的 郭太来笑了笑 轻松地施展出了自己刚刚说出来的东西 我看到了 昨夜我看到了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灰激动地叫出了声 右眼一滴眼泪 不由自主地从眼角留下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九十一集 看着小灰在手术台上如此激动地流泪大叫 旁边看着的老夫人更是忍不住 直接流下了泪来 当然这是欣喜的泪水 这是高兴的泪水 醒醒 郭太来平淡的声音 直接打破了这份喜悦 这只是证明了 你的视网膜和视神经是好的而已 并不是证明你能够看到了 想真的看到去找角摩移植去 一句话让欢乐的气氛荡然无存 长总十分无语地冲着旁边 随时准备辅助工作的小玉问道 你们郭总一直是这样煞风景的吗 我们郭总只是让病人对自己的状况 有清醒的认识 小玉怎么可能说郭太来的坏话 立刻回答道 过分悲观或者过分乐观 对于病人来说 其实都不是好事 小玉的话好有道理 程总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接下来自然是驱除那些伤疤 重建皮肤组织 但郭太来在操作的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貌似还是低估了 烧伤恢复的整体难度 之前的几次 给楚飞驱疤痕也好 给天后驱疤痕也好 都只是面积很小的部分 加起来总共都不会超过100平方厘米 可现在说是100平方厘米 那就是结结实实的100平方厘米 一点都不参加 这个面积且不说 楚飞和天后的皮肤并没有被大面积破坏 正常表皮下的干细胞很多 分裂重新生长也快 可是小灰不一样 大面积的烧伤 甚至将某些部位的表皮破坏得干干净净 连一个干细胞都找不到了 如果是郭泰来之前不吹牛 让小灰他们选择修复的区域顺序的话 郭泰来还可以选择从腿部那些 有健康干细胞的地方开始操作 这样的话 一点点的循序渐进也能够长满全身 可是郭泰来之前吹牛吹的太狠了 以至于现在不得不面对他要修复的部分 干细胞几乎很难找到的事实 小灰肯定第一选择是驱除脸上的疤痕 这样至少能见人了 可是郭泰来却犯了难 在头上脸上找几个正常的干细胞显然是不够的 没办法 只能从其他部分截取一部分皮肤了 从大量的皮肤干细胞分裂复制一部分细胞 是很容易的 但是从几个干细胞要分裂复制出大量的正常皮肤细胞 是非常难的 郭泰来只能想别的办法 从身体更加深入的地方寻找干细胞 然后试图刺激培养 当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郭泰来发现 体内细胞转换成皮肤干细胞来分裂生长是可行的 但是需要的能量却大幅度的提升 第一个两小时结束的时候 老夫妇和小灰看到的是 小灰脸上的那些可怖的疤痕已经掀起来一片 可程总和小玉看到的却是郭泰来的脸色难看得吓人 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的疲惫 小玉准备一匹巧克力和葡萄糖 休息之前 郭泰来让小玉赶紧弄一些高能量的食物过来 自己吃点东西再休息 如果是一个如郭泰来这样胖的病人 郭泰来完全可以借用对方体内的脂肪进行消耗 但是现在小灰自己瘦的皮薄骨头肯定没有多少能量供郭泰来挥霍 只能靠郭泰来硬撑了 拉一个胖子过来给自己消耗 郭泰来还没作死到随意暴露自己底牌的地步 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 但却绝不能让人意识到不对 一天下来 郭泰来整整坐了六次十二个小时 小灰的脑袋脸面脖子上的疤痕已经全部都去除干净 不过因为毛囊都已经被破坏 所以小灰的头发眉毛胡子一概没有 脑袋看起来就像一个光溜溜的卤蛋 左眼的部分眼皮也修复完成 但只能闭着 新长出来的皮肤都很嫩 摸起来十分的嫩化 光是从这个光溜溜的脑袋看 小灰还算是一个长相很清秀的人 应该受伤之前还算是个小帅哥 哎 可惜了 除了脑袋脖子之外 小灰他们选择的第二个部位是双手 双手因为烧伤严重 恢复的时候产生了粘连 导致有几根手指的根部是粘在一起的 郭泰来重新建立外部皮肤 将这些粘连的手指封了开来 好消息是双手的肌肉运动还正常 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 还能恢复原有的功能 基本上衣服遮着的话 小灰已经能够外出见人了 当然可能需要画点眉毛 再也没有必要捂得那么严实 不怕光头的话 甚至连帽子都不用戴 就可以出门了 手也看起来很正常 不用戴着手套 遮着那些可怕的疤痕 光是修复这两个部分 就让郭泰来精疲力竭了 今天准备的不充分 导致最后一次做完之后 郭泰来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而不是一个两百多斤的胖子 郭泰来的变化也让众人都吓了一跳 体重计上一称 足足掉了三十多斤肉 程总和老夫妇都激动的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郭泰来了 别的不说 光是掉的这些肉就能看出来 这几乎就是郭泰来用自己的命 在给小灰修复疤痕 怪不得要这么贵 就这些肉掉的也值那个价钱 小灰没多说什么 但他在镜子里看到第一次的效果 亲手摸到新长出来的娇嫩皮肤之后 就再也没有说过那些不中听的话 郭泰来让他做什么姿势 就做什么姿势 十分的听话 完全配合 下次什么时候继续 郭泰来没说准话 只说自己先补一补再说 让小灰等通知 郭泰来的这个状态 大家都看在眼里 谁都没有催促 只是点头 明显的疗效已经看到了 小灰他们已经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离开的时候 连那两个之前被赶出去的壮汉 看到了小灰的状况 都脸色变了不少 对郭泰来也没那么敌视了 晚上狂吃一顿 郭泰来几乎是挣扎着爬回了家 爬上床就睡 累得再也顾不得其他 胖子 我回来了 第二天 郭泰来正在家里睡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赵燕燕兴充地赶回了家 想要给郭泰来一个惊喜 可却被捡了几十斤的郭泰来的样子 给吓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啊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九十二集 师姐 郭泰来现在见不得赵燕燕 一睁眼就看到师姐美丽的面孔 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一把拥在怀中 也不管自己还躺着 没完全醒 先给师姐一个拥抱再说 胖子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赵燕燕也顾不得起他了 届时躺到了郭泰来旁边 焦急地问道 怎么几天才没见 瘦了这么多 用师姐在怀 天大的麻烦事 也不是麻烦事了 郭泰来看着 近在咫尺的翘脸 全身的喜悦 都毫不掩饰地释放了出来 赵燕燕能很清楚地 感觉到这种快乐 没事 郭泰来轻轻地说道 我给一个客人 做了一次趋疤痕的手术 消耗有点大 没事师姐 多吃几天 就能长回来了 真的没事 赵燕燕看着 郭泰来的双眼问道 当然没事了 郭泰来继续笑着说道 伸出胳膊 就躺在被窝里 做了一个 曲肘健美的动作 看 你想要的肌肉 不得不说呀 郭泰来在去掉 外面那层肥镖之后 身上的肌肉 还是十分可观的 虽然没有健美先生 那么夸张 但是线条匀称 而且力量很大 反应 反应也十分灵敏 瘦下来之后 郭泰来的皮肤 也没有那么松垮垮 纳米机器人 在他睡觉的时候 已经自动缩紧了皮肤 看着很是清闯热情的 一个阳光青年 脸也瘦了下来 露出了很漂亮的轮廓 不敢说是超级大帅哥 但放在后世 一个妥妥的小鲜肉 肯定是逃不掉的 按照道理 赵燕燕看到郭泰来 变成一个身材 匀称的小帅哥 应该很开心才对 可他却毫不犹豫地 拉着郭泰来起身 要带他去吃饭 天大地大 师姐的命令最大 郭泰来二话不说 起身穿好衣服 磨了把脸 在镜子前 看着纳米机器人 清理了牙齿和胡须 然后就被师姐拉着 直奔饭店 饭店是刚刚 郭泰来洗脸的时候 赵燕燕 让丁总的秘书云杰给定的 虽然不是吃饭的点 但是丁总那边 自然有办法 让那边快速地 准备一大桌子踩 等到郭泰来和赵燕燕赶到的时候 已经有一部分凉菜 摆在了桌上 快吃快吃 赵燕燕不停地 帮郭泰来夹着菜 催促她快吃 郭泰来哭笑不得地 感受着师姐的关案 大口大口地吃着 热菜才上了三道 丁总就闻讯赶了过来 平常赵燕燕 可没有让云姐帮忙 订过饭店什么的 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 打电话也不接 索性直接就赶过来 看看怎么回事了 小郭这是怎么了 丁总进了包厢 一眼看到了小帅哥郭泰来 同样被吓了一跳 前一个星期 他才见过郭泰来 那时候还是个 有小肚男的胖子呢 怎么忽然就变成这样了 妈 赵燕燕则是被丁总吓到了 丁总现在的模样 哪里像是自己的妈妈呀 分明就是自己的姐姐呀 这怎么回事 没事 就是帮程总介绍的客户 做了一次曲巴合 郭泰来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消耗有点大 小灰 丁总肯定是知道 程总介绍了谁 一口就叫出了小灰的名字 对 知道就好办了 郭泰来点了点头 就是他 昨天做了一次 修复了头部和双手 接下来还得有四五次 那你赶紧多吃掉补补 丁总的心思和赵燕燕一样 门言二话不说 立刻让郭泰来赶紧吃 赵燕燕显然也是知道小灰的 此刻没说话 只是目光一直在郭泰来 和丁总之间来回的移动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灰的伤疤可以去掉 显然呢 郭泰来笑了笑 抬头看着赵燕燕笑的 十几号阿姨你们的皮肤状况好 所以给你们修复 没什么消耗 小灰那个伤势比较重 所以消耗就大了点 没事的 多吃点补回来就好 真都没事 丁总的担心少了点 但还是要确认一下 真没事 郭泰来再次给了丁总 一个确切的回答 那就好 来 吃菜 一边说着 丁总就坐到了 郭泰来的另一边 伸手给郭泰来 夹了一个大鸡腿 放到了郭泰来 面前的菜盘里 阿姨 你认识那个小灰啊 郭泰来一边吃着 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有赵燕燕在 估计丁总不会在乎 他吃饭的时候 说话聊天 果然丁总没在意 而是叹了口气 回答道 小灰是个好孩子 可惜了 我介绍程总给你 其实就是为了让他 带小灰到你这边来 那阿姨你直接介绍过来 不就行了吗 郭泰来不解地问他 为什么要绕这个圈子 他们家和我们家 不是很对付 丁总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提了一句 郭泰来不明白 这种政治家族的关系 但既然丁总这么做了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郭泰来也就不深究了 你治好了小灰 张鼠他们家 肯定成你的人情 这是好事 丁总又说了一句 没 我没要这个人情 郭泰来放下筷子 接着喝水的机会 把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 都说了一遍 你一次就收了 两亿多人民币 丁总还没觉得什么 可赵燕燕已经瞪大了眼 简直无法相信呢 这其实已经有点亏了 郭泰来笑了笑 我用了一周时间 做出来的车子 卖出去一亿多美金 而治疗小灰这个 我至少需要进行五次 每次都得在短时间内 掉三十斤肉 还得快速补回来 报肥报受好几次 相对来说 这收入是不成比例的 嗯 这个人情不要也好 丁总考虑的事情更多 想了想之后点头道 纯粹的买卖关系 反倒更简单 真要有什么事情 也不会被拖累 不过你可以放心 至少张叔这边 肯定不会为难你什么 赵燕燕在旁边已经听傻了 郭泰来开美容院 以及一次收费上亿 要不是今天郭泰来说了 赵燕燕都不知道 还有丁总的容貌问题 刚刚看到 才觉得不对劲 他在军队里 很多消息并没有告诉他 郭泰来和他短暂的相聚两天 也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都是赵燕燕 当心郭泰来的心理问题了 现在赵燕燕才知道 郭泰来现在 竟然弄出了这么大的场面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九十三集 丁总既然赶上了 女儿和女婿吃饭 肯定是一起吃了 三个人 一大桌子菜 两位女士不停地 给那个男的夹菜 让上菜的服务员 看了都傻了 这个年轻男的是傻瓜吗 啊 两个这么漂亮的女士 还不赶紧现殷勤 主动表现 居然还反过来了 郭泰来也表现得不客气 一大桌子菜 郭泰来一个人 消灭了九成 赵燕也已经算是 在军队里训练过的 比较能吃的女战士了 在郭泰来面前 也不够看呢 不过 即便已经是这样了 丁总还一个劲地 埋怨郭泰来吃的少了 仿佛现在小帅哥一眉的 郭泰来根本不入他的眼 还是那个胖胖的 肉肉的小胖子 更让人亲近 吃完饭 郭泰来 赵燕也和丁总告别 丁总回去上班 郭泰来这边 还没来得及和师姐 多说会儿话 就接到了小玉的电话 什么 价格太高 涉嫌价格欺诈 物价局责令 停业整顿 郭泰来在电话里 听到消息 差点以为小玉 是在开玩笑 我们不是已经 在物价局背过案了吗 工作人员说 是接到了群众举报 小玉也是满脸的无奈 只能打电话给郭泰来 要你立刻赶过来 接受处罚意见 停业整顿 好吧 我马上过去 郭泰来知道 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答应了马上过去 转头看着一身军装的师姐 我今天请假了 陪你一整天 师姐巧笑奄然地 看着郭泰来 分明是早已经 做好了准备 郭泰来当然没有意见 拉着赵燕燕的手 开着二手RX7 直奔美容院 郭总 赵总 上楼出了电梯 进了正义房 郭泰来就看到 有三个陌生人 在接待大厅沙发上坐着 小玉和兰姐 在旁边陪着说话 见郭泰来和赵燕燕进来 小玉和兰姐 都上来招呼 两女都是 克里斯蒂娜公司出来的 赵燕燕一身军装 和小玉兰姐 已经有些日子没见了 再次见面 自然又是一番亲密 你就是法人代表 三个陌生人当中的那个 很不客气地 冲着郭泰来问道 两个人进来 赵燕燕还穿着军装 肯定不是正主 所以只能是郭泰来 不过看得赵燕燕少校的军装 三个人倒也 没有特别的不客气 但语气里 还是有一种主管部门 面对小老百姓的居高临下 我就是法人代表 郭泰来马上承认道 我们是物价局的 说话的中年人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需要看我们的工作证吗 不需要了 郭泰来摇摇头 都找上门来 要处理 要停业整顿了 不太可能是假冒的 好吧 对方似乎对郭泰来 没有纠结他们的身份 表示满意 中年男人 从旁边的另一个人手中 拿过了一张 盖着张的红头文件 我们接到了群众举报 你这个美容院标价太高 涉嫌价格欺诈 勒令 停业整顿 那个同志 郭泰来急忙分辨道 我这些价格 都是在咱们物价局 备过案了呀 另外从来都是明码标价 怎么会有价格欺诈一说 是不是搞错了 你说的这个备案 我们倒是有记录 中年人并没有特别的不友好 只是平静的解释道 但我们的确是接到了举报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必须要停业整顿 这是规矩 同志 我总共只做了三单的生意 郭泰来再次辩解到 三个客人 都是很满意价格和效果的 不太可能有客人举报吧 是不是搞错了 丁总肯定不能算客人 严格的算起来 客人只有天后天妃 程总 外加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小灰 这三个人貌似哪一个 都不太可能会有投诉吧 天后和程总对美容的效果 赞不绝口 而且也绝对不会在乎那一点点的小钱 小灰更不太可能 他还没有完成治疗 投诉关店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中年人笑了笑 不用费心打听了 先接受处罚决定 停业整顿 然后再配合调查才是正理 郭泰来正要说话 旁边的赵燕燕却接了一句 太好了 那就先停业整顿吧 小玉 蓝姐 带上你们的私人物品 胖子 你这里还放着什么东西吗 对方听到赵燕燕的话 都露出了笑容 中年人赞道 还是咱们的子弟兵 明晓是礼啊 师姐发了话 郭泰来自然不会有意义 她在这里也没什么私人物品 最后看了一圈 郭泰来也只是带了一盒针具 小玉和蓝姐把自己的东西带上 出去锁上了门 物价局三位工作人员 直接上了封条 对方也没有多说什么 贴了封条之后 就记下了郭泰来电话 让她保持随时开机 随时配合调查 然后就离开了 你们先放假 公子奖金照发 赵燕燕对小玉蓝姐笑了起来 要是无聊 就回克里斯蒂娜公司 先待着玩玩 等到这边事情解决了 再回来上班 两女知道郭泰来和赵燕燕的关系 赵燕燕发了话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可比郭泰来说话还要分量重 郭总肯定一个步子都不会说 赵总说完 两女就开开心心的一起离开了 放假 公子奖金照发 这好事 谁拒绝谁傻 至于说美容院会不会倒闭 发不了工资 前面才收了两亿多人民币 还有一千万美金的预存呢 是觉得 等只剩下两人的时候 郭泰来才在司机座上 问赵燕燕 没事啊 正好借着停业整顿的机会 你好好休养一下 赵燕燕当然是出于 关心郭泰来身体的出发点 被处置 反正着急的也不是你 慢慢等着呗 嗯 那听师姐的 好好休养 郭泰来能感受到赵燕燕对自己的关心 相对来说 一个美容院算什么 不玩就不玩了 我们现在去哪里 到你的工作室吧 赵燕燕直接说了个目的地 正好有些东西想和你商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思路 走 郭泰来立刻发动了车子 向工作室开去 路上赵燕燕还用郭泰来的手机 给丁总打了个电话 那边丁总听到消息 差点就要打电话 问问怎么回事 后来被赵燕燕阻止 丁总想了想 也觉得郭泰来应该多点时间休息休息 正如赵燕燕所言 反正着急的也不会是郭泰来 大不了把之前的费用退还呗 自然有人替郭泰来着急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九十四集 什么反抗也没有就让贴了封条 一个年轻人听着电话对面的人说的话 满脸的不相信 说了什么话没有 没有 电话里的人飞快地回答道 他过来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女少校 女少校却说新关店配合调查的 女少校 年轻人眉头顿时间皱了起来 是不是特别漂亮的 电话里的人继续说道 不应该啊 年轻人很不解地问道 这家伙没那么善良啊 遇上这种事居然没当场发作 电话里的人接着说道 对了 今天我们过去看到的不是一个胖子 而是一个看起来还长得挺帅的秀帅哥啊 是不是弄错了对象啊 这样 年轻人的眉头皱得越发的紧了 嗯 我再查查是怎么回事 你们慢慢调查就行 不着急处理 说到慢慢两个字的时候 明显地中毒了一下 电话里的人描动 笑着说道 这种事情肯定需要慢慢调查的 时间绝对不会短 嗯 那就好 年轻人很满意这次的办事效果 乐呵呵地放下了电话 郭太来不在国内玩车子 那又怎么样啊 只要他还在国内生活 就总有能制约他的地方 偌大的利益总要分润出来一部分 否则的话 不是显得国内的人太过于无能了吗 工作室这边没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看门人 郭太来和赵燕燕进去的时候 也只是打了一声招呼 根本没多问 最近在忙碌什么呢 师姐 郭太来给赵燕燕倒了杯茶 坐在她身后 将师姐揽在怀中 凑在她耳边问道 还是国内军队的各种装备整理 赵燕燕倒是没有特别隐瞒 这个只是她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只要不说具体的哪些项目 就没有什么问题 不算是泄密 而且赵燕燕找郭太来是经过组织批准的 经历了一次之后 赵燕燕也不希望再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连累郭太来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郭太来问道 能 赵燕燕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你上次说过的射成更高的火箭弹 或者帮忙制作一些高精度的枪械设计样品 这些都可以 另外 如果还有类似单兵协区的那些小设计 还可以拿出来评估一下 我们国内也开始加强军事装备建设 很多方面都需要提升 你要喜欢玩车子 还可以尝试着做一些高效能的军车来玩玩 好 郭太来一听 还可以让他玩车子 而且还是玩军车 顿时间开心了起来 那又是做出来 能合法上路吗 你坐军车 随便挂在我爸的哪个研究所名下 赵燕燕笑道 相信我 谁要是敢在军车项目上砍你的脖子 谁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好 我知道了 郭太来笑了起来 把师姐拥得更紧 身体也贴得更近了 关于狙击步枪 你有什么想法吗 赵燕燕终于说出了自己这次 要和郭太来商量的事情 有 郭太来毫不犹豫地点头当 不过还是要看军方的具体要求 需要的是什么狙击步枪 要精准的 还是要威力大的 还是要重量轻 威力适中 但是适合行军作战的 什么东西都一样 总不能要求造出来一个大而全的东西 要满足所有的需求吧 另外需求定制的要合适 我们国内的材料化工加工造价这些因素 都要考虑到 不要一下子就想要感应超美 变成世界第一 郭太来接着说道 像上次那两根枪管 光枪管就十四公斤多 与其那样干嘛不做更大口径的 威力还更大 射程也更远呢 要是让你做一把狙击步枪的话 你会显得什么样的 赵燕燕半躺在郭太来的怀中问道 我会做一把极致性能的 郭太来想都不想地回答道 你也知道我擅长的是什么 我最希望能用我的加工技术 使用最好的材料 加工出能发挥最大极限性能的狙击步枪 可能会追求射程和精准度极限 但可能在威力上就会相对欠缺 只能打人 就不能反器材 不过不管我做成什么样 你倒有心理准备 绝不会太便宜 太贵了 军方也装备不起啊 赵燕燕苦笑了起来 郭太来的风格她知道 既然这么说 肯定会这么做 而且赵燕燕毫不怀疑 郭太来一定能做出一把 性能十分出色的狙击枪 但也毫不怀疑 这把枪一定会是天价 还有 我和九五导师交流过很多 他老人家教会我不少东西 郭太来接着说道 要做枪械 先做弹药 国内这方面还是略有欠缺的 举个例子啊 如果还是使用12.7毫米重击枪子弹 精挑细选做狙击枪子弹的话 还不足以满足军方的要求 子弹方面也得进行精加工才行 最好能够重新设计 必要的时候甚至得吹风洞才行 发射药也必须要重新选择 这些都需要大投入 国内没有民用市场 没办法从民用市场上回收资金 那么上面愿不愿意进行投入 都需要考虑 爸爸说你还考虑过航空发动机 赵燕燕也长叹一声 郭太来说的都是事实 总需要考虑 暂时来说赵燕燕也给不了 郭太来确切的答复 所以只能换了个话题 考虑过一阵子 郭太来没有否认 但我发现这不是我一个人加工 能够彻底解决的 也许我可以辛苦点 做一两个高精密工件 但想要量产并且整体提升 国内的加工水准 还需要精密机床方面的设计 王教授前段时间问我 能不能做三米乘三米的平面 应该是有新的设计 也许这次能够做出来一批 精度足够高的大尺寸 全自动机床 以之为基础 说不定能够促进 国内的加工产业整体升级 还是按照你的想法 想做什么做什么 赵燕燕不再提这些 转而安慰郭太来 美容院那边 那边不撤销处罚 你就别理会 安心休养 不管是谁那么热心的举报 过几天就会有人找他们谈心的 小霍的爷爷肯定比你更着急 第三百九十五集 我不着急 郭太来笑着说道 他是真的不着急 要说钱 郭太来现在也勉强算是个小富豪了 勉强能让郭太来启动一些 自己想要做的项目了 眼下他在武道口买的院子 也马上就要拆迁了 等到拆迁方案一定 郭太来随随便便 拿几套回钱房 到时候就是几亿的收入 要知道 后市差不多同样位置的华青家园 几乎卖到了十二万亿平米 之所以要做美容院 一开始还是因为赵燕眼 从看到赵燕眼在军营中脸上受伤的情景之后 郭太来就坚定了这条道路 现在郭太来可以说完全做到了 当时对赵燕眼的承诺 至于说后来了解到 美容减肥这一类的业务能够赚大钱 郭太来才有了这个把美容院做大的想法 无他 郭太来发现 相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来说 自己实在是太穷了 看似前后矛盾的感觉 但却是事实 虽然郭太来现在手头上 已经算是掌控了一亿多美金的巨款 可在纽北赛道那边 简直是寒酸的让人唏嘘 不是郭太来喜欢显摆 而是很多事情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脑子里有很多想法 郭太来却无法实现 但受限于材料或者其他各种因素 无法实现 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要么就是坐等那些问题解决的那一天 要么就是投入巨资自己研究 类似制约的项目很多 比如材料 碳纤维 高强度钢 陶瓷 高分子材料等等 比如某些电子系统 这是郭太来的另一个短板 不管是刷ECU 还是更复杂的一些公控软件 都需要有人编码实现 光靠龙飞一个人 逼死他都不够 郭太来想做的任何东西 几乎都可以肯定 绝不便宜 一亿美金听起来很多 哪怕简单组一个F1车队 差不多一年也够了 但在国内拿一块地 建造一个研究基地 还远远不够呢 不过光有钱肯定还是不够的 郭太来自己心里有数 他擅长什么 不擅长什么 现在郭太来还缺一个管理经验丰富的助手 或者说是缺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 郭太来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帮自己解决这些事情 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而且郭太来最喜欢的两创饰 一种是制造 另一种是研究身体的奥妙 都需要大量的时间 让他纠结于这些管理联络的事情 简直就是摧残 这些话 郭太来也没有对赵燕燕隐瞒 坦然的和他说了出来 赵燕燕对于郭太来十分了解 知道他肯定不擅长管理 但是赵燕燕自己其实也一般 克里斯蒂娜公司当时还是张姐在帮忙打理 现在张姐光是管理克里斯蒂娜公司都忙不过来 更不用说帮郭太来协调平衡这么多摊子的事情 暂时来说 赵燕燕也没有什么可推荐的人选 只能暂时先维持原状了 对于郭太来的很多想法 赵燕燕还是支持的 特别是郭太来想要投资一个研发基地的事情 赵燕燕举双手同意 她自己在研究所待过 也在学校做过研究 对于学校和研究所目前的这种研发方式 也深有体会 郭太来能够自己投资自己研发想要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现在基本上就等着那笔美元转回国内 就可以考虑落地的事情了 不过在研发基地的选址上 郭太来却有点犹豫 一方面郭太来要考虑能够吸收人才 肯定是京城魔都这样的地方最有前景 而且还能借助两地大学的科研力量 特别是京城 还可以背靠母校的大粗腿 相信郭太来愿意出资金和学校共同研发的话 学校方面也乐意进行合作的 可是另一方面 郭太来又知道 京城肯定是只考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设 工业方面一定会慢慢剥离 至少郭太来知道 在未来一些大型的工业如手缸之类的都要搬迁 相对来说 做工业在京城非但没有各种税收优惠 还必须面临越搬越远的趋势 与其到时候一次次的被迫搬离 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好一个 能够长期经营的合适的地址 比如之前 郭太来就和赵向北说过的 姑苏市 你把研发基地放在京城 和母校合作 然后把加工基地放到姑苏不就行了 赵燕燕也头疼 但她这段时间 全国各地跑来跑去也习惯了 下意识地说道 最多你就是两地跑而已啊 多大的事情 你就是懒还要找借口 好吧 郭太来的秉性都已经被师姐看透了 只能苦笑着承认 接下来的时间 郭太来和赵燕燕 没有再聊这么有远景的内容 而是郭太来化身成为老好奇宝宝 详细地询问着师姐她所在的特种部队的单兵装备 事先已经请示过上级 所以赵燕燕也不怕泄密 能说的全部都给郭太来说了一遍 武器通讯后勤设备等等 十分的详细 各种装备的优劣 赵燕燕也说的很具体 整整一个下午 几乎就是在赵燕燕给郭太来各种讲解中度过的 国内还缺什么 哪方面还有欠缺 赵燕燕也都没有隐瞒 说的很详细 胖子 我说的这些东西 你对哪方面感兴趣 都可以加入 赵燕燕把上级的决定也说了出来 国内现役装备的两种最主要的步枪 以及鞋具 甚至作战靴 都是你的设计 上面说了 在军工方面 你可以不受限制 我们国家还穷 基础太差 军方不是地方上那些蜀木村光的家伙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只要不违反 军方给你无限制支持 晚上心情大好的郭太来再次得偿所愿 和师姐共度凉宵 这一次 郭太来除了和师姐一起享受极致的快乐之外 还特意重新加强了师姐几个部位的基建强化 最开始强化的时候 只能够达到一厘米深度 现在十厘米深度 可以把这几个关键部位的基建完全强化了 赵燕燕这次是清醒着 看着郭太来满头大汗的给她做强化 目光中始终是满满的柔情 妈妈说美容院的事情 有人想要等着你上门去求她 早上赵燕燕要上班之前 笑着告诉了郭太来这件事情 你别理会 然后搞鬼 郭太来早就觉得 自己仅有的三个贵宾不太可能举报自己的 果然如此 既然是这样 那郭太来就更不在意了 美容院实在不行就不开了 大不了学车子一样到国外去玩啊 反正能消费得起自己规定价位的顾客 出国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无非就是把一些税收带到国外而已 事实上影响也仅此而已 赵燕燕一上班肯定又是一段时间不回家 郭太来也习惯了 这几天郭太来正好一个人 一边保养一边继续学英文 可惜计划的不错 但还是赶不上变化快啊 胖子我回来了 电话里楚飞很开心的对郭太来说着 猪宝大赛获奖了吗 郭太来这才想起来 貌似楚飞说过 国际猪宝大赛这周出结果并颁奖 看来是已经完成了 郭太来这几天学习和保养的太投入 都没有关注湘江那边 楚飞得意洋洋的在电话里说到 丝毫不掩饰自己愉快的心情 好吧 郭太来也开心 毕竟他算是第二作者 居然回来了 还不请我吃饭庆祝一下 哼 我就知道是这样 楚飞仿佛猜到了郭太来会说的话 娇沉一声之后挂断了电话 不一会儿 郭太来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是一个饭店的地址和包厢号 楚飞也只是随便埋怨一声 还是很主动地订好了饭店 郭太来赶到的时候 包厢里只有楚飞 地坊女的创意总监呢 郭太来没看到别人 忍不住问道 当然是安排在酒店休息啊 楚飞理所应当地回答道 刚到就要谈生意 不合适吧 嘿 你说了算 郭太来对于迎来送往的活儿 本来就不擅长 不用应酬 郑重下怀 那 这是大赛的奖杯 楚飞从旁边座位上 拿了一个看起来像一个盘子的东西 兴高采烈地给郭太来介绍着 还国际珠宝大赛呢 这奖杯可真没创意 郭太来拿过那个盘子来 仔细地看着 口中一阵吐槽 也不说随便发起克拉的钻石 做奖励什么的 扣门 知足不你啊 楚飞见不得郭太来这种 拿了好处 还要埋怨 不好看 不值钱的做牌 忍不住又是一句 好吧 国际著名的珠宝设计师 楚飞女士 请问你对作品获得了金奖 有什么看法 郭太来把奖杯放下 随手拿起两根筷子当做麦克风 开始采访楚飞 嗯 我很开心 得这个奖呢 要感谢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老师 谢谢你们 楚飞也很配合 一本正经的 如同发表感言一般的说道 随后再一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胖子你可真逗 不过胖子 你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一个瘦子了 楚飞笑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冲着郭太来问道 嗯 这样也好 这样才好看 刚刚我就想问了 最近做了个驱拔痕 消耗有点大 郭太来也没有多隐瞒 直接回答道 拔痕面积比较大 你懂的 那会不会影响你身体啊 楚飞脸上的笑容 立刻消失了 换成了担忧的神色 他每天要艰苦地维持身材 当然知道这种短时间内 暴瘦对身体影响有多大 还好还好 郭太来心中已暖 楚飞毕竟不是那种 只知道好看 不关心他身体的人 多吃点补回来就好 那你不早说 服务员 赶紧上菜 楚飞急忙让服务员上菜 然后也不管其他 菜盘一上来 就一堆肉 帮着郭太来夹了过去 知道香香这几天 最热闹的是哪里吗 楚飞看着郭太来狼吞虎咽 貌似也感觉一阵安心 边看边问道 哪里 郭太来当然不可能知道了 只能问楚飞道 那个猪雀惊含 楚飞笑了起来 用一种开心的语气说道 自从你那天晚上 抓走了九块金砖之后 那个经理连夜把录像送到了TVB 整整播放了好几天 每天都有无数人在那边排队 就为了试试看 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 能抓走一块金砖 后来有人抓走过吗 郭太来笑着问了一句 有啊 楚飞飞快地回答道 后来又有两个人陆续抓出来过 上周整条街都被挤满了 队伍排出去有两千多米啊 不得不请了几个警察来维持秩序 看来那个经理还不蠢啊 郭太来点了点头 那个那天非要逼我们道歉的家伙呢 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 楚飞随口回答道 一个小人物而已 他根本就不关心 郭太来也不再追问 真的只是一个生命中的过客而已 问一句就已经足够了 诶 你怎么不吃啊 郭太来看着楚飞 一直在看着他吃东西 自己却一口都没有吃 忍不住问道 胖子 楚飞没有回答 看他吃了一会儿后 很认真地开口道 嗯 我发现我喜欢上那种 站在万众瞩目的高台上 让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我的感觉了 怎么办 你这么漂亮 以前不是一直过着 这样的生活吗 郭太来抬起头来 很诧异地看着楚飞问道 你不是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那些人 像色狼一样地看我 楚飞的表情很认真 可这次我做展示模特 发现在专业的梯台上 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甚至很享受其中 怎么办 那就做模特呀 郭太来很自然地回答道 你可以问问女父母的意思 反正只是展示 你自己设计的服装的话 你父母应该也能同意吧 郭太来可是记得 楚飞的父亲不简单 所以他知道 楚飞为什么会这么问 也许他未必乐意 自己的女儿去做模特 不过展示自己设计的服装 应该问题不大吧 那我恐怕得更加严格的身材管理了 楚飞文言也是一喜 但随即立刻露出了可怜兮兮的表情 职业模特的话 我的身材 还是有点胖了 哼 虽然我很想因为这句话贬你 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你 两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郭太来一阵气节 楚飞居然敢说自己胖 还有天理吗 还让不让胖子活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九十七集 好消息 除非二话不说 立刻选择了好消息 他正发愁 怎么和父母说这件事呢 听到郭太来有好消息 那还不赶紧选个高兴的听一听 第一个好消息 郭太来伸出一根手指道 正义房的充值业务已经开始 有需要的客户 可以预先充值以后消费 当然预充值客户 也能获得贵宾推荐资格 我要充值 除非想都不想地立刻举手的 我要充值以后 推荐我妈妈 你就算了 郭太来笑着摇了摇头 鉴于你帮我捧回了一个冠军奖杯 以及带回了一个合作客户 给你加个塞 你之前的推荐资格 我给你算成是你妈妈 然后田姐算成你妈妈推荐的客户好了 好吧 谢谢你胖子 除非就在郭太来身边 文言毫不犹豫地搂住郭太来的胳膊 喜笑颜开地问道 那第二个好消息呢 第二个好消息啊 郭太来看了看除非完美的身材线条 尝出了一口气 嗯 我现在已经可以小范围内帮人减肥了 所以你和我一起的时候 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变胖 真的 除非简直要惊喜了 满脸的不可思议 冲着郭太来不敢置信地问道 我真的可以随便吃啊 只剩和我一起吃的时候 郭太来说出了限制条件 我可以根据你吃的多少 相对地消耗掉你的脂肪 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帮你雕琢一下体型 真的可以啊 除非是真的被郭太来的这个好消息给吓住了 不敢相信地又确认了一遍 真的 郭太来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当然你是我第一个实验品 真正的业务还没有上线 所以你不能对其他人说 我都不敢相信 除非几乎要哭出来了 看着郭太来可怜巴巴地说道 证明给我看可以吗 不相信我 郭太来不解地问道 不 不是 除非的目光扫过那一堆的美味佳肴 转回来看向郭太来 如果我真的放纵一次大吃一顿 而你又没办法做到的话 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还能在另一周的美食面前坚持住啊 这会让我以前的努力复制一句的 好吧 郭太来想起除非每次只吃一小口 有的菜甚至只敢嚼一嚼不敢吞咽的情景 终究还是点了头 我让你看到效果 伸手抓起除非的左臂 郭太来心中长叹一声 除非的体型线条已经是近乎完美了 真要破坏一部分实在是有一种暴天天物的感觉 你的线条很完美 我先给你看一下简单的效果 然后要找个地方 全身按照比例 剪去薄薄一层脂肪层 你看可以吗 除非忙不迭地点头 满脸期待地看着郭太来 郭太来在除非能够看到的地方 轻轻地揪起了一块上臂的坠肉 即便除非再结实 再锻炼 可这个部位也很难剪得完全没有脂肪 这块坠肉很薄 楚飞的脂肪层本来就不厚 郭太来提醒了楚飞一句 看好了 手指如同按摩一般地在那一小铝脂肪上 一点一点地捏过去 楚飞很快就惊喜地看到 随着郭太来的手指捏过 那个部位的脂肪层变得更薄 皮肤收紧 肉眼都能看出来变化 这边也要 这边也要 眼看着郭太来轻轻松松地 在不到十分钟之内 把楚飞自己哭闹了几年的上臂坠肉清除掉 楚飞兴奋的都快要叫出来了 总算还记得一边削减 另一边不便不平衡 赶紧转了个身 让郭太来把右臂也同样失围 等全部完成 楚飞伸手摸着自己几乎没有一丝多余脂肪的上臂顽固不畏 开心得合不拢水 我忍不住了 大叫一声 楚飞抓起筷子 夹起自己喜欢的美味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一连把所有点的菜都吃了一遍之后 楚飞才很满意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露出了满足的神色 郭太来非常佩服楚飞的一点 就是楚飞是真的能忍住美食的诱惑 再好的美味在他面前最多也就吃吃一口 即便现在郭太来证明自己能够消耗掉脂肪 让楚飞放开来吃 他也只是每一样多吃了两口 郭太来发誓 就多吃了两口 就再也不碰这个菜了 吃饱的感觉真好啊 楚飞在郭太来身边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听着这一声叹息 郭太来却是对楚飞越发的怜惜 论家事论财力 楚飞完全可以全世界范围之内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可他现在居然在感叹吃饱的感觉 从楚飞的坚持上 看他的父亲楚雄 就明白人家能有这个身家地位 绝不是侥幸 快吃快吃 楚飞开始催促郭太来 等你吃好了 我们去你的美容院那边 好好地帮我把身上的顽固脂肪 给清除掉 哦 你忘记了 郭太来听着并没有加快速度 继续保持自己的节奏 不紧不慢地吃着 还有一个坏消息呢 坏消息啊 楚飞心中 引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什么坏消息啊 忠义房美容院因为价格太高 被群众举报 涉嫌价格欺诈 正在停业整顿期间 郭太来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所以 你想去美容院那边 肯定是不可能了 已经被贴上了封条 啊 除非没想到 还有这种事情 价格欺诈 嗯 通常是指 没有明码标价的情况下发生的 郭太来解释了一下 不过 貌似我给所有的客户 都是明码标价的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楚飞二话不说立刻拿出了手机 要不 让我爸爸出面 嘿 不用 郭太来摇摇头 制止了楚飞的动作 有人想要搞事 正好我需要休养 这段时间就停业整顿好了 你找个酒店 我帮你清理一下顽固脂肪 好 楚飞爽快地答应着 不过并没有收起手机 我和田飞姐说一声 告诉她可以预存消费了 也告诉她一声 停业整顿的消息 她的那些朋友也有些能量 说不定能帮上你的忙 不急 郭太来暗赞着楚飞聪明 话题一转 问到了那个 蒂凡尼的创意总监身上 蒂凡尼 打算和我开出什么样的合作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百九十八集 钻石切钩方面的 楚飞回答道 他们暂时表示 先接触一下 彻底了解到 你的技术实力之后 再考虑进一步的合作 这倒是符合 大公司的经营合作之道 不管是多重要的客户 开始肯定是小范围接触 等到熟悉对方水平以后 再进一步合作 毕竟郭太来现在 还不是名满天下的 国际知名大师 能让一个创意总监 亲自来拜访 已经很给面子了 行 明天和他聊聊 郭太来心底 也有了底 拍了脸下肚皮 转头问楚飞 吃饱了吗 吃饱 我们找个地方 给你清理一下脂肪 好啊 楚飞顿时间跳了起来 兴高采烈地说道 还是上次的酒店好了 那个酒店 在楚飞的家旁边 很高烫 楼层高 阳光好 关键是干净 特别是卫生间里 还有一面落地大镜子 很符合楚飞的要求 郭太来和楚飞赶过去的时候 周姐和严介已经开好了房间等着 周姐甚至还带了一些肉食和巧克力 生怕郭太来消耗太大 窗帘拉开 灯打开 尽量保持室内光线明亮 这里不比郭太来的操作间 还有无影灯 只能尽量做到光线充足 需要补充的是 周姐这次带了三个摄影棚用的大灯 从几个方向上照着床这边 准备的十分充分 我去取手 郭太来去做准备工作 然后叮嘱楚飞 嗯 尽量穿少一点 露出想要清理的部分 楚飞红着脸点头 一句拒绝的话都没说 周姐和严姐这两个保镖 竟然也无动于衷 让郭太来很是有点惊讶 难道他们就不怕郭太来在 楚飞面前把持不住 欺负了楚飞吗 等到郭太来从洗手间里 洗干净手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只穿着一个 小小的比基尼的楚飞 郭太来的双眼瞬间瞪得老大 不是郭太来色狼啊 而是楚飞的身材 哎呀 实在是太好了 当他穿着一套小小的 黑色比基尼的时候 雪白的肌肤 映衬着黑色的布条 简直就是魔鬼一般的诱惑呀 可偏偏楚飞的脸蛋 圣洁的就像个天使 这种双重对立的极端刺激 郭太来要是能把持得住 才怪呢 郭太来感觉自己 刚刚都窒息了好久 这才出了一口气 赶紧眼观鼻翼 鼻观心 口中默念着 色气是空空气是色 色气是空空气是色 这才让自己荡漾的心 缓缓平静了下来 听到郭太来嘴里默念的经文 楚飞乐的实在是忍不住了 终于笑出了声音 把郭太来也拉回了现实 他眼看去 又是一视野 惊心动魄的美丽呀 好吧好吧 郭太来甩甩头 把脑子里不该有的一念 甩了出去 深呼吸几口气 这才平静下来 躺好 楚飞忍着笑 乖乖地躺在床上 周姐和严姐脸上 也带着笑意 一个站在床头 一个站在床尾 准备随时帮忙 你想去掉哪些部位的脂肪 郭太来先问了一句 楚飞的身材 其实已经接近完美 郭太来只需要做一些 小小的修补就行 在郭太来看来 根本什么都不用动 但楚飞肯定有不同的想法 胳膊 肚子 还有臀部大腿 这里 楚飞立刻兴高采烈地指着 自己身上的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最难减了 哪怕我增加运动量都不行 一不小心就练出 特别粗大的肌肉 这些脂肪 还是减不掉 很难看 郭太来看了看 点了点头 和他想法中的类似 基本上女性这几个部位的脂肪 很难消减 所以大部分女性这几个地方 稍微有点小肉肉就不好看 也是无数女性烦恼的源头 郭太来在酒桌上 给楚飞演示的地方 就是上臂外侧部分 哪怕以楚飞这样 严格控制饮食 而且还经常锻炼的美女 那个部位 依旧还是有一些 无法去除的脂肪 也就是郭太来和楚飞说的 顽固脂肪 先胳膊吧 郭太来看了看 玉体横沉的楚飞 决定还是从胳膊开始 侧过来 楚飞听话地侧躺过来 郭太来双手冲着楚飞 和周姐严姐晾了晾 如同魔术师 展示自己手里没东西一样 然后两只手 向楚飞的右臂胳膊外侧 捏了过去 诶 怎么不用针啊 楚飞有点惊讶 前几次看郭太来是用针灸的 这次包括饭桌上那次 都没有使用针具 是有什么变化了吗 嘿 针只是传导工具 给别人做的时候需要避险 郭太来很随意地回答道 那隔了一层 消耗太大 和你这么熟 没必要那么浪费 嘿嘿 开玩笑的 用针不好塑形 好吧 楚飞对于郭太来的说法 一点都不在意 反倒觉得郭太来和自己 不见外还挺好 至少他对其他人见外 还要避嫌 至于后面塑形的原因 楚飞反倒是觉得 前面这个更让他开心 郭太来本身就是个雕塑高手 现在以人体为原材料 按照郭太来自己的审美 把楚飞手臂上这部分 仅有的一点点 不够完美的地方 修整得漂亮 不费吹灰之力 本来就是要消耗掉脂肪 郭太来完全不用 动用自己的能量储备 直接使用楚飞的脂肪就好 这些脂肪的能量 还可以用来紧缩皮肤细胞 防止皮肤松弛 一点都不浪费 感觉到这种好处 郭太来不由地想起来 自己应该提醒那个小灰 这些日子多吃点 吃胖点 否则光消耗自己的脂肪了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周姐和颜姐已经见过 郭太来神奇的表现 现在看到郭太来 如同雕塑一般的 给楚飞雕琢身材 尽管心里惊讶 可却不是那种 惊讶到无以复加的样子 只能是心理感慨 郭太来有这么一手功夫 恐怕这辈子 什么都不用做 就有无数女人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哭着喊着贴上来呀 腹部这边 郭太来做完了胳膊 丝毫不觉得劳累 直接让楚飞躺平 看着楚飞平坦的腹部 稍微琢磨了一会儿问道 要不要给你做个漂亮的马甲线 稍微显露点腹肌 楚飞不说话 躺着不停地点头 郭太来双手有些微微地颤抖 轻轻地放到了楚飞腹部的血白肌肤上 轻轻地按压起来 真滑嫩啊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399集 其实楚飞腹部的脂肪 也只有薄薄一层 已经隐隐有马甲线的痕迹 但轮廓还是不够明显 郭太来这次 稍稍地给楚飞刺激了一下腹部肌肉 让某些部位的肌肉纤维强化一些 很轻松地就雕着出了漂亮的马甲线 说起来快 但做起来却不快 足足花了郭太来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弄好了这部分 完全是按照郭太来心目中的理想型 给塑形的简直完美 工作期间 郭太来如同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徘徊 一方面感受着楚飞柔嫩的肌肤和完美的曲线 另一方面 却要让自己强行地压下所有的不良好的心思 苦行一般 好辛苦啊 臀部腿部的脂肪 需要楚飞趴下来 郭太来是怀着一种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心态啊 才把双手放上去 一阵揉捏塑形 总算是在一个小时之后 彻底完成了这些脂肪的消耗 郭太来也不忘记把楚飞的脚踝肌肩完整强化一次 他要做模特 穿高跟鞋 肯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脚踝才行 当郭太来一个人摊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看着楚飞盯着卫生间里的大镜子照个不停 看着他绽放在脸上的笑容 再精准地扫描着楚飞激进完美的身体曲线 稍微有点累 但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满足 太好了 楚飞连着检查了几个地方 自己一直在头疼的那些顽固脂肪 竟然全部都消失无踪 各个地方都是完美的曲线 让楚飞开心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好 连着用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动作 转了几个圈子 转到了郭太来面前 趁着郭太来双眼还流连在楚飞身上没防备的时候 俯下身子 在郭太来脸上猛地偷袭了一吻 谢谢你胖子 郭太来痛苦地闭上眼睛 让不让人平静地休息会儿了 受不了啊 心中不得不再次念叨 肌腹如流水不安 心境似高山不斗 慈悲慈悲 善哉善哉 好吧 这是为了研究纳米机器人的更多用途 是工作 是正事 基本上郭太来每开发一种美容功能 最开始肯定是先在自己身上试用 然后就在楚飞身上试用 接着才会用在其他人身上 郭太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个顺序 也许是因为除非太漂亮太完美 所以郭太来才能够用一种不忍心破坏一点点的谨慎小心的心态 来进行实验 才能够顺利完成吧 约定好了明天一起去见那个蒂凡尼的创意总监 郭太来逃命一般地跑到了周姐定的另一个房间里 直接锁门休息了 休息之前 郭太来没忘记给那个小灰打了个电话 让他这些日子多吃点 最好饮得白白胖胖的那就更完美了 之前小灰瘦的皮包骨头 固然有烧伤身体不好的原因 但更主要的还是他的心态问题 现在郭太来已经给他整好了脸和手 小灰已经知道自己身上的伤疤能够复原 已经看到了希望又怎么可能还过以前的生活 郭太来相信他的胃口绝对比以前要大出好几倍去 果然接到郭太来电话的小灰一连串地答应着 以前他看到自己的脸和身体就厌倦 哪里吃得下饭呢 现在却是有着无穷的动力 他要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躺在床上 郭太来开始想师姐 不多想想师姐 而且郭太来怕自己会受不了楚飞的诱惑呀 昨天师姐说了许多军事装备的事情 除了单独提一下狙击步枪之外 其他的并没有多说过 看来国内是真的需要一款性能良好的狙击步枪了 不过郭太来暂时并不想动这个脑筋 因为郭太来从未来梦境中记得 貌似明年会有一款狙击步枪开始设计 就是后来的九九式狙击步枪 貌似也不是南方集团出品 国家的军工产业不可能只集中于一个集团 同样也不可能只出品于一个人之手 郭太来已经拿出了九五一式和AK15 可狙击步枪不一样 首先要有子弹研究 郭太来暂时做不到 也不会出这个头 但貌似还有别的道路可选 比如反狙击手的武器 上次和孙将军聊过反狙击手探测系统之后 郭太来不知道有没有立项 但郭太来知道军方肯定也头疼狙击手的威胁 所以除了探测系统之外 一个能精准的反狙击手的武器也是很有必要的 郭太来想了想 有了主意 做这个东西肯定很有意思 但在此之前 郭太来还需要做几个简单的小玩具 师姐昨天说了许多特种战士使用的装备 有两个小东西比较有意思 可以拿出来给战士们装备上试试 战士们出任务期间 除了少数极端的任务环境 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有互相沟通和协作 为了保证沟通顺畅 都会带着对讲机 在一定范围之内能够互相沟通 但说实话对讲机还是太大了 而且声音也不够隐秘 为了保证静默 有的时候就必须在近距离的情况下 使用战术手势 对讲机傻大黑粗 肯定不适合特种战士使用 有时候他们会使用耳机 不过耳机有一点问题 不入耳的耳机固定起来比较困难 入耳式的塞到耳朵里 不说空气被阻塞 加上汗水侵蚀引起的细菌滋生 光是塞上耳塞会影响听力 听不到环境声音这一点 对战士们影响就很大 很多时候 战士们不得不使用一支耳塞 一边听环境声音 一边听耳塞 很不方便 郭泰来要做的就是后世很流行的那种 古传导耳机 佩戴使用时 开放双耳 不堵塞耳朵 解决了入耳式耳机佩戴的不适感 同时也避免了戴耳机运动时 耳内出汗带来的一系列 卫生和健康问题 特别是开放双耳也保证了 危险场景下耳机使用的可能性 打开双耳 使用耳机的同时 也能注意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使用更加安全 古传导耳机再加上 喉振式话筒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一般的任务所趋 相信比起现在部队里 使用的那些设备 还是更加实用许多 一边琢磨着 郭太来躺在床上 意识渐渐模糊 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睡着的郭太来不知道的是 外面已经有人开始暴怒了 第一个发作的就是 程总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集 有人要郭太来去求他 话都传到了丁总的耳朵里 显然是知道丁总和郭太来关系的 丁总没发作 因为赵燕燕已经提前和丁总提过这事 丁总也想等等看 看看一下子毁了别人两亿四千万的生意 会不会有人发飙 至于赵总暂时肯定不会关注美容院的生意 就算是知道 他肯定也不会说话 传话给丁总显然要经过中间人 然后消息就不可避免的流传开来 对方并没有要保密 他们要的是郭太来 大庭广众下低头 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至于用了什么手段 没人会说 知道的自然会知道 不知道的就自己敢琢磨去 丁总和程总的圈子是一致的 所以程总也不出意料的 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如果是针对其他人的 程总眼皮子都不会聊一下 别人之间的争斗 与他何干呢 可是这个消息牵扯到郭太来的时候 程总立刻就不淡定了 是谁 是谁在针对郭太来 为什么针对郭太来 想要怎么针对郭太来 程总一声令下 公司的一群公关部的人赶紧去查 有认识人的赶紧去问 怎么都要弄清楚怎么回事 正是给小灰治疗的关键时刻 两亿四千万都已经付出去了 结果这个时候 折腾郭太来 那不是直接在抽程总的脸吗 这样他如何对张书张审解释 如何对小灰解释 火力全开的程总鞭策下 公司的人效率十足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得到了消息 汇总到了程总这边 当郭太来躺在酒店大床上 准备睡觉的时候 程总已经知道了大概的原因 程总不是军工系统的 也不是汽车系统的 之前那些人折腾郭太来的时候 程总还不认识郭太来 不知道郭太来是哪根葱 是郭太来回国之后 丁总才介绍了程总给郭太来 现在程总经历了一次美容服务之后 人前人后可都是称呼郭大师的 那是郭太来用自己的实力 折服了程总得到的尊敬 公司员工一番调查后 程总才知道 原来郭大师竟然还是一个 牛逼到了极点的汽车设计大师 他设计制造的一款跑车 在国外跑出了很牛的成绩 虽然不知道这成绩有多牛 但马自达公司愿意花费 一亿多美元买下整车设计 其实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原来郭大师居然才刚刚在国外 赚了一亿多美元 怪不得说起两亿人民币的时候 他居然一点惊喜的表情都没有 程总对郭大师 简直要佩服到五体投地了 之所以有人要折腾郭大师 原来还是一群公子哥搞出来的问题 他们之前在某件事上 没能刁难到郭大师 所以巧妙的借用国内的法律法规 将郭大师制造的新车 限制住不能上路 而且还打招呼给所有的汽车厂商 不能接受郭大师名义上的挂靠 结果弄巧成说 郭大师卖出去一亿多美元 居然和任何一个车企都没有关系 这下麻烦大了 这些公子哥们反过来 被各个车企埋怨 焦头烂额呀 不过毕竟是一亿多美元 有人还是觉得不爽 想要分润一些 所以特意针对郭大师 其他产业下半子 要郭大师低头 然后合作 开始肯定是秀肌肉 让郭大来认识到 他们背后的力量 然后再谈合作 就可以争取到更好的条件 生意厂商混的 程总怎么可能不明白 这个完完绕啊 也算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手法 很多人做生意 都是这么玩的 果然是郭大师 除了正义房和汽车设计之外 居然还有其他的生意 那些人还能针对 换个时间 程总也许会按赞 以上这个商业操作的手法 可现在他必须要保证 郭大师这边不出问题 丁姐 郭大师那边还有什么生意吗 程总不希望自己人去 暗地里调查郭大师 那是一种不尊重 想知道直接问就是了 没那么复杂 所以他一个电话 打到了丁总的电话上 开口就问 啊 还有一个定制工作室 丁总飞快地回答道 不过大部分都是针对 军工方面的高端定制 少部分是民用的 上次你买的那个手镯呀 就是他的作品 双龙系猪手镯 是郭大师的作品 程总是真的惊讶了呀 这说明他们有缘呢 不然怎么会正好买到的 就是郭太来的作品呢 不过那个工作室没有注册 只是有个名义而已 丁总紧接着回答道 之前有人想收购 后来全都决了心思 那还有什么产业 程总一听工作室 居然没有注册的 那显然不能算了 要针对 也不可能针对一个 不存在的产业吧 只能又问了一句 还有一个就是正义房了 丁总笑呵呵地回答了一句 其他就没有了 除了工作室 居然就是正义房 程总脑子里嗡了一声 连什么时候放下电话都忘记了 总算是平静下来 本来想要打个电话 给郭太来问问的 但想了想 还是打消了这个心思 直接派了自己的秘书 去正义房那边看看 秘书是知道正义房的地址的 上次程总做美容的时候 秘书一路跟随的 等到秘书开开心心地赶到正义房的时候 迎接她的是一个锁头和一只封条 什么 被封了 程总接到电话大惊 被什么单位给封了 物价局 听到是物价局 程总也沉默了下来 想到正义房那夸张的价格 貌似被物价局封掉 好像也很正常 诶 不对啊 程总呼的反应过来 郭大师当时可是当着 张叔他们的面说过 这些价格都是在物价局背过案的 怎么可能会因为价格被封 程总想了想 打电话给了一个熟人 让他帮忙问问物价局 封掉正义房是怎么回事 没过多久 熟人就给他回了电话 告诉他了详细的消息 表面上的原因是 有人举报价格欺诈 物价局才让正义房 停业整顿 但私底下里的真正原因 是有人打过招呼 想要整一整正义房的人 具体什么原因 书人没有打听出来 是谁 程总发现自己的语气很平静 甚至还带着笑意 告诉我一个名字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01集 程总 这也不太好吧 熟人犹豫了一下 似乎觉得这样不那么合适 有什么不太好的 程总平静地问 他能放出话来让别人低头 那对方要是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找谁低头啊 想想也对 都要让人低头了 还不让人知道是谁 那岂不是笑话 熟人没有犹豫多久 就说出了一个名字 原来是他呀 程总笑了起来 其实不只是他一个 熟人似乎知道更多的内幕 既然都说出来了 也就不再隐瞒什么 把其他几个也说了出来 好的 我知道了 程总礼貌地道谢 挂上了电话 不知道怎的 熟人总觉得 程总的话语中 有一丝的不寻常 但又听起来好像很正常 算了 可能是自己的错觉吧 熟人摇了摇头 把这件事放到了一边 已经是晚上 不管是公司还是单位 都已经下班 所以一晚上 郭台来睡得很舒服 当然 这一天晚上 几乎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一上班 很多公司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 业务往来 签订合同等等 当然 也包含一些退货 和结束合同的操作 一两单退货 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经营中 经常会遇上的事情 可是 当十几个公司 加起来一共 价值数亿元的合同 就在一个上午 被以各种方式 各种手段 撕毁或者拖延的时候 问题就大了 不单单是生意场上 某几个人的父母长辈们 也都在几乎差不多的时间内 都接到了某些人 差不多的提示 管管你家孩子 一两个人这么说的话 也许这些长辈不会在意 但是从商场到官场 几乎有十几个人 都这么说的时候 世人就知道 肯定是有问题了 物价局这边 一个上午 接待了四十多家媒体 有少量的大官媒 以及其他大量的 各种晚报 消费者报之类的 记者们全都是 涌过来采访 价格欺诈的问题 并且特意还指出了 物价超高的正义房 毕竟正义房 是在物价局备案的 理论上是应当 能够被查询到的 这些记者找到了 这么一个 价格高昂的美容院 来采访物价局 对于京城各行业 欺诈的态度和处理方法 从物价局的角度出发 这样的正面宣传 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各种套话一说 然后所有记者 就重口一词的 将矛头指向了正义房 物价局方面 当然是立刻 义正言辞地表示 这样坑害消费者的美容院 就应该停业整顿 同时拿出了处理意见 盖了红章的 整改通知书等等 那么这家美容院 到底欺诈了 哪位消费者呢 强制消费了多少 有没有具体的数字 具体事情发生的 经过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详细报道吗 一个大官媒的记者 立刻高兴起来 兴高采烈地 问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 高价坑害消费者的案例 我们会把它 当作头条来对待 并做最详细的追踪报道 还请提供详细数据 呃 兴高采烈的领导 一下子哑了火 具体情况 领导哪里知道 但领导也不含糊 马上派人把当时 处理正义房的 三个工作人员叫来 让他们接受采访 三个人 面对数十个话筒 和数十人拿着录音笔 以及各种纸笔记录的场面 汗如雨下呀 领导已经说了 这几个大官媒 要做深度追踪报道 具体案例是怎么操作的 什么时候接到了举报 消费者如何被强制消费 或者价格欺诈 都要讲清楚的 而且领导还说了 记者们想要采访一下举报者 获得低手的资料 让他们三个一定要配合 可这三个人都很清楚啊 哪里来的举报者 根本就是他们随便 找了个理由坑人的呀 现在有国字头的媒体记者 要采访 他们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都已经乐颠颠的表示 要配合了 他们三个还能怎么办呢 拒绝 或者贿赂记者 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可问题是 在场的有四十多家媒体 大厅广众之下 贿赂四十多个媒体记者 前事情不够大呀 想死吗 至于说被坑害的数字 三个人现象 哪里还能想得那么明白啊 别说见多识广的记者 连物价局的领导 都看出来不对了 举报者不能透露 连坑害消费者的具体数额 也没办法透露 没等领导反应过来 记者们的问题 已经尖锐地问了出来 这个举报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这个价格欺诈是真是假 等到三人满头大汗 狼狈不堪的时候 领导急忙叫停了记者们 一通好话 暂时先稳住了记者们 等他们内部先调查清楚 这些无冕之王 可不敢轻易得罪呀 特别还是国字头的 物价局的级别 最大也不过是金字头 人家要是把现场图文 并茂的一刊登 物价局今天 可就有的好看了 好说歹说 总算是取得了记者们的谅解 有三个国字头的记者 被允许一起和领导 私下里询问一下 三个人到底 这个价格欺诈是怎么回事 在强大的领导压力 和媒体压力之下 三个当时处理正义房的人 无可奈何的 说出了这事情的缘由 是有人打了招呼 情况我们了解了 三个记者拿到了一手情报 直接离开 离开之前也给了领导提示 这次上面打算 拿典型案例做文章 看物价局的领导们自己拿捏吧 是给打招呼的人面子 自己扛下试呢 还是物价局公器私用 以权谋私建报 随便他们选择 记者一离开 三个物价局的工作人员 急忙恳求领导 领导也干脆 我不可能拿我的乌纱帽来替你们顶杠 要么拜托你们做事的那位 能摆平这几十家媒体 要么你们三个倒霉 你们只有半天时间 那几个国报记者下班之前 肯定得给他们一个处理结果 三人急忙给那边打招呼的人打电话 只不过那边一接起电话来 就是一通暴怒的声音 什么事情 我现在没空理你们 出事了 主要负责办事的中年人 顾不得对方的态度 急急忙忙的说道 物价局这边突然有四十多家媒体采访 美容院那个事情被当做典型报道 无凭无据封电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我们怎么办呢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原著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02集 媒体 接电话的年轻人猛的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后果 这事情要是被媒体曝光的话 恐怕他这里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特别是其中的几个国字头的媒体 如果真的见了报 先不说党纪国法的惩罚 他家里的那些长辈们都饶不了他 虽然靠着一些关系 他能够发动一些人 压下某些媒体的报道 但是40多家 他连名单都无法搜集权 又该怎么压下呢 当然非要那么做也不是不行 至少从物价局那边能够拿到媒体清单 但是这么多媒体想要解决 可就不是一点人情的付出了 焦头烂额的不只是他一个 哥几个都一样啊 他们几个一起 窜多的几个公司 今天一天之内 损失了数亿的生意 相当于大半年都白干了 大家正一家一家的打电话 询问什么原因呢 结果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边物价局这里 居然又出了问题 怎么办 这几个帮他办事的人 不可能不管不顾的 否则以后还怎么找人办事啊 除非一锤子买卖 否则无论如何 也要想办法压下去的 但这边时间这么紧 恐怕还真是得要付出 一大笔的人情去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所有的事情 都赶到一块去了 关巧的哥几个 现在全都化身为救火队员 一个一个的和以前的生意伙伴 打招呼 说好话 要把断掉的生意再捡回来 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自己也打了几个电话 对方都是语言不详 但语气都很简单 一定要取消生意 怎么说都不行 问原因 对方也不说 只是高深莫测的说是 无法合作 这叫什么事啊 之前的生意虽然有合同 但也是有漏洞的 对方随便抓住一个 付出极少的代价 或者是不用付出代价 就能够取消 这让他们这些 以前一直觉得生意好做 随随便便做个公司 一年就能收入 大几千万的公子哥们 个儿顶个儿的觉得 自己是商业天才 一个个出门 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结果随便哪个公司 给他们玩一把商业规则 得 一下子全暴露出来 原来都是草包 拿权势来压 这么多公司 每个公司背后的人 也都不简单 之前大家是合作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真要动用权势 对方未必就会比自己差 反倒是把他们推到 不死不休的境地 谁能负这个责呢 这时候 他们再接到长辈打过来的电话 询问他们最近 是不是又做什么 不靠谱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都还是一头的雾水 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得罪人了 还是长辈们有面子 听完他们这边的诉苦 打了几个电话之后 总算是有人透露出来 他们最近在折腾别人 对方反击了 至于具体是谁 那边也放话了 两天之后 肯定告诉是谁 但这两天 就先抱歉了 对方也就要求 两天不说话而已 不管你们做了什么 得罪了什么人 这几天赶紧摆平 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有长辈终于发话 该道歉的道歉 该赔偿的赔偿 搞不定 要么你自己自首坐牢 要么自己滚出花架 几十年便回来 这么严重 几个公子哥没想到 居然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都吓了一大跳 对方留了手 只动用了商业上的力量 打电话的长辈提醒了一句 对了 还有媒体的力量 还没有动用官面上的 你们自己琢磨琢磨 要是真的到了那一步 后面的话都不用说 几个公子哥都已经觉得 后果不堪设想了 他们毕竟不是傻子 这么多公司和媒体 背后要是没有官面上的关系 怎么可能呢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赶紧先摆平媒体 哪怕让报道拖后几天呢 然后就是赶紧找找得罪了谁 按照长辈说的 该赔罪的赔罪 该道歉的道歉 该赔偿的赔偿 总算是在一连串的焦头烂额 疲惫不堪之后 欠下一大堆的人情 那些出面的媒体记者 好说歹说 答应了暂时不报道这件事情 忙完这些 就已经到了半夜 几个人才坐下来开始琢磨 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呢 几个公子哥都是年轻气盛的主 难免会平常嚣张霸道一些 得罪人简直就是必然的 一个一个数过来 也没数出来 哪个是可能有这种能量的 莫非是正义房的那个胖子 终于有人说到了郭台来 他女朋友貌似是 南方集团赵董的女儿 他 老赵家不可能 为了一个女儿的男朋友 出这种头的 马上有人反驳道 赵老爷子前段时间不是说 犯了错 我自己检讨 从划故委引就辞职了吗 况且老赵家在军方内部 还能说得上话 军工行业没问题 但和那些公司 可没什么特别的关系吧 丁总呢 别忘了赵董的老婆 又有人说出了丁总 丁总应该能和这些公司 有关联吧 只有其中几个 还是刚刚反驳的人说到 不是全部 而且丁总那边是医药集团 和媒体方面 可没有什么关系 能说动一两家 可四十多家绝不可能 要是几百家几千家医院 那都是没问题 到底是谁呀 几个公子哥绞尽脑汁的 想的脑袋都快要炸裂了 都没有想出来 到底是得罪了哪个大人物了 让人这么整 他们一个个想的都要哭了 和一整天焦头烂额的公子哥们相比 郭台来今天的日子过得十分的舒坦 酒店里美美的睡了一觉 大早上起来 酒店的自助早餐 挑了几样特色的吃了几口 然后就拿了十几个煎鸡蛋 外加几碗面条 在服务员看怪物一样的眼神中 轻松的将这些东西消灭 哎 高档酒店就这点不好 三碗面条加起来还不如外面刀削面 小摊上的一碗的量 勉强能入口吧 楚飞帮郭台来约了那个创意总监 按照华夏人的习惯 肯定是应该中午饭桌上谈的 但对方似乎并不理解这个做法 所以放在了上午 至于场所 就在这个酒店里 对方也是被楚飞安排住在这边 都不用出门 你好 苏菲亚女士 在郭台来住的商务套房的客厅里 郭台来在楚飞的介绍下 向着这个三十多岁的金发女子问好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03集 你好 泰勒先生 蒂凡尼的创意总监 苏菲亚雪莱 主动地向郭台来伸出了手 郭台来这才伸手 和苏菲亚的手相握 这是职场礼仪 女士不伸手的话 男士还是不要主动伸手的好 苏菲亚看起来 比华夏人同样年纪的 要老像一些 但一举一动 很有一种时尚的味道 哪怕是简单的握手 也让人看着很典雅舒适 穿的衣服也很时尚 当然他供职于 蒂凡尼这种高端奢侈品牌 还是创意总监 要是对于时尚奢华 没有透彻的理解 肯定是不能胜任的 郭台来刚刚说的是英文 虽然不熟练 但至少发音还算是标准 苏菲亚当然也说的是英文 很抱歉 我的英文不是很熟练 所以需要苏菲亚女士 你讲的慢一点 郭台来先为自己的英文 抱歉一句 然后清楚地表明了 自己的要求 太快他听不明白 得慢点 泰勒先生 你切割相见的钻石作品 显至让人叹为观止 苏菲亚当然没问题 用比较慢的语速 上来就先称赞了一番 郭台来的那颗双心钻石 然后好奇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知道 是这么做到的吗 抱歉 商业机密 郭台来笑着摇了摇头 直接给了对方一个商业机密的理由 很抱歉 苏菲亚并没有因为郭台来拒绝而恼怒 反倒是因为自己打听了对方的商业机密而道歉 这让郭台来很舒服 也许这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不同吧 至少在对待一些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问题上 对方表面上还是表现得很尊重的 当然不是说发达国家就能好到哪里去 否则也不会有商业间谍这种职业的存在了 在珠宝设计大赛上 我们坚实了泰勒先生你的作品 恕我直言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记忆 苏菲亚依旧保持了老外这种 不会客套谦虚 说话很直的特性 非常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我可以求证一下 你是真的可以做到在钻石上 进行精密镶嵌吗 郭台来看向了楚飞 除非在旁边摊了摊手 表示无能为力 没办法 这些家伙都是这样的德性 就像奔驰和麦凯伦的那些工程师一样 要不给他们露一手 他们绝对不相信郭台来手工能够做到那个地步 所以郭台来对此似乎也见怪不怪了 有质疑 想要求证 那就证明一下吧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郭台来隐约从苏菲亚的一些语气中听出来 他好像是真的想要和郭台来进行合作 如果我能证明的话 能否请教一下 我们会达成什么样的合作 郭台来也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对方既然说话这么直 不怕得罪人 郭台来也有样学样 很直接地问道 你知道的 这个世界上有虚多的幼钱人 苏菲亚果然并不介意 反倒是笑着介绍道 而幼钱人 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他们喜欢自己使用的东西是多一无二的那种 你懂的 钻石再大 也是普通的切割方法 如果有一种完美的切割镶嵌方法 能够让那些幼钱人 或者搭人物拥有的是世界上多一无二的钻石的话 郭台来立刻明白了 苏菲亚说得太清楚了 只要郭台来能证明自己拥有完美的钻石切割镶嵌方法 那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 这方面蒂凡尼公司有无数的客户资源 苏菲亚女士 郭台来想了想 觉得还是应该把有些话说在前面 所以他很诚恳地对苏菲亚说道 有些话我希望能够说清楚 我动手的价格并不便宜 能有多贵 苏菲亚貌似觉得很有意思 微笑着问了一句 可能要和成品的价格挂钩 按照比例支付加工费用 郭台来把之前和楚飞的那套合作模式 和苏菲亚说了出来 相信我泰勒先生 苏菲亚脸色连变都没有变一下 我们的客户都是真正的大人物 真正的富豪 他们绝对愿意让自己价值2000万美元的钻石 升值到4000万美元或者更高 泰勒先生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 说到真正的时候 苏菲亚是连续的两个中毒强调的 除了显示蒂凡尼强大的客户资源之外 还表示了对于郭台来这种要求加工费用的方式 完全的接受 这就好办了 想必那些真正的大人物 真正的富豪 也不可能只拿一块几克拉的小钻石 让郭台来进行这样的加工 随手就可以赚的一些小钱钱 又不用担心没有客户资源 郭台来还是相当满意的 好吧 那我该如何证明呢 苏菲亚女士 郭台来笑着问道 信心十足 苏菲亚早有准备 听到郭台来的问题 微笑着从自己随身的手包中 拿出了一个小的戒指盒 上面蒂凡尼的标志十分的醒目 打开 是一颗镶嵌了新型钻石的钻戒 钻石并不大 看尺寸只有三颗了 钻戒的旁边是一颗更小的红宝石 同样也是新型 和那颗钻戒简直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红宝石上面 有一个字母T 可能是蒂凡尼的首字母的意思吧 反正和T先生的那个T字母 长得不一样 估计这个字母也是方位标记 太勒先生 如果您能把这颗红宝石 完美镶嵌到这颗钻石当中 苏菲亚笑着说道 那就证明你真的可以做到 我们就可以谈接下来的合作 如果我做不到呢 郭台来开玩笑一般地问了一句 苏菲亚当然也听出了 郭台来语气当中的玩笑口吻 也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了一句 好吧 等我的好消息 郭台来不再开玩笑 很认真地对苏菲亚说道 苏菲亚微笑着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才转过头面向楚菲道 菲尼克斯 感谢你的音箭 非常感谢 不客气 楚菲的英语可比郭台来好多了 笑着礼貌了一句 回应苏菲亚的同时 楚菲微微地扭过头来 在苏菲亚看不到的角度 冲着郭台来挤了几眼睛 脸上一片笑意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04集 郭台来和蒂凡尼的创意总监 总共接触的时间加起来 也不过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本来郭台来还想要 邀请苏菲亚 楚菲一起共进午餐的 结果却被礼貌地拒绝了 反倒是楚菲 邀请苏菲亚一起 在京城的各大商场转转 苏菲亚很开心地答应了 嗯 应该是国际珠宝大赛金奖的设计者 比郭台来这个加工工匠 更让创意总监感兴趣吧 毕竟他是创意总监 肯定觉得脑子里的设计 比手工动手能力 要高出一筹的 这样也好 不妨碍郭台来下午回工作室 做鼓传道耳机和侯振士话头 快到中午的时候 郭台来先在丁总给定的 饭店包间里大吃一顿之后 一个人开车回到了工作室 上午就打过电话 让陆志明准备一些材料 并准备几个通讯模块 郭台来赶到工作室的时候 陆志明已经把东西留下走了 话筒也好 耳机也好 一个是输入 一个是输出 没有中间的通讯模块 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郭台来暂时对于通讯模块 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自己不是做通讯的 电路设计什么的也不专业 还是做好输入输出端 让专业人员优化核心部分吗 相对来说 耳机和话筒中的电路就简单的很 都有现成呢 事实上这两个小玩意儿 郭台来要做的只是改变使用时的输入和输出方式 电路完全不用更改 只要造出相应的振动部分就可以 对于郭台来的技艺来说非常简单 没多长时间的功夫 郭台来就做了好几套 连接上电路和通讯模块之后 郭台来给门口的士兵一个 自己带了一个 讲解了一番使用方法之后 两人就在院子的范围内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很好 效果不错 只做通话的听话的非常清楚 侯正式话筒 士兵经过简单的训练 也能轻松的掌握 只要通讯模块这边不出问题 正常使用 非常简单 当然只是通话效果好 真要说音质能好到哪里去 那是不可能的 简单的通话消耗的带宽很小 每秒几K的数据就足够了 越大越清晰 但想要达到播放HiFi级别的高保真音质 那就差得远了 还好部队里任务中通话 只要声音能够清晰传播 这就足够了 做完试验之后 郭台来想了想 又不厌烦地制作了几十套 凑了个整数 总共做了一百套 做完之后 郭台来才给士杰打电话 顺便也通知了陆志明一声 反正这东西 郭台来肯定是给南方集团制造 总要让他们知道的 赵燕燕经过组织上特批 允许她在工作中 携带一部加密手机 接到郭台来电话 让她去接收一批新做的小玩意儿 赵燕燕还在奇怪 这郭台来到底做了什么 不过赵燕燕并没有吹问 只是答应了一声 然后就去请示上级去了 等待赵燕燕的时候 郭台来随手拿出了苏菲亚给自己的那颗钻戒 这颗钻戒上的新型钻石不是最高等级的 纯净度最多只能达到VVSE 就是有非常极小的内含物 极难看到 肉眼不可见 红宝石虽然等级不错 但个头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在郭台来看来 雕琢的还有些瑕疵 应该是匆忙中做出来的 特别是那个T字母标记 某些边缘略显粗糙 在郭台来的眼里 分明就是次品 不过既然是测试 郭台来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改了说不定对方还以为郭台来作弊呢 维持原样就好 钻石和红宝石的样式相同 只是大小不同 肯定是想让郭台来在正中央相见 这很简单 郭台来随手就能完成 但既然要显露本事 郭台来当然不能只做这么点 上午已经被苏菲亚 隐晦的鄙视了他这个工匠不如设计师 那郭台来还不争取点自己的地位 否则被楚飞盖过去 那多没面子 嗯 算了 简单点吧 郭台来看了看 这颗钻戒镶嵌钻石的方式 就是普通的找式镶嵌 有了 郭台来先简单计算了一番折射率 确定了红宝石的位置 然后开始动手 找式镶嵌太普通 郭台来随手将戒指上的这几个小爪 给去掉了 只留下那个漂亮的底座 钻石拿下来之后 放在手上 不到五分钟 红宝石就完美的镶嵌进了钻石当中 这还不算完 郭台来在钻石的下半部分 直接钻出了一个横着的眼 用截下来的一根白金小爪 加工好尺寸 穿了过去 截取多余部分 然后两头恰好和底座的边缘平起 精巧至极的焊接到了底座边缘 这样一来 这颗新型钻石就仿佛是 直接粘在了底座上一般 外表看过去 完全没有什么镶嵌工艺 巧夺天工啊 行了 应该能拿去交差了 郭台来随手放回了戒指盒 然后继续等着赵燕燕 赵燕燕不是一个人来的 一辆军车上坐了三个人 一个司机 还有一个女中尉 赵燕燕简单介绍了一下 女中尉和她是同一个小组的组员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赵燕燕看起来很开心 看到郭台来满是笑意的问道 一个通讯的小玩意儿 郭台来拿出来两套话筒和耳机 给赵燕燕和那个女中尉一人一套 指点她们佩戴上 两人还没有用过这种 看起来好像十分不符合常理的话筒和耳机 连说话方式都得要练习一下才行 不过当学会使用之后 赵燕燕立刻就意识到了 这种话筒和耳机的方便 正如郭台来之前分析 猴阵式话筒和鼓传道耳机 特别适合在任务中使用 既能够保证通讯 又不会妨碍听力 必要的时候 不用发声音 只用猴不震动 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 不会惊动敌人 十分的方便 这简直就是为特种战士 量身打造的好东西啊 陆志明来得有点迟 但不妨碍他能赶上最后一段试用 用完之后 也觉得十分的方便 就是通讯模块实在是太粗糙 没办法 胖子根本就没有优化这部分 就是拿着他送过来的通讯模块 直接使用的 赵燕燕带走了八十套 陆志明带走了二十套 分赃一样各自带着离开 有人在旁边 所以郭台来和赵燕燕 没什么亲密动作 但是分别的时候 赵燕燕还是趁着女中尉没看到 给了郭台来一个千娇百妹的眼神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一群公子哥精疲力竭地打完电话 托人搞定那批媒体记者的时候 郭台来刚赶赶到楚飞订好的饭店 那个索菲亚呢 包间里只有楚飞一个人 郭台来忍不住问了一句 走了 楚飞笑着回答道 他就是专程到京城来和你面谈一下做个测试 其他的合作 要等到你能够通过测试之后才能进行 下午我送他上的飞机 这么快 郭台来忍不住无语 合着过来就是和自己见一面留个考题呗 苏菲亚说了 他很期待和你的合作 楚飞看着郭台来被忽视的郁闷的样子就想笑 只要你通过那个测试就可以 哎 郭台来随手掏出那个戒指盒扔给了楚飞 算了 你先带几天玩玩 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他 做完了 除非知道郭台来手快 可也没想到会这么的快 上午才说的要测试 才给了一个钻戒和红宝石 傍晚吃饭的时候 郭台来就拿出来做完的作品 太不可思议了吧 貌似自己上次还得用三天呢 你那个要仔细地据算各种折射面 折射效果 郭台来不假思索地解释道 他这个又不用 反正只要镶嵌进去就可以 至于要达到什么效果 这是设计师要做的事情 我多这个事干嘛 这边郭台来解释着 那边楚飞已经兴高采烈地打开戒指盒 开始欣赏那颗新的钻戒了 嗯 镶嵌得完美 完全看不到痕迹 果然是胖子 厉害呀 你确定让我先戴几天 拿着戒指 除非有些面色古怪的问道 当然咯 郭台来没把这个戒指当回事 又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个儿头小 纯净度也不高 里面的红宝石加工的 就是一坨屎 别给人说是我的作品啊 说出去丢人 你也太不把对凡尼的公寓 放在眼里了吧 楚飞听着郭台来的描述 哭笑不得 就是个测试手艺的东西 能好到哪里去啊 郭台来根本没在意 随口说道 你先带着玩几天 别太早给他 免得他们觉得我速度快 所以价格给的低 这些资本家最现实了 只要觉得你做的快 就给你降工价 挺没意思的 等春节后再给他们 熬咬他们 那我戴上了 楚飞又确认一般的 问了一句 嗯戴吧 郭台来摁了一声 随即提醒道 千万别说是我的作品啊 丢人 我知道了 楚飞笑眯眯的答应一声 然后将戒指 戴上了左手的中指上 尺寸正好 楚飞伸出先手 左看右看 似乎很满意 还特意问了一句 胖子 好看吗 手好看 郭台来抬头 扫了一眼 随口回答道 戒指太垃圾了 楚飞笑得越发的开心 再次比划着 左看右看一番之后 才笑着说道 我觉得挺好看的 拜托 楚达小姐 见过好东西没 郭台来再次 扫了一眼那个戒指 的确是很一般的货色 特别是里面的红宝石 简直不能忍啊 早知道就重新加工一下了 现在闹得让郭台来自己都看不进去了 带两天玩玩就算了啊 真喜欢 改天送你个好的 真的 除非大喜 脸上的笑容如同花朵般的绽放 我要一个独一无二的 遇上个大哥的天然钻石 你自己设计一个喜欢的样式 我用钻石整个给你叼一个戒指 够独一无二了吧 郭台来随口应付道 同时我给你数名 免得像这个 连个名字都不好意思数了 那我可就等着了 楚飞的心情好得让人惊讶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停过 大晚上的 楚飞居然陪着郭台来吃了不少 以前楚飞的晚饭可都是很精简的 今天居然破例 吃了肉不说 还多吃了平常的一倍 吃完之后 楚飞就缠着让郭台来帮着 消耗这顿饭的脂肪 这是郭台来以前答应过的 没办法 郭台来只能照办 又跟着去酒店里忙碌了两个小时 对了胖子 楚飞趴在床上 等着郭台来给他按摩塑形的时候 想起了什么 呼的说道 田姐的朋友 发动了一批记者朋友帮忙 物价局这两天可要头疼了 哦 多谢了 郭台来知道楚飞会和田飞说美容院被停顿整夜的事情 没想到动作这么快 帮我谢谢田姐 嗯 你到时候给田姐啊 办一个正规的贵宾客户资格就可以了 楚飞趴着答应一声 你和田姐说一声 让她的那些朋友们不用穷追猛打 适当要点好处就别纠缠了 郭台来呼的想起了什么 反正最后肯定有小灰的家里出面 不用让天后的朋友们得罪人得罪到死 好 楚飞点点头又是一句答应 趴在床上美滋滋的 也不知道瞎高兴什么呢 晚上郭台来没住酒店 而是回家去住了 十一点多的时候 还特意在家里下了两碗面 吃饱了才睡觉 没办法 瘦下来容易 胖起来难呢 得一口一口的吃进去才行啊 郭台来不知道的是 他制作的古传道尔吉和侯振式话筒 当天就被送到了京城军区的特战大队 让战士们在训练中适用 这耳机 这话筒 原理上多简单啊 可是之前怎么就没有人想到呢 族长看到了战士们训练 自己也在感慨 有人想到了 也有了类似的产品 只是没人想过这么用而已 赵燕燕没有附和族长的话 实事求是的说 侯战士话筒 一般给一些侯部受伤 说话不便的人使用 古传道耳机也有成品 只是都想着能提高音质 也没有推向市场而已 但对战士们来说 这种清晰程度已经足够了 比普通的耳机也没差多少 甚至还更清晰 没有杂音干扰 小周啊 你这个男朋友还真是歇斯流巧呀 族长知道郭太来的身份笑着对赵燕燕夸赞道 他拿出来的这个东西看着不起眼 可每一样都是能提升我们战士战斗力的呀 他还欠缺一些 赵燕燕心里还是十分骄傲的 他嘴上还是笑着替郭太来谦虚的 那个通讯模块还是太大 携带不方便 还需要专业人员改一改 对了组长 胖子在电子和工控这方面是弱项 他想投资一个研究机构 帮他研制需要的东西 这个符合规矩吗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06集 自己投资 组长有些意外地问道 这年头做研究 要么争取国家的专项资金 要么也要让各自单位出资 哪里有私人出钱 自己投资的 是的 赵燕燕点头道 胖子 他不是最近赚了一笔吗 就想着把钱拿回来投资 他自己只擅长加工 所以需要有人帮他补上一些 他不擅长的部分 这是合适啊 有什么合规不合规的 组长笑问道 这些话筒耳机暂时还没什么 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 但 他要是想做其他方面 牵手军功方面比较深入的东西 有些东西就不合适了吧 赵燕燕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你说的这 倒是个问题啊 组长点头表示明白了赵燕燕的意思 回去我找上级开会研究一下 看看能给他开什么权限 还有一个问题 赵燕燕好像想要一次性地 把郭泰来的后顾之忧全都解决了 趁着组长心情好 把自己的另一个顾虑说了出来 就算是给了研究权限 然后他大大小小地投入解决了问题 这部分成本怎么算 就让他自己背 不是国家拨款 不是国家项目 得出了成果 忽然就成了军事机密 不能公开 不能售卖 那岂不是胖子只能血本无归了 所以这问题一定要让上级们研究之前 就让他们知道 免得考虑不周 嗯 这倒是个问题啊 组长想了想 一时之间也没办法 只能给赵燕燕答复的 我们开会的时候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要么就不要让人研究 让人大投入了 研究出来 却血本无归 不合适 我们国家经济已经在慢慢好转 肯定没有让个人不贴国家的道理啊 说实话 赵燕燕提出的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是有些苗头了 郭泰来拿出来不少东西 比如A200火箭炮 951 AK15各种手枪 这些是武器方面的 还有其他装备 军靴 鞋具 话筒耳机 这些都算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液体防弹衣 高能炸药 狙击手探测系统等等 说实话 这些东西真要算起价值来 按照商业社会来计算的话 郭泰来不用卖什么车型设计 也早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而且还得是美元计算的 可事实上 这些东西郭泰来得到的 最多也就是2000万人民币左右的回报 这是十分严重的投入和产出的不平衡 要是一个商业公司早就入不敷出 赔的倒闭了 但偏偏不管是军方还是南方集团 都没办法给郭泰来更多 没有先例呀 所以只能是以这么一种尴尬的形式合作着 能维持到现在 全靠着郭泰来的自觉 以及和赵燕燕的感情在维系着 可是要有一天 当郭泰来的这些爱国热情 被一次次的消费掉的时候 他还会愿意再这么付出吗 军方和南方集团对郭泰来这边都是有一种愧疚心态的 赵燕燕这次提出来 也正好是想要让他们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用一种合适的方法 重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合作关系 为国奉献是为国奉献 但也不能拿得这么心安理得呀 古人还知道生米恩斗米仇呢 难道现代人反倒不懂了吗 郭泰来一个人在家也无聊 索性到学校里 电教室里去蹭高级班的听力课 一边练习听力口语 一边保养身体 没办法 最稳妥的能量还是自己身上的 不吃不行啊 几个公子哥今天的心里还是悬着 总算是在下午快傍晚的时候 听到了好消息 有一批媒体的记者在接受了他们委托送出的一些 价值不菲的礼物之后 答应了不再对那个问题进行深入报道 当然不是不报道 而是不把正义房当作典型来报道 这让几个公子哥松了一口气 欠了这么多人情 总算是事情办成了 明天就能知道是什么人针对他们 到时候就是该反击的时刻了 几个公子哥聚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喝了点酒 摩拳擦掌的畅想着明天的到来 知道对手之后 无所不用其极的把对方黑死 坑了他们几个亿的生意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 这就是生死大仇啊 喝得晕晕乎乎的几个人 勾肩搭背的从饭店里出来 准备找个KTV去玩玩 放松一下心情 不过刚走出饭店 才到停车场这边就看到了 一个人在那站着 好像在等人一样 那个人的样子很奇怪 穿着军大衣 但是脑袋上却没有戴帽子 大冷天的光着脑袋 几个人瞪时间就乐了 傻瓜嘛 大冬天的剃光头还不戴帽子 是不是傻呀 最奇怪的是 这个人不但剃光了头发 而且好像还把眉毛胡子都剃光了 整个脸上光溜溜的 简直就是个鸭蛋 太滑稽了 一个家伙总算觉得 对方有些眼熟 惊讶地叫了一声之后 使劲地甩了甩头 往前走了几步 凑着停车场的灯光 仔细地看了几眼 终于好像认出了对方的来历 但又不敢相信一般的惊叫道 辉 辉哥 你好了 辉哥 哪个辉哥呀 哪个王八蛋敢在我面前冲大哥 另一个喝的比较多的正在发酒疯 也不管对面是谁 直愣愣地冲了上去 就想要面对面地看看 到底是哪个不省眼的家伙跳出来 这两天正不爽呢 有人主动跳出来给他们解气 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菜呀 王八蛋 对面光通的年轻人笑了起来 背在后面的手终于放了下来 当狼一声 一根棒球棍的棍头 轻轻地点在了地面上 看来我已经是人增鬼厌了 是个人就能随随便便的 骂我王八蛋了 辉哥 他喝多了 最先认出来辉哥的年轻人大惊 瞬间全身都是冷汗 急忙冲上前去大喊道 他在胡说八道 酒后 涂尘严呢 辉哥笑了笑 戴着手套的手 灵活地抓起了棒球棍 咬了摇头 双手抡起 重重地抽在了撒酒疯的那家伙的大腿上 咔嚓 一声清晰的 某些东西断裂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耍酒疯的公子哥 当场就抱着大腿 躺到了冰冷的地上 旁边几个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呢 酒后的大脑里还在琢磨 辉哥到底是哪个辉哥的时候 棒球棍已经再次高高地抡起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半夜里京城某医院的急诊室当中 有六个大腿骨被打断的年轻人 被送了过来 一连串的电话重视 医务人员小心又迅速地 将六个重要患者 正骨打号石膏 送入了贵宾病房休养 家属们闻讯而来 特别是女性家属 一个个看着自家孩子 伤得那么严重 各个呼天腔地 义愤填膺的询问 到底是谁这么狠毒 天子脚下 竟然还有这种 无法无天的事情 每个人家里 都是有着背景的 当父辈们过来的时候 女性家属们纷纷要求 他们的老公 或者是父亲长辈之类的 要严惩凶手 怎么也要给孩子 出一口恶气 谁打的 安抚好那些女眷们之后 最清醒的 那个年轻人的父亲 坐在他们的床边 冷静地问了一声 辉哥 年轻人也不隐瞒 更不敢隐瞒 飞快地说出了 辉哥的名字 哪个辉哥 身为官员的父亲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个名字 难道还和黑社会成员 有关吗 京城的治安 是不是要重新整顿一下了 这么辉 年轻人赶紧报了个全名 又补充了一句 救了海哥夫妇 自己被全身中度烧伤的 那个辉哥 老张家的小灰 官员父亲倒吸一口冷气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惹到了他呀 他不是平常都不见外人的吗 同时倒吸冷气的 至少还有八个人 且不说老张家 就已经让几家人 加起来都绝望了 要是加上那个 小灰救出来的海哥夫妇 三家人 随便哪家 轻轻松松的伸伸手指头 他们这些人呢 全都得粉尘醉骨 本来还哭哭啼啼的几个女家属 此刻听到了这个名字 也都吓得停止了哭泣啊 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孩子 或者弟弟 都带上了一种埋怨的眼神 你们在京城里干的那些事情 本来就不地道 低调一点 闷声发财也就算了 怎么竟然还没事 招惹这种人呢 这一刻 什么让凶手付出代价 什么要严惩凶手的念头 此刻全都抛到了脑后 只剩下深深的恐惧和不安了 他的脸好像已经吃好了 年轻人赶紧回答道 我没惹他 是小浪喝多了酒 路上看到了 骂他是王八蛋 慧哥才动手的 那个小浪的家属文言 腿都软了 冷汗刷一下就冒了出来 骂小灰是王八蛋 这兔崽子哪里来的底气 就算是他老子 他爷爷算上 加起来也不敢说这种话呀 谁给他的勇气 动动动 病房有人敲门 房间里的人都是一正 靠近门口的那个中年人 急忙走到门口 把门打开一看 外面是两个警察 一看病房里这么多人 两个警察也都是一愣 但又看到打着石膏 躺在床上的病人 顿时间了然了 你好 我们是重温区派出所的 面对这么多人 其中有几位 一看就是领导的架势 两个警察当中 领队的那个赶紧自爆家门 有人投案自首 说他打了几个人 可能还打断了对方的腿 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是谁 投案自首 开门的中年人一愣 急忙问道 见警察有点犹豫 立刻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 我是驱委办的 了解一下情况 哦 是这样啊 一看工作证 果然是驱委办的 领队警察也放心不少 赶忙回答道 是一个叫张茂辉的年轻人 哎呀 警察同志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啊 中年人的瞳孔 瞬间障缩了一次 笑呵呵的说的 他们都是好朋友 喝多了酒 闹着玩的 不是打下头 而且我们家孩子是 自己喝多了 不小心摔的 根本不是打的 不是打的 是不是抓错人了 对呀 对呀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我们家孩子也是喝多了摔的 怎么能是打的呢 肯定是搞错了 那小伙子就是 阻止我们家孩子 酒后驾车推了两下 和打架没有关系啊 两个警察愣在园里 都听傻了 人不是他们抓的呀 是人家自己 偷安自首的呀 这些受害人家属 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 回去再仔细的调查一下吧 居尾班的这首 跳出来说道 小伙子估计也是 一时想不开 看他们受伤了 想不开 把没做的事情 揽在头上了 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 赶紧把人放了 所有的受害者家属 都如此的重口一词 甚至连那个清醒的受害者 本人都是这么说的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警察办案 什么情况没见过 既然受害者 自己都不打算追究了 而且一口否认被打过 那还关着人干什么呀 投案自首也得有事实依据才行啊 不能说随随便便就投案 没有人证物证支持 自己投案就能说自己犯了死罪 当然背地里是什么原因 警察并不关心 但既然没有人打算追究 那警察也乐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回去像模像样的 把投案自首的张茂辉教育一番 不能报虚假案件之后 之前记录的笔录一丝 人往门外一请 该干啥干啥去 以前也没案底 不用多调查什么 郭太来一觉睡到自然醒 起来一看表 九点多了 只能赶上学校第二节课了 溜达着进了东门 还没拐过主楼呢 就接到了小辉的电话 那是 我把六个家伙的腿打断了 小辉上来就是一句 也没说六个家伙是谁 可郭太来竟然就听懂了 你自己没事吧 郭太来一惊 把六个有背景的家伙腿打断 这可不是小事 赶忙问道 我没事 小辉笑了笑 我去投案自首 被人赶出来了 说根本就没有打人的事 是我保虚假案 最后一句十分嘲讽的冷笑 没事就好 郭太来不置可否 只是冲小辉叮嘱道 这些日子多吃点 下次治疗 你要是能长十斤肉 那就完美了 好 我尽量 小辉这边笑着答应一声 挂掉了电话 放下电话 郭太来也不由的摇头 这一次 居然有六个人 真不知道是该感叹 他们是运气好呢 还是运气差啊 怎么就想着 在这个接骨眼上 找正义房的麻烦呢 不打琴的 不打懒的 专打不长眼的 唉 这些家伙还真就是些不长眼的 有声小说 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 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大半个晚上 几个年轻人陆续醒来之后 就再也没睡着 他们的几个长辈 也同样熬了一夜 都在琢磨 痛骂了小灰王八蛋之后 这事情该怎么解决 要是一般老百姓 骂街打架 骂过打过之后 很快也就算了 但这些家伙们不一样啊 谁要敢这么骂他们 那肯定是 想方设法折腾的 对方死去活来啊 推几集人 小灰那边肯定 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现在大家就在商量 这事情该怎么解决 该怎么赔罪才好 否则的话 老张家加上海哥夫妇两家 他们这几家 一个都落不到好啊 都怪那个藏了两天的家伙 要不是他折腾人 他们也不会在 头天晚上喝得那么晕乎 也不会口不择言的 说罪话碰到了小灰 一边联系着关系户 看看谁能帮忙带个话 服个软 几个公子哥一边等着 那个头两天折腾他们的正主现身 到了上班的点 长辈们都已经上班去了 几个病房里的年轻人 在麻醉剂的作用下 也感觉不到腿上的疼痛 都在等着消息 等着那个人的身份出现 已经是两天的时间 之前口紧的那些人 不用再担心什么 对方只让他们保密两天而已 时间已经到了 身份说出来也就没问题了 荣盛集团的程总 我们最近谁惹到程总了 接到通知的第一刹那 几个年轻人就互相的询问了起来 先问问看 是不是真的惹到了人 而自己不知道的 没有啊 几个人仔细地想了一番之后 都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 能惹到程总的 但有一点让大家不寒而栗 程总他们家和老张家 那可是通家之好 程总和小灰已经去世的母亲 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一起长大的发小 小灰的父母去世之后 程总几乎是把小灰 当成亲儿子看待的 特别是小灰烧伤出世之后 小灰基本上是谁都不见 除了爷爷奶奶之外 也就只有他这个成疑 能看到他的真面目 其他任何时候 小灰都是捂着脸的 要说小灰没有为程总出气的意思 打死他们都不信 怎么会那么巧 小灰就出现在他们所在的停车场呢 怎么就会那么巧 还手里拎着一根棒球棍呢 麻烦了 又加上了一个程总 这事情可就麻烦大了 大家绞尽脑汁地琢磨 到底他们做了什么 能让程总这么的赶尽杀绝 几亿的生意都给搅黄了 我花了三亿多 抽干了我集团的流动刺激 才给小灰找到一个 能治疗他全身伤痕的地方 有人自己觉得面子够大 打电话到了程总这里询问原有 就听到了程总咬牙切齿的解释 那小王八蛋倒好 上来就给我玩阴的 直接把我找的地方给疯了 好啊 小货的伤痕我不治了 但我花出去的三亿 得有人赔给我吧 我靠 自觉面子大的人忍不住按骂一声 说了几句好话 挂了电话之后 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那群小王八蛋的找死行径了 骇然损失了三亿不说 还断掉了给老张家小灰的治疗机会 换成他是程总 也会发飙的吧 多大仇多大恨哪 才能让这几个死孩子 做出这种不惜得罪老张家 加上程总 以及小灰有关的另外两家的举动 询问消息的人 把消息如实转告 然后多说了一句 以后你们和程总的事情 与我无关 不要再和我联系了 听到消息的几个人 全都是从尾巴骨冒出一股寒流 只冲脑门啊 什么时候坑了程总三亿多的 他们最近玩的东西 和程总这边 应该没有什么交集吧 不会是死胖子的那个正义房吧 终于有人反应了过来 程总说 把他找的地方给封了 我们最近想办法封掉的 好像就只有那个正义房吧 能给小灰治疗伤痕的地方 要么就是整容医院 要么就是美容院 没毛病啊 众人想起辉哥那天光溜溜的脑袋 貌似好像是头脸上的伤疤 都已经治好了吧 难道真的是正义房 可三亿多怎么说 这么多钱给一个美容院 猛的众人都挣住了 正义房几乎天价一般的价格清单 哪怕是他们几个看到 都一阵牙痒痒 据说还有一些奇怪的规矩 有钱没人推荐 连门都进不去 这三页恐怕就是进门资格的推荐费用吧 几个人身上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呢 一股巨大的恐惧感将这几个人全部都笼罩了起来 这时候有人才想起自家长辈说过的话 这还是人家对方只用了商业手段 只动用了一小部分媒体 根本没动后面的冠面手段 除了小辉个人动手之外 也没有动用其他的人手 真要是让程总和小辉背后的冠面力量介入的话 他们几个估计会连同家庭一起粉身碎骨 吓尿了 最开始打电话的那个年轻人 几乎是颤抖着双手拿起电话 飞快的拨给自己在物价局那边的关系 赶紧把正义坊的停业整顿处罚通知给撤了 让人家开门 然后再想着怎么给程总和辉哥赔罪 物价局这边几个人这两天也一直是坠坠不安 总算是当天年轻人这边关系给力 把消息给压了下去 让他们长出了一口气 现在接到电话哪里还敢怠慢 赶紧给正义坊的人打电话 让他们恢复营业 查清楚了 属于匿名诬告 郭台来很快就接到了电话 他是法人代表 电话肯定打给他 可以开业了 哦不急 最近有点累 想多休息一阵子 没打算开业 等我休息好再说吧 物价局几个人觉得通知下去 正义坊就可以开业就行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 所以原话转告给了年轻人 年轻人一听就傻了 没打算开业 要休息 这怎么给程总和辉哥交代啊 什么 让我们勒令他开业 那天去查封物价局的哥们直接傻了 我们倒是有权利让他们停业整顿 可没权利不让人家放假休息啊 人家开店觉得累 一段时间不想赚钱休息休息 这我们也管不着啊 想办法 听到对方的要求 物价局的哥们几乎都要哭了 他自己不想开店 又不是我们不让他营业 要不我们再封他的店逼他营业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09集 欲哭无泪是什么表情 打电话的年轻人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表情 此刻他真的是 想沿着电话线过去 狠狠地给电话对面的家伙 一个耳光啊 是让你想办法 让死胖子开店营业 不是让你再次封店的 人家怕封店吗 注册没几个月的店 已经净正三亿多了 直接注销了 走人都赚翻了呀 还怕你封店呢 唉 这个念头刚闪过 年轻人自己就是一愣 人家都不怕封店 自己当时怎么就觉得 可以拿捏人了 让人去封了他的店呢 几亿的收入 固然让人心动 可要在伸手和整个家族 粉身碎骨之间选择的话 他宁可回到几天前 剁掉自己想要伸出的那只手啊 死胖子不想开店 怎么办呢 一个人肯定是没办法 所以年轻人只能把消息 转告给了其他人 大家一起烦恼 六个人在一个大病房里 每个人都抬着一条石膏腿 架在床上 听完消息全都傻了 死胖子的道理 一点都没有问题 惯一万个人来 都不会觉得有问题 我开店开得累了 所以休息一段时间不营业 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因为我违规营业 而勒令停业整顿 完全没有问题 但却没有反过来勒令对方 一定要开门营业的道理啊 人家是私企 又不是国企还能下行政指令的 可偏偏问题就在这里 郭台来什么时候不想开店都没问题 就这个时间段不行啊 要是郭台来不开店 那倒霉的就是他们这几个人 和背后的家族啊 怎么办 谁有赵董和丁总那边的关系 能不能给说点好话 直接联系郭台来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习惯了走关系的众人 立刻想起了找能说得上话的关系 别说还真有 有级别很高的人 因为自己的长辈在抗战期间欠下的人情 实在是爱不过情面 硬着头皮打通了丁总的电话 嗨 老李啊 这我可帮不上忙 丁总脸上笑得开怀 语气里也满是笑意 你也说了 胖子只是我们家燕燕的朋友而已 是我怎么管 胖子不是燕燕的男朋友吗 打电话的人陪笑道 您这准丈母娘说话 她肯定得听吧 呦 这会想起来胖子是我们家燕燕的男朋友了 丁总再次乐了 折腾我们家胖子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这是燕燕的男朋友呢 而且当时燕燕也一直在场 那可是一点面子都没给啊 说停业整顿就停业整顿 说封电就封电 人立马赶走 店铺立刻贴了封条 好大的威风啊 打电话的人无话可说 讨了个没趣 兴兴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 说情的人也是一阵的愤怒 这叫办的什么事啊 赵燕燕当时穿着军装在场 这些人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换成是他 估计也得怒 这会儿一句话就想让人家把事情接过 想没事呢 不过毕竟欠了人情 怎么也得想办法帮人说说情啊 丁总这里说不通 只能找赵董这边的 有老李 让胖子开店营业 赵董这边更直接 一口答应 可以 听到赵向北这话 说情的人长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办成了 赵向北发话准岳父 胖子肯定会给面子吧 不过暂时有点小麻烦呢 胖子刚做了两款军事装备 正在京城军区试用 并且改进呢 人一时半会儿可能走不开呀 赵向北很平静的补充道 您这个要求 我帮您向上级汇报一下 以您的名义打个报告 让上级特批一下 允许胖子暂停这两款装备的研发改进 让他先去开店 赵向北这个解决办法一说出来 说情的人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以自己的名义给上级打报告 让胖子停止研究军事装备去开店 比他一万个胆子都不敢干这事啊 自己这哪是还人情帮忙啊 分明是自己跳到火山口上 还嫌死得不够快 非要屁股底下放上炸药 然后自己点燃导火索 别别别别别 千万别 说情的人赶忙制止 我就是那么一说 成与不成和我无关呢 郭台来研发军事装备的事情 说情人的级别够是知道的 也知道郭台来在军工系统内 是的确有重大贡献的 而且时不时的会拿出几件装备出来 现在赵向北说胖子刚提交了军事装备 那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不过挂了赵向北的电话 说情的人还是打了个别的电话 确认了一下 京城军区那边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这两天的确是有两件新装备 拿过来试用 是直接通过南方集团 和总装部队这边送过来的 是胖子的设计 而且样品正在模拟操作验证中 确认无疑 放下电话 说情的人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擦去自己满头的冷汗 得亏他谨慎 没有因为赵向北的话不好听而顶撞 真要是顶一句 赵向北真的以他的名义 打个报告上去 他都不敢想象 能看到这个报告的上级会是什么表情 以及他接下来是什么后果 现在他明白了 这是那帮子小兔崽子 得罪人得罪得很了 现在想要靠简单的交情什么 都不付出就办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们当时到底怎么办的事啊 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折腾别人 那个胖子怎么得罪你们了 缓过劲来 说情的人一个电话打了回去 第一句就是用一种无比埋怨的口气质问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胖子这样的人 这些家伙怎么就敢去折腾了 人家随随便便拿个装备出来 都能被全军上下重视的 是随时能掏出来护身符的主啊 得要多想不开才会去找胖子的会计啊 真以为军政分开军方不得插手地方事务 所以全军上下几百万人支持的主 就可以不当回事了吗 那个胖子造了一款车 国外卖了一亿多美元 而且他手里还有一个变速箱和车底盘的技术授权 要留在国内 所以我们想拿下这个技术授权的代理 收他点委托代理费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不说实话是不行了 最开始拿主意的那个年轻人的长辈 不得不说出了他们最初的目的 打住 不用说了 说情的人直接不想听了 电话我帮你们打过了 话也传达了 人家不给面子那不关我的事了 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要找我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一十集 连最能和赵董丁总 说得上话的关系 也都不管了 几家人如丧考比 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几天前 几个公子哥 还牛皮轰轰的放出话去 要郭泰来低头到他们面前 来求他们 可这才几天 他们就面临 如此凄惨的境地 要不 找几个人狠狠教训他一段 总有人觉得自己黑白道通吃 总觉得没有自己 解决不了的问题 立刻就提出了建议 关面上走不了 那就找那些混社会的 教训他一段 不怕他不服 这话刚一出 说话的人就觉得 周围的人看自己的目光 都有些变化 怎么 自己想的办法不好吗 拜托 你这条腿还没好呢 有没脑子的 也有长了脑子的 你想那条腿也断呢 这个结果眼上 用这种方法去教训胖子 是怕赵董和丁总不翻脸吗 本来已经惹恼了 程总那边了 再加上一个丁总和赵董 钱事情不够大吗 更别说 还有辉哥那边了 找死不是这么找的吧 出馊主意的家伙 乖乖地闭上了嘴 这时候才想起 人家貌似占了上风 真敢用这种 不上台面的手段 那这次恐怕就过不了关了 唉 怎么办呢 一群人束手无策 你们之前还放话出去过 终于有长辈反应过来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长辈们把他们做过的事 问了个清清楚楚 总算是有人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我们想让那个死胖子 来我们面前低头 求着我们代理他的授权 出这个主意的年轻人 兴兴地承认道 其实还有一点他没有说 这是他们想要靠着这个再次闯下更大的名声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个原因是万万不敢说了 一个耳光重重地抽在了说话的年轻人脸上 这帮小兔崽子越发的无法无天了呀 这里是什么地方 京城啊 天子脚下呀 怎么就敢如此的狂妄了 暗地里阴一手 然后闷声发大财 就偷着乐了 居然还敢在京城里如此的叫嚣 生怕这么狂妄的举动 传不到别人耳朵里是吗 被打的年轻人直接傻了 自己这是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我问你们 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打年轻人呢 是他的父亲 此刻冷冷地冲着几个不明白 犯了什么错的年轻人问道 如果没有程总小灰他们 胖子要是不答应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那就一直压到他低头为止呗 聪明点的已经想明白了 赶紧回答道 我们这就当面去给他道歉 认错 嗯 还不算太喘 动手打人的冷哼一声 不再管他们几个 直接走出了病房 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 只不过这种找关系的手法 已经是太习惯了 以至于一出事 就想到要去找关系 结果白白浪费了人情不说 还弄错了重点 这几个家伙要人家低头 还放出话去 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反过来 当初想要怎么折腾人家 现在怎么乖乖地 按照自己当初 想怎么折腾胖子的手法 使用在自己头上就行 听起来貌似很简的呢 几个人都是自尊心极强 而且狂妄惯了的人 让他们去给一个死胖子 低头道歉 这口气怎么忍得下啊 可是现在的局势是 忍不下也得忍下 否则就有更严重的后果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六个年轻的公子哥 拖着断腿 想方设法地找到了 郭泰来的电话 一番恳求之下 总算是得到了胖子的首恳 愿意见他们一面 听听他们怎么说 就在郭泰来打算去 吃饭的饭店门口 六个人坐着轮椅 见到了郭泰来 郭泰来一眼就认出了 这六个人 没办法 六条断腿实在是太显眼了 想不知道都不行啊 胖哥 六个人都没敢坐在轮椅上道歉 都是在旁边的人搀扶下 挣扎着独腿站起来 齐齐地冲郭泰来鞠躬道歉 我们错了 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们吧 两个条件 郭泰来对他们的道歉 如同充耳不闻一般 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做到了 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胖哥您说 领头的年轻人惊喜地抬起头来 只要有条件就好办 就怕油盐不尽 那才麻烦呢 第一 没事折腾我的那几个物价局的 你们得处理一下 郭泰来轻描淡写地说道 封我的店没关系 但我女朋友在身边的时候 他们可一点面子没给 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听是要让他们自己处理 帮他们办事的那几个物价局的哥们 几个人脸色都不好看 真要这么干了 以后谁还会帮他们做事 可听到后面的理由 他们却是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 当时赵燕燕穿着少校军装在场 不管你知不知道身份 就那么办了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人家就是在给自己的女朋友找场子呢 那几个家伙也是傻缺 看到一个少校军官 就不能打个电话 问问怎么处理再说呀 现在好了 没给人家女朋友面子 想不处理他们都不行啊 可语 领头的年轻人满脸的苦涩 飞快地答应道 这不是给郭泰来面子 这是给赵董和丁总面子 让他们两个消气 至于几个物价局的哥们 哎 对不住了 等过了这段风声 再想办法给找个好单位吧 第二 我的美容院五天没开业 这个营业损失 你们得 给垫付上吧 郭泰来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说道 应该的应该的 几个年轻人陪笑道 封了人家的店 总要陪人家几天的营业损失 天经地义 只是赔一点钱就能解决的事情 最好办了 肯赔偿损失就行 郭泰来很满意他们的态度 笑了笑说道 我的店是9月底开的 算9月25号吧 现在12月20号 给你们一个优惠 算到25号 三个月 90天 营业额总共是 3亿3000多万 举个整 算3亿3000万吧 按照比例的话 五天的损失应该是1833万多 再给你们一个优惠 取整 五天的损失算1800万 不信啊 看着几个年轻人 已经傻了一样的表情 郭泰来笑道 我这里有财务 有账本 还有纳税记录 不信可以去查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11集 不信 那倒还不至于 光程总一个人据说 就消费了3亿多 总数的话 肯定是有这个数的 可问题是 这个收入不是按照 平均天数算的呀 之前的两个月 基本上就没有多少收入 就一把程总这边 来了个大的 这能算到平均收入里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 几个人以前靠着 诠释各种横冲直撞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 还有讲道理这回事 可是现在 这几个人 却被硬生生的 逼迫着从心眼里 喊出了不讲道理 这几个字 可见也是 被逼迫到了一定的份上 感情被别人 不讲道理的欺负 这么难受啊 嘿嘿 其实也不多 你们六个人平均一下 一个人才300万而已 郭台来笑了笑 要不你们 再回去商量商量 灵头的年轻人 刚想说点什么 郭台来却又补充了一句 哦对了 你们要是回去商量得快点了 那过一天可就加一天的营业额呢 我靠 几个人打从心眼里涌出了一股悔不当初的心思 早知道死胖子这么黑 何必打他的主意呀 本来也就想从胖子身上刮个几千万出来赚点钱而已 现在结果反倒是要赔出去小两千万 而且赔的慢了还要加码 这谁受得了啊 不用商量了 我们接受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六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 就知道了对方的心思 这次认灾了 了结了这次之后 等以后找到机会 再把死胖子往死里黑 凶 对方答应的爽快 过他来也爽快 人处理完全到账 马上开业 诚信经营 童走无期 几个人心中狂骂着黑心胖子 脸上陪着笑 赶紧离开了这个难受的地方 还好 有人还记得赶紧到饭店里给提前结下账 算是请胖子吃一顿 当天晚上下班前 物价局这边就贴出了对局里 三个工作人员违规操作事情的处罚 一个开除公职 两个计大过 而且通知的短信第一时间 就发到了郭泰来的手机上 另外还有一笔转账信息 是直接转到了正义房的账户上的 蓝姐负责财款 很快给郭泰来打了电话 确认钱到账了 好吧 把这笔钱转到一个保障基金的户头上 郭泰来吩咐了一声蓝姐 告诉了她那个保障基金的账户 同时告诉蓝姐 让她辛苦一点 哪怕快下班了 也摆出一个开门营业的架势出来 那边有人盯着正义房这边 看到蓝姐在那边打开门锁 摆出了开门经营的架势 立刻打电话通知了 焦急等待的几个人 啊 几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啊 郭泰来这边终于搞定了 算是了结了这一桩麻烦 我 我言不下这口气啊 病房里挂掉电话 几个人互相看着 有人才又无比郁闷的说道 咽不下 也得咽呐 领头的那个看着自己的同伴警告道 我也咽不下 但这几个月不能有报复的心思 就算是报复 也要等到辉哥治疗完成之后 这件事彻底了结了才行 正义房美容院是程总给辉哥找的治疗疤痕的美容院 看辉哥的头脸应该效果还是不错 要是因为他们耽搁了辉哥治疗 那不用说 另一条腿估计都得被辉哥打断 赶紧和程总那边联系一下 我们几亿的生意总是挽回一部分的 虽然大家觉得失了面子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 不应该是得到程总的谅解 然后挽回一些生意吗 大几亿的生意啊 能挽回一些事一些呀 一通电话之后 程总那边也终于吐了口 他不追究了 但程总也说了 几个小兔崽子 以后办事的时候不要那么嚣张 动不动就让人低头 又一个麻烦摆平 剩下的最后一个应该就是辉哥了 不过辉哥貌似没吃亏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 辉哥应该消气了吧 谁也不敢主动联系辉哥 还得是等父辈们过来 让他们出面吧 六个年轻人在病房当中慢慢的等着 气氛也开始轻松惬意起来 周叔叔 我那个保障居金旅又捐了点钱 蓝姐那边操作完之后 郭太来给赵向北打了电话 那几个人赔偿我五天关门歇业的营业额损失 哎呀 胖子呀 你这事办的真漂亮 赵向北这两天可是开心了 听郭太来的话更是高兴 晚上一起吃饭啊 哎 好哎 郭太来笑呵呵的答应着 赵叔叔给找个好面馆 等我通知 赵向北乐呵呵的挂了电话 安排晚饭去了 贵宾病房里的六个年轻人 左等父辈们不来 右等父辈们还不来 忍不住 奇怪了 陪他们的几个女家属也都奇怪 按照道理 已经到了下班的点了 怎么还不过来呢 肯定是堵车 还能有什么 其中一个年轻人的妈妈 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这个点正好是下班点 晚高峰 你爸的车子也不可能会飞吧 朝什么急 大家意想 嗯也对 晚高峰的点 从单位到医院 没有一两个小时的交通 根本就没办法输郡呢 也就是大家 根本就没有赶过早晚高峰 谁知道京城的交通会这么堵啊 郭太来已经接到了 赵向北的短信 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 隐藏在莲花桥后面的羊肉扯面和羊半骨的小店 店里两个大锅 一锅满满的羊半骨 一锅满满的羊蹄 小火炖的沸腾香飘十里 还在街口那边呢 郭太来就闻到了味道 很小的店面 赵向北站了一个桌子 正抱着一大碗羊半骨 在吸骨髓呢 哎呀 好地方啊 郭太来坐下来 那边店老板已经又盛了一大碗热腾腾的羊半骨 送了过来 郭太来赞了一声 然后学着赵向北的样子 拿着吸管 滋溜滋溜的吸起了美味的骨髓 爸怎么还没过来啊 病房里的年轻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冲着妈妈说道 当妈的也觉得时间有点长 拿着手机开始打电话 手机放在耳朵边上 听了一会儿放了下来 奇怪 怎么关机了 问问他们单位的 当妈的马上选择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 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被接起来 这边就直接问丈夫下班没 什么 被纪委带走了 只听到这一句 他手里的电话就掉了下来 其他几家人意识到了不妙 纷纷打电话 不一会儿全都是一片死灰的脸色 六个年轻人彻底的傻了 他们之前赖以横冲直撞的长辈 竟然都被纪委带走了 天塌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12集 那么一海碗的羊磅骨 虽然肉不多 但骨髓可是结结实实的 才15元 简直让郭台来不敢相信呢 西客站后面 还有这样的物价 两碗磅骨 一碗羊蹄 外加两碗扯面 郭台来的晚饭 吃得不要太爽啊 连呼痛快 今年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照相被规矩比较少 不像丁总那么严格 他自己就一边吃 一边问道 五道口那边要拆迁呢 我打算让我爸妈过来 让他们在这边过个年 顺便帮我盯着点 拆迁的事情 郭台来想了想说道 拆迁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父母盯着的 照相被不解的看着郭台来 不都是政府拆迁吗 看价呀 郭台来理直气壮的说道 那是我血汗钱买的 能多点补偿 总要多要一点吧 反正咱们又不做盯子户 但也不能随随便便的 就打发了吧 我妈最会砍价了 所以让她过来帮忙 顺便也给我妈做个皮肤保养 哼 最后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照相被无语地指着郭台来 能不能老老实实地说话了 不过照相被也理解 郭台来说的皮肤保养 会是什么效果 照相被已经从自己的老婆 丁总身上看到了 这死胖子有时候不干好事 两口子出去不认识的人还以为 赵相被是丁总的父亲呢 好几次都好尴尬 不少不熟悉的人看着赵相被 就像看着一个包年轻二奶的贪官一样 都是死胖子惹的祸 可这死胖子还不能说 只要他敢骂一句 估计丁总回家都饶不了他 现在死胖子有家里最大的护身符 刀枪不入啊 三口人就有两口半是偏向郭台来的 包括照相被自己也算半个 剩下的那半个自己啊 埋怨一句 估计都进不了家门 唉 这是什么日子呀 连平常一直养尊处优 保养极家的丁总身上 都能出这种事情 何想而知 郭台来在工厂忙碌的母亲 就是突然变得年轻 会在当地引起多大的轰动 所以郭台来把他们接来京城 在京城适应上一段时间 回去就可以说 在京城仔细的保养了 最多也就是让许多人羡慕 但不至于不好解释 郭台来就是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 也没否认 反倒是笑着问赵相被 赵叔叔 要不要也坐一坐啊 看起来会京城很花发的啊 不太好吧 赵相被有些犹豫 看着自己的妻女 享受郭台来的手艺 要说自己不羡慕 那是假的 可是让他做一个年轻化处理 却的确是有些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好的 郭台来笑了笑 他知道赵相被他顾虑 一来怕有些什么 接受贿赂的疯言疯语 二来真的变得年轻了 在单位也有些镇不住场子 这样吧 等我爸妈来了 你和我爸 我给你们一起 简单的护理一下 不那么夸张 你现在略显年轻 精神点 这总可以了吧 嗯 那都是可以考虑 不怎么年轻化处理 但显得精神点 还是可以接受的 赵相被果断受不了这个诱惑 直接点头 你今年打算送你妈妈 和你丁阿姨什么礼物啊 这都是二月下旬了 赵相被想起去年 郭台来送的礼物手镯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唉 郭台来看着赵相被简直无药可救了 叹息着说道 我让我妈妈和丁阿姨年轻至少二十岁 保持上一整年 还需要别的礼物啊 我什么都不送 丁阿姨肯定也是对我比你好 赵相被一证 然后 无话可说了 他发现 自己果然是问了个啥问题啊 哦 对了 你这是打算 让我们和你父母见个面 赵相被想起刚刚郭台来说的 给他和郭台来他爸 一起护理一下 忍不住问道 我是有这个打算 郭台来也不隐瞒 冲赵相被问道 不知道你和丁阿姨乐意不乐意 还有师姐那边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和我爸妈说 说起赵燕燕的这个不婚主义 赵相被也是一肚子的烦恼 他之前和丁总忙于工作 疏忽了对赵燕燕的照料 结果在自己两个姐姐的照顾下 让赵燕燕对于婚姻十分的抵触 特别是留学几年 科学知识学了不少 这种不婚主义的糟粕 也学到了精髓 现在多少人都盼着 郭台来和赵燕燕能结婚呢 这死逆子可倒好 压根就没那个打算 你说你这个胖子 就会哄你丁阿姨这种老女人吗 就不能好好的哄哄艳 赵相被冲着郭台来埋怨道 连一个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你都搞不定 要你有什么用啊 郭台来用一种不服气的目光 盯着赵相被 你行 你倒伤啊 赵相被被郭台来看得觉得理亏 主动避开了郭台来的视线 算了 和你父母见见没问题 赵相被叹息了一声 到时候让燕燕也一起吧 说不定看到两个家庭聚会 忽然就愿意结婚了呢 这话说的赵相被心里是 一点底气都没有啊 唉 郭台来也知道希望不大 同样跟着叹了口气 这叫什么事啊 对了 马自达向我们那个特种钢厂 下订单了 有些事情不愉快 但有些事情还是很开心的 赵相被说了一件高兴事 售价五十多万亿吨的特种钢 一次订了二百吨 成本可比这个低多了 这下他们钢厂上下都可以过个肥一年了 都是托你的福啊 那么厂长一个劲的让我感谢你 今天这顿就算是感谢了呀 行 郭台来也开心 不过他高兴得有点早 等过段时间欧洲那边也来订单的时候 不知道他还舍不舍得让工人们放假过年 晚上回到家 郭台来就给父母打了电话 让他们准备今年来京城过年 郭建军和丁玉梅对于去京城过年的兴致并不是很大 毕竟不是自己家 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 熟悉也算熟悉 但周围没几个熟人挺没意思的 但听说要拆迁砍架 丁玉梅立刻不放心了 这要是自己不过去盯着 那儿子不得被那些拆迁办的家伙们欺负死啊 不行 得过去帮儿子 二话不说 丁总立刻开始收拾东西 然后吩咐老公订票 砍架丁总在行 看丁总怎么把那些拆迁办的人砍得落花流水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13集 睡了一觉 郭太来起床再次赶到学校里蹭课的时候 接到了师姐的电话 问到他在什么地方之后 让他到9003门口等着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郭太来慢慢溜达到了戏馆门口 坐在台阶上等着 师姐已经毕业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公子哥在外面等着送花了 想着当年郭太来还差点靠坑那帮送花的公子哥小发一票 还真是感慨啊 貌似后来就只坑到了万民的一块表 真是可惜 等了又半个多小时 郭太来才看到师姐坐着车姗姗来迟 还是上次的那辆军车 京城吉普 看起来很旧 郭太来倒是有心给师姐造一辆新车 可惜他知道 就算是造出来 恐怕也到不了师姐手上用了 所以想想还是算了吧 车子停在戏馆门口 郭太来和师姐一起慢慢在校园里漫步 这情景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发生过了 不过那个时候 郭太来还是一个二百六七十斤的胖子 现在却只剩下一百六十多斤 大高个 肌肉发达 小帅哥和美女的组合 比那会胖蛤蟆和美女的组合 可要养眼得多了 侯战士话筒和谷传导耳机 对我们的战士执行任务十分有帮助 师姐这个时间约他 而不是回家说 肯定是正事 估计师姐是考虑到郭太来 去了总装那边不舒服 所以特意来这里通知他的 那就好 有用就好 郭太来拉着师姐的手 慢慢地走着 看着路上经过忍不住 被赵燕燕惊艳的学弟学妹们 心中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不过 这两样东西啊 几乎完全无法发挥 你的高超手艺啊 赵燕燕看郭太来这么瞎开心 忍不住有些替郭太来着急 你要是连通讯模块 一起优化了 两种装备 不都送在你头上了吗 现在就不得不分出去一大部分 师姐 我不是你 我没学那么多专业啊 郭太来苦笑起来 那天听你说的战友们 执行任务的时候 装备略有欠缺 所以才一时兴起弄出来的呀 你说 想投资一个研发中心的事情 我已经和上面提过了 赵燕燕知道 郭太来说的是实话 他真没学那么多 他只是替郭太来可惜 但并没有阻止郭太来 拿出东西来 上面怎么说 郭太来问道 他很想知道上面的态度 到底是允许还是不允许 你要投资肯定没问题的 上面怎么会阻止啊 赵燕燕笑了笑 慢慢地边走边说道 开会研究 主要是想确认一下 给你什么样的权限 以及以后怎么样的合作方式 不能一直让你投入 而没有足够的回报 和平年代 没有让国民毁家输国的道理啊 谢谢你师姐 郭太来稍稍地紧了紧赵燕燕的小手 大庭广众之下 赵燕燕穿着军装 不太好搂搂抱抱的 否则就搂住他先腰了 这肯定是师姐对他的领导吹风了 否则的话 上面未必就会这么快商量这个问题 到了 赵燕燕坦然地接受了郭太来的道谢 他们两个已经是一体 其实谢不谢的没什么关系 说笑间赵燕燕抬头看到了前面的楼 提醒了郭太来一句 嗯 来化学管干嘛 郭太来不解地问道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 郭太来开心不已 竟然没注意 居然走了这么远 爸爸说上次你在修理厂招待了化学系张老师和热能系曹老师 还说了一点高能炸药方面的东西 赵燕燕笑道 张老师这边有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爸爸之前已经上级申请过 上级也觉得这些阶段性成果可以让你知道一下 哦 张老师这边有什么好东西了吗 郭太来惊喜地问道 马上研究出那几样中级成品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但一些中间成果也值得重视呀 化学这东西默默无闻的时候就默默无闻 一旦要是撒开了野 那可是十分恐怖的 还是让张老师给你介绍吧 我约了他 赵燕燕自己也不是化学系的 有些东西肯定说的不如张老师的透彻 两人很容易就见到了张老师 看到郭太来 张老师很是热情 因为郭太来的几个想法 化学系现在已经多了好几个国家重点课题 迄今为止 已经有了十几篇论文面试 国际重点期刊 国家一级期刊都有收录 简直就是在狂收荣誉呀 那这是最新的发现 赵燕燕说明了来意之后 张老师一点没有问题 就在她的办公室当中 把研究生们赶出去清场之后 就兴高采烈的冲着郭太来和赵燕燕介绍起来 这种新化合物 是我们在研究高能照药当中的一个副产品 张老师知道郭太来和赵燕燕都不是化学系的 所以讲得比较通俗 具体的分子是在这边 名字我就不说了 你们也知道 有机物命名读起来很麻烦 经过我们的测试 这种新化合物 有着十分优秀的性能 哦 具体是在哪方面 郭太来问的 张老师肯定是有报告提交到了军方 赵燕燕应该看过 郭太来没想让她问 自己问了出来 物理化学性质都比较稳定 能够长期储存 张老师笑着回答道 燃烧非常迅速 无疑 但是体积膨胀比现在使用的葡萄子弹发射药 多出了大约50% 可燃温度却比现在的子弹发射药低了大概30度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更优良的发射药 郭太来瞪大了双眼 飞快地回答道 没错 张老师点了点头 无论是燃烧残留还是其他方面 都比现在的发射药更好 唯一的问题就是筹本很高 还不具备大规模制备的条件 少量制备应该没有问题吧 郭太来赶忙问了一句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张老师笑了起来 看着郭太来笑眯眯地问道 怎么样 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歇的小法 让我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郭太来嘴里说着 心里也的确是疯狂地琢磨起来 这么好的发射药 莫斯可以尝试一下自己 一直想要玩的那种武器了呀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连妹从化学馆出来 郭太来眼中的兴奋 就没有消失过 赵燕燕理解郭太来的状态 明白她肯定是想到了 什么让她心动的东西 允殖研究那边 理解有什么新成果吗 郭太来陪着师姐 在东大操场边上溜达着 顺路问道 其实有一种 更耐高温和耐磨的金属配方 赵燕燕也没隐瞒 边走边回答道 所以你之前 造发动机的那款特种钢 才会解密 允许外购 有没有强度更高 能承受更大糖压的 郭太来不怕赵燕燕 知道自己想玩什么 再次问道 有 赵燕燕很肯定地回答道 但和发射药一样 传本很高 都凑巧了呀 郭太来笑了起来 这样的话 自己需要的东西 基本上就已经齐了 不过 还是有一些电子方面的东西 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善 克里斯蒂娜公司那边 张姐说 再有一周 那笔款子就能转回来了 到时候赶紧搭架子找人 师姐 现在军方是缺狙击步枪 还是对付狙击手的武器 郭太来目前手上 有两个选择 自己也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好 所以问赵燕燕道 都要 赵燕燕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都选 哪种比较迫切 郭太来问道 都迫切呀 赵燕燕比任何人都期待两种装备 毫不迟疑地说道 总得选一种吧 郭太来叹了口气 总得有个优先级啊 我不太可能同时制作两种的 不是一样的武器吗 赵燕燕有点奇怪 狙击步枪和反狙击手的武器 难道不是同一种吗 有了好的狙击步枪 我们的狙击手就能够对付敌人的狙击手了呀 难道最好的对付狙击手的武器不是几方的狙击手吗 有求不一样 郭太来摇摇头卖了个关子没多说 赵燕燕尽管好奇 但也没有多问 只是皱着眉头琢磨 好一会之后才缓缓地回答道 那就优先反狙击手的武器吧 反正狙击步枪也有单位在做 郭太来点了点头 有选择就好 自己可以回去准备了 那个反狙击手探错系统进度怎么样了 郭太来多嘴问了一句 没觉得赵燕燕会回答 结果让她意外的是 赵燕燕竟然回答了 基础生错模型已经拿出来了 师姐和郭太来手拉手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单独的枪声已经能够准确地标定方位 现在就是需要进行声文分析 将各种武器的声文特征都提取出来 并录入系统了 这是个大工程 并不简单 郭太来当然知道这个不简单 他自己提出的思路 当然知道那有多困难 不过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验证了郭太来的思路正确 只要继续深入研发下去 探测系统肯定会越来越精准 是不是故意的 走到一处角落的时候 郭太来忽然使坏 将师姐拉到了隐蔽的树丛中 双手一把勒住师姐的仙妖 将她强行地贴在自己身上 冲着赵燕燕问道 探测系统差不多了 所以故意带我来 让我知道心形发射药的事情 不是啊 赵燕燕笑着刚否认 就被郭太来的双唇捂住了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乖乖地双手搂出了郭太来的脖子 深深地拥吻 好一会之后 赵燕燕才松开了手臂 轻轻地捶了捶郭太来 讨厌 快放开我 师姐 找个时间 我帮你把皮肤美白一下吧 看着赵燕燕收拾衣服上的褶皱 郭太来忍不住说道 因为长期在外 风吹日晒的 身为军人 赵燕燕也很少在训练 或者出差中 使用那些防晒霜什么的 整体晒得有些黑 虽然依旧漂亮 却没有在学校的时候那么白皙 郭太来看在眼中 疼在心里 不要 赵燕燕娇笑着拒绝 上次你帮我处理了一下皮肤 结果我去报道的时候 被人当成了少爷病 好不容易才压下了他们 要弄那么白 肯定又有人有想法了 不要 反正你周围的战友也都知道了 怕什么 郭太来才不相信 师姐他们小组的人 没有调查过自己 不知道正义房的存在 不服气地问道 那也不好 赵燕燕拉着郭太来 从角落出来 继续往停车那边溜达 看郭太来貌似心情不爽 只能妥协 好不好吧 服了你了 只能保养皮肤状态 不许弄那么白 郭太来兼计得逞 脸上露出来微笑 对了 这几天我爸妈要过来 我想让他们和你爸妈见一面 一起吃个饭 走了几步 郭太来把昨天和赵向北 商量的事情说了出来 你要不也请半天假一起 听到自己父母 要和郭太来父母见面 赵燕燕的表情 有些微微的不自然 才走了两步 郭太来就察觉到了不对 师姐拉着自己的小手 竟然在微微的发颤 转头看着赵燕燕的时候 忽然发现 师姐竟然满脸煞白 身体都有些发抖 师姐你别怕 你不用去见面 没关系的 郭太来大惊 也不管师姐穿着军装 一把狠狠地搂住赵燕燕的郊区 身上的纳米机器人 几乎疯了一般地 往赵燕的体内涌去 右手捂着师姐的后心 郭太来左手轻轻地 将师姐的真手 按在了自己的右肩 无数的纳米机器人 疯狂地往师姐的血管中供养 疯狂地刺激着 每一颗经过的红细胞 哪块肌肉发颤 一堆纳米机器人 就过去将颤抖止住 一番手忙脚乱之后 师姐总算是恢复了正常 郭太来真的没想到 师姐会这么大的反应 也不知道师姐当时 对联姻的事情 厌恶到了什么地步 竟然听到 要见郭太来的父母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 别怕师姐 郭太来轻轻地 点吻了一下师姐的唇 你放心 我永远不会逼迫你 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 对不起啊 赵爷爷埋手 在郭太来的怀中 闭着眼睛 冲着郭太来低声说道 师姐 永远不用和我说对不起 郭太来不得不双手搂着她 同时手里帮她提着军帽 努力地安慰着 比任何时候都柔弱的师姐 相信我 我爱你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15集 师姐坐着军车走了 郭太来却陷入了迷茫中 之前师姐一直说自己是不婚主义 不会结婚 郭太来以为师姐只是简单的 在国外接受了不婚主义的思潮而已 可她一说起父母见面 让师姐见见自己的父母 师姐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很明显 已经不只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 而是有一定的心理问题了 这怎么办 郭太来简直要头疼了 刚刚赵燕燕在恢复过来之后 对郭太来很是一番抱歉 解释了好一会儿 郭太来听明白了 师姐只是觉得 结婚后要称呼另一对夫妻爸妈无法接受 甚至会惊恐万分 这是从小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自己调皮的时候 姑姑家的保姆吓唬她 爸爸妈妈不要她了 要把她送给另外一家人 叫别人爸爸妈妈 而留下的童年心理阴影 明知道这种感觉其实是错误的 但赵燕燕心理上 却转不过来这个玩儿 很正常 再强大再天才的人都有弱点 也许这就是赵燕燕无法碰触的禁忌吧 听到这个缘由 郭太来恨不能把那个不负责任的保姆千刀万剐 可惜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郭太来也只能在怀中一个劲的安慰师姐 心中也暗暗决定 在师姐这个心理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提都不会再提这个话题了 也许时间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或者加上郭太来小心的呵护 告别师姐 郭太来都不知道该骂谁 烦闷之下只能再次约了赵向北 找地方吃饭 把自己要做一款反狙击手武器的打算 说了出来之后 赵向北举双手欢迎 但他也表示会再和上级沟通一下 对于郭太来这种研发 确立一种双赢的合作方式 否则每次都是只给郭太来一百万设计费 却要拿走国内至少得花一亿甚至是数亿以上资金 才能设计出来的产品 赵向北自己都觉得脸红 可当郭太来把赵燕燕听到 要见郭太来父母就表现得惊恐万分的情形 对赵向北说了之后 赵向北一脸的愕然 等知道赵燕燕为什么会这样之后 赵向北当场恨不能悔恨的 使劲的抽自己几个嘴帕子 赵燕燕从小就表现得乖巧 所以赵向北和丁总也都很放心的 把孩子交给自己的姐姐代 谁知道保姆竟然还会用这种方式来恐吓 竟然还能给赵燕燕留下如此浓重的心理阴影 有那么一刻赵向北甚至痛恨自己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在孩子成长的时候不多陪陪孩子呀 如果他和丁总当时都能多陪陪赵燕燕的话 哪里会有现在的事情 以后你们也不要对师姐提这些 不要逼他 郭太来不知道该怎么说 难道他还能埋怨赵向北和丁总年轻的时候 事情办得不对 他现在也只能让赵向北和丁总 不要再刺激到赵燕燕 然后心里琢磨着 自己是不是该去学个心理医生出来 唉 不管用的 赵向北红着眼睛摇摇头 否决郭太来的打算 心理医生大部分不能治疗自己亲人的 关系太亲密 拉不开距离 不利于咨询效果 自己也很容易身陷其中 患者的效果也不好 暂时没办法 郭太来只能和赵向北重新约定 两家人见见面 但是暂时不要告诉赵燕燕之后 郭太来才和赵向北分开 吃过午饭没多久 郭太来就接到了父母的电话 他们已经赶到了武道口的家里 昨天晚上接到电话做好准备 今天一大早的车子 中午就赶到了京城 然后也没通知郭太来 直到到家才给他电话 郭建军和丁玉梅 终究还是不放心 郭太来一个人面对拆迁 急匆匆的赶来助阵 见到郭太来瘦成这个样子 郭建军和丁玉梅很是开心 嘿 儿子终于瘦下来了 又变成了那个父母眼中的大帅哥 又健康又帅 真好 安顿好父母 郭太来给赵燕燕打电话 让他把李宇竹那边研究铁允时 得到的强化特种钢的物理属性 给他一份 郭太来开始琢磨 该怎么造自己想做的那款 反狙击手武器 是的 郭太来要做的就是后世那款 QLU11式狙击榴弹发射器 这款狙击榴弹发射器 在远距离上不可能和狙击步枪比精度 但是号称打不死你 炸死你 射程远能达到2000米 比大部分狙击步枪的射程还要大 轻型35毫米榴弹发射器 只有13公斤 不比大口径的狙击步枪重 如果郭太来将加工精度提升到极致 患用全新的发射药 增加出速 射击精度肯定会大幅度提升 当然带来的是后座力比较大 但架不住可以安装到重型支架上 或者车子上 最大射程还能更进一步提升 就算是轻型单兵使用的话 郭太来也有把握将重量降得更低 精度更高 现在就等着张老师那边的新型发射药 和李宇竹那边的强化特种钢了 当然为了减重 少不了一部分钢质部件 郭太来会替换成钛合金或者铝合金部件 这就要看李宇竹那边特种钢的性能了 某些物理属性越高 就可以做得越薄 也就可以做得越轻 在家里握了三天 郭太来肉眼可见的胖了 估计得有十斤吧 这疯狂的增重 让丁玉梅和郭建军都吓到了 为了让两人放心 郭太来把两人带到了正义坊美容院当中 我帮你把手上的这颗黑质给你去掉 郭太来拿出应付当年赵向北的招式 手中拿着一根长针 轻轻松松地就在丁玉梅和郭建军的面前 把郭建军手上的黑质给抹掉了 这个美容院是你的 丁玉梅见到这一幕直接就傻了 恢复过来之后立刻变得兴高采烈起来 儿子有这个本事 这辈子都饿不死了 兴奋之余 倒是还没想到自己要怎么美容 只是好奇的四下里仔细地查看 正义坊里的里里外外 没一会儿功夫 就看到了那个报价清单 小县城里只有一家美容院 丁玉梅还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据说里面很贵 所以她也只是在家里保养 可是看着这张清单 丁玉梅忍不住手都哆嗦了起来呀 莱莱 你 你这个不是开黑店吧 丁玉梅用颤抖的口吻冲着郭台来问道 脸色都变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妈 你想多了 郭台来听着丁玉梅小心的问题 简直哭笑不得 我们这里的价格是在物价局备过案的 怎么会是黑店呢 可 可这也太贵了 丁玉梅看着上面的价格清单 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 这么贵 谁会来光顾啊 哎呀 能有多贵啊 孩子做点事情不容易 你怎么净丑后腿呢 郭建军没看到价格清单 想当然的觉得就是 比县城里那个美容院 贵上个两三倍的价格 这可是在京城 贵不是正常的吗 你自己看看 丁玉梅大怒 随手把一张价格清单 塞给了郭建军 对儿子舍不得发作 对郭建军就语气横多了 你 这标价是越南钱吗 郭建军看到 每一项后面的好几个铃 也被吓到了 忍不住地问道 他不知道越南盾的单位是什么 直接用了越南钱 据说这钱呢 不值钱 在京城做生意 收越南钱 丁玉梅对郭建军可一点不客气 你会做生意吗 郭建军被老婆呛了一句 也没回嘴 摇着头嘖嘖称奇 嘖嘖什么呀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丁玉梅冲着郭建军又是一句 你就不关心儿子出事吗 能出什么事啊 郭建军度过了最开始的惊讶阶段 立刻就接受了事实 价格归 儿子随便做个手镯就卖五百万 上哪说理去啊 一想到自己压在箱子底的那个二绒细珠手镯 丁玉梅也是有些发愣 想想也对呀 儿子做个手镯就能卖五百万 那做个美容 为什么就不能同样的价位呀 不对 丁玉梅忽然反应过来 手镯做完一次性的就结窜了 美容人家还会常做 会找后账的 来来 你标价这么贵 有客户吗 刚问完这个问题 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敲了两下 外面的人自己推门进来了 两个女的看起来身材很好 穿着时尚的大衣 围着围帛戴着墨镜 整张脸都被遮住 但现在是十二月份 大冬天的 这打扮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郭先生 其中一个开了口 郭太来一听 熟悉 天后天飞 哟 田姐今天怎么过来了 郭太来赶忙站起来接待 没提前和我说 也没准备啊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田飞看了一眼 看里面两个略有些土气的中年男女 而小鱼和蓝姐都不在 知道郭太来肯定不会现在干活 我就是路过 正好上来看看有没有人 啊 这不是年底了 我带父母过来看一眼吗 郭太来笑着解释了一下 啊 一听是郭太来的父母 田飞似乎来了精神 这下墨镜取下围帛 走过去笑着冲两人问号 叔叔好 阿姨好 你好 你好 丁玉没赶忙招呼 人家那么礼貌 她可不能给儿子丢脸呢 问候之后才发现 田飞看起来很眼熟 你 你不是那个 那个 田飞 大明星 郭建军可没有丁玉没这么矜持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电视上的大明星天后 居然就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眼前 是我 田飞笑得很热情 叔叔阿姨叫我小田就好 不用叫什么大明星什么的 和田飞一起上来的那个也解下了微波墨镜 郭台来没见过 不是上次的经纪人和解 但看和田飞的相处 应该是田飞的助理之类的 郭台来这边也招呼着请她坐下 不坐了 田飞很有眼力见儿 知道现在不是请郭台来干活的好时候 她也不是为这个来的 我是听飞飞说 这边可以预存获得VIP资格了 所以先来预存一些消费 说话间 田飞的助理已经给双手递过来一张支票 上面不多不少 一千万美元的数字 田姐 预存我可以收下 郭台来接过支票 笑着对田飞说道 不过有件事情您得谅解 到年底之前恐怕都没时间了 已经被人约了 大面积烧伤的病人 全身疤痕 要是简单的 你提前打电话约一下我可以做 但特别耗时间的 恐怕没办法了 没问题 我要推荐朋友也得是年后了 田飞对此毫不在意 年前几个电视台都有演出 想来你这里也来不了啊 那就好 郭台来笑了笑 收懂哦 转到工作间那边 再回来的时候 郭台来手上已经多了一张贵宾卡 五号贵宾卡 四号是张茂辉的 田飞只能排到五号了 看到这个贵宾卡 田飞脸上乐开了花啊 小心地仔细收好 先和郭建军丁玉梅打过招呼之后 这才和郭台来告了别 送走了田飞 郭台来才返回接待大厅这边 和父母说话 刚刚那个 真的是大明星田飞 丁玉梅现在都还震惊于 见到了活生生的明星 物资不敢相信 刚刚经历的一切 是啊 郭台来笑着说的 田姐就是我的一个客户啊 刚刚那是给你交钱玉存 丁玉梅虽然没怎么去过美容院 可以知道一些美容院的套路 玉存然后打折 是玉存没错 郭台来笑了起来 但是不打折 那这是存了多少呀 丁玉梅有些好奇地问道 她和郭建军才担心郭台来定价那么贵 会没客户 结果马上跳出来一个大明星 田飞这样的大明星 那肯定是能消费得起这些项目的 一下子就让丁玉梅放心了五成 郭台来笑了笑没说话 把支票给递了过去 丁玉梅笑呵呵地接过来 低头一看直接愣在了人地 这是一二三四七个梁 更失败价一千万 傻看什么呀 没见过支票吗 郭建军对丁玉梅的表现很不满 走过来从他手中拿过支票看了一眼 保持着同样的表情傻了 一千万 是啊 郭台来笑了笑 美元 美元兑换人民币 怎么也得七八倍吧 这么多钱就一次性给了 连个收条都不用打 所以啊 爸妈 你们不用担心没有客户 也不用担心价格会有问题 郭台来笑着 冲还在惊讶的父母说道 这一千万还只是个资格 你有钱没有这个资格 咱还不接贷呢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17集 虽然有田飞这个大明星 恰好赶上给做了一个绝好的证明 可丁玉梅和郭建军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儿子在京城生活 说不定只是和田飞认识 配合演戏呢 不过在郭台来让父亲躺了好 自己当着丁玉梅的面 把郭建军那一副在工厂车间里熏陶出来的 有黑粗糙的老脸 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皱纹 精神无比的干净面孔的时候 丁玉梅就信了 郭台来几乎没有动用自己体内的脂肪储备 郭建军今年一年的生活不错 肚子上已经有了一些小肚腩 郭台来在动手的时候 另一只手可以一直在郭建军的肚子上 完全是使用郭建军自己体内的脂肪 来强化脸上的细胞 没有消耗自己的能量不说 精神上也不怎么累 做了一个多小时 依旧还是精神满倍的 给父亲做了 自然不能厚此薄彼 所以也要给母亲做一次 而且给母亲做的 要更加的上心 男人嘛 毕竟还不是靠脸吃饭的 给丁玉梅做 肯定是按照最高标准 值得庆幸的是 丁玉梅属于下岗在家里 从来没有想过再就业的 没追求的妇女 儿子争气 手里有钱 生活水平不错 腰腹部的小肉肉 比郭建军还多呢 因为有这些条件 郭太来得以用 并不怎么高昂的代价 在一个下午 让郭建军看到了自己爱人 从五十多岁 沧桑的下岗妇女 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 年轻丽人的转变过程 丁玉梅从病床上下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已经是傻的 看着镜子里那个面孔年轻的至少二十岁 各种白皙 细嫩 居然还有了小蛮腰的眼熟的女子 丁玉梅第一反应不是惊喜 而是哭泣 这面孔貌似是在郭太来小的时候才见过 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么清纯活力的眼神 可是面孔却还是那个年轻时候的面孔啊 在经历了一千万美金的震撼 外加自己几乎返老还童一般的强悍整容效果之后 当郭太来拉着父母到西单商场 买几身新衣服的时候 两人基本上抵触的心思就不大了 合身的西装 漂亮的裙子 旗袍 郭建军和丁玉梅都大大方方的试衣 一点也不在乎价格牌上的那四位数了 虽然总觉得那个价格还是有点小贵 本能的想拒绝 可是看着儿子的期待目光 两人还是选择了接受 于是乎拎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 再到一个豪华的酒店吃饭的时候 两人就再也没有什么放不开了 这顿饭肯定是贵的 但也不过就是他们拎着的衣服袋里面 最便宜的那个袋子里的价格而已 没有爆发户的嚣张 可平心静气的品尝美食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爸 妈 别看我那边收费贵 可那是我以短时间内 身体大量消耗为代价的 郭太来终于说出了这番话 也顺带解释了自己瘦下来的原因 你们没发现吗 我今天又瘦了一点点 还真是 如果郭太来不说 两人都还没有注意到 可现在看到了立刻心疼起来 小豪大就不要做呀 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 又不图这些 你这孩子 所以我得补回来啊 郭太来笑着说道 这几天你们看我饭量大 就是这个原因了 这次来 两人的确是发现 郭太来饭量爆炸 而且几天之内涨了十斤 现在总算是明白原因了 所以也别说我定价高了 毕竟我付出的代价很大 郭太来一边吃着自己的盘子里 被父母夹过来的一堆菜 一边说道 要我看呀 你的定价还是低了 之前不知道 这是儿子这样消耗 才能达到的效果 现在知道了 丁玉梅的第一反应 就是心疼儿子 然后觉得定价太低了 得要翻一倍才合适 郭太来都得想偷笑了 但还是点着头附和着 果然是亲妈呀 岳母觉得翻两百倍 已经差不多了 亲妈却觉得 还得翻到四百倍才行 爸妈 你们看啊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 所以有些小钱 就不用太计较 一边吃着 郭太来一边缓缓地说道 这次拆迁 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条件 咱们就随大溜 别人不迁 我们也不迁 别人迁了 我们也就迁了 平心静气地谈 完全没必要生气 两人点着头 当然主要是丁玉梅 知道儿子有这种本事 一辈子无忧 那心态自然不一样 完全可以稳如泰山 对了 其实我去年就谈了个女朋友 因为没确定 所以没和你们说 郭太来吃了一会儿 把女朋友的事情说了出来 后来确定了关系 他们家京城的 所以我就想着 让你们和他父母也见见面 可以啊 丁玉梅一听 儿子连女朋友都解决了 更是开心 立刻点头 不过 你是不是 该先把你女朋友 带回来给爸妈看看啊 他在军队服役 不是想出来就能出来的 郭太来暂时不想让父母担忧 所以只能用这个借口 那照片呢 照片有没有 丁玉梅着急地问道 他已经急不可耐地 想要看到儿子的女朋友 是什么样子了 有 郭太来早有准备 拿出了赵燕燕的军装照 给父母看 哎呀 真漂亮 丁玉梅看着赞叹道 欣赏了好一会儿 才给郭建军转过头来 冲郭太来问道 还是个军官 少校 是我的一个师姐 不过比我小一岁 郭太来急忙解释 明显看到丁玉梅松了口气 博士毕业 所以一参军就是少校 我们本科毕业的参军就是中卫 女博士呀 丁玉梅对于赵燕燕的相貌十分满意 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可是听到是博士 就有些犹豫 比你高那么多 你会不会抬不起头呀 要不你再回学校 去读研读博 哎 两个孩子自己喜欢就好了 什么抬起头抬不起头的 郭建军在旁边反驳着 你别听你妈的啊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丁玉梅冷哼了一声 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再次回到五道口家的时候 郭台来知道 自己的父母这边 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 来做事情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18集 晚上郭台来给楚飞 打了个电话 一个是告诉他 田飞来他这里充值了 另一个则是通知楚飞 和给田飞的理由一样 年前要给一个 全身大面积烧伤的人 治疗疤痕 所以他想要带他妈妈过来 只能等春节后了 是那个小灰哥吗 楚飞对京城的事情 也不是一无所知 一听马上就问道 你认识 郭台来有点意外 按道理 楚飞家不是京城的 居然对京城这么熟 以前在魔兜见过一次 楚飞倒没觉得什么 飞快地解释道 后来听说他出事了 就再没见过 哦 原来如此 郭台来恍然大悟 进居 我估计没有什么时间了 和你妈妈说声抱歉啊 没关系的 楚飞笑道 我们过年肯定都回家 年后再来找你 这几天 郭台来就一直在休养 直到平安夜那天 郭台来给小灰打了个电话 让他第二天 准备进行第二次治疗 丁玉梅这几天 也接到了拆迁办的通知 圣诞节这天 郭台来去给小灰治疗 丁玉梅和郭建军 一起去听拆迁办的公告去了 加上被封电停业整顿的闹头 差不多十天 郭台来才安排了第二次治疗 还好这几天 他已经把自己养回来一些 虽然没到二百斤 但已经达到了一百九十多斤 小灰还是和老头老太太一起来的 郭台来知道老头的地位高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态度 两个警卫依旧还是被挡在外面 这次来 老头老太看起来都很开心 一点都不像上次的那种愁眉苦脸 因为心情好 看着两个人的气色都比上次好了许多 小灰更是如此 大冷的天 他连帽子都不戴 就那么亮着一个光溜溜的光头 脸上一直都是笑容 双手的手指不停地动 这是郭台来嘱咐过的 让他多锻炼手指的功能 郭台来让他多吃点 小灰看来也完成得不错 至少现在看过去 已经不是那种瘦骨鳞巡的身材 有了点肉了 不过距离郭台来要求的 有点脂肪的地步还差了点 所以这次 依旧还是不能借助小灰 自身的脂肪来消耗 好消息是 首先完成了头脸以及双手 这几个需要录在外面的部分之后 剩下的部位 顺序其实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当郭台来建议 从小灰有完好皮肤的腿部 开始治疗的时候 一家三口一点都没有意义 连连点头 从完好的部位开始 皮肤干细胞就比较充足 后费的能量也不会那么多了 简单聊了几句 郭台来就把三人带到了操作间 让小灰躺在病床上 至于老两口也不那么紧张了 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远远地看着 不用这么沉吗 可以说点什么的 郭台来看着小灰 还是有点不怎么说话的样子 忍不住笑着活跃了一下气氛 那个打断别人的腿 是什么感觉 很切切 小灰一听这个 立刻笑了起来 不过比不上 你连杀二十多人的爽快啊 小玉在旁边配合 文言立刻娇笑一声 你还真会开玩笑 活跃气氛 也不是这么活跃的 整天笑嘻嘻胖乎乎的 郭总连杀二十多人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什么 让他连续的雕刻 二十个美女雕像是可能的 连杀二十多人 开玩笑吧 是啊 我不怎么会说话 小灰笑了笑 顺着小玉的话承认的 目光扫了一眼 戴着口罩给自己 试真的郭台来 看他目光中并没有什么责怪 这才松了口气 郭台来在货轮上 杀了二十多人 普通人知道的没有 也就只有军地的一些高层知道 小灰肯定是从他爷爷这边知道的 但这里说出来 明显的有些不合适 不看小玉都觉得 他实在是开玩笑的吗 其实小灰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很惊讶 谁能想到 那个胖胖的人畜无害的胖子 居然是个 那么个心狠手辣的主 那些家伙找他的麻烦 简直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他们得庆幸 他们是生活在国内 否则胖子急了 他们能落得好吗 年轻人啊 不要因为一时的 有些人不守规矩 就对整个社会产生误解啊 在旁边的老头接了一句 貌似是规劝郭台来的 还好了大爷 郭台来笑着回答道 我这边又没什么损失 什么也没耽搁 咱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开店嘛 总有些意外的 走路都说不定 脚下有个坑呢 咱们也不能因为路上有个坑 就不走了 是不是 对 你这个心态啊 很好 老头笑着点头称赞道 你就安心的开你的店 正常经营合法纳税 以后再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就找我 我帮你问问 一般的无理取闹的 我还是有几分面子的 郭台来一只手拿着针 另一只手腾出来 冲着老头这边竖了个大拇指 一般的无理取闹 再厉害十倍的闹腾 估计在他眼里也不是什么事 大家开始聊天 气氛也就越来越融洽 操作室里热闹起来 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得很开心 消耗不是很大 比上次足足减少了一半 这让郭台来很开心 连着休息了几次之后 郭台来的体重再次降到了一百六十多斤 但小灰左腿和半条右腿上的疤痕 却已经消失无踪了 按照这个比例 再有三次肯定没有问题了 郭台来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众人也都看到了这些变化 小灰一家都十分的开心 三人走的时候 小灰带走了四号贵宾卡 而老头却留下了自己的私人电话 让郭台来有事不用客气 郭台来郑重的收好 不管以后会不会打这个电话 总归是人家一番心意 精疲力竭的回到了家里 郭台来狼吞虎咽一般的 连吃两大碗妈妈做的手擀面 这才缓过劲来 妈 你们今天去了解拆先重挫 条件怎么样啊 不算好也不算坏 大家还在观望 等着谈 丁玉梅收拾这碗筷 边收拾边说道 我们家这边 可能和其他人家还不一样 哦 有什么不一样啊 郭台来有些奇怪 难道不是大家一样的条件吗 你的户口不在这个院里 丁玉梅有些不满地说道 所以补偿标准 比户口再的要低的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19集 莱莱 你现在的户口 到底在哪里啊 被父母追问户口的问题 郭台来傻了眼 自己的户口在哪里呢 貌似英介生毕业 郭台来毕业那年 已经是自主择业了 双向选择 郭台来很多同学 大午后半学期 都在找工作 郭台来因为确定了保送 所以什么也没找 后来出了事情 差点被学校开除学籍 总算王校长 更改了教务处的错误决定 这才留住了学籍 按道理 要是读研 户口肯定还在学校 要是工作 那就是拿着毕业证 拿着派遣证 把户口和档案 迁移到佣人单位 可郭台来现在这个状况 应该在哪里呢 郭台来不得不承认 自己从西北回来的时候 脑子里有些乱 居然把这个 华夏人民最重要的东西 给忘记了 当时父母还以为 郭台来给国家办事 肯定是有接收单位 所以也没追问 结果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郭台来的户口在哪里 对了 问问赵向北 貌似之前的几次 护照签证什么的 都是赵向北帮忙办的 他应该知道 在哪里了吧 一通电话打过去 赵向北很快的接了起来 你的户口 赵向北一时也有些发乐 应该还在学校吧 你又没有签出过 一句话提醒了郭台来 对呀 自己又没有签出过 那肯定还是在学校了 不过你这个肯定是 不符合规定的 赵向北想了想 接着说道 你没有单位接收 也不是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 理论上应该是打货原集的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有人会关注 或者按照你出国留学处理 户口先留在学校 等你下次想要这方面处理的时候 再签货原集 赵向北是做管理工作的 人事方面的东西 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 那我现在怎么办 郭台来皱起了眉头 要是户口签回原集 郭台来自己无所谓 但父母肯定接受不了 辛辛苦苦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杀出重围 考上水木大学 最后户口还回去了 哎 麻烦了 赵向北在电话那头 撕起了牙 刚毕业那会儿就应该办 那会儿是应届生 执教由应届生进京指标 随便哪个单位都能接收 现在吧 就得要额外的进京指标了 要不就直接挂到我们集团 我的美容院正常交税数千万 不能挂靠吗 郭台来皱了皱眉头 暂时不想挂靠到 南方集团去 我去问问 赵向北也干脆 直接挂了电话 帮忙去问了 过了没多久 电话打了过来 赵向北直接吐槽道 没戏 你把进京指标看得太简单了 你那个刚成立几个月的美容院不行 高科技公司至少得几年之后 才能申请 美容院就不在可以申请的范围之内 好吧 郭台来贵了 在京城纳税个几千万算个屁呀 也就是提到户口了 郭台来才问问 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是想从学校转到这边家里也不可能 没有接收单位 就只能签回原籍或者挂在南方集团名下 郭台来相信 如果自己现在想要个京城户口 不管是赵向北还是小辉的爷爷都能轻松办的 但是 算了 先解决拆迁吧 户口一时半会儿签不回来 相信这边肯定也锁住不让签入了 郭台来只能和父母这么说 那个拆迁办的干部也这么说 丁玉梅倒是不意外 只是觉得可惜 这样一来 补偿就低了一等 都有些什么补偿啊 郭台来好奇地问的 几种 一种是原地回签 按照面积不成 一种是全现金不成 还有一种是现金加安置房面积 但安置房不在原址 任选其一 来来 你觉得哪种核算 原地回签 郭台来想都不想地回答道 以后这里可是宇宙中心 当然要原地回签 可这第一档的赔偿很亏啊 丁玉梅有些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显得有些不开心 要不 我们先坚持着等一等 看看有没有人闹 跟着提下涨价 这么闹腾没意思的 郭台来才不想自己的父母 因为拆迁这么点破事 出个什么意外 按照他赚钱的速度 就算是华清家园开了盘 按照开盘价全部买下来 都没问题 以后都是稳赚不赔的 何必因为拆迁的时候 这撒瓜俩早的折腾呢 怎么就没意思了 丁玉梅不爱听了 一平米几千块 多上十几二十平米 就是几万块十几万块呢 按道理说 这是理直气壮的理由啊 可不知怎么的 丁玉梅越说越低越说越低 应该是想到了那天 郭台来随随便便 就收了一千万美金的事情 相对而言 这十几万元的确是没什么意思 貌似自己过来 没什么用武之地啊 郭建军在旁边听着都摇头不语 郭台来自然也是如此 要是还在上学买房那会儿 郭台来肯定是能多挣一点 就多挣一点 但手里握着一亿多美金呢 还在计较现在的十几二十万 以及二十年后的一两亿 这也实在是没出息了点 妈 要想争取好条件 其实有办法 郭台来看着丁玉梅神情低落 忍不住建议的 什么办法 丁玉梅文言精神一阵地问道 这年头柴迁要争取好条件 要么就第一家签 要么最后一家签 郭台来想了想 未来梦境中的一些经验 很笃定地说道 最后一家做丁字户 肯定也不舒服 那咱就做第一家 第一家表率 柴迁办 怎么也得给个榜样 数个典型吧 有道理 丁玉梅也振奋了起来 能多给多少呀 嗯不知道 郭台来摇摇头 不过如果我们买原址 新建的小区 拆建办有没有优惠啊 有啊 丁玉梅飞快地回答道 一平米优惠五百块 上限四十平米 那就跟他们谈 我们第一家签 但是这个优惠购买面积 我们要求一千平米 郭台来笑着对丁玉梅说道 妈 你就去争取这个面积 能挣的多少是多少 好 丁玉梅知道自己儿子有钱 一千平米肯定能买下来 眼中顿时冒出了光芒 整个人都充满了斗志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郭台来并不担心 丁玉梅会谈不下来 只要表了态 愿意第一家签 无非就是优惠面积 给多少而已 反正按照政策 这么个一千多平米的大院子 原地回签 怎么也要补偿五百平米 再加上额外能优惠买的面积 郭台来觉得 自己有必要等开盘的时候 摆一下近省人的豪阔 那些没老板 不都是号称这么买龙吗 看了一个样板房 觉得这个房型不错 二话不说 一纸楼盘模型 这个户型我全包了 要么就是觉得 几个户型都还不错 这栋啊 我都包了 以郭台来现在的财力 估计冲一把没老板 还是完全做得到的 就当是给父母一个 聊天解闷的事情 谈下来多少是多少 大不了想要更多开盘的时候 原价去买呗 不就一平米多五百元的事情吗 倒不是说郭台来非要占这个便宜 主要是郭台来想到了 以后要和母校建立一个 长孝子合作研发机制 那么现在便宜买下来的这些房子 到时候就可以作为 给公司研发骨干的激励 重要骨干只要加入自己的研发团队 就有房子的使用权 做够一定的年限 所有权也可以奖励 宇宙中心的一套房 想来也没有人会觉得 这种奖励还不够吧 郭台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些许的具备了一点点的管理思维 居然开始提前琢磨这种事情了 第二次治疗过小灰之后 郭台来就再次进入了疯狂的 吃东西长肉休养过程中 直到新年放假结束 元档后第一天上班 郭台来就接到了黄伟国的电话 他和何建华柳志砖已经探亲完毕 来到公司上班 另外他们部队退役的五个后勤人员 也都同意了加入郭台来的公司 他们也安顿好了刚退役的这些事情 今天开始正式上班 这样也好 他们加入公司的时间从新年开始算起 简单好记 黄伟国他们是安保人员 所以郭台来必须要过去和他们一起商量一下 关于自己安保的事情 以郭台来的本意 在国内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身边跟着一个人 但黄伟国他们坚持 郭台来也不得不妥协 至少先去商量一下 看看在国内怎么能够不那么显眼 在公司 郭台来见到了新加入的五个后勤组的女同事 年纪和郭台来差不多 五个青衣色的齐儿短发 站得笔直 英姿飒爽 说不出的精神 可能是因为身上有着和赵燕燕相同的战士气息 虽然没有赵燕燕那种美的经验 但每一个也都是十分清秀 放到社会上也是小美女一枚 真佩服他们 竟然在军队当中服役这么长时间 而且还是担任黄伟国他们出任务时的后勤和通讯支持 对郭台来 五个复原女战士都很尊敬 知道她是九五和九八式的设计者 面对郭台来的时候 目光都是一种崇敬的目光 但在他们八个人加上郭台来一起开会的时候 几个人却寸步不让 这个时间点不能去阿富汗啊 从黄伟国到何建军到柳志砖 加上五个女后勤全都是一致的意见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阿富汗到处是战火 就算大家不怕 可问题是连一条安全的到达路线都找不到啊 瓦罕走廊这边根本就是没有路 想去巴米扬 要么从巴基斯坦 要么从塔吉克斯坦那边入境 但两个方向上都有战火 所以这个时候绝不能去阿富汗 哪怕郭台来知道四月份塔利班才会占领巴米扬 但这个时候也不能过去 谁也无法保证郭台来的安全呢 理由很充分 充分到不用说更多 几个人就意见一致的全部否决了 如果我非要坚持去呢 郭台来皱起了眉头 如果今年去不成 那恐怕就得等几年之后才能去了 首先你拿不到写证 只能非法入境 各种麻烦 其次国家方面是绝不会让你去的 黄卫国很实际的说道 郭台来琢磨了一下 估计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只能叹口气摇头了 唉 算了 那就算是不去了 听到郭台来放弃 黄卫国等人都长出一口气 郭台来肯听劝就好 不盲目坚持 这一点很好 那我去趟法国 去卢浮宫 看看蒙娜丽莎的真迹 这应该可以吧 郭台来只能想另外的一条路 先去解决蒙娜丽莎那边的纳米机器人 蒙娜丽莎的真迹 黄卫国文言愣了一下 但没说什么 貌似去法国还是能保证安全的 应该问题不大 郭总去法国容易 但想要看蒙娜丽莎的真迹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后勤组的组者 柳之专喜欢的那个小王 忽得开口说的 为什么 公开展出的呀 我参观展览不就行了 郭台来不明白 看不了巴米扬大佛 去看看蒙娜丽莎也这么难吗 卢浮宫公开展出的 只是一件复制品 小王很认真地说道 真品一直就在 卢浮宫的保险库里存放着 一般人根本见不到真品 还有这事 郭台来大惊 自己就连看个名画都这么难吗 太过分了 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 嘴上虽然有点不太相信 但郭台来心里却是已经信了九成 且不说小王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但是换成是郭台来 有这样的绝世珍宝 肯定也是能用最好的条件保存 就用最好的条件 公开展出显然不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 对于郭台来的突然气氛 有些大祸不解 难道郭总的艺术修养这么高 一定要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真品才行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看到真品啊 郭台来发泄了一会儿 再次冲着众人问道 让法国方面的某个重要人物出面申请 或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点名观看 或者买通卢浮宫的管理人员 王伟国飞快地说出了几种可能的方法 最没有可能性的 还有暴力攻击到卢浮宫的保险库这边 郭台来简直有些头疼了 去阿富汗看巴米扬大佛这么困难 本以为法国简单点 结果发现法国这边居然也是一大堆的困难 上哪找一个法国方面的重要人物 还能让他帮忙呢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不管哪种方法 现在短时间内都是不可能的 哪怕看起来最具备可操作性的收买卢浮宫的管理人员这条 暴力攻击绝不可取 让国家领导人出面 郭台来还没有这个面子 至于法国方面的重要人物 也是一样 郭台来没这个人脉啊 没办法 只能延后了 一方面让后勤组这边搜集一下信息 看看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另一方面 也许通过迈凯伦奔驰这边说不定 能够认识一个法国方面的重要人物 本来以为公司就这点事情 结果黄伟国却非要给他们三个人安排一个排班表 他们也同意郭台来的说法 国内的治安条件还算好 所以他们可以三个人轮流跟着郭台来 不用三人一起出动 额尾基顾斯就是为了保护郭总的安全 面对郭台来的推托 黄伟国很认真的冲着郭台来说道 这就是那么的工作 看着黄伟国他们很认真的面孔 郭台来心中长叹一声啊 只能接受了 如果他要是拒绝 恐怕黄伟国他们会觉得 这是同情他们可怜他们 所以才给他们安排的工作 他们一定会离开的 好吧 无奈之下郭台来出了点头 没别的办法 哦对了 需要搜集的资料 你们有范围了吗 郭台来问后勤组的小王 最新科技资料 汽车设计 武器资料这些 我们都在慢慢开展 小王飞快地回答道 另外阿富汗方面 和卢伏工方面的资料 也会尽可能地搜集 郭总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嗯 郭台来想了想补充道 摩托车的设计资料 也搜集一下 另外军方会有一些 机密资料送过来 我需要你们建立一套 安全保密的机制 我们完全按照 在军队时的制度来执行 小王飞快地回答道 刚从军队复原 军队的习气还不会改变 以后会有很多的电子资料 你们计算机方面的基础怎么样 郭台来问道 需要的话 我可以聘请学校的计算机专家 来跟你们讲课 我希望以后 我们公司的资料全电子化 另外 如果你们愿意 可以报名参加成人高考 我来付学费 我们会努力的 小王之前就知道 郭台来允许他们参加成人高考 并愿意资助他们 对此 他们也没有多说感谢的话 只是很认真的 表示会努力 已经过去的半个多月的时间 按照郭台来的要求 公司里购置了六部车子 供公司的人使用 郭台来最近开的 还是那台二手RX7 但那辆车只能坐两个人 而且还是诱度车 不方便 黄伟国直接开了一辆 全新的黑色桑塔纳2000 暂时充当郭台来的坐驾 唉 这下好了 多了个贴身的安保 连开车都没机会了 今天几乎全都是坏消息 不能去阿富汗 去法国没机会 还得接受三人轮班保护 郭台来心情有点不爽的时候 电话响了 电话是克里斯蒂娜公司的张杰打过来的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 在一系列的运作之后 郭台来在德国拍卖的那笔 一亿多美金的款子 终于转回了国内 可以使用了 款项到位 就意味着有些东西可以启动了 郭台来和赵燕燕打了个电话 告诉了他 钱已经回国的事情 至少让他那边心中有数 郭台来想得很好 和母校建立一个长期合作的机制 在京城这边成立一个研究基地 想法是不错 但是真的要实施的时候 却发现一大堆的头绪 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首先就是一点 这个事情自己这边怎么操作 怎么和学校联系 联系哪位 具体建立哪些合作 架子怎么搭起来 一大堆的问题 郭台来立刻抓了瞎 此刻郭台来越发地发现 自己需要一个管理能力出众的管理人员 来帮助自己做这些事情 招聘 郭台来自己也不擅长 琢磨了一番 问了一堆人之后 在张姐的提示下 郭台来只能去找猎头公司帮忙 猎头公司的人很热情 虽然郭台来只是坐了一辆桑塔纳2000 可是他是有司机的 详细地询问了郭台来的要求之后 猎头也只能表示 手头上没有合适的人手 需要一定的时间 郭总 您要是找一个互联网管理人才 现在有的是 这不是互联网正火吗 猎头很无奈 委婉地冲郭台来说的 你要的这种助理型的管理人才 还真不多 一般有这个能力的 基本上都应聘总经理的位置了 很少会关注助理之位的 而且现在是春节前 通常年后才是跳槽高峰 现在人不会多的 郭台来也知道 只给一个助理的位子 肯定是吸引力不大的 但是他现在的产业跨度大 而且有需要保密的需求 一下子不可能给一个总经理 总要一段时间熟悉之后 能挑起大梁了 才能给授权吧 虽然没办法一下子许诺太多 但猎头这边倒是看在郭台来 愿意付出足够的中介费 并允许年后入职的条件上 第二天就很热情的 给找了几个人选 约在当代商城后面的 燕山大酒店咖啡厅里 郭台来连着面试了 两个应聘的人 一男一女 年纪都不大 和郭台来年纪相仿 可惜聊过之后 郭台来都不满意 男的觉得郭台来 不是互联网公司 不够高科技 女的虽然很乐意 但是当郭台来 让他临时讲述一下 如何和大学 展开合作的思路的时候 他说的 比郭台来自己想的还差 只能放弃了 招聘本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郭台来 这个要求还比较高 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 送走了应聘的人 郭台来有些幸幸 往咖啡厅外面走的时候 目光余光扫过了 靠近门口的那一桌 呼得停下了脚步 那个正对着郭台来这边坐着和对面女伴巧笑奄然的美女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面熟呢 哪里见过 郭台来记忆力很好 但这个面孔为什么却一下子想不起来呢 郭台来站在原地闭上了眼睛 仔细地回想着 这个美女自己一定见过 是了 郭台来脑子里忽然蹦出了一个影子 和这个美女的面孔重合在了一起 哦 原来是她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想都不想的 郭台来就走了过去 在两位女士诧异的目光中 走到了她们正坐着的那一桌的边上 小姐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郭台来也没看另一个女士什么模样 直勾勾地看着满脸诧异的女孩 礼貌地笑着问道 喂 你这个搭上也太老套了吧 郭台来询问的那个女生还没说话 对面坐着的那个 就直接不耐烦地评论起来 我们正在说话麻烦让让 好吗 对面被郭台来问到的女生 也是一脸疑惑的样子 看着郭台来貌似也是觉得眼熟 难道真的见过 你是不是弄错了先生 女生一开口 郭台来就感觉一阵舒服 声音很好听 拜托 这种一看就是过来搭讪的 你还搭理她 对面的女生忍不住一阵撇嘴 冲着她的同伴嘟囔的 那个你九六年的七月份 是不是在京城 在故宫 郭台来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那个时候有三百多斤 这么粗 有没有印象 你是那个晕倒的胖子 对面的漂亮女生终于想了起来 郭台来一比划 三百多斤的人很少 印象不深才怪呢 果然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郭台来脸上笑了起来 没错 就是她 郭台来在故宫晕倒昏迷 刚昏迷的时候 有个很漂亮的美女 掀开自己的眼皮 观察瞳孔 有没有扩散 就是眼前的这位美女了 以郭台来的眼力 她已经有了赵燕燕 这样漂亮的女友 还有楚飞这样 近乎完美的美女朋友 基本上 绝大多数号称美女的 已经入不了郭台来的眼了 可是眼前的这位 依旧还是能让郭台来觉得惊艳 充满灵性的双眼 略带一些刚强线条的脸颊 还有一身职业白领 很适合的套裙 眼前的美女给人一种 很精明干脸 又十分养眼的舒适感 我叫郭台来 非常感谢当年你伸手的援助 郭台来非常真诚地 表示了感谢 冲着对方深深地鞠躬 郭先生不用客气 对方并没有因为 郭台来这样的鞠躬就失态 很得体地扶了郭台来一下 让他直起身 我也只是当时 恰好在场而已 不 救命准 一定要感谢的 郭台来很坚持 醒来之后我才知道 当时要不是你坚持做急救 我恐怕就 等不到救护车来了 美女对面的闺蜜 已经听傻了 这时候忍不住插嘴道 原来你们真的见过 没错 郭台来笑的 还不知道救命恩人 姓什么叫什么 方便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姓林 林佳怡 救命恩人终于说出了 她的名字 郭台来赶紧记一下 当然 郭台来也没忘记 要到林佳怡的电话号码 林佳怡也没有失礼 把坐在自己对面的闺蜜 也介绍给了郭台来 你以前 真的三百斤重啊 闺蜜叫米飞飞 这时候一脸的惊讶 挪到了林佳怡的那一边 好奇地冲着郭台来问道 你怎么减肥的 有什么好方法 我出院的时候 医生说我不减肥就会死 郭台来笑着回答道 所以我很快就减下来了 嗯 那倒是 米飞飞比林佳怡性格活跃很多 貌似是个自来熟 要是每天有头老虎 在后面追着 我肯定也能每天不停地跑步 你这个道理也一样 郭台来苦笑着点了点头 是这个道理没错 但也不用这么比喻吧 哦对了 林小姐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郭台来好奇地问了一句 米飞飞一直在说话 但林佳怡看起来 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 连她面前的咖啡 都只是喝了一点点 不像米飞飞 已经大半杯没了 郭台来觉得自己现在 还算是有一点点小能力的 救命恩人莫非是遇上了什么麻烦 还不是佳怡的前一个老板 林佳怡没说什么 但米飞飞却是有点藏不住话的样子 义愤填膺地说道 佳怡今年后半年入职 半年时间帮她做了上十亿的业务 几乎到年底了 就和佳怡说公司困难 所以之前答应的年终奖 只能兑下五分之一 哼 果河拆桥 谢某杀侣 抱歉 比喻错了不是说你嘉宜 这的确是过分的 郭台来自己做公司 知道有些目光短浅的老板 就是这样的想法 用人的时候 把人当畜生用 该兑现奖励的时候 却又不想兑现 言而无信 很恶心 这算什么过分 米菲菲一听郭台来也同意 顿时间有了知己的感觉 更过分的是 那家伙居然还让嘉宜 做她女朋友 她也不看着她自己 已经有家事不说 脑袋上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头发 还让嘉宜做女朋友 财色兼得 是不是打得一手好算吧 人渣啊 郭台来毫不犹豫地凑去道 没错 就是人渣 米菲菲对此非常同意 对郭台来 大起知己之感 那林小姐 你有什么打算吗 郭台来冲着林嘉宜问道 不会这么轻易 放过你们老板吧 我辞职了 林嘉宜笑了起来 那点年终奖 我不要了 丹达姑姐也未必能 收回后面几亿的 应收账款了 郭台来没说话 伸出了大拇指 对这些无良老板 就得这么治他 相信等他那个老板 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 自己干了什么样的蠢事 林嘉宜后半年 一个人就做了 十几亿的业务 这个能力很强啊 郭台来乎的心中一动 冲着林嘉宜问道 林小姐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新工作找好了吗 我们嘉宜可是 燕大精管系的本科 美国留学 波顿商学院 商业与公共政策 专业的高材社 米飞飞抢在林嘉宜前面 直接替林嘉宜回答道 怎么 你想要给嘉宜介绍过工作 还真别说 郭台来哑然失笑 这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情 郭台来寻遍一个管理助理不得 自己的救命恩人 却是刚刚丢了工作 而且还是 沃顿商学院的高材生 这不是送上门的机会吗 郭台来想都不想地说道 我刚刚曾面试了两个管理人员 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林小姐 要不你过来帮我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阅远著 木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版二十三集 哟 小帅哥 你家是做什么的 林嘉宜还没有说话 米飞飞就抢在前面问道 多大的声音 能请得动我们家嘉宜 沃顿商学院的高材生 的确是有资格挑选职业 而那些规模或者底蕴不够的 不被看上眼也很正常的 当然前一个老板 很明显是林嘉宜 看人看走了也 我家没什么生意 郭台来笑了笑 是我自己的生意 这方面郭台来还是有自信的 任谁白手起家 不靠关系 不走歪门邪道 赚出一亿多美元 也都应该有这个自信 具体需要做什么 林嘉宜貌似有些感兴趣 开口问了一句 具体来说 需要从无到有的建设一个研发基地 针对我需要的一些软件 公控材料方面的指定内容 进行研发 郭台来简单的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描述了一遍 另外 我还想要借助这个机会 和某所大学建立一个 长期的合作研发机制 并把这个研究基地运行下去 从无到有的建设研发基地 林嘉宜有些发愣 还是那几个方面的研发 这个摊子貌似也太大了点吧 喂 郭先生 米飞飞听着有点不乐意了 皱着眉头冲着郭台来说的 我们没吼你开玩笑 我也没有开玩笑啊 郭台来一脸的莫名其妙 自己什么时候开玩笑了 你知道建立一个 有这三种研究方向的小工作室 需要多少投资吗 你知道需要多少人吗 不是找几个本科生 就能够搭起架子的 能和林嘉宜做朋友 做闺蜜 肯定也不是那种一无是处的人 米飞飞直接就冲着郭台来问道 你这个还要一个研发基地 还要和大学进行合作研发 你知道这需要多少钱吗 政府会给你什么政策 你有多铁的关系啊 京城的哪个大学 会和你一个私人机构 进行联合开发 没算过啊 郭台来一听 原来是这个事情 立刻理直气壮 振振有词地回答道 我为什么要找管理人员 不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情吗 米飞飞一把五处笑脸 露出了一个惨不忍睹的神色 她有点不想和郭台来说话了 这小伙子长得挺帅 怎么就没脑子呢 郭先生 就算是搭架子招人 光是启动资金 恐怕都得数千万 林嘉宜在旁边 貌似不想看到郭台来难堪 耐心地解释道 这还只是搭起架子 不能保证能招到合适的研发带头人 所以才说需要和大学建立起合作研发机制啊 共同开发呀 郭台来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马上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我们的人慢慢跟着学习 总会成长 那你打算和哪个大学一起合作呢 林嘉宜继续冲着郭台来问道 水木大学 郭台来二话不说 立刻说出了自己母校的名字 忽得想到林嘉宜的本科是燕大 立刻补充了一句 燕京大学也可以 这两所学校的研发力量 应该都还可以 废话 国内排名第一第二的学校 当然可以了 米菲菲在一旁无语地附和道 她不明白自己的好闺蜜是怎么想的 这么一个不靠谱的方案 她居然还追问细节 长期合作不敢保证 但一两个项目的短期合作还是可能的 林嘉宜笑了笑 似乎在回答米菲菲的疑问 也似乎是在提醒郭台来 不过前提是有足够的项目经费 而且还需要和学校谈判 研究成果该如何分配 你打算如何维持这个研究所的运转 不可能一直补贴吧 前期肯定是需要补贴的 郭台来这个问题倒是想过 但只要有了成果 能够进行商业转化 就可以慢慢地反哺自身了 所以和学校谈判就以这个为底线 学术成果可以归学校 但技术专利归我们 那除非是你负责所有的项目投资 而且学校里的研究 并不一定能够进行商业转换 说不定投入去自研究出来的东西 只能是给某个教授 多增加一些履历 没什么好处 米飞飞这边也加入了讨论 但总体还是以看衰为主 你前期打算投入多少 然后每年投入多少运营费用 米飞飞的问题 其实林嘉宜也想知道 所以目光立刻看向了郭台来 等着她的回答 一亿够吗 郭台来很认真的问道 前期启动 然后每年我再投一亿运营资金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继续追加 哇塞 米飞飞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直接哇一声叫出声来 你老家哪里啊 进手啊 郭台来随口回答道 没老板 米飞飞顿时间了然 怪不得能这么大口气呢 启动就能拿出一亿 每年还要再投入一亿 原来是没老板 那就难怪了 不是 郭台来笑着摇摇头 那你哪来的每年一亿的收入 米飞飞顿时间变了脸 难道是个吹牛的家伙 也是看着林嘉宜漂亮 所以借着给林嘉宜找工作的机会 深层次搭讪 再看郭台来的时候 就是满眼的不自量力 你面试找工作的时候 还问老板的前世从哪里来的吗 郭台来无语地看着米飞飞 就算我说了是我赚的 你会相信吗 不相信 米飞飞立刻针锋相对地回答道 丝毫不给郭台来面子 林嘉宜是郭台来的救命恩人 不是郭台来救了林嘉宜 他完全没有什么觉得不对的地方 那你要怎么才能相信 郭台来无可奈何地问道 不过问的是林嘉宜 而不是米飞飞 除非你能证明 林嘉宜目光明亮地看着郭台来 正想要说点什么 却被米飞飞抢在前面 其实我可以试试的 林嘉宜终于能说话了 微笑着说了一句 哎 上当受骗怎么办 米飞飞大惊急忙阻止 上个老板道貌黯然说话漂亮 你还不去教训 反正试试也不会有损失 林嘉宜小声地对闺蜜说道 闲着也是闲着 正在这个时候 郭台来的电话响了起来 郭台来接起电话来 一听对方的声音 立刻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小长好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版二十四集 一番通话之后 郭台来连连点头答应 最后挂断了电话 两位女士倒是都很礼貌 在郭台来打电话的时候 都很淑女的没有说话 静静地等她打完电话 正好有个机会 能够帮我证明一下 郭台来看着两女 笑着说道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 去哪里啊 米菲菲立刻警惕地问道 水木大学 郭台来笑着回答道 顺便可以和校长谈一下 和学校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吹牛 米菲菲毫不犹豫地评价道 林小姐 要不要一起过去看看 郭台来看着林佳怡 再次发出了邀请 也好 林佳怡点点头 扭头冲着米菲菲说道 反正不远 米菲菲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郭台来很绅士地 帮两位女士结账 然后一起坐上了 黄伟国开着的车子 有专职司机 这并没有让米菲菲 对郭台来的观感有所改变 一辆桑塔那两千而已 不算什么 车子很快开到了水木大学西门 在郭台来的指引下 停到了西大操场这边 郭台来和两女下车 不行往图书馆那边走去 图书馆旧馆的门口 正有一片空地上 此刻正乱糟糟的 一群人正在准备什么 郭台来也没有多和两女介绍 直接带他们走到了那边 校长好 郭台来再次看到了王校长 走到他老人家身边 赶忙问好 本来想举办个盛大一点的仪式的 但你既然坚持 那就今天了 校长指了指正在忙碌的周围 郭台来也看到了那边 历史系刘教授的身影 刘教授也看到了郭台来 走过来笑着和郭台来打招呼 忙碌的人都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刚刚校长打电话 是想和郭台来约一个时间 举办一个盛大的捐赠仪式 但郭台来觉得没必要 不过校长还是坚持 要办一个小仪式 郭台来也就点头了 湘江买到的那批水木检 总算是在刘教授 他们辛苦几个月之后 做好了防护措施 然后安全地运回了国内 以后这批战国主检 将会存放在图书馆的旧馆 供水木大学历史系教授们 以及成邀的一些其他专家研究 简单的布置 连一个红色字符都没有拉 郭台来拿着一捆红布包着的 象征性的主检 交给了王校长 这一幕被拍了下来 作为郭台来向水木大学 捐赠了战国主检的记录 观众只有一些图书馆的教职工 以及一些好奇的学生 同时还有几个媒体人士 另外就是一头雾水的林佳怡 和米飞飞了 捐赠仪式完成之后 郭台来向校长表示 有些事情想要谈谈 王校长热情地带着他们 往自己的办公室那边走去 尽管不知道王校长的身份 到底是真是假 可公自厅这边是校长办公室 这一点 林佳怡还是知道的 眼看着王校长 带着郭台来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这里 沿途两个秘书模样的人 竟然还和郭台来热情地打招呼 这情景让梁女无法判断 这到底是真是假 郭台来把自己合作的想法和王校长一说 王校长直接笑着拍吧 哎呀 这有什么不行的 啊 你想和哪个系合作 想和哪个教授合作 和我说一声 我帮你提前打个招呼 你到时候直接找他们就行了 不说郭台来还愿意投资 光是郭台来给找的一些项目思路 学校里已经出了几个重大成果 这样的好事 王校长要是还往外推 那他也就不是那个王校长了 对了 你想要成立一个研发中心 和势力谈过没有 王校长很热心地关注着 要不我帮你打听一下 有什么优惠政策 那感情好 谢谢校长了 郭台来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有校长出面 那肯定能争取到 最好的优惠条件呢 等到郭台来带着两女 从校长办公室这里出来 米菲菲物资还沉浸在 不敢置信当中 她不是水木的学生 也不知道王校长 到底是不是真的校长 但是办公室里的这些人和事 却都表明郭台来 真的是在和水木大学谈合作 而且还是校长 亲自关注 还要帮郭台来申请优惠政策 你花了多少钱雇的这些人 租的这些办公场所演戏 虽然明知道不可能 可米菲菲还是傻乎乎地 问了出来 很多钱 郭台来笑着回答道 所以你完全不用怀疑 我一定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的 好了 不要装傻了 林嘉宜对于自己闺蜜的性格 可了解得很 知道这是她因为之前的质疑 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故意做出的这副 傻大姐的形象 想要蒙混过关 郭先生的确是在很认真的 在找管理人员 并没有欺骗我们 你怎么知道她真的有钱 米菲菲被林嘉宜说破了用意 更加的不好意思 忍不住地问道 因为他们的校长 都没有怀疑她没钱啊 林嘉宜笑着回答道 米菲菲一想 也对啊 郭台来有没有钱投入 他们不清楚 可是要合作的校长 肯定是清楚的呀 何况之前那个捐赠仪式上 他们也看到了 说的是 郭台来从湘江 买了一批战国主检 然后捐给了学校研究 那一批战国主检 绝对不便宜吧 这样 郭先生 准我回去考虑考虑 林嘉宜对今天发生的事情 还是有些恍惚的感觉 只觉得有些不真实 现在她也不可能 直接给郭台来一个 肯定的答复 只说回去想想 郭台来当然不会 强迫林嘉宜 很耐心地表示理解 然后又很绅士地 把两女送到了 他们合住的地方 米飞飞在京城租了一个房子 林嘉宜刚刚失业 来找闺蜜散心 和米飞飞合住在一起 两人在房间里 对于今天的经历 都觉得神奇 一个几年前偶尔救过的人 居然就这么出现在眼前 而且还要邀请林嘉宜工作 这算是缘分吗 飞飞 电视声音开大点 两人在聊天的时候 电视正开着静音播放着 林嘉宜忽然目光扫到了 正在播出的新闻联播 赶忙让米飞飞 把声音开大 电视屏幕上 他们今天下午看过的 那个简陋的捐赠仪式 已经变成了一条简讯 正在新闻联播里面 播出着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版二十五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拆迁办的办公室当中 丁玉梅敲着办公室里的 大电视 冲着对面的 拆迁办工作人员说道 我儿子 我儿子郭太来 两个陪着丁玉梅 郭建军 一直谈了两天的 拆迁办工作人员 看着屏幕上的电视节目 一阵的目瞪口呆 丁玉梅和郭建军的态度挺好 大家都在讨论 这拆迁政策合理不合理的时候 他们就主动代表郭太来 愿意第一个签署 搬迁协议 对此 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很热心 也很期待 毕竟 郭太来一个人就占据了 一千多平米 能砍下了一个 绝对有着让人惊喜的 带头作用 对于已经公布的拆迁政策 丁玉梅和郭建军一口答应 但就是要多要求一些优惠购买面积 对此 拆迁办也乐意进行补偿 双方一拍即合 都有意马上完成这第一单拆迁协议 但是在这个优惠购买面积上 双方有了分歧 双方心理预期相差的太大 僵在了这个数字上 拆迁办的人愿意找这个突破口 丁玉梅和郭建军愿意谈 双方都在一点一点的求同存异 一点一点的让步妥协 整整谈了一天半 今天按道理都已经下班了 丁玉梅和郭建军依旧在谈 两个拆迁办的办公人员 也耐着性子和两人谈 就在这个时候 新闻联播播出了 丁玉梅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在新闻联播上 看到自己的儿子 突然看到这段的时候 丁玉梅都吓了一跳 但马上意识到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立刻挥舞着虚幻中的上方宝剑 和两个工作人员理论起来 两个工作人员更是诧异 他们知道那个院子的业主是郭泰来 也知道郭泰来是水墓大学毕业的 可在新闻联播上看到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水墓大学校友郭泰来 捐赠了2500片左右的战国主姐 给水墓大学 还上了新闻联播 名字也对 和他们掌握的情况也一致 这个新情况就有必要和领导汇报一下了 领导们都是要看新闻联播的 这边电话里一说 那边就知道是哪件事哪个人了 几个领导也不敢怠慢 能上新闻联播的主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重视 何况郭泰来在里面和水墓大学的校长谈笑风生 这样的好同志是应该适当的奖励一下 好吧 经过领导们的研究 一直同意您的拆迁要求 我们随时可以签合同了 接到领导电话 两个工作人员心里有了底 马上给出了肯定答复 那就现在签 签了明天我们就搬家 你们这边立刻就可以拆签 给别人家做个榜样 丁玉梅表现得十分爽利 打电话一问郭泰来在家 立刻拍板决定 马上签字 工作人员拿着合同赶到了郭泰来家 郭泰来对于丁玉梅郭建军那是完全放心 二话不说拿过来就签 这边公张一概一试两份 各拿一份 哎 齐活 妈 怎么签得这么着急啊 争第一也不用加班吧 郭泰来送走两个工作人员 回到屋里才冲着丁玉梅埋怨的 这么冷的天 你们在外面着凉了怎么办呢 你说的 争取第一家 丁玉梅笑了起来 条件给得不错 所以赶紧签了 免得夜长梦多 什么条件呢 郭泰来刚刚就没有看河头 现在才问起 丁玉梅把合同翻到了具体条款的那一页 指给郭泰来看 两千平米 郭泰来大惊 怎么会是两千平米的优惠面积啊 自己不是说一千平米吗 之前我们开价是两千五百平米 本来想着耗上三天 让他们砍到一千平米的 结果今天你上了新闻联播 一下子全都解决了 丁玉梅洋洋得意地说道 这个面积有点大 怕他们反悔 能签马上签 免得夜长梦多 郭泰来还能说什么呀 直接冲着丁玉梅伸出了大拇指 两千平米的优惠面积啊 光是优惠的价格就有一百万了 这就相当于丁玉梅 郭建军两天赚了一百万啊 看来果然是要把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这边郭泰来和父母在商量着 暂时先搬家住到哪里去的时候 那边林佳怡和米菲菲也在谈论着 今天发生过的事情 新闻联播里面出现了 郭泰来捐赠竹简的画面 着实让两人惊讶了一番 他们可是纯正的华夏人 知道新闻联播是什么分量 你救的那个胖子 还真有一套哎 米菲菲惊讶着 看着自己的好友闺蜜 看来倒是可以试试 反正就像你说的 暂时先试试 也没什么损失 大不了发现不对 就出身离开吧 林佳怡点了点头 她对郭泰来十分的好奇 也很想知道 自己当年救下的那个大胖子 现在发展成了什么模样 林小姐 你答应了 郭泰来第二天接到了 林佳怡的电话 立刻惊喜万分 哎呀 太好了 那么 以后请多多关照老板 林佳怡听着郭泰来小孩子一般的大叫 不由得一阵微笑 我什么时候上班 在哪里上班 你不问问工资待遇吗 郭泰来愕然地问道 你打算在电话里和我说这些 林佳怡笑了笑问道 这种事情显然不适合在电话里谈 郭泰来想了想 呃 那我们还是去昨天那个咖啡厅聊吧 好啊 林佳怡痛快地答应道 对了 你昨天的那个闺蜜米飞飞 貌似也是学管理的吧 很多东西她好像都知道一些 要不你问我她的意思 要不要跳槽过来和你一起啊 郭泰来呼地想到了 昨天米飞飞质问自己的样子 几乎每一句都能问到点子上 郭泰来现在缺人的厉害 多一个是一个 放心 不耽搁她拿年终奖 让她考虑考虑 春节后再出来 你这是打算一件双雕吗 林佳怡笑了起来 开玩笑一般地问道 不止 郭泰来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你之前所在的公司的团队 如果他们愿意 你也可以都拉出来 我这里现在韩信点兵 多多益善啊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版二十六集 林佳怡半年能做十几亿的业务 如果是她一个人做的 那么她的能力毋庸置疑 如果她有团队 那么她的团队也肯定很优秀 郭泰来愿意接受这些优秀的人才 郭泰来赶到咖啡馆的时候 林佳怡已经先赶到了 坐在里面的一个角落里 等着郭泰来 这次聊天是郭泰来和林佳怡 互相深入了解的一次聊天 聊过之后 郭泰来才知道 林佳怡竟然比郭泰来还大了两岁 数数的 七月份刚从沃顿商学院毕业 回国来找了第一个工作 她的业务能力很强 但看人却不准 结果就被那个老板给骗了 郭泰来也简单的 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当然是简能说的说 克里斯蒂娜公司美容院 以及T先生高定工作室 林佳怡也是第一次知道 郭泰来的公司竟然这么杂 有做专利的 有做加工定制的 居然还有美容院 接着才听到了郭泰来 要一个研发中心的初衷 马自达那款新车 是从你这里买的 林佳怡当然会关注一些 国际上的大世界 但她没想到 两年前救的这个胖子 竟然这么优秀 一亿多美金呢 怪不得说前期就可以投入一个亿 而且每年 可以再投入一亿运营 没错 郭泰来笑着点头 所以我需要一批 电子和软件方面的研发人员 帮我完善一些 我需要的车用电子系统 之前的RX7电子系统 是从日本买的 其实并没有达到 郭泰来心目中的理想状况 但郭泰来没办法 龙飞这方面也不擅长 只能购买 要是有一个团队 自己就可以研发 那自然能随郭泰来的心意 开发自己需要的系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先从 电子和软件开发人员这边 着手组建队伍 林嘉宜想了想建议到 去年的纳斯达克指数变化太大 互联网泡沫破碎了一批 应该会有一大批 互联网软件开发工程师被辞退 我们只要找到几个 强一点的框架构架师 就可以搭起电子和软件 开发的架子 此外工控也可以逐渐开展 最麻烦的就是材料区的人选 恐怕得慢慢地找 或者挖人了 可以 就按照这个顺序来 林嘉宜的想法很具有可操作性 郭泰来表示认可 那么 我现在应该算是 哪个公司的员工 林嘉宜笑着问他 老板给的工资大于如何 暂时算我的管理助理 郭泰来这个问题路上已经想过了 研发公司要从头注册 选址在哪里什么的都需要你来办 适用期三个月 薪水呢 暂时先订五十万年薪吧 等到转正了再谈正式薪水 具体的社保医保公积金什么的 等到公司成立之后 从公司脚 可以 林嘉宜并不觉得待遇低 事实上 这个临时待遇 已经比他上一个公司的待遇要好了 要知道 这还只是试用期的临时待遇 我这几天会集中了解一下 经常这方面的优惠政策 看看把公司注册在哪里 注册哪种类型比较合适 财务这块十万元以下 可以不用经过我同意使用 十万元以上 和我说一说 郭台来想到 林嘉宜要注册公司什么的 肯定需要用钱 把这块也放了出去 暂时先从克里斯蒂娜公司这边支取 等到研发公司注册好 再独立财务 十万元的财权 郭台来毫不犹豫的放给了林嘉宜 他相信自己看人的能力还不错 就算看错 这么点小钱 也就当是筹写当年林嘉宜的救命之恩了 好的 林嘉宜进入状况很快 马上就以郭台来的管理助理身份答应他 行 这些都麻烦你了 郭台来把这一摊子事情 都推给林嘉宜之后 忽然发现自己好轻松啊 哎呀 真的是无视一身惊啊 想到林嘉宜也是刚毕业回国 国内的一些情况肯定还是不是十分的了解 特别是地方政府优惠政策这方面 郭台来想了想 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是给丁总 一个是给程总 两个电话的意思都一样 都是让他们帮忙找一个对政策这方面比较了解的人 让林嘉宜咨询一下 免得林嘉宜眉头苍蝇一样的乱撞 丁总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程总也一样 二话不说立刻他影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有电话打进来 说是程总吩咐他来配合郭先生 有什么问题尽管吩咐 丁总这边更干脆 问到他人在什么地方之后 半个小时丁总的秘书小云 就带着一个中年男子赶到现场咨询 林嘉宜问了好多 郭台来听着的头疼 什么税费减免啊 什么高科技扶持啊 哎 头大 中年男子在政策方面十分了解 就算是林嘉宜问到的部分 他不是很清楚 也马上会打电话找人问明白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这种场合郭台来肯定受不了 何小云打了招呼 把程总推荐的那个人的联系方式 也给了林嘉宜 让林嘉宜自己咨询 自己到外面透气了 有个专业的管理人员帮自己理清这些东西 真幸福啊 去掉这些烦恼头疼的东西 郭台来在外面透了透气 开始计算自己年前还需要做什么 搬家肯定有父母搞定 郭台来不用操心 房子都不用特别租 修理厂和工作室就可以租下他们三口人 东西也可以全都放下 那么年前要做的事情似乎也就不多了 给小汇治疗 以及丁总和赵向北年前 肯定要年轻化处理一次的 暂时不能离开京城 另外一件就是 寻找比学校实验室激光笔长仪 精度更高的测量工具校准 安排父母和师姐父母见面 基本上就这些了 手头上要制作的精密仪器 一个是奔驰和麦凯伦订购的 钛合金发动机 一个是春节后王教授需要的 大基准平面 万明家想要的摩托车设计 哦对了 这个设计具体和万明家怎么谈怕 也交给林嘉宜 貌似这几个都是年后的事情 看来年前这段时间 郭台来除了仰镖之外 还有充足的空闲 去制作狙击榴弹发射器 何哥和柳哥说一声 到工作室集合 今天开车的是何建华 郭台来坐上车子 吩咐了一声 我记得柳哥是狙击手 有款轻武器 我想咨询一下柳哥的意见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版二十七集 何建华二话不说 立刻打电话 公司给他们都配了手机 打完电话 直接往工作室那边开去 这里距离很近 十几分钟就赶到了工作室 等郭台来赶到的时候 广伟国和柳志专 已经都赶到了工作室这边 平常他们会轮班 没轮到保护郭台来的两个 都会到公司 配合五个后勤组的女员工 一起搜集资料 只是安保的话 三人肯定都未必会到 郭台来这里 正因为有这条辅助 郭台来设计武器 给郭台来设计武器 提供思路的工作内容 所以三人才都留了下来 这次听说老板有问题要咨询 连黄伟国都待不住了 直接跑了过来 都是经验丰富的好手 哪怕黄伟国和何建华 都不是狙击手 但他们丰富的战斗经验 一样能够给郭台来很大的帮助 郭台来第一个询问的 就是柳志专 这个专业狙击手 如果选择狙击阵地的话 使用精准的狙击榴弹发射器 能不能对抗狙击手 这个概念 还是郭台来第一个提出来的 以前的经验 对付狙击手 要么是己方的狙击手 要么就是发现了狙击手之后 直接用炮火覆盖 逼迫对方现身之后 就有很多种方法来对付 但是直接用榴弹来对付狙击手的 郭台来的这想法 还是第一个 全新的思路 柳志专他们三个都比较惊讶 但仔细思索 却不能不承认 这还真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毕竟35毫米或者40毫米的 榴弹的射程和威力摆在这里 真的是能够覆盖狙击手的正常攻击范围 多大的榴弹 怎么样保证榴弹的射程和精度 这些都是郭台来要考虑的问题 柳志专只要告诉郭台来 如果他面临这样一种武器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怎么样对付就可以 如果有精度这么高的榴弹发射器 那肯定没有问题 柳志专沉吟了片刻 点头回答道 正如老板你所说的 打不死也能炸死 不过实现难度比较高 郭台来点头 难度肯定不低 提前十几年出现的武器 肯定要考虑很多问题 说起射击重量的时候 王伟国和何建华就有了发言权 特别是何建华 他是火力突击手 用机枪的 背负的重量很大 一般战斗队型肯定在最前面 对于榴弹发射器 要求的重量就要参考 重量肯定是越轻越好 这样便于携带 所有在可能的情况下 尽量的减重 何建华肯定要求重量轻 魂力猛 但后座力怎么办 重量轻的话 后座力会很大 郭台来有些犹豫 重量 郭台来的确可以做得更轻 但那可是发射榴弹呢 那么大个 太轻的发射器一炮打出去 肩膀估计都能撞伤吧 再轻 也不会轻到哪里去的 毕竟是榴弹发射器 你还有这么精准 何建华拿着计算器 移转按键之后才说的 根据计算 最轻大概到11公斤的话 射手还能够承受 再轻估计会有问题 但如果加上重型支架 或者车载的话 那就完全没有问题 开始郭台来只想做轻型的 重型支架肯定不可能的 既然要轻量化 自然不能再化蛇添足的 再加一个支架 郭台来心里琢磨着 黄伟国他们把自己想到的 建议和使用中 可能会遇到的复杂情况 也纷纷说了一遍 不得不说呀 经验丰富的战士 就是有这些优势 不经历实战 很多战士都不知道 战斗的时候 还会遇上这样的情况 各种稀奇古怪的环境 都能遇上 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 简直验证了莫非定律 如果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么一定会出现问题 郭台来记得 QL11狙击榴弹发射器 是有轻重两种型号的 轻型的发射 35毫米榴弹 重型的发射 40毫米榴弹 配三脚架 但重量大 面对复杂的环境和需求 琢磨一番之后 郭台来决定将这两款 轻重榴弹发射器 给复制出来 机械部分好做 对郭台来这边来说 并没有难度 麻烦的是弹药和瞄准镜 普通的白光瞄准镜 也没有问题 但是融合了夜视 并带有激光测具 和弹道自动计算的 光电一体描具 是实现火力 快速反应的核心基础 可现在郭台来造不出来 这需要各种芯片小型化 并且各种设备小型化 之后才行 另外还需要编制软件 这是郭台来的弱项 暂时来说 就只能用白光瞄准镜 然后配助手来测具 并计算弹道 至于光电一体描具 郭台来可以把想法和思路提交 让专业的研究所来研制 此外 弹药要专门的狙击破甲杀伤弹 恐怕需要使用张老师的先发现了 并且重新设计弹头形状 工作室给陆志明打电话 要所需的最新材料 陆志明之前一口答应 可听到还要发射药和爆破药的时候 立刻死活不答应了 这里是京城 郭台来可以在工作室里造没有子弹的枪械 但是绝不允许他造弹药 这是底线 挂了电话不到十分钟 赵燕燕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详细的询问郭台来要发射药和爆破药的原因 直到原委之后 琢磨了一会儿 让郭台来先在工作室制作好发射器和实心弹头 弹头送到真正的兵工厂封装弹药 弹枪分离需要实验的时候 到京城军区的靶场那边 现场装弹进行测试 还是那句话 市区里面绝对不允许制造弹药 郭台来没有意义 材料到手之后 郭台来一点一点的检查过 然后投入了繁忙的制作之中 环伟国他们都被赶出去 外面溜达等着 弹药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设计计算的 必要的时候还要吹风动 来确定空气动力学性能的 郭台来这边比较心急 所以不得不省略了这个步骤 郭台来提供了六种 未来常见的狙击弹头的形状 当然定型的那一款 也在集中 一下午的功夫 做出了上百颗弹头和弹壳 打电话让赵燕派车拉走 按照郭台来的要求 装不同分量的发射药 进行封装 接下来 郭台来开始制作发射器 与此同时 军方和几个军工方面的 重要部门的大佬 也集中起来开会 不得不研究和郭台来的 全新合作模式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28集 大佬们开会的基调 只有一条 也是曾经赵燕眼说过的话 和平时期 没有让国民 毁家输国的道理 郭台来的加工能力 和设计能力 都是得到一致认可的 但是这个人 死活不加入军工集团 也让不少人伤脑筋 不得不说呀 导致郭台来 被处罚管制的赵老爷子 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现在不是那个 组织分配工作的年代 国家也没有强迫 让一个人 做某种工作的意思 与其被强迫的 出工不出力 还不如维持现状 郭台来还保持着 高昂的爱国心 同时也没有落下 他的兴趣爱好 如果强迫他 加入军工集团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那款 一亿多美元的车子出现 这也让很多人 有了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 有人认为 国内军工集团 同样能够坐车子 郭台来应该加入 国家单位 为国家奉献 另一方面的 则持有不同意见 反对意见 其实很简单 以郭台来本科 刚毕业的年纪和资历 加入国内的研究所 哪个研究所 允许以他为主 来管理一个项目 951也好 98也好 这种枪械设计 是一个刚毕业的 毛头小伙子 能够主持的吗 那么进了研究所 郭台来还能不能 拿出来一个完美的设计 有现成的例子 不用太远 赵燕燕已经不是本科生 而是博士生毕业 在两个研究所的合作中 不也是连一句话以权 都没有吗 不得不拿着自己的设计 找到郭台来 这个外人之作 想要收编的那些人 只看到了好处 却没有想过 强行让郭台来加入的话 他还有没有 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平台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答案也十分简单 哪怕那些 想要收编的也知道 如果郭台来被收编了 估计最多就是 把它当成一个 超级钱功用 别说设计了 各种生产任务 就能让郭台来忙得 四脚不沾地 设计工作是重要 但是高精密的陀螺仪 迟迟生产不出来 怎么办 有人能快速生产 要不要赶紧 交过来应急啊 火箭发动机 加工上有点麻烦 有人可以搞定 要不要停下手中的火 过来帮帮忙啊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问题就已经 不再是问题 大家都同意 按照目前的方式 和郭台来合作 允许郭台来保持 最大的自由度 允许他开发一些 自己主导的军事项目 但不能和现有的 军工集团研究的 项目接触 可以提供郭台来 一些基础的材料信息 但不能有 更深入的配方 和加工工艺 以及其他电子系统的接触 很合理 郭台来既然不想 加入系统 那么系统内的机密 肯定不能对他开放 只有一些基础材料 属性让郭台来看到 看看能够用 这些材料做什么 仅此而已 没有给郭台来派人 哪怕他身边 有三个特种战士 以及五个后群人员 但是他们掌握的 其实也有些 最多只是 轻武器的性能之类的 真正的大杀器 导弹之类的东西 根本没有接触过 而轻武器方面 现役的东西 对于郭台来来说 并不算是太大的机密 国家反倒乐意 让他在各种 轻武器上进行改良 最麻烦的 就是报酬了 总不能拿了人家 投资巨大搞出来的 新产品 就象征性的 给点补偿吧 以前是这样的 但之前 郭台来算是私人个人 所以勉强 能用这种方式来合作 现在郭台来 要大规模投资了 再用这种方式 就不合适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国家 还不需要国民 回家疏难呢 有领导指示道 是人家的 就是人家的 我们可以买过来 可以独家买过来 但是不能征用人家的 嗯 该有的荣誉要给 该给的报酬也要给 基于这个出发点 大家开始畅作预言起来 不光是郭台来 系统外 其他人要是 有类似的重大贡献 同样也应该照此办理 所以军工系统这边 应该成立一个评估部门 对于每一项 重大科技成果 进行成本 以及使用价值的评估 简单的来说 就是估价 系统内要做一套 类似的东西 从立项到完成 需要多少经费 研究出生产工艺 需要多少费用 这些综合加起来 用以作为 和郭台来谈判的依据 也许系统内 依旧还是会下意识的 压低一些费用 但是比现在 随便拿个百来万 就把一款 全军列装的步枪设计拿走 要合理许多呀 当然 少不了会有 各种各样的荣誉 不过郭台来的这些荣誉 只能在几十年后 才能解封 暂时来说 郭台来的专家身份 还不引人注目 倒是T先生 很是吸引了 一批人的目光啊 国内有少数一批人 知道这个不同的身份 但很多人并不清楚 哪怕黄伟国 他们几个知道 郭台来是951和98的设计者 可他们并不知道 郭台来的另一个身份 还是部队特聘的专家 以后 这个保密的专家身份 将会更加保护的周到 因为 郭台来会时不时的出国 那是绝不能泄露的 基本上讨论到这里 其实就算是大方向上 有了结论了 高层已经可以不用再继续 但是具体合作的细则 还需要有人进一步的细化 做到各方面有标准 并且具备可操作性才行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为什么不参考 政府招投标的方式啊 评估价格多难受 让他们自己报价 允许参加某些项目的投标 不就行了 众人顿时间眼前一亮 对呀 这样岂不是更简单 不说是郭台来做出来的东西 大家就一定要买呀 但允许郭台来参与投标 不就行了 自己按照性能价格 时间成本等等 计算出来最后的投标价格和时间 能中标就按照中标价格来 不能中标 那就说明某些方面欠缺 争不过别人 郭台来自己不要投入就行 这样只要开放一个 允许项目投标的权限就可以 根本不用更改现有体系 但这方面依旧还是有问题 不是每一种军工项目都会招投标的 比如南方集团要上马一款全新的火箭炮系统 肯定不会对外招标 那郭台来手里掌握的更高射程的火箭炮 又该怎么算呢 那就两种方式相结合好了 最后还是领导拍板 只要他有自信 他要做的东西一定能被我们看上 那他就投入 没这个自信 就不要投资 免得浪费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版二十九集 那他没被我们看上的失败的项目 但是又具备一些可操作性的 允许他做一些外贸版 收获一部分投资吗 有人立刻提出了那款98F型号的AK 就是那款S21 枪口跳动小 但结构复杂 却又十分适合国外女性民用市场的型号 这种类型的 就跟他和我们的军工系统怎么谈判了 这个问题其实十分的简单 能卖不能卖的 还是一个处理方式 还是评估 谈判分成 要是不能卖的呢 只要一开始商量 就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军方不想要 但又不能泄密的情况 也有可能出现 那就只能委屈小朋友了 大佬呵呵一笑 所以在他投资之前 最后还是和我们同一下气 免得出现这种情况啊 基本上说到这里 态度也就很明确了 除了极少部分的特殊情况之外 国家会保证郭台来的每一分投资 不会让他受到委屈 当郭台来完成了四套狙击榴弹发射器的零部件制作的时候 赵燕燕开着车子赶到了工作室这边 幸亏郭建军和丁玉梅白天到圆明园溜达去了 否则赵燕燕一定会撞到他们 当然不排除是赵燕燕专门挑这个时间赶过来的 上面终于有决议了 赵燕燕很是开心 至少以后郭台来干活 不用承受那种不公平的方式了 把上面的决议一说 郭台来也开心 这是前面几次的荣誉奖励 赵燕燕给了郭台来三个盒子 打开是三个证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证书 这是给我的啊 怎么会有三本啊 郭台来又惊又喜 国家科学进步奖 这是国家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五大奖项之一 虽然只是二等奖 最末一等 但也绝对是含金量极高的奖项了 颁奖条件之一 为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保障国家安全 做出重大科学技术贡献的 赵燕也笑着对郭台来解释道 951 984 以及A200 都符合这个要求 就是可惜 只是二等奖 嘿嘿嘿嘿 足够了 足够了 郭台来已经很满足了 这种荣誉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呀 开心之下 郭台来也不管外面有人 一把抱住了赵燕也 狠狠地吻了他娇嫩的脸蛋一下 赵燕也也乐地分享郭台来的快乐 本想要推开他 却终究没有胖子的力量 身体也软了下来 瘫在郭台来的怀中 你怎么这么大叫 感受着胖子的强势力量 赵燕也也不由地惊讶 他知道郭台来力量大 可是轻轻一爆 居然让他这个合格的特种战士 无法挣扎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的力量一笑很大呀 郭台来笑了笑 不然怎么教功得动太和军呢 想起郭台来刚毕业 做火箭发动机的时候 就能轻松抱着八十公斤的金属柱 赵燕燕也了然 不过听到郭台来说到太和金 赵燕燕有心想要说点什么 却终究没有说出来 对了 这次为什么做了六种榴弹弹头 没有说太和金的事情 赵燕燕疑惑地问起了郭台来 制作的榴弹弹头 那批弹头已经在一个军工厂封装了 由军代表现场看着生产 严格按照郭台来的要求制作 然后封存 甚至连那些发射药都是严格控制的 剩余的部分都被带走 因为我不确定哪种最能符合我的要求 郭台来叹了口气回答道 这是郭台来这次的一个bug 畢竟是狙击弹药 没有确定弹药就要制作枪械 其实是违反规程的 但郭台来又想要拿出设计 所以不得已用了这样的方法 假装自己有一个弹药设计选择的过程 事实上 这个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推敲 郭台来说不得到时候 只能以惊艳二字来搪塞 发射器有这么多 郭台来制作的零配件不避讳赵燕燕 赵燕燕几乎一眼就能确定 这是四套发射器 两种型号 郭台来已经做完了 很详细地讲解到 一种轻型的 35毫米流的 一种重型的 40毫米流的 两种型号 我都有一种高成本 轻量版的制作 轻量版 赵燕燕有些不明白地问道 嗯 机侠之类的 尽可能地用航空铝才减重 郭台来解释的 但还是不够轻 为了保证强度 所以我用钛合金 替代了一部分钢制枪管外部 就是用一个钛合金管子 套在特种钢制枪管外面 取代全钢制枪管 达到减重的目的 郭台来说得很轻松 但事实上 做起来一点都不轻松啊 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里外枪管嵌套还要浑然一体 估计除了郭台来这种 能做到变态精度的高手之外 连某些高精度数控都无法完成 事实上 郭台来做的不仅仅是嵌套 还有两者之间的焊接 靠着纳米机器人 完成了最精细的操作 赵燕燕毫不怀疑 郭台来能做到这一点 对于制造工艺赵燕也完全相信 他只是想知道减重的效果 这样能减重多少 理论上可以做到更轻的 甚至全钛合金枪管 也不是不能做到 郭台来很认真地回答道 但柳哥他们几个计算过了 不能比11公斤轻 否则后座力会大的无法承受 倒是重型的这款减重比较多 加三脚架也才20公斤 比普通刚制的 轻了5公斤呢 现在可以测试 赵燕燕的目光亮了起来 连重量都已经有清晰对比 应该是做完了吧 还要等荡药晚愁 郭台来老实地回答道 我马上去安排 赵燕燕惊喜到 从郭台来的怀中挣脱 飞快地打电话去了 荡药还要等两天 一会儿后 赵燕回来说道 要后天才可以测试 我会安排精重军区的靶场 到时候我来接你 对了 关于描具的事情 我有些新的想法 郭台来对此也很期待 但他还是说出了 瞄准镜的事情 我现在只能制作 白光瞄准镜 但我希望有一款 更高级 更精准的描具 不知道哪个单位可以设计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什么样的描具 白光瞄准镜的功能有限 射击的时候 必须要测距 计算风速温度等影响 然后对照射击参数表来进行 郭台来先把 白光瞄准镜的使用方法 说了出来 这个赵燕燕很清楚 他在特种部队训练期间 也学习过狙击步枪的使用 知道这些 目前来说 这是通用的狙击手射击手法 所以通常状况下 狙击手还会配一个副手 负责测距和计算弹道 射击参数表 也是通过大量的 各种环境下的射击 归纳出来的 经验居多 但未必一定准确 我想要的描具 是集夜视 测距 温度湿度 风度测量 外加计算弹道 与一体的光电一体化描具 郭台来紧接着 描述起他想要的描具 至少得有五到二十倍 放大倍数 然后计算时间越短越好 嗯 如果能加上定位功能 连带计算重力影响 那就完美了 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要 赵燕燕苦笑了起来 她听着郭台来说的这些 也觉得功能强大 兴奋不已 可是国内现在的技术力量 做不到啊 不说别的 光是夜视系统小型化 就还没能做到 这不只是牵涉到光学 而且还有液晶 或者等离子显示屏 CMOS处理芯片 等一系列的系统工程 这还没算上计算机用的CPU 以及各种微型测量模块 要集成到一款描具上 相当的困难 至于GPS功能 国内北等系统 才刚刚做了验证 根本不能实现综合性定位功能啊 嗯 实在不行 至少也得有一个 快速计算的模块吧 郭台来建议道 现在不是已经有 小型PDA涨上电脑了吗 看看能不能把测量传感器 集成上去 然后一键给出设计参数 赵燕燕当然知道PDA是什么 但现在的PDA 貌似只有很简单的功能 最多也就是个 管理名片系统的商务通而已 但一计算弹道 能有多大的运算量啊 郭台来笑道 生物通的计算芯片 也足够了呀 不管怎么样 总比让战士们 用最原始的方法 测距测风向 风速 然后按照大量子弹 喂出来的经验 去射击墙吧 虽然那是狙击手 最基本的素养 但是能够更精准地射击 更快速地反应 为什么不呢 你不是城里研发中心吗 为什么不自己做 赵燕燕问了一句 暂时来说 还是先培养队伍 不要让他们一上来 就参与到这种军事机密当中来 郭台来很老实地回答道 事实上不是我不想做 而是架子还没有搭起来 没进入状态 你也知道的 我的管理能力 渣 我回去和组长汇报一下 赵燕燕这几个月的功课很扎实 国内大部分军工的研究方向 基本上还是追着国外的先进技术跑 自己能够提出来的突破性的思路不多 就如同郭台来的这个狙击榴弹发射器 以前大家只会想着 用狙击手来反狙击手 谁能想到还能用这招啊 我打不死你 炸死你 这思路多简单粗暴 可操作性也强 但之前就是没人能想到 现在的这个用郭台来的话说 光电一体化的描具 听着就令人振奋的 目前的技术无法实现 但并不表示将来也不可能实现 就按照郭台来说的 先用一个PDA来实现计算弹道 然后慢慢过渡到一体化描具 这应该就是将来发展的趋势 技术落后不怕 就怕思路也落后啊 那就只能一步赶步步赶了 可以说 郭台来提出的这个思路 绝对是超前的 能够持续研究的 赵燕燕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回去 立刻把这个思路贯彻下去 我没有类似的思路 但没有你这么超前 只是想要集成夜市仪 你这个几乎要把一个微电脑 集成到一个瞄准镜上 对于目前的技术来说 有点夸张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 对吧 郭台来笑了笑 能提示到师姐一下 就能让整体的研究方向 往前推进一步 这对国家来说是大好事 郭台来再厉害 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东西 还是需要国家力量 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谢谢你 赵燕燕这次主动的踮起脚 在郭台来的唇上轻轻一吻 这几天就在工作室加工发射器 吃饭都是旁边丁玉梅 在修理厂给做好 养镖养得很快 后天才能测试 郭台来想了想 还是决定明天给小灰做一次治疗 第三次治疗 老头都没有跟着来 只有老妇人和小灰一起过来的 看来他们对于郭台来的手艺 已经彻底放心 这次依旧还是按部就班 郭台来借着上次治疗的位置 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将小灰半条腿和背上的皮肤复原 现在只剩下胳膊和肚皮了 治疗完成之后 小灰和老妇人千恩万谢的一起离开 郭台来本来打算也要离开了 却意外的接到了老妇人打回来的电话 想要找他私下里谈谈 郭台来答应了 在约定的一个不远处的小咖啡馆里 郭台来见到了老妇人 咖啡馆里再没有其他人 连服务生在上了咖啡之后都远远的离开 估计是老妇人的安排 张奶奶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看老妇人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 郭台来冲着她笑道 我能做到的肯定不会推辞 另外您放心 今天的话出您的口 入我的耳 不会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后面这句话明显打动了张奶奶 她犹豫不定的心 终于安定了下来 借着喝咖啡的动作 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 才冲着郭台来忐忑地说道 小郭 以你看来 小灰 小灰还能有后代吗 一听这话 郭台来就明白了 小灰烧伤面积太大了 连眼睛都吓了一只 现在老太太担心 小灰还有没有生育能力了 小灰的事情 郭台来也多少了解了一些 他父母早亡 在一次火灾事故中 救出了同样被困的海哥夫妇 自己却全身大面积受伤 张老和张奶奶 只有这么一个孙子 现在看到小灰容貌恢复 开始关心 能不能有下一代的事情了 张奶奶 您放心 灰哥的运气很好 只是表皮受伤 不影响理念 下次就可以先把这部分做好了 郭台来一张口 就看到张奶奶明显地 松了一口气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31集 郭台来很理解张奶奶的担忧 也愿意帮助小灰 恢复正常 华夏人对于续香火的重视 只要有一丝希望 就不会放弃 哪怕到了张老这个境界也是一样的 否则张奶奶不会那么忧虑 小灰的事情 郭台来乐见其成 不说别的 听说郭台来的事情 小灰一个人提了棒球棍 打断了六个家伙的腿 这就是情分 程总是付过大价钱的 小灰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做 他只要一句话 那些家伙就得乖乖地服软 但他还是那么做了 所以郭台来成情 至于张奶奶担忧的事情 郭台来其实早已经检查过 只是因为表面烧伤巨大的伤疤影响 事实上 小灰的升职能力还在 本来这部分 郭台来打算放到最后一次做的 既然他们担忧 那就下一次完成 相信小灰肯定也会乐意 看到自己重振雄风的 送走了开心不已的张奶奶 郭台来也不由得叹气 她本来不想要小灰这边的人情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 恐怕不要也不行了 能给小灰这个保证 貌似在两位老人家和小灰眼里 比成总的人情恐怕都大了 明天榴弹发射器测试 疲惫的郭台来回家里狂吃一顿 然后大睡一场 第二天一早 又在黄伟国三人的配合下 把四个箱子抬上了京城军区 开过来的卡车上 然后直奔京郊军区驻地 车子直接开到了靶场 下车郭台来就看到了孙将军 他身边有一组六个特种战士 脸上都抹着油彩 师姐和一位少将 两个上将站在一起 也在这边等着 赵燕燕的身边不远 有十几个密封者的弹药箱 应该是已经封装好的榴弹 这种试验新武器的场合 郭台来见过好几次了 也不紧张 和孙将军 以及另一位少将打过招呼 和几个校官也问好之后 就让赵燕燕帮忙打开了箱子 这种场合 连黄伟国他们都没资格在场 四套发射器 两个轻型的 两个重型的 郭台来双手飞快 不一会儿 四套发射器就安装完毕 一群人看着这几个 看着好像放大了枪管的 狙击步枪一样的榴弹发射器 一阵愕然 除了机翔和弓弹装置 还能看得出来是使用榴弹之外 其他地方怎么看 怎么像是几把狙击步枪 特别是长长的瞄准镜 简直就是最大的特征好不好 六种榴弹的口径和长度 都是一致的 而且基本形状都差不多 只是有些许的区别 完全适配同一口径的榴弹发射器 装药多少的区别 主要是出速的区别 影响射程和后坐力 郭台来标注的装药量 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20%都有详细的标注 今天的测试还需要 从中找出最适合的弹头形状和最适合的装药量 除了郭台来制作的弹头之外 多等了两天的原因就是 冰工厂按照郭台来的弹头原型 制作出来的上千发不同的榴弹 供这次实弹测试使用 当然成本肯定是郭台来这边背的 如果军方满意 那才会和郭台来计算总成本 相对来说 重型榴弹发射器因为有三脚架 所以后坐力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榴弹发射器再怎么快的发射速度 也不可能和自动步枪或者机枪相比 不会有持续性的后坐力影响精度 但轻型的两款可就需要仔细的测试了 郭台来拿了最轻的那款11公斤的发射器 其他的都被几个特种战士包园了 操作很简单 装弹上弹瞄准这些都是常规操作 郭台来只演示了一遍 众人就都学会了 400米的把位 每个人射击不同形状的弹头数十发 用来平定各种弹头的优劣 当然有十分详细的数据记录 绝不会凭感觉来选择 伏地底尖射击 郭台来第一炮选的就是最小装药量的弹头 鲜美管精准度 郭台来只是测试了一下后坐力 底尖发射 在特别设计的弹口制退器和多重多极缓冲结构的作用下 郭台来只感觉肩膀一震 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打完之后 郭台来立刻起身 提起发射器就走 刚刚的射击丝毫不影响郭台来的战术动作 另一个同样操控轻型发射器的 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看起来战术动作一样没有走样 至此郭台来可以判定 目前的最小发射药装药量完全可以承受 当然有三脚架的重型发射器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接下来自然是一系列的射击 增加装药量 更换弹种 每一种弹药都要精确地记录弹灼点分布范围等等 四套发射器足足发射了600多颗弹药 根据弹灼点分布范围来挑选最合适的弹药 一款弹头形状略显流线 倒数第二装药量的35毫米榴弹被挑选了出来 这是后座力最适合并且弹灼点分布最小的一款 也是郭台来早就默认的弹头形状 装药量都是出乎了郭台来的意料 新型发射药在这个装药量上 郭台来目测的弹口出速达到了480米每秒 比《未来梦境中》那款要高出30米 再大装药量战士们就有点难受了 至于重型40毫米榴弹 使用最大装药量毫无问题 参与测试的战士们都很兴奋 用狙击步枪的射击方式来射击榴弹 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400米的靶位 榴弹弹着点竟然能够维持在半径15厘米的圆圈内 这精准度完全可以媲美狙击步枪了 400米靶之后就是800米靶位 前面几枪测试的战士都没有打出好成绩 但是当适应了这个弹道之后 最差的一个 20几枪之后也能把弹着点 打在半径30厘米的圆周内 这一结果 不管是参与测试的战士 还是后面观察的几位军官 全都是一连的惊喜啊 这个精准度 本身就已经和狙击步枪不相上下了 而且还是在战士们刚刚接触的情况下打出来的 如果让他们长期训练 肯定还能更加的精准 这就是狙击枪啊 可问题是 这是35毫米或者40毫米的榴弹呢 不管是杀伤力还是杀伤范围 可都比所谓的大口径狙击步枪弹要大多了呀 关键值还不是最大射程啊 这玩意儿的最大射程 可是比大部分的狙击步枪还要威猛啊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32集 只是第一次测试 甚至还带着选择榴弹的目的 可是射击的精准度 已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满意了 到后来 不光是那几个特种战士 就连孙将军 赵燕燕他们都亲自下场射击了几发 感受了一下 对于这款狙击榴弹发射器 简直赞不绝口啊 特别是郭泰来最开始使用的那款轻型减重款 加上弹药 总重才11公斤 甚至比不少大口径的狙击步枪都要轻 但威力却超出不知道多少 按照郭泰来的设计 这两款榴弹还可以更换不同种类的弹头 破甲 燃烧 高爆 烟雾等等 种类繁多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这款榴弹的反器材能力 恐怕都要超出一些反器材武器不少 接下来还要继续测试 但后续测试 郭泰来其实已经不用再参与了 主要是数据统计 以及各种不同弹头的威力测试 这次已经定好了弹头形状 只需要根据弹头形状和重量 设计制造不同种类弹头和装药就可以 后续基本上已经不需要郭泰来插手 孙将军他们的表现 可比当时白团场看到了新枪之后的表现 沉稳多了 心里很满意 可脸上最多也就是带了点微笑 丝毫没有那种 一定要把新枪留下来的小夹子气 和赵燕燕站在一起的那位少将 却对郭泰来有些刮目相看 他算是赵燕燕目前的直属长官 接到赵燕燕报告的时候 还是两周前 赵燕燕说 郭泰来会设计一款反狙击手的武器 按照目前国内正常的速度 这款武器从立项到设计到定型 再到实弹测试到通过 怎么也得几年的时间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才半个月不到 郭泰来就拿出了可供实弹测试的实物 连弹药选择都是在一场测试中连带完成的 这样的效率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虽然现在就说定型肯定是有些不负责任 但是根据郭泰来之前的表现 恐怕之后要修改的最多也就是弹头这边了 发射器这边再改 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了 要说郭泰来之前设计的步枪手枪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在现有枪械的基础上进行改良 可这款榴弹发射器却完全是没有参考啊 而是借着狙击步枪的设计思路来设计 却又突破了狙击步枪的局限 这个胖子果然是轻武器设计的天才啊 手掌事实上我的设计方法是不严谨的 郭泰来听到了将军的赞扬 急忙谦虚的摇头 包括弹药在内 其实我都是拍脑袋想当然的想法 装要什么的也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数学模型技术 弹头也都没有经过空气动力学的技术 也就是我胆子大敢玩 而且我有这个动手能力 所以才能这么快拿出东西来 其实这误打误撞的东西而已 不能算是科学严谨的设计方法 其实主要还是军方支持 否则这些新材料 我根本就没办法使用啊 也就谈不上这些东西出台了 哎 小郭 不用这么谦虚 将军笑着对郭泰来说道 不管怎么造出来的 有效果就好 我们那么多设计院 那么多武器设计团队 各种有限源无限源的分析方法 设计过程再科学 最后拿不出结果 不也是白忙活吗 言语之中 对国内某些设计院设计团队 已经略有不满 事实上 有一段时间 军方对于整个军工系统 怨气冲天呢 甚至一度扬言 要进口国外装备 这才让国内军工企业 痛定思痛 努力奋发 郭泰来知道这情况 上次赵向北精兵减证 就是基于工作效率不高 经过赵向北的一系列改革之后 南方集团工作效率整体提升许多 但一家南方集团 并不能代表了整个军工行业 将军也只是 借着和郭泰来对话的机会 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而已 现在这款发射器 暂时还只能使用白光瞄准镜 需要的话 可以配一个夜视镜 郭泰来把自己设计不足的部分 提了出来 上次他就和赵燕眼说过描具的事情 这次在将军面前再次说到了描具上 你上次提到的那个光电一体化描具的思路 我们已经下发了任务 先研究各种传感器小型化和数据化 同时会有一个研究所 会研究所有的功能集成 将军其实最满意的就是郭泰来的这一点 我做不到的 我把想法提出来 你们找能做到的人做或者投入研究 不像某些单位 藏着掖着生怕别的单位抢饭吃 小山头主义 另外 你提到的那个用小型PDA 暂带一体化描具的过渡方案 也通过了评估 我有两家研究所的团队 研究开发这个方案 将军接着说道 很有想法的替代思路啊 谢谢你 测试效果喜人 郭泰来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 提前离开 留下四把武器继续测试 离开的时候 赵燕燕给了郭泰来一个深情的目光 但什么话都没有说 那把最轻的 赶制一批最新的高爆弹药 我租送到西北京区 郭泰来离开不久 赵燕燕的上司 那位总装的将军就直接下达了命令 正好那边反恐战场 刚刚装备了最新型的 反狙击手探测系统 这把拿过去 实战测试一下 马上又有人去安排 军队当中没有二话 安排完 将军才想到了什么 扭头冲着孙将军问他 好像那款声波反狙击手探测系统 也是小郭的思路 对 孙将军点点头 说到这里有些苦笑 我和小赵亲自和小郭聊的 当时说了三种思路 由意到难 西北那边装备的是最容易实现的那款 当时我们说海外执勤的战士们 受到狙击手的威胁比较大 估计他可能想象的太严重了 所以又快速的拿出了这款狙击榴弹 胖子嘴上不说 心里其实装着事呢 真以为这东西半个月就能拿出来 你信呢 我们那次谈完之后 估计他就开始琢磨上了 中间还被折腾的出国一次 胖子也不容易啊 嗯 小赵 记录一下 将军点点头 冲着赵一眼吩咐道 回去之后 发函给那几个负责狙击步枪设计的团队 让他们派人过来 学习一下这款武器的设计思路 榴弹发射器都有这个精准度了 如果机器步枪还做不到 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远著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33集 赵燕燕立刻答应一声 记录下来 他虽然始终相信郭台来肯定会成功 可是当具体的测试结果出来的时候 赵燕燕也是被测试成绩震撼到的那个 胖子出品 避数精品 果然是这样 那个射击精准度 直接超过了现役的狙击步枪 这也让赵燕燕哭笑不得呀 不过赵燕燕也大概知道原因 郭台来之前也说过 武器设计特别是高精度狙击步枪设计 肯定是先确定弹药 然后再确定枪械设计的 国内之前虽然也有过这个思路 但是在狙击步枪的设计上 却是落后的 大部分的狙击步枪 都是在一大堆工业化生产的普通子弹中 精挑细选出一批来 当作狙击弹 并没有专门为狙击步枪设计专业的子弹 更别说极高加工精度的弹药 这也导致现有的狙击步枪的精准度 始终不能让军方特别满意 郭台来的流弹发射器之所以精准度那么高 和弹药制作有关 郭台来设计出的弹头 在兵工厂是用高精度竖控机床 一个一个做出来的 本身加工精度就很高 再加上郭台来的发射器制作时的超高加工精度 这才有这样的射击精准度 可以想象 一旦要量产压低成本的话 加工精度达不到郭台来的手工级别 这个射击精准度恐怕会下降一些 这就要看到时候上级怎么选择 是选择高昂的成本 保证高精准度 还是用略低的加工精度来保证低成本 具体还需要看在什么战场环境 将军的意思 估计也不仅仅是要那些设计团队 来学习郭台来的设计思路 这种灵活的设计思路 肯定是值得学习的 但赵燕相信 更多的肯定也是敲打他们一下 人家胖子一个人 用了半个月拿出来的成果 比他们几年下来设计的东西都要好 看了这个 这些设计团队 怎么也得支持而后勇吧 说不得还有一层威胁 如果这么多研究队伍 都无法解决军方的需求的话 恐怕军方真的就要委托郭台来 设计一种新式狙击步枪了 真到了那个时候 估计就是军方对于军工系统的失望 到了一定的地步 当然恐怕胖子也会被军工系统 不知道多少人记恨 赵燕也不希望胖子走到内部 今天的测试结果 直接形成了一份书面报告 然后转到了一堆有权限的人手中 总装的将军和孙将军的那番谈话 自然也在其中 估计军方也不希望上级误会这种 狙击榴弹发射器 就能真的在半个月之内设弃生产出来 大家宁愿相信这是郭台来几乎大半年的思考努力 嗯 中间胖子还被人折腾的出国一次 这笔倡先慢慢记下 等有机会的时候再还 不少大佬都看到了这次的测试结果 其中就包括开会讨论和郭台来合作方式的几位大佬 眼看着这边才讨论完达成决议 那边胖子就马上投桃报李的拿出了这么优秀的狙击榴弹发射器 这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大佬们慧眼食材 同时又有雄心魄力 敢为天下仙呢 自然胖子因为被误导 以及我们的维和部队被狙击手威胁 所以拿出反狙击手探测系统设计思路还不算 又单惊节律的设计反狙击手的榴弹发射器 这个功劳大家也都是看在眼中的 胖子的研究中心注册了吗 看到郭台来还提出了一个光电一体化的描具设计思路 并且有过渡性的替代方案 只是因为郭台来自己的研究中心还没有撑起框架 无法自己研究 这种新系国家的好同志还是值得扶持一下的 很快大家开会的时候就有大佬问了出来 正在和京城市政府谈优惠政策 郭台来的研究中心是在军工系统内挂号的 所以基本的情况还是有人在关注 马上有秘书回答道 他这个研究中心应该是市场运营吧 高薪聘请技术人员 大佬又问了一句 是的 秘书掌握的情况的确是这样 林嘉宜那边已经开始和猎头公司合作 寻找框架构架师和开发人员 开的薪水都是市场上的中等偏上的 有几个已经有了异象 只等春节之后辞职 你问这个做什么 另外的大佬问道 他这里不是缺人吗 而且不缺钱 大佬笑了笑 我在想着 我们系统内有不少 因为这种那种原因逼迫 不得不辞职下海的一些技术和开发人员 与其让他们出去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 开发那些什么网站什么的 还不如做做工作 把这些人交给胖子 这样不会荒废他们的学识 还可以研究他们擅长的东西 而且这些人也比社会上招聘的人 更适合做军工项目 他们本来就是做这个的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不得已离开而已 这个办法好 顿时间有人附和起来 每年看着系统内那么多人 不得不离开 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啊 要是这样的方式 能在行业内留下一批人的话 哪怕只有十分之一 也是好事啊 可以派人和胖子接触一下 看看他愿意不愿意 大老说道 虽然按照胖子一贯的做法 肯定会同意 但至少要和人先说清楚 另外系统内的人员也要好好安抚 不能看着同事出去赚钱了 自己坐不住 旁边也有大老笑道 我们这也算是 用另一种方式测试一下市场化改革呀 如果胖子同意的话 恐怕他还得有一批安保人员 按照我们的保密摊位的安保级别 来做好保护工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发表起意见来 每年退伍复员的战事那么多 派人接触的时候也问问看 看看胖子愿不愿意招人 大老笑着说道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集思广义的想想 胖子这个研究中心 也算是给我们系统内多一条鲶鱼 逼迫系统内的研究机构一定要提升 谁和京城市政府的这边比较熟 帮忙打个招呼 让胖子的研究中心尽快落地 诱人提了一句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胖子这个研究中心搞起来 到底能做出什么让人惊喜的东西来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愿意 我当然愿意啊 当赵燕燕再次出现在郭泰兰面前 把上级领导的意思说出来之后 郭泰兰连连点头 惊喜不已 这种送上门的好处 缺心眼才不要呢 现在郭泰兰最缺的是什么 当然是研究人员呢 这不找不到 还不得请几个猎头公司 一起帮忙挖墙角吗 如果有这么一批专业人员的话 那郭泰兰还不得 马上就能打起架子呀 这些系统内的研究人员 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出来 但很多时候的无奈 其实就一个字 钱 父母生病 孩子生病 收入太低 没有房子等等 毕竟是国企或者研究院 不可能如某些私企那样 灵活的工资体系 出来 图的就是能多赚一点 如果郭泰兰 还能提供不低于市场平均工资 但远高于系统内的薪资待遇 那么他们自然也乐意 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不过我能力有血 不可能接受所有人吧 虽然开心 但郭泰兰还没有彻底的丧失理智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没有大包大揽 当然不可能给你所有人了 你想得美 赵燕燕笑着轻轻捶了一下郭泰兰 上级只会针对一些行业内 不得不离开的中高级技术人员 人到中年 技术实力比较强的那种 也不会太多 当然 主要还是政治可靠的人选 不是什么人想要离开 都能让上级觉得惋惜的 只有真正的技术骨干 才会有这样的待遇 当然系统内条件有限 不得不忍痛放人离开 但现在多了郭泰兰这个选择 也许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现在赵燕燕和郭泰兰 在工作室郭泰兰的房间里 赵燕燕是被郭泰兰 直接搂着坐在她的大腿上 姿势很亲密 另外 你要启动项目的话 恐怕得有一批 合格的安保人员 邪靠在郭泰兰的肩膀上 赵燕燕提醒道 接受了这批人 你应该不会让他们闲着吧 嗯 那我还得想办法 找一批可靠的安保 郭泰兰又头疼起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我后老婆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听到郭泰兰说了 老婆两个字 赵燕的身形就是一僵 郭泰兰早有准备 双手一直缓在赵燕燕的腰间 一大堆的纳米机器人叙事待发 一旦赵燕燕反应剧烈 郭泰兰就打算出手 还好赵燕燕燕虽然有反应 但是却没有上次的那么厉害 不过郭泰兰却看得很清楚 赵燕燕依旧还是瞬间脸色苍白 只不过在郭泰兰的怀中 没有之前那么颤抖而已 这情景看得郭泰兰心疼不已 他紧紧地搂着赵燕燕 暗地里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试探赵燕燕的反应了 好一会之后 赵燕燕的脸色才恢复正常 当然少不了郭泰兰疯狂地 让纳米机器人干活 对不起 郭泰兰和赵燕燕同时说出了这句话 郭泰兰是为了试探自己的尸体 而赵燕燕却是因为自己的反应 已经不用多说什么 两人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心有灵犀一点通 郭泰兰轻轻地稳住了赵燕燕的阴唇 然后慢慢地深吻 直到赵燕燕都有些透不上气来的时候 才松开 每年12月份 都有退役复员的战士 需要的话可以到部队开个招聘会 赵燕燕和郭泰兰都没有提刚刚的事情 赵燕燕只是提醒郭泰兰 必要的安保措施肯定是需要的 军方这边肯定大力支持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赵燕燕 郭泰兰打电话给林佳怡 询问她公司注册和选址招人的进度 赵义凡科技有限公司 名字已经查询好了 可以注册 现在正在选址 林佳怡电话里飞快地汇报道 正好我也要找郭总请示一下 我们是先找一个写字楼把公司注册好 还是买快递自己建设一个公司大楼 前者最方便 后者对于以后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有些耗费资金 有什么中意的地方吗 郭泰兰听林佳怡这么说 估计林佳怡自己也有想法 这不是坏事 郭泰兰想听听林佳怡的意思 电话里问道 公司以后想要和水墨大学合作 所以我看了看水墨大学周边的区域 林佳怡做事很认真 也很有想法 她是看过几个地方之后才选择的 中关村这边未来肯定会大改造 水墨大学周围的一片区域都属于水墨 估计学校会扩建 圆明园那片也不合适 所以相对合适并稳定的区域 应该是上帝这块 而且这块地方以后发展潜力也不错 还有地铁规划 一些大企业像亚都都在这边 价格呢 郭泰兰问道 他知道要建造研发中心肯定需要钱 所以早就有心理准备 一亿美金肯定是不够的 还需要和市政府这边谈 林佳怡说道 包括一些优惠政策方面都还需要细谈 另外可能的话 还可以尝试争取一下贷款 行 那你先去谈谈 郭泰兰想了想 给了林佳怡一个底线 如果一亿之内能拿下的话 那就争取 拿不下的话 就只能先找个写字楼把公司注册下来 招人的事情可以先不用发愁 春节后应该会有人帮忙解决 好的 我知道了 郭总 林佳怡答应得飞快 对于郭泰兰肯这么放权给自己 林佳怡心里很舒服 哦 对了 郭总 想起一件事 林佳怡赶紧汇报道 上次你说的让我问问我朋友米飞飞的意思 不问了 他很感兴趣 就是担心上次和郭总你开玩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 怕郭总你以后打压他 叫他别担心啊 开玩笑的话哪能当真呢 郭泰兰一听 顿时间乐了 米飞飞看起来乍乱乎 其实是帮林佳怡说了不少她不方便说的话 很聪明的一个人 你跟她说 不耽搁她拿年终奖 年后就可以过来帮你 谢谢郭总 林佳怡很开心 替米飞飞道谢之后又说道 我原来的公司团队 有四个人愿意节后过来帮我 我就自己做主答应了 没问题 郭泰兰连着听到了几个好消息 心里开心 我等你的好消息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35集 这个正义房科技有限公司 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京城市政府中 市长和秘书碰头的时候 都不愿而同的说起了这个名字 比较特别 但还没有注册的公司 短短几天之内 竟然有好多人特意打招呼 让他们照顾一下这个还没有注册的公司 简直奇了怪了 水木大学的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两位大佬 让他们帮忙照顾一下 争取一些最好的优惠条件 说是学校毕业校友创业 还会和水木大学长期合作 还特意指出了是那位捐赠了战国主检的学生 看看人家学校的学生 都知道樊不母校了 这是什么学生啊 这么有出息 对了 捐赠给水木大学的那批战国主检 已经正式命名为水木检 水木大学历史系的一批教授 已经开始清理研究 而且还广发英雄帖 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这部对面不远的燕山大学的历史系 就有几位教授应邀过去一起研究 已经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了 这么有出去的学生 水木大学的校长亲自打招呼 让照顾一下无可厚非 不过怎么乐科集团的丁总和荣盛集团的成总 都打电话也拜托他们照顾一下 难道这个公司和乐科集团这家医药集团 以及荣盛集团这个进出口贸易集团 有业务关系 谁不知道丁总和成总是死对头啊 能和两个死对头做生意 关系还维持得这么好 那这个公司很有前途啊 两位老总打电话倒是小事 不过他们背后的力量却不容小觑 无论如何都要给几分面子的 这边两位老总才给打过招呼 转头南方集团的赵董 也电话里拜托帮忙照顾后辈 丁总和赵董是一家子 这就好理解了 既然说是照顾后辈 说明这个郭台来和丁总赵董关系密切 这才对嘛 不过丁总的后辈居然和程总做生意 这事情闹得真有意思啊 连着接了这么多电话 让帮忙照顾一下 争取一些优惠政策 两人已经很在意了 可没想到的是 还有更重头的电话过来 先是两人都认识的一个前途远大的晚辈 给他们打了电话 拜托的是同一件事情 这个叫小海的晚辈 是以私人身份请两人帮忙的 两人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紧接着是张老的秘书 同样说是以私人的身份 拜托他们帮忙照顾一下这个正义房 小海和张老两家的关系 几乎可以说是快要变成一家人了 都说是私人关系 这也没跑了 肯定是两家都十分重视的晚辈 可以说两人已经打定主意 把符合规定能给的优惠政策 全都给正义房公司了 然后不出所料的 又先后接到了电话 这次是军方的大佬 直接说了是军工系统的事情 难怪赵董也是提前招呼 两人已经麻木了 答应一家是答应 答应一堆也是答应 一只羊是敢 一群羊也是放 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看看正义房这边 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能解决的都给他们解决了 等到林佳怡这边 到工商局商谈注册地 和政策的事情的时候 早已经得到指示的 工商局工作人员 直接把林佳怡 请到了市政府这里 市长抽时间 亲自接见了一下林佳怡 特地询问了一下 正义房的情况 林佳怡也争气 面对京城市长 这么大的父母官 把正义房科技公司的情况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然后说了一下 公司的投资意向和构想 市长很快就明白 怎么回事了 原来就是前段时间 汽车系统闹得沸沸扬扬的 那个人呐 卖了车型之后 把拍卖款拿回来投资 实打实的资金投入 还带动各种就业 而且还是高科技公司 大好事啊 市长当场指示 回国投资 这是大好事啊 这是爱国体现 市政府大力支持 上帝那边规划中 就是高科技发展区 地块可以划拨 只要缴足费用 想要造一个公司总部 完全没有问题 能给的优惠政策都给 最大限度的支持 林佳怡临走的时候 市长还多问了一句 需不需要贷款支持啊 需要的话 可以找京城银行这边商谈 另外如果愿意的话 他可以帮忙介绍 京城汽车公司的领导 双方坐下来一起谈谈 在汽车行业的合作 林佳怡当然是连连称事 然后才告辞离开 事实上 林佳怡也是十分的惊讶 他没想过 京城的市长 父母官 竟然如此的和颜悦色 惊讶之余 林佳怡也不傻 知道这肯定是 郭台来在后面 起了推动作用 上次他两个电话 就让两个人 现场给他解释 各种优惠政策 现在连父母官 都是这样的表现 林佳怡对于 郭台来的背景 也越发的好奇起来 不过 郭台来没解释 林佳怡也不会主动去问 反正背靠一个 有背景的老板 做事肯定轻松许多 林佳怡飞快地 注册好了公司 然后开始找规划局 土地局这边 商谈买地的事情 几个部门 都已经接到了 市长秘书的电话指示 办事不要太痛快啊 没有任何的刁难 只要林佳怡的要求 没有违规的地方 几乎一路绿灯 只有在选地块的时候 向上级领导请示了一下 其他都是一次通过 地块也完全没有问题 上地环岛东侧的 一大片地 约有两公顷的大小 都画给了郑义坊公司 只要郑义坊公司缴纳足够的费用 就可以在那块地上 开工建造自己的公司总部了 两公顷 三十亩地 每亩按规定和优惠政策 收取三百万的地价 这块商业用地 就属于郑义坊公司了 虽然郭台来说过 一以下 林佳怡就可以决定 但林佳怡显然没有那么 不尊重郭台来 选了地址之后 电话里飞快地 向郭台来汇报 三百万一亩 郭台来听到消息 简直要乐疯了 这便宜赚大了呀 这块地 以后得值多少钱呢 虽然郭台来肯定不可能 做房地产这种 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 但能在京城五环外 这么低的 拿下一块三十亩的地 也足够郭台来狂喜了 买 郭台来听到林佳怡的汇报 二话不说 这还犹豫什么呢 赶紧签合同交钱 地先买下来再说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三十六集 公司的事情 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给小辉这边的治疗 也是同样 郭台来正常地养着镖 等着长出来十几斤肥肉 然后给小辉进行下一次治疗 某个无名山区中 一队八人的特战小队 正在追杀十几个恐怖分子 这些由某些国家暗中支持的家伙们 制造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之后 在军警赶来之前 逃入了深山之中 特战小队奉命追杀 绝不能让他们逃出国境线外 山区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 不管是逃命的恐怖分子 还是追杀的特战小队 都是疲惫不堪 这些恐怖分子装备精良 甚至可能还带有便携式对空导弹 所以直升机没办法出动 山区也不可能驾车 只能靠着两条腿艰难的追踪 我军优良传统铁脚板可不是盖的 特战小队终于在追踪了一天一夜之后 追上了那些恐怖分子 要是面对面的战斗 那些恐怖分子绝对不是特战小队的对手 可是这些家伙逃命却是鬼精 慌不择路逃命的时候 躲进了一个天然的山洞之中 山洞的地形一手难攻 而且还有人接应 居然还有两把狙击步枪守门 特战小队的队员们 竟然被压制在洞口外面 八百多米的地方 始终无法突破 战士们的火力被压制 更麻烦的是天色马上要变黑 一旦天黑下来 也不知道那边山洞 会不会通到别的地方 要是让那些家伙逃脱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这里靠近边境 一旦那些家伙逃到外面 再想要抓捕 可就没那么容易 特战小队 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大壮 用那款新装备试试 眼看敌人占据了有力地形 大家被压制的一筹莫展 队长没办法 只能期待那款新装备有用了 这款后征 狙击榴弹发射器的新玩意儿 看起来就像是一支 大号的狙击步枪 临出发的时候 才紧急送到军区 刚刚学会用法 还没来得及实际试用一下 就被要求带上实战检验 不熟悉的武器 这种场合 谁会马上使用啊 所以一路上都只是带着 并没有动用过 还好 这款榴弹发射器 重量才11公斤 比狙击手 原先使用的狙击枪还要轻 带着没什么累赘 就是可惜一路上 都没有使用的机会 轻装追杀 特战小队也没带什么重火力 没想到敌人还有狙击手接应 这下麻烦大了 没办法 狙击手没带熟悉的狙击枪 只能用这款 号称狙击榴弹的 大家伙来试试吧 死马当作火马一呗 大壮有些声色的 将两脚架架好 瞄准镜 瞄向了那两个狙击手 所在的山洞口 砰 大壮右侧不远处的山石上 猛的溅起了一大片池子 就是洞口那边的狙击手 看到了大壮这边架起枪 先发制人 对这边开了一枪 身为狙击手 大壮却没有丝毫的惊慌 自己的位置选择得很好 八百多米 也不是那么容易射中的 这些恐怖分子 还没有八百多米外 枪枪命中的本事 对方地势高 从这里看过去 没有射击视野 只能看到对方一个枪管 却看不到人 只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怎么办 大壮有些焦急了 正在犹豫间 忽然看到了手上这款 狙击榴弹发射器的 瞄准器下方 一个看起来并不是 很醒目的T字母标记 顿时间心中一定 刚拿到手就走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呢 现在才发现 居然是T先生的作品 看到这个标志 大壮立刻沉稳下来 仔细地想着临走的时候 那个送装备过来的人 是怎么说的 对了 打不死他 炸死他 就这么办了 瞄准镜的目标 稍微挪了挪 不再瞄准那个暴露出来的枪管 而是转向了石头后面 那个山洞的山壁 深呼吸两口气 屏住了气息 稳住了手臂 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一声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枪声响起 大壮只觉得肩膀一震 不由自主地抖了抖肩膀 把那口屏住的气息吐了出来 呼 山洞口那边 一声猛烈的爆炸响起 大壮的瞄准镜急忙看过去 刚刚暴露出来的那根枪管 此刻已经不在石头上 直接从石头上掉落了下来 另一边 一直没有看到的第二个狙击手 还没有出现 但是一根歪斜的枪管 却从一块石头后面露了出来 好机会 大壮再次瞄准第二个狙击手 后边的山壁 砰 又是一枪 哼 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 等了一会儿 那边没有什么动静 大壮的枪口始终指着洞口的方向 但对方的狙击手 却没有在射击 一个战友拿着树枝顶着头盔 慢慢地探出去 刚刚还一路头就会被枪击 现在却没有一点动静 队长当机立断 示意两个队员小心前进 大壮负责掩护 两个队员一牵一后交替前进 连着前进了两百多米 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没有攻击 没有狙击手 让人心中大定 剩下的队员开始突进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掩护阵地之后 这才招呼让大壮也前进 大壮提着发射器 飞快的一路战术动作 赶到了新的射击位置 洞口那边依旧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小队队员再次交替 掩护前行 一路到了洞口百米的距离 都没有任何的人攻击 这个距离上 战士们已经不用再担心什么 手中的951 已经足够威胁到任何人 直到洞口下方上面 还是没有动静 大壮在距离洞口 三百米的位置上 架着发射器 时刻准备射击 一个战士在另一个队友的帮助下 飞快的跳上了洞口旁边的大使 本来准备上去就一梭子子弹扫射的 可当他上去之后 枪都指向了洞口里的 却是一枪未发 安全 战士发出了信号 众人全都飞快的上到了洞口这边 随后众人再看到了一幅 让人觉得解恨的情景 17个恐怖分子 其中洞口的两个狙击手 以及剩下的15个在洞里消息的家伙 此刻已经全身是血躺成了一堆 两颗高爆榴弹如此竣技力的爆炸 已经足够让这些家伙们粉身碎骨了 当大壮提着发射器赶到洞口的时候 看到这一幕顿时间愣住了 低头看着自己刚开始还不怎么待见的 这款狙击榴弹发射器 一阵傻乐呀 好东西呀 打不死他们 炸死他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37集 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 有日军借助攻势赋予顽抗 美军很多时候都是使用火焰喷射器 来对付这些死鹰分子的 当然内伙的日军 没有恐怖分子的装备精良 没有狙击步枪 所以美军能够逼近到 30米到50米的范围之内 火焰喷射器才能逞凶 如果遇到这次的场合 恐怕有火焰喷射器都没有办法 另外火焰喷射器一般重量都比较大 至少20公斤起 甚至可能更重 而且一旦被击中燃料罐 十分威胁 这款狙击流弹发射器就不同了 重量轻射程远 精度高 杀伤力大 如果想要达到火焰喷射器的效果 只要换成燃烧弹就可 十分方便 简直就是攻坚反狙击手的绝佳力气 只用了一次 大壮就不想放手了 连战友们都想要看看 被他警惕地盯着 仿佛这些战友是想要抢夺 他最心爱的武器的家伙 和之前一脸不待见的表现截然不同 恐怖分子被消灭 在他们身边果然发现了 便携式对空导弹 而且这些家伙装备精良 那两把狙击枪都是好货色 可惜被一群混蛋才用 战报很快发送回去 直升机飞过来接攻城回家 狙击榴弹发射器的作用 也很快在后续报道中多次提及 一层层汇报到了总装 说实话 这种还没有定型 就已经在实战中 接受了检验的武器 而且效果卓著的 还真不是很多 所以报告一反馈到高层 就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正在养标的郭泰来 于是又被请到了京城军区 还是面对孙将军和总装的 那位楚将军 这还是郭泰来第一次知道 那位将军的姓氏 另外的一个人 当然就是赵燕燕了 房间里居然还有一些下酒菜和酒 正好快到饭点了 这是打算边吃边聊 胖子 这次主要是为了表示感谢的 不用紧张 知道郭泰来被管制过一次之后 有了心理阴影 所以人不多 孙将军主动笑着开口 听说你爱吃面 所以我特意安排了我们军区做面 最好的催事员 请你吃一顿表示感谢 郭泰来一头的雾水 感谢什么 来之前赵燕燕去接他也没说这些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楚将军把反恐战场上的事情简单介绍了一番之后 也同样表达了对郭泰来的感谢 你的装备让我们的战士以最小的代价歼灭了敌人 没有让那些家伙逃出国境 谢谢你啊 你们也真是心大 郭泰来知道了前因后果之后一阵的无语 虽然他对自己亲手做的装备肯定有信心 但没想到楚将军孙将军他们居然也这么胆大 还没定型你们就不怕测试出问题了 测试不就是为了发现问题吗 楚将军笑得很随和 还有比实战测试更好的测试环境吗 这都也是 郭泰来也承认这一点 能用两颗高爆榴弹解决十几个敌人 免得八个特种战士暴露在敌人狙击手的枪口下 郭泰来很欣慰自己的作品能帮得上战士们 所以这顿面郭泰来可以吃得心安理得 只有四个人 一个郭泰来女友 一个老熟人孙将军 还有一个是见过两面的楚将军 两个将军都放下了将军的架子 私人身份感谢郭泰来 现场的气氛很好 聊了一会儿狙击榴弹发射器的事情之后 碰了几杯 郭泰来也放开了 不再那么狙击 其实常规武器里面 对付步兵最厉害的武器还是炮 孙将军也是在感慨 别看现在步兵防护那么周全 但最多也只能防护出一些榴弹弹片 口径大一点的子弹都不行 更别是大炮了 你看 这才是35号米的榴弹 两发十几个人 根据战士们的说法 其实当时一发也够了 第二发是保险起见射击的 别说35号米 30毫米就足够噩梦了好不好 郭泰来苦笑着接口道 那玩意儿叫炮啊 老毛子那个30毫米的自动炮 那一发打在身上 什么防弹异能防住啊 穿一身钢板也被震死了吧 嗯 的确 楚将军也点头接口道 被打中肯定没跑 不过那东西打人是不是太可惜了 已经可以用来攻坚了 也可以打人的 而且打人效率更高 郭泰来随口硬的 但要说说改一改 对付几个战壕里的敌人 完全没有问题 赵燕燕瞬间从郭泰来的随口话语中 听出了什么 目光一亮飞快地问道 怎么改 孙将军和楚将军都是一愣 楚将军正要开口 却被孙将军微微摇头阻止 只是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郭泰来 似乎在等待他的答案 这个技术难度要求高一点 郭泰来本来也是想说的 话题本来就是他引到30毫米的 这会儿装作是不经意说出来的 很随意地说道 使用可编程炮弹呢 可编程炮弹 赵燕燕的目光越来越亮 主要针对哪些进行编程 智能空暴隐性 郭泰来想都不想地回答出了这个问题 在目标上空或者后部爆炸 装要采用横向增强型膨胀弹药 可以有效地杀伤暴露 和有掩护的步兵 说起这个来 郭泰来脑子里其实第一反应就是 未来梦境中老米那款大毒蛇 30毫米链式机关炮的智能空暴弹 那玩意儿号称步兵的噩梦 估计现在老米还没开发呢 智能空暴 赵燕燕已经兴奋起来 这种高科技的弹药 简直就是他最感兴趣的 通过激光测诀 对啊 或者随便什么测局都行 郭泰来回答道 使用旋转技术引信 或者电子定时引信 发射之前把数据传到引信当中 那个炮 炮管可以更长 精度更高 直接弹药在战壕上空精准地爆炸 或者打进窗户里之后再爆炸 想想是什么结果 被郭泰来诱导着这么一响 孙将军和楚将军都是倒吸一口冷气啊 太凶残了吧 随随便便吃个饭聊个天 就能从狙击榴弹 聊到这么凶残的货色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38集 这东西原理复杂吗 一点也不复杂 测距不管是老旧的木测 还是现在先进的激光测距 无非就是测出敌人和自己的距离而已 精度要求高的话 就用现代的 不管尺寸 但肯定是能做到的 引信 只要是炮弹肯定会有引信 无非就是一般的炮弹是碰撞引信 而这次换上智能引信而已 旋转技术引信 不就是陀勒仪的另一个用法吗 只要知道炮弹的速度 知道炮弹的转速 按照圈数很容易计算出炮弹飞行的距离 电子定时引信 同样的道理 无非就是知道炮弹速度 速度乘以时间就是路程呗 太简单了 一个电子计数器而已 郭太来所说的这个智能空爆 说起来就是把这些都综合起来 在炮弹发射之前 把需要设定的数据输到炮弹的智能引信当中 然后在炮弹发射的刹那启动 根据旋转技术或者电子计时器计算 达到目标之后 引信启动 引爆炮弹 就这么一个过程 两位将军对于最新的这些技术 也许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赵燕燕熟悉啊 飞快地用最简单的描述 把这些原理都解释了一遍 两位将军听完一脸的呆滞 导弹可以精准地玩 现在连一颗小小的30毫米炮弹 都可以这么玩了 这东西现在国际上有吗 貌似只要整合出来 这个就是领先国际世界第一啊 我们现在的技术和加工水平 能做到吗 孙将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能不能做到 陀螺仪胖子这边 已经能够做到两毫米以内了 赵燕燕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至于电子技术器 想想电子表 去掉那些壳子和显示的液晶屏后 能有多大 就是说 这让我们努努力 这是能做出来的 楚将军也反应了过来 眼睛亮得如同小灯笼一般 惊喜交加地问道 赵燕燕看着自己的小胖男友 骄傲地点了点头 反正这玩意肯定是车菜 设备先大点也能忍受 郭台来在旁边补充道 改良一下炮管 强化一下射击精度 或者提升一下发射药的能量 弹道更平直一些 威力更大一些 应该是可以的 小赵 接下来 回去就讨论立下 楚将军迫不及待地提醒着赵燕燕 提醒完之后 转过头来看着郭台来 简直看着什么西市珍宝一般 随便聊聊就能聊出这么多东西来 胖子果然比他听说过的那些故事 还要让人惊喜啊 这个东西 你那个公司要是有开发人员 应该能做吧 孙将军在旁边夹了一口菜 慢慢地吃完 平复下来心情 冲着郭台来问道 让我在京城做弹药 郭台来无语地冲着孙将军吐槽道 孙叔叔 你这是在帮我呢 还是在害我 你敢让我做 我自己都不敢做啊 反正大家都是强调了是私人身份 所以郭台来很不要脸地顺杆爬 直接叫的就是孙叔叔 楚叔叔 根本不管官职军衔 爱谁谁 楚将军心里也暗暗点头 郭台来知道分寸 这一点很好 当然他最愿意看到的 就是郭台来不藏丝 能想到的 自己不能做的 肯定会说出来 不会藏着掖着 是个聪明人 好胖子 来来来 胖子 这是我们做面最好的 崔氏园做的面条 你尝尝 正说着 面端上来了 身为地主的孙将军 立刻热情地 招呼着郭台来吃起来 郭台来也没客气 军队里的大海碗 纯手工赶出来的面条 为了保证指战员们 有足够体力 所以狂补热量的 大油大肉汤卤 郭台来食指大动 军队里的套路 吃得大开大合 舒爽异常 再来一碗 一海碗痛快地吃完 郭台来还真是 一点都没客气 主动地再要一碗 胖子 你说步兵战车上的武器 可以这么对付步兵 那坦克呢 楚将军趁着第二碗 还没上来的档口 很随意地冲着郭台来问道 不探协同靠坦克上的 高射机枪 也可以同样原理哦 郭台来不假思索地说道 口径更大 杀伤力不是更大 这不是研制出来 需要一定的时间吗 孙将军在旁边笑笑说道 有没有更容易的 显成一点的 限弹呢 本来孙将军是没觉得 郭台来能回答的 结果郭台来张口就来 毫不迟疑 现在限弹枪用的 十二号限弹 它十几个弹丸 坦克炮弹多大呀 弄上去一千多个钢球 或者乌球塞进去 城市作战的时候 对着步兵密集的地方 一炮打出去 现在是什么效果 坦克在城市战中 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是弹药不适用 出于反装甲作战需要 动能穿甲弹 是现役坦克的标配 但在城市战中作用不大 以2003年至2004年的 伊拉克战争为例 对手多为反美游击队 很少用装甲车 与美军正面作战 而穿甲弹 最多只能在建筑物上打个洞 对内部人员的杀伤效果 十分有限 为解决这一问题 美军后来配备了 通用动力公司研发的 M1028炮射反人员限弹 这种炮弹内 装有1100颗乌钢球 射入建筑物内 引爆后 效果看不一把巨型限弹枪 可以击杀射程内的所有敌军人员 郭台来就是参考了这一设计 限弹枪不管是孙将军 还是楚将军都熟悉啊 赵燕燕更不用说了 特种战士要求他们熟练 掌握几乎所有的现役武器 上手射击都不知道 射击了几百发子弹了 几乎是郭台来刚一说完 三人就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这东西都不用再说什么原理 光是想想一千多颗弹丸 从坦克炮里面发射出去的场景 就足以让他们不寒而栗了 特别是郭台来说了 他自己都没注意到的 很重要的一点 城市作战 从国际上最近几次的 小规模战争中 城市作战就占据了 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车臣格洛尼兹巷战 要是当时老毛子的摩托化步兵团 如果有郭台来说的 这种坦克限弹 或者有战车上的那种智能弹药 结果还会是惨败吗 谁也无法假设战争的结局 但是现代战争 越来越多的城市作战 却是无法避免的 这时候两位将军 都想要直接质问自己了 这么简单的方法 怎么就没人想到呢 难道大家的脑子 都被局限死了 只以为限弹 只能用在限弹枪上 坦克炮凭什么就不能用限弹呢 这种东西的技术含量 肯定还是有一些的 可是绝不会比那个 智能弹药更麻烦呢 特别有一点 这是现有的军工技术 完全可以解决的呀 用坦克炮打人 太凶残了呀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三十九集 对孙将军和楚将军来说 今天真是惊喜 谁知道单纯 只是为了表达 感谢的一顿饭 居然聊着聊着 就聊出来一个智能弹药 一个炮射反人员线弹呢 最关键的是 这两项技术 暂时来说 原理上都能说得通 也没有无法实现的技术难题 无非就是整合而已 至于整合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 谁家开发设计一款新武器 不会遇上问题呀 遇上了 解决不就是了 国家这么多军工研究所 难道不就是为了 解决问题存在的吗 眼看着郭太来 已经端起了第二大海碗面 孙将军也好 楚将军也好 都没有觉得郭太来贪吃 正经是部队里 训练刻苦的战士 才会有大饭量呢 这会儿郭太来 刚出了两个好主意 他们是怎么看郭太来 怎么觉得顺眼 好吃 郭太来放下了大海碗 拍了拍肚子 舒坦地吐出了 两个字的评价 好吃就常来 孙将军笑着说的 军队里山珍海 为什么的招待不起 也不敢那么招待 但是两大海碗 手攻灭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把这儿 当成是家 没事过来转转 想玩什么武器 就玩什么武器 要不要玩玩 高射速的机枪 很过瘾的 当年九五怎么改良的 不就是西北军区的白团长 让郭太来玩了玩九五式 胖子觉得不爽吗 京城军区也有这个条件呢 只要郭太来乐意 除了那些远程武器 没办法让他玩之外 步兵清兵计 随便玩 好啊 郭太来没矫情 爽快的答应着 有什么鸭箱底的货色 拿出来让我玩玩 眼看着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 就定下了郭太来 随便来军区玩 楚将军心中也是一动 很想和孙将军一样 邀请郭太来 没事到总装做做 可惜啊 总装没军区这么自由的条件呢 别看是负责装备的 但他们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拿出武器来 让郭太来过眼呢 不像军区 一个训练的明目就可以了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楚将军眼睛一扫 就看到了在旁边 蹲坐不动 君子挺拔的赵燕燕 顿时间心中大定 只要有赵燕燕在 军区武器再好玩 也不可能比总装吸引力更大吧 我们总装的咖啡也不错呀 小郭没事可以去做做嘛 楚将军笑眯眯的接上了话 冲着郭太来邀请道 那感情好 郭太来也是笑嘻嘻地答应道 我还没去总装喝过咖啡呢 还好 不是纪委请喝咖啡 众人全都是哈哈大笑 赵燕燕笑过之后 忍不住爷余的 你连党员都不是啊 落后分子 也没有担任任何公职 还想让纪委请喝咖啡 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 这话自然又是让人一番大笑啊 人就是得开心 哈哈大笑过后 两位将军都觉得自己山清气爽 心情莫名地开朗 哦对了 既然说到了炮射限弹 那么就说说这个坦克的问题 楚将军是十分关注国内武器装备的人 话都已经说到了这里 不继续多聊聊实在是可惜 所以马上接着刚刚的话题 说道 坦克主炮的射速毕竟还是有点慢啊 虽然现弹杀伤力巨大 但是几个方向上都有人的话 也照顾不过来呀 嗯 一方面肯定要不坦协同 光杆坦克进入城市战区 那肯定就是找死 郭太来也顺着楚将军的话题回答道 另外刚刚说的三十毫米自动炮就可以啊 我们引进老毛泽的2A70的时候 不也是顺路引进了2A72自动炮吗 可以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啊 轮式步兵战车上就能玩啊 楚将军一愣 倒是没想到郭太来对于军事装备熟悉到了如此的地步 但很快就释然了 上面貌似说过 轻武器方面的机密都可以对郭太来开放 他知道这个并不奇怪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团队在研制一款通用炮塔 用的就是引进老毛泽的2A72的三十毫米自动炮 应该已经快要定型了 从这方面来说 郭太来已经可以说和国内不少人想到一起去了 要是嫌步兵转车防护力不足通过性不好 那就用坦克底盘 郭太来没有停止 继续说道 五对轮总可以了吧 要是还嫌火力不足防护不足 那就六对轮 双连装自动炮 加上机枪 戴上反坦克导弹 反应装甲 能挂多少就挂多少 各种探测雷达 能用什么就用什么 360度火力覆盖 这下够猛了吧 一边说着 郭太来就在餐桌上 拿筷子蘸着汤汁 随手画出了老毛子在未来 大规模介入叙利亚战争 为应付绞肉机一样的残酷象战 重新启动的BMPD重型火力支援车 也是车臣战场上得到的教训 开发的一款重型火力支援武器 这货在战争中 由于其装备的2S-2火炮 射速高达 550发每分钟 强大的火力足以保证摧毁 1.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装甲车 2.5公里范围内 敌方士兵将难以存活 因此该装备被俄旭军队 形象地称为士兵收割机 这个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 重型火力支援车 郭太来一边画一边介绍的 在战争中配合坦克作战 远在5公里处就可以用反坦克导弹 对敌方装甲目标和攻势 进行领先打击 有直升机的配合下 可以迅速清空三公里范围内的 所有有声目标 看着郭太来随随便便的 就画出来一个看起来 好像十分具备可行性的 重型火力支援车的设计 孙将军和楚将军 都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你看 有步兵战车 有重型火力支援车 有坦克 再加上适当的不坦协同 郭太来摆着手指头数着 对了 如果有卫星和飞机 加上直升机配合 后面有火炮开路 基本上这个配置在城市作战中 暂时应该够用了吧 嗯 这是我的猜测 我也没打过仗 不知道城市作战是什么情况 具体作战环境 还需要具体分析 等郭太来抬起头 看到的是孙将军 楚将军和尸家三个目瞪口袋的面孔 三双眼睛 一会儿看着餐桌上那个汤汁化的重型火力支援车 一会儿抬头看看郭太来 就如同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我瞎想他 重不重还未必呢 郭太来左看看右看看 忍不住心虚 赶紧解释了一句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四十集 你瞎想的东西 我们回去制定一个现实一点的指标就能立项啊 楚将军苦笑起来 可问题是我们国家现在还穷 军费拨款不多 只能眼睁睁看着流口水 没办法投入啊 一个一个来呗 郭太来倒是蛮不在乎 反正弹药方面的东西 他是绝对不会碰的 也只能给楚将军他们出这个主意了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反正现在我们也不会马上面临战争 又不是必须马上拿出来 对吧 智能弹药比较复杂 重火力支援车也麻烦 那就先上炮射先弹呗 那个总简单吧 不用投入太多吧 嗯 道理是这个道理 楚将军摇着头说道 就是看着好东西 不能马上立项 眼馋呐 可以尝试外销啊 郭太来笑道 目前老名老毛子都没有类似的反人员大杀器 他们现在到处有事生非 先研制出来卖给他们呢 卖出去了不就有钱了 嗯 也是个办法 楚将军点了点头 刚刚楚将军说这些的时候 孙将军一句话都没说 但等他说完了 孙将军才开口道 好东西研制出来 可不能忘了我们军区啊 哎呀 少不了你们的 楚将军一副美好气的样子 八字还没一瓶呢 着急什么呀 这边先预定嘛 不然的话到时候轮不上怎么办 孙将军嬉皮笑脸的回答道 胖子 如果研制炮射现弹的话 使用乌钢球 会不会对炮管磨损太大 等两位将军说笑完了 赵燕燕才开口冲着锅台来问道 这是个技术问题 乌钢的硬度十分高 碳化乌的硬度几乎接近金刚石 这么高的硬度用来制作线弹 炮管肯定会有磨损 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线弹研制起来相对简单的话 那么对炮管的磨损肯定要考虑在内的 否则炮管的成本可就高了去了 线弹枪有时候也是用乌钢球 不过线弹枪的枪管短 射程短 而且子弹装药量不大 和坦克炮肯定无法相提并论 坦克的话 不管是炮管长度 还是装药量射击出速等 都是远远超过了线弹枪的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 线弹枪的枪管 就算是打坏了 成本又能有多高啊 可坦克炮管不一样啊 嗯 那就看炮射线弹怎么设计了 郭台来摸了摸脑袋 没有说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总有办法的 或者实在不行就多保养 想办法给炮管延寿好了 炮管延寿 楚将军和孙将军都皱起了眉头 保养没问题 但是炮管延寿的话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各种糖线磨损修复 甚至还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不是想延寿就能延寿的呀 通常你们是怎么做的 郭台来好奇地问道 拆下来 该修补的修补 该补充肚层的补充肚层 重新糖炮管 无非就是这些常规操作 楚将军不是那种 只知道听报告的人 他对于国内的各种装备 同样也是如数家珍的 甚至对于炮管的修复 也知道不少 总之很麻烦 费时费力 事实上这不只是 我们国家的问题 全世界所有国家 都面临这种问题 老米和老毛子也都不例外 那就想一种 简单可靠快速的方法啊 郭台来想当然地说的 哎呀 谈何容易啊 楚将军苦笑起来 要是能有这样的办法 多大的投入 我们都要试着研究啊 郭台来沉默了下来 低着头 闭着眼 脑海中疯狂地搜索 赵燕燕看着郭台来的动作 闭上了嘴 静静地等着 说不定胖子就会想出一个办法来呢 孙将军和楚将军本来也想继续 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忽然看到了郭台来的这个样子 也好奇起来 学着赵燕燕的样子 不说话 慢慢地等着 一直以来 郭台来给军方和军工系统的人的印象就是 胖子学识渊博 思维发散 脑子里各种奇思妙想 而且还都是有可行性的那种 到目前为止 茂次和他聊的一些问题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外骨骼 液体防弹衣 高能炸药 狙击榴弹发射器 以及之前的那些智能弹药 甚至重型火力支援车 都是如此 也不知道突然说起来的这个 延长炮管寿命的想法 胖子能不能想出来一个让人惊讶 却又可行的方案出来 哪怕是一个思路也行啊 郭泰来在未来梦境中仔细地搜寻着 貌似这个延长炮管寿命的方法 未来华夏有一个十分牛的脑洞 突破天际的方法 堪称黑科技一般 郭泰来现在就在仔细地搜寻着 思索着 诶 有了 是这个 火炮 生管 内糖 延寿 修复材料技术 这种技术的厉害之处和神奇之处在于 其对于火炮的修复 不需要将火炮拆卸下来 或者对火炮进行一系列的维修工作 维修火炮的时间仅仅不到几秒钟 而且 维修根本不需要任何专业维修人员 只需要一个人将一发维修炮弹送进炮堂 然后激发 随着这枚炮弹 砰一声射出炮管 维修工作就此完成 该项技术的原理是将一种纳米材料和润滑油脂混合物 涂在维修炮弹表面 然后当维修炮弹被发射后 其在炮管中运动时 之前涂抹炮弹表面的纳米材料和润滑油脂混合物 在高温高压火焰和炮弹高速摩擦下迅速填补炮管 烧石坑槽 这一运动不仅填平了之前的凹槽 还会在深管内壁形成一层保护膜 从而对炮管起到修复保护和延寿的作用 修复弹既可以修复滑塘泡泡管 也可以修复线塘泡泡管 使用范围很广 不仅如此 该修复技术对于小口径泡管与枪管 也有良好的结果 可以说该技术对于我国武器寿命的延长 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泰来把自己知道的东西 一点一点的说了出来 当然具体的材料和如何做到 这些肯定是语言不详的 这是二十年后的技术 需要大量的研究 但现在郭泰来也只是打算 讲明一个思路而已 如果这种技术能够实现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 郭泰来把技术的可能原理说了出来 然后冲着木凳口袋的三人问道 说不定能做到呢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木九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木九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真有办法 赵燕燕对于胖子能想出来一个独特的思路毫不怀疑 可是孙将军和楚将军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了 他们以为郭泰来最多就是研制一种高精度机械 能够在保养修复的时候进行深管内壁操作来达到目的 却没有想到郭泰来的脑洞居然开得比天还大呀 一发炮弹就能够修复炮管 一发子弹修复枪管 这是什么概念 两位将军心脏都快要抽抽起来了 这么复杂的问题 竟然还能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虽然后面的材料爆炸修复等一系列的整合绝不简单 可问题是使用起来简单呢 正常打一发炮弹就能解决呀 如果这个到时候能够实现 国家将在炮管枪管上省出来多少经费呀 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损耗太大的那些枪炮 修复延寿该有多方便 这能减轻多大的后勤压力呀 小赵 楚将军几乎是颤抖的声音要赵燕燕记下来 只不过刚叫了一声小赵 就已经不用往下说了 赵燕燕从刚刚开始就拿着笔疯狂记录 根本就没有等楚将军的吩咐 只是可能啊 郭太来嘴里这么说 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 毕竟未来梦境中他已经看到了这些技术的出现 胖子 楚将军之前叫郭太来小郭的 现在也改口叫了胖子 这样显得亲密 总装的面条也很好吃 那天过去尝尝啊 好啊 郭太来想都没想的一口答应 笑得合不拢嘴 去总装不就可以去找师姐了 这趟请郭太来吃了两碗面 收获大了 楚将军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反正他已经打定主意 没事就让赵燕燕带郭太来去总装那边吃面条 回去就让食堂那边找一个好面点师傅 怎么也要做一手好面条的 等郭太来去了 好招待他 一顿面条大家吃的心满意足 郭太来开心 两位将军开心 赵燕燕更开心 自己的男朋友已经通过这一顿饭 获得了孙将军和楚将军的认可 以及更多好感 只要不在京城里为非作歹 基本上不用担心什么人再敢跳出来欺负他了 以前军方可能不会因为地方上的一些事物说话 但从今以后和郭太来有关的事情 肯定就不只是简单的地方事物了 孙将军和楚将军也开心 一顿饭能得到这么多的新思路新想法 而且都还是具备可行性的思路 简直太让人惊喜了 郭太来则是纯粹的开心 自己做的武器消灭了恐怖分子 减少了战士们牺牲 和京城军区走动频繁 还得到了没事去总装看师姐的邀请 人生啊 简直太幸福了 从四人吃饭的小房间离开的时候 孙将军执意要送郭太来到军区门口 赵燕燕开车 四个人正好 郭太来年轻做副驾驶 两位将军做后排 出门需要经过一片京城军区的训练场 此刻刚刚是下午 训练场上正有不少战士在汗流浃背地训练着 路过一片区域的时候 郭太来看着那边辛苦训练的战士 忽得想说点什么 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车子开了几百米 郭太来又看到了另一对战士 同样也在进行着和刚刚的战士们一样的训练 郭太来脸上的表情十分的难受 欲言又止 终究还是没有说话 不过他的表现却被后面的楚将军看在眼中 楚将军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 胖子 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 郭太来急忙扭头摇了摇手 笑着否认道 想说什么就说 孙将军不乐意了 冲着郭太来说道 婆婆妈妈的 是不是条汉子 那我就说了 郭太来小心翼翼地冲着孙将军说道 我要是说了 孙叔叔你可不能生气 我保证不生气 孙将军一听 这明显就是有话要说 而且还是和自己有关 或者是和京城军区有关 那我说了 郭太来再次小心地提了一嘴 让你说你就说呀 孙将军不乐意了 冲着郭太来就是一句 刚刚你还不是挺能说的吗 怎么现在说正事的时候就哑巴了 那个 郭太来之悟了一声 这才说出口 刚刚我们经过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战士们在枪口上 挂着砖头练习持枪 小赵 车子开回去 孙将军一听 二话不说 让赵燕燕掉头 吩咐了赵燕燕之后 孙将军才冲着郭太来解释道 是啊 枪口挂重物练习持枪 我们很多战士都是这么练习的 孙叔叔 郭太来看师姐都开始掉头了 心中暗叹一声 不说也得说了 我是做精加工的 从机器和材料的角度来说 枪口长期挂重物会引起枪管变形的 孙将军没想到郭太来说的是这个事情 顿时间有些惊恶 我们的枪还没有那么娇气吧 这不是娇气不娇气的问题啊 郭太来苦笑起来 只要是固体材料 就有弹性形变 这样训练是没办法避免枪管变形的呀 突击步枪还好 不追求远距离的射击精度 在弹性形变范围之内 挂点重物影响不大 这要是换了 扶制式枪管的狙击步枪 些许的形变 这根枪管就飞了呀 我做极机枪管交货的时候 都是竖直放置悬吊起来交货的呀 生怕有一点的变形 孙将军脸上有些难看了 楚将军皱着眉头 看向赵燕燕的时候 赵燕燕很肯定的点了点头 如果说郭太来这个 金家公大师的说法 还不够说服力的话 那么水木大学天才博士的点头 肯定是为郭太来的话 做了足够的背书 那让狙击手不要这么烈 普通的战士继续这样锻炼持枪力量 孙将军马上做出了反应 冲着郭太来说道 反正你说的突击步枪影响不大 对吧 如果可能的话 郭太来中秋还是没忍住 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还是停止这种持枪训练吧 想要训练臂力 有的是别的方法 举重 佛冲 引力向上 杠铃都可以 没必要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 孙将军这次认真了 非要问个清楚明白 因为这种练习方法是错误的 郭太来很肯定地说出了这句话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四十二集 孙将军一听郭太来的这个话 二话不说让赵燕燕立刻停车 赵燕燕一脚跺在了刹车上 车子发出了一声难听的咔吱的声音 停在了原地 后面跟着的车子也停了下来 下车 孙将军自己先下了车 直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冲着郭太来大声怒道 郭太来乖乖地下车 看着孙将军一脸的怒气 郭太来就在后悔 早知道不说了 我们的战士辛辛苦苦 汗流加倍地在训练 你却说练得不对 孙将军的愤怒就在这里 老米那边的军队 同样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只不过他们是挂水壶而已 你凭什么说这种训练方法就是错误的 你把战士们的辛苦 当着什么 楚叔叔 刚刚是不是有人答应我不生气来着 郭太来兴兴地看着孙将军一眼 转头小心地问楚将军 我是不是脑子不太好记错了 楚将军没想到郭太来这死胖子 居然来这一手啊 他刚刚听到郭太来说 练习方法是错误的 其实内心也是挺不舒服的 但郭太来的确是说过 他说了不许生气 而且孙将军还答应了 现在孙将军闹这一处明显的究竟 说话不算话 孙将军也有些尴尬 刚刚说不生气是他自己说的 现在生气也是他自己生的 忽然之间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郭太来这家伙也死居 孙将军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 就僵在了这边 赵燕燕从驾驶位下来 走到这边轻轻地退了退郭太来 郭太来才转头给了赵燕燕一个笑脸 转回来的时候脸色也好看多了 孙叔叔 辛苦训练是值得表扬的 郭太来给师姐面子 先开口道 但并不意味着辛苦就是对的 一个短跑运动员 天天辛苦地练举重 练到汗流浃背 虚脱了还不停 你会高兴地称赞他 练习得辛苦吗 胡说八道 哪有短跑运动员 天天练举重的 郭太来先开口了 孙将军也有了台阶 就泼下驴 立刻接口道 那战士们枪口挂重 是为了练习什么 郭太来毫不客气地 冲着孙将军问道 为了练习 举枪瞄准的稳定性 孙将军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这些训练的内容 孙将军脑子里清清楚楚 张口就来 空枪练习的目的 是在实弹射击前 掌握正确的动作要理 为实弹射击打捞基础 说得没错啊 郭太来双手一摊道 孙叔叔你也说了 目的是掌握正确的动作要领 可是你看看 挂着砖头水壶 动作要领还对吗 孙将军愣了一下 然后远远地看着 正在训练的战士们的动作 默默地思索起来 楚将军和赵燕燕 也都是同样目光看了过去 射击属于净力项目 和爆发力项目 有本质上的区别 比如举重运动员的力量很强 但让一个轻易举起 200公斤杠链的举重运动员 平举一公斤重的手枪 五分钟 他的手臂也会发抖啊 这是因为举枪瞄准的 用力方式 与端唇举重物是不一样的 郭太来在他们思索的时候 慢慢地解释到 枪口挂重物的方式 锻炼的肌肉群 和射击用的肌肉群 都是不一样的 说得你好像很懂肌肉群医啊 孙将军一边思索着 一边反驳着郭太来 拜托 郭太来无语地看了一眼孙将军 我虽然不是正经学医的 但是我去年为了考职业医师资格 整整学了一年的人体解剖学 要不要我把两组肌肉群的肌肉名称 一个一个地列举出来 死胖子居然还有职业医师资格 孙将军和楚将军 都有些莫名其妙了 转头看向了赵燕燕 赵燕燕很无奈地重重点了点头 他还能说什么呀 难道告诉两位将军 自己心爱的胖子 是因为看到自己训练的时候 脸上有了点小伤 所以特意去考的职业医师资格 以便可以给自己整容 居然真有职业医师资格 真的学过人体解剖学 这一下孙将军和楚将军心里 也限了半程 空将训练要求举腔动作协调 人枪结合力量要适中 力量不能过大 也不能过小 动作要干净利落 郭太来一边说 两位将军一边点头 枪要打得准 靠的不是力气大 而是力量控制的精准 这种控制力 更像是写毛笔字 画国画 或者是外科医生控制的手术刀 力量控制的不准确 有再大的力气也没用 其次 枪口挂水壶挂砖头训练 会导致射手激发动作不自然 看两位将军已经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郭太来继续说的 装满水的水壶悬挂在枪口下方 会由于晃动而产生钟摆效果 带动枪口像滑圈一样运动 砖头也一样 而射手为了稳定枪支 会加大举枪力度 来抵抗这种滑圈运动 空枪训练时枪口晃动的轨迹 与取下中午后实弹射击时 枪支晃动的轨迹并不相同 当然 为了避免中摆运动 也可以缩短背包带或者水壶带 但这种方法却使得枪械重心 大幅度前移 射手为了克服这种情况 会自然的改变举枪动作 用力加注枪 以保持枪口的水平指向 这样就会导致枪口挂重物后的 举枪方式 与实弹射击时的举枪的情况不同啊 郭台来看着远方战士们训练 继续说的 这样的训练时间久了 就会形成错误的肌肉记忆 而肌肉记忆是枪杆的组成部分 当射手的肌肉记忆习惯了 重心靠前的状态 一旦到了实弹射击时 把重物取掉 就会感觉枪很轻 有发飘的感觉 经常这样练习 就会使空枪训练 和实弹训练脱节 空枪练习一种动作 实弹射击又是另一种动作 一边说着 郭台来一边在自己身上比划着 甚至连动作都模拟了出来 两位将军和师姐 都没说话 静静的听着 我敢肯定 郭台来继续说的 这样练习出来的战士 实弹射击的时候 平时挂砖头最多的 打板成绩肯定靠后 动作已经被压得走样了 本该是双手伸直的射击动作 已经被压成双手下垂 两手抵在肚子上的古怪动作了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43集 刚刚车子其实没开出去多远 现在他们距离训练的战士们 还有一段 但是却能看清楚战士们的动作 正如郭台来所言 挂着砖头练习的战士们 此刻的动作并不是标准的 持枪射击动作 孙将军之前还觉得战士们 辛苦训练汗流浃背值得表扬 可是现在 看着他们走行的动作 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班长排长们肯定会表扬那些 肯吃苦 肯下力气的战士 郭台来站在两位将军身边 和他们一样看着那边的情形 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种风气下 战士们训练的时候 想的已经不是如何瞄准 不是如何练习好战术动作 而是变成了互相较劲 看谁能比谁承受的重 看谁比谁能坚持的久 这已经背离了训练的初衷了吧 除了郭台来 在场三位都当过兵 怎么会不明白战士们的心思 正如郭台来所说 现在这种训练已经变成了较劲 而不是以掌握战术动作为目标了 对了 郭台来呼的想起一件事 又开口说的 这样的训练 训练出来的肌肉技艺 如果从空枪训练 带到实弹射击种 很可能会在打法时产生远弹现象 八指上多发集中弹孔中 唯独有一发严重偏离目标吧 我猜肯定有人觉得 这是九五式本身的问题 对吧 难道不是吗 孙将军一愣 刚装备九五的时候 训练中的确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后来还找了枪械设计的工程师们 过来诊断 设计师和工程师们 后来不是说这是枪管镀铬 不均匀挂铜导致的吗 你自己琢磨一下 刚刚我说的抵抗钟摆的动作 再想想这样的训练 形成的肌肉技艺 郭台来摇摇头笑了笑 然后孙叔叔 你派着良心告诉我 这真的是枪的问题吗 也许有这个可能吧 这个问题 就连孙将军都不敢说 真的和枪械没有关系 只能用这种 含糊其词的话语来回答 别这样孙叔叔 郭台来看着孙将军这样 忍不住又是一句 九五好歹我也参与过 什么性能我还不知道吗 孙将军和楚将军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郭台来还是九五一的设计者 当着他的面说 可能是枪的问题 胖子不开心了 郭台来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至少两位将军和赵业 现在还听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些事建立在 郭台来说的什么肌肉群 什么竞力项目 什么钟摆都正确的基础上 不过有一点 孙将军和楚将军 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那就是那些战士们训练的动作 真的已经有些走样了 而且郭台来说的战士们的较劲心理 完全正确 孙将军大喊一声 一直跟着赵业的车子 等着孙将军回去的时候 使用的车上 一个上尉飞快地 从那辆车子那边跑了过来 马上面令 在一周之内 军区所有战士 不得再进行枪口挂中物训练 孙将军飞快地命令道 另外搜据一下数据 看看军区内战士们 实弹射击的成绩 以及平常挂中物训练的时候 每个人挂中物的成绩 是 上尉立刻大声地答应一声 敬礼之后 飞快地跑到车子那边 通过车子上的通讯器材 和军区指挥部门联系 军队的执行 雷厉风行 每五分钟时间 郭台来就看到那边训练的战士们 放下了重物 开始改为别的训练 刚刚生气 是我不对 在军区的门口 孙将军把郭台来等人 送到了这边 站在副驾驶的车窗边 孙将军冲着郭台来 道歉 下次我主动罚酒三杯赔罪 好 郭台来笑嘻嘻地答应着 一个军区的石拳将军 都把话说到这里了 他还能怎么样 嗯 下回和孙将军喝酒的时候 再让他知道厉害 回到京城 郭台来就主动找了个地方 让师姐停车 自己想办法回去了 总不能让师姐 拉着楚将军再送自己吧 郭台来还没那么没眼色 郭台来是下午三点多下了车的 但在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京城军区和总装 就各自有几份报告出炉 新鲜热辣地 抵交了上去 京城军区的报告是孙将军打的 他向军区领导汇报了之后 领导指示 集合一批医疗运动 以及射击方面的专家一起 针对枪口挂重物的训练方式 进行一次科学的考评 其中射击专家 不但有国家射击队的队员和教练 还有一批各大军区的 资深聚集手和突击手 将在三天内赶到京城军区 开一个考评会议 除了这个报告之外 孙将军还提了一个申请 想要各方面的专家 联合对军方现行的 所有训练方法进行科学评估 每一种训练方法的目的 原理 效果 以及训练结果等 进行完整评估 希望能够发现 军方训练当中的不科学方式 此外 孙将军还写了一个 未来城市作战中 战术思想和战术装备的 协调应用的小文章 把自己想到的城市作战中 可能遇上的问题 以及太空空中地面 立体联合打击的思路 做了个总结 也是建立在郭泰来提到的 各种轻重装备 以及卫星飞机和地面装备 配合的思路上 不过孙将军写的 可比郭泰来说的专业多了 总装的报告也是好几份 一份是关于在城市作战中 反人员武器系统研发思路 其中囊括了炮射反人员线弹 重型火力支援车 轻型步兵战车 以及集中装备联合使用的建议 并且还有智能弹药的研究思路 另一份是火炮深管内堂 严寿修复材料技术思路 以及简单可行性分析 说的当然是炮管枪管修复技术 第三份则是新式狙击榴弹发射器 在实战当中的应用 顾名思义就是那个击毙恐怖分子的事情 两个单位的报告中 不约而同的提到了郭泰来 在每份报告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不管是军机领导还是总装的领导 甚至更高等级的大佬们 看到这几份报告 就能看到郭泰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有意思的胖子 看完报告 军方的某几个大佬满意的放下了报告 吃面 好笨哪 改天请他来我们这里也吃几碗面 啊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44集 郭泰来不知道这些 知道他也不会关注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过食补 把消耗掉的脂肪补回来 给小灰做下一次的治疗 当然 尽快升级控制系统也是必要的 也许会带来全新的能量使用方式 否则的话 这短时间内一胖一瘦的 郭泰来也不好过呀 可惜啊 阿富汗没办法去 连蒙娜丽莎那边都不好办呢 唉 耐着性子又补了三四天 期间 林嘉宜这边打电话汇报 买地合同已经签署 郭泰来立刻让张姐那边赶过去付款 先把这事定死再说 免得夜长梦多 地皮是归正义房科技公司了 但是也只是地皮而已 总部要建成什么样 大概要耗资多少 装多少人 工期多长时间 这些东西还没有考虑 郭泰来让林嘉宜和张姐那边 先一起商量一下 至于建筑设计 不用问 水墓大学也是有建筑系的 这种肥水 肯定不会流到外人田里呀 不过具体要求 郭泰来也不知道 等到有了差不多的内部规划之后 再找设计师 当然在总部建造起来之前 肯定需要一大片办公区域 这个也需要林嘉宜在春节前找好 春节后 就有员工来上班了 另外 郭泰来要先行定下来具体 钻研哪几个课题 否则一群技术人员到位 却只能坐着 那就未免效率太低了 这些都是郭泰来要考虑的问题 不过 相对于那些郭泰来 觉得根本无法胜任的管理招聘 以及各种杂事 安排开发任务 郭泰来还是相对乐意并且擅长的 他已经想好了几个课题 只等有人就能开展了 眼看着体重再次达到了200斤 郭泰来再次约了小辉第二天进行治疗 小辉开心地答应了 不过 让郭泰来意外的是 这第四次治疗 竟然不是张老和张奶奶陪着小辉过来的 而是一对看起来三十多岁出头的男女 陪着小辉过来的 胖子 这个是海哥 这是我嫂子 他们都是我帖子 小辉最近很明显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 连人都胖了一圈 很开心地向郭泰来介绍着陪他一起来的两人 听得出来 两人是夫妇 郭泰来也知道一些小辉烧生的事情 所以立刻明白 这个海哥和嫂子 估计就是小辉当时拼命救下来的两口子了 果然海哥和郭泰来握手的时候 毫不掩饰这一点 小辉是我们夫妇的救命恩人 你治好了他 也是我们的恩人了 我们夫妇在京城还算是有些门路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尽管说 不用客气海哥 郭泰来跟着小辉一起叫海哥 反正对方年纪比他大 我治疗小辉也是收了钱的 不存在什么恩人不仍人的说法 我就是个整容的 收钱 趋拔痕 是生意 不必放在心上 海哥看着郭泰来 听完他这一些话 也暗自点了点头 握了握郭泰来的手 没有多说什么 海哥的爱人也和郭泰来握了握手 然后就在接待大厅坐着等着 今天治疗的是小辉的肚皮和隐私部位 所以海哥的爱人到时候肯定是不合适在里面看着的 开始治疗的时候 海哥和爱人都跟着进了操作间 等到处理隐私部位的时候 他就得出去了 一开始是胸口肚皮 这大片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 先处理完再说 这些部位也不用怕海哥爱人看到 今天小辉身上算是有了肉 可以省下郭泰来很多的能量 不过即便如此 也只是让郭泰来没那么疲惫而已 消耗的可还是一点不少啊 海哥和他爱人是第一次见到郭泰来亲手操作 尽管他们已经听过郭泰来的治疗有多神奇 可当他们亲眼看到的时候 依旧还是被震撼的目瞪口呆合不拢嘴 怪不得呀 海哥直接看着那种神乎奇迹的一大片疤痕皮肤 直接被顶起来露出下面新长出来的柔嫩肌肤叹息道 哎呀 怪不得你要收费这么贵啊 你这根本就是给脱胎换苦啊 脱胎换苦不行 郭泰来一边催动着纳米机器人刺激小灰的皮肤生长 一边笑着说道 那会引起排液反应的 主要还是自体皮肤细胞生长 我能力有限 也就只能做到这点了 海哥的爱人没话说 但脑子里却是不停地赞同着海哥的话 郭泰来这一手要是用来去死皮 胶嫩肌肤什么的简直无敌啊 哎可惜啊 那个价格清单实在是让人看着太无法忍受了 怎么会那么贵啊 胸口和肚皮的疤痕 基本上是毫无波折的就轻松去除了 这个时候海哥和他的爱人已经明显看出来 郭泰来和小灰两个人的身体都瘦了不少 特别是郭泰来轮廓变化太明显了 一个鼓起的肚男直接变成了平板 两人也不由得相信了某些话 这个治疗消耗真的是太大了 郭泰来付出的代价 恐怕绝不仅仅只是快速瘦下去一点 剩下的隐私部位只有海哥在 这里的皮肤比较娇嫩 所以烧生之后疤痕比较重 纤维接地组织增生的比较厉害 以至于厚厚地包裹出了整个隐私部位 而且皮肤的神经也被烧坏 感觉也不灵敏 这也是所有人都以为 小灰已经失去了生殖能力的原因 这部分的确是麻烦了一些 郭泰来耗费了更多的能量 才将这部分的疤痕组织小心地清除 小灰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郭泰来却累得眼皮子都不想再抬了 直接挥手让他们离开 郭泰来自己必须要睡一觉了 至于小灰那里是不是真的恢复了正常 郭泰来不担心 但也不会让他就在这里试验 我带小灰找个地方玩玩 你先回家 海哥果然是海哥呀 这种情况下 居然直接对自己的爱人这么说 哪怕是昏昏欲睡的郭泰来 也不由得对海哥竖起了大拇指 牛啊 更让郭泰来佩服的是海哥的爱人 居然什么都没说 点了点头就背着包包离开了 胖子 今天辛苦你了 海哥离开的时候 再次十分郑重的道谢 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随时可以找我来要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四十五集 小灰的生殖能力恢复 亲测有效 这是海哥在外面抽着烟 从头到尾听着房间里 小灰疯狂释放自己的欲望之后的结论 当然这个还不够完善 海哥还让小灰收集了一管液体 送到了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的确是有活力的 可以让女方怀孕的 两项加起来都证明了 小灰的生殖能力 没有完全受到影响 这一天晚上 已经是半夜了 海哥还是接上妻子 一起把小灰送回了家 和张爷爷张奶奶 做了好长时间 张爷爷比较冷静 静静地听完海哥的叙述 张奶奶则是早已忍不住了 一路听一路啜起 旁边海哥的妻子陪着哭啊 不过没人劝他们俩 这是高兴的哭泣 多少时间以来的郁杰心忧 全都在一场不是那么痛快 但却不曾停止的泪水流淌中 一扫而空 小灰低着头 一脸不敢见人的模样 他可没想到海哥带他去玩 自己居然就在门口抽着烟 听了完整的上下半场 刚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小灰看到海哥 脸都红的不敢看海哥了 直到现在 他还是头都不敢抬的样子 现在还差什么 张老想了想 是不是只剩下胳膊了 是的 爷爷 这个问题只能小灰来回答 赶忙抬头说道 班哥说了 除了大笔肩膀这里 疤痕有点深之外 其他部位都没有问题 这两个部位也是可以暂时掩盖 但是还是能从上面摸到里面的不正常 他说要等他的能力 在提升之后一次性经历 嗯 张老满意地点了点头 冲着小灰吩咐道 和你嫂子 和你奶奶去休息吧 小灰答应一声 和嫂子一起扶着奶奶回房间了 这里只留下张老和海哥两个人 是不是有人有了些不好的想法呀 只有两个男人在 张老也就直接问海哥了 的确 海哥点了点头 有点想抽烟 刚看了张老一眼 张老已经把烟灰缸推了过来 海哥点着烟抽了一口 才继续说的 最近社会上有些人闹腾的不像话 打着气功的幌子折腾 影响很不好 胖子这边 看起来倒是有些真功夫的 几个医疗系统里搞科研的 觉得也许是个研究方向 想让胖子配合研究研究 是不是还想逼人家配合呀 张老是什么人 执政多年呢 一眼就看穿了某些人的小心思 如果不配合 我就是和那些闹腾的人一样 打算严肃处理 是不是 是 海哥笑了笑 他们的出发点还是好的 想要借此提升我们国内 皮肤再生方面的医疗能力 想创几个世界先进水平 如果能研究出结果 对国家 对社会 对个人 都有好处 就是办事的方式 有点问题 我已经压下这件事了 嗯 张老微微点了点头 警告一下 人家有什么手法 那是人家祖传的手艺 或者独门的手法 用现代一点的话说 那是人家独享的专利技术 人家不想公开 那就不要耍什么 外门邪道 逼迫人家公开了 啊 现在不是刚解放那会儿 没有逼人家公开自己手艺 或者放开自己专利的做法 真要是那么大共无私 怎么不去 把那些美国老英国老去讲道理啊 在自己国内窝里横 算什么 好的 海哥没二话 立刻答应他 我明天就去吧 胖子这个人 还是有眼色的 张老想了想 继续说道 他到现在都一直说 这只是个生意 没有人情 你诚意的确是花了大价钱 那就像他说的 只是一个推荐资格 就已经让他回本了 你们都是年轻人 有共同的话题 有事没事的 带上小灰一起 多和胖子接触接触 交个朋友 小灰有时候做事比较猛创 你多教教他 我会的 海哥点点头 笑着答应道 下次治疗我再去 看看胖子 有什么要帮忙的 嗯 汽车系统里有些人 闹得不像话 张老再次 微微点点头 人家有本事设计出好车子 他们就眼馋 这风气不好 我不好直接说 你 朋友多 看看系统内核管理部门这边 能不能推动一下 放开个人 也可以有汽车设计资格的规定 人才 不能老退到国外吧 明天我就找朋友聊聊 海哥再次点头答应着 今天晚了 你们就在家里睡吧 不用大晚上开车了 张老盯住完之后 开始关心海哥夫妇 也让你媳妇和老婆子 多聊聊 安慰一下 他们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了 老婆子多少年 没这么开心过了 你和小辉睡吧 海哥在张老家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 就开始打电话 张老昨天说的那几件事 他虽然压下一部分 但还不够 为了巨大的利益 肯定会有人铤而走血 海哥再次警告了几个人 并且和几个单位 很认真的打了招呼 小辉能治好 海哥夫妇也是去了一大块心病 要是有人还敢在他招呼过之后 对胖子那边耍什么手段 那就别怪海哥翻脸了 当然这些事情目前来说 郭台来还不知道 海哥打算下次陪小辉治疗的时候 把这些当做笑话 讲给胖子听听 他相信那么聪明的胖子 肯定能明白 他在这背后做了多少事情 不求别的 就是和胖子交个朋友而已 不图他什么 但海哥和张老 其实内心都清楚得很 有胖子这么一个朋友 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 郭台来的确不知道 这些天发生了什么 不过早上起床的时候 郭台来接到了师姐的电话 京城军区 关于枪口挂重物的训练方式的 科学评估之后 评估结果汇报给了上级 军委正式命令 今后全军不得再进行 类似的训练 接到命令之后 赵燕燕第一时间 就通知了郭台来 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对了 孙将军特意让我再次转达他的歉意 赵燕燕笑着帮孙将军传话 他说他没脸给你打电话 下次见面的时候 他一定自发三大杯赔罪 另外 他还邀请你去军区那边打把玩 想玩什么武器尽管题 千万别客气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四十六集 这都快一月下旬了 眼瞅着二月份就要过年 郭台来年前是实在不想折腾了 小辉那边还有最后一次治疗 而且面积不大 已经不用郭台来特别累积脂肪了 随便哪天都可以 所以 郭台来还是挑选了一天 没有告诉师姐 打算把父母和赵董丁总约在一起做了做 最近这段日子 因为郭建军和丁玉梅平均相貌 年轻了十岁 两人还都有点不习惯 还好京城里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们 在这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两人每天买菜锻炼什么的 每天都要在街上溜达 见的人多了 别人没觉得奇怪 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自己身上这种神奇的变化 身材好 人又年轻 加上郭台来最近可劲的让两人京城各种大景点大商场的逛 郭建军和丁玉梅也几乎没有了开始来京城的那种非京城人的自卑 儿子有钱 他们底气也足 再高档的商场里 两人也能保持着那种平常心 渐渐的气质也有了些变化 至少拿着那款双龙细珠的手镯 丁玉梅肯定是敢带了 和赵董丁总见面 哪怕知道准庆家两人都是京城里的大人物 郭建军和丁玉梅也不像以前那么局促 两家人见面应对得体 丝毫不落下风 两位丁总有共同语言 美容购物 喂食郭泰来 聊得热火朝天的 赵董和郭建军差点 不知道郭建军是个前功 郭泰来还是最开始从郭建军这里学的前功 所以赵向北也多聊了一些加工方面的东西 投其所好 郭建军也聊得开心 总之不聊赵燕燕 两家人相谈甚欢 郭泰来也特意叮嘱过父母 不要说结婚的事情 两人也听话 完全没有提这方面的内容 只是简单表示了一下 关心赵燕燕在军队里的生活 其他的一干没有多说 成功的会面 胜利的会面 晚上五口人还一起吃了一顿饭 如果师姐也在的话 一切就完美了 会面之后的第二天 郭泰来就再次邀请赵董和丁总去了美容院 丁总上次做过一次年轻化处理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需要再做一次 赵董则是从来没有做过 这次也如同郭建军一样 给他往精神里处理一下 丁总轻车熟路地接受郭泰来的美容 美白紧致皮肤 郭泰来还特意将丁总身上的一些小坠绕 帮忙清理了一下 稍微有了一点的小肚男 也清理了平平整整 让丁总喜出望外 赵董就简单了 就是脸上些许皱纹紧致了一番 皮肤往年轻里整了整 都是没有美白 看起来精神了许多 赵董十分满意 总算是也享受了一把准女婿的服务 不比丁总差 等这些事情忙碌完 也就到了一月底 郭泰来再次约了小灰出来 进行最后一次治疗 这次依旧还是海哥陪着小灰过来 治疗的时间并没有太长 只是双臂和肩膀一点而已 面积连上次的一半都不到 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全部完成 小灰是真的开朗起来了 之前躺在操作台上不怎么说话 可这次却是滔滔不绝 这几天京城发生的事情 一口京腔流利的说了出来 颇有一些京城爷们的架势了 说着说着就说到了 郭泰来的这一首针灸气功上 海哥也插嘴进来 说起了最近 有些人打着气功的幌子闹腾 很有语言艺术的将话题带到了 有人想要让郭泰来配合一下 让他们研究上 郭泰来倒是不知可否 海哥却主动说 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让郭泰来不用担心 他已经压下了那些人的心思 而且张老也发了话 以后不会有人在这上面 来找郭泰来 如果有人拿这个做文章 郭泰来仅可以找海哥 很自然的 海哥不动声色的 让郭泰来知道他帮了忙 也得到了郭泰来的好感 海哥帮忙压下也好 郭泰来现在有京城军区和总装成要 不怕什么人在这上面做文章 不过多一事肯定不如少一事 让郭泰来选择的话 郭泰来肯定宁可平平安安的 过个舒心年 小辉的伤疤 除了一些深层的疤痕 郭泰来故意留下没有处理之外 其他的彻底治愈 小辉离开的时候各种感激 临别 郭泰来还是看着小辉 光溜溜的脑袋有些别扭 琢磨了半天 告诉小辉 让他慢慢等着别着急 看看郭泰来过段时间 能不能想办法解决 头发和眉毛的问题 重新长头发和眉毛 不过就是移植毛囊而已 但小辉全身皮肤都烧得差不多了 如果要解决毛囊的问题 要么移植别人的 要么就是刺激小辉身上 仅剩的那些毛囊 如同皮肤细胞一样再生 不过毛囊可不像皮肤这么简单 肯定还需要郭泰来进一步的研究 小辉和海哥开开心心的走了 郭泰来也松了一口气 成总这两亿多也不好赚呢 整整一个多月 忽胖忽瘦 还不能远离 旧耗子京城了 比激光比长仪 更精密的测量工具 王教授那边已经打听到了 一个德国的工业实验室里就有 某种型号的激光干涉仪 超高的测量精度 据说达到了1纳米 如果郭泰来能够使用 这种激光干涉仪较准的话 恐怕很长时间内 郭泰来都不用担心自己的测量不准了 可惜啊 想要借用 只能出国 而且还得通过某些特定的关系才行 不过 郭泰来不担心 奔驰公司在德国应该算是 有一定的影响力 自己只要用精准测量工件的借口 借用半天到一天的激光干涉仪 应该不是大问题 年前郭泰来肯定是不想出国了 京城倒是不错 但是自己的房子已经拆迁 现在父母都是住在修理厂 貌似也不是个事 本来想随便买套房线住着 可父母不乐意 觉得还是不要太浪费 就住在修理厂 既然这样 郭泰来倒是想带着父母 趁着过年的时候 外出看看 旅游一下 也过个新潮时尚的旅行春节 解决了小灰的事情 郭泰来基本上就轻松了 离过年还有几天 郭泰来好长时间 没有去看刘老了 想起从香江 还带回了一块百达斐力手表 索性拿着保养一番之后 去吴珊珊那边 配了个好盒子 然后直奔水墓大学刘老家 去看刘老去了 第四百四十七集 见到郭泰来 刘老十分开心 虽然后半年这段时间 没有看到过郭泰来 但是刘老却始终能听到 郭泰来的消息 不说和水墓大学关系 最密切的战国竹简的捐赠 也不说和王教授说好 制作超大平面 只说他从王教授口中 听到的一些关于 郭泰来的事情 就够刘老开心了 因为郭泰来 学校里几个院 都多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 刘老现在一提郭泰来 是他的弟子 知道郭泰来名字的 全都是大拇指伺候 刻意奉承 这个弟子 可是给自己 争光天彩了呀 学校里也有汽车系 马自弹买的新车型 这个不会瞒着 汽车系统里的人 刘老也很快就知道了 那是郭泰来的手笔 能让日本人 花一亿多美金 那得多优秀啊 以前只看大家 买日本车了 什么时候 见日本人反过来买华夏车啊 郭泰来这是蝎子把吧 独一份啊 据说军队里 郭泰来还做了不少的好东西 只是刘老知道规矩 没有细问而已 但这肯定是属于 为国做出重大贡献的 所以刘老十分的欣慰 他老人家一辈子 都是在为国奉献 交出来的弟子也是如此 足够刘老老怀大位了 特别是郭泰来这次过来 知道刘老的心思 还特意带上了那三本 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证书 不用说具体什么项目 看到这几个证书 刘老就已经笑得喝不拢嘴了 至于上面的名字 为什么同样是姓郭 但不是郭泰来的本名 刘老也能完全理解 根本不会特别追问 郭泰来带的礼物 刘老很开心地收下了 一块看起来很不错的手表 郭泰来说是瑞士的名表 刘老一点都没矫情 徒弟赚了大钱孝敬师傅 而且刘老又不是什么掌权的领导 也不存在什么收受贿赂一说 送的开心收的也自然 直到春节的时候 由董行的客人上门 看到了刘老手腕上的手表 一提起这一块表 一百多万 才把刘老一家都吓了一跳 本来以为是几万块钱的一块名表而已 谁知道竟然上百万了 从刘老家离开 郭泰来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到年前不会有什么事情忙碌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年后 楚飞的妈妈年后会过来保养一次 田飞会在年后推荐朋友过来保养 太合金发动机会在年后 去德国也是在年后 法国也一样连王教授制作大平板也同样如此 年前可以轻松一下了 我们去孤租过年吧 郭泰来对父母建议的 一边旅游一边过去考察一下 加工产业的投资环境 郭泰来和父母说过 京城肯定不适合加工业 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室放到沿海 或者开放的城市去 这一点郭建军和丁玉梅都不怎么懂 但那天郭建军和赵向北聊过 赵向北对此是支持的 既然南方集团的董事长都这么说了 那应该没什么错的吧 丁玉梅很心动 他一个下岗场衣 以前哪里有机会全国各地的游玩啊 特别是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的苏杭二洲 上次去了西湖市 这次去孤苏 貌似就全了呀 一家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接下来一直到春节后上班 郭泰来一家三口都是在旅游中度过的 也不止孤苏一个城市 魔都金陵全都玩了好多天 春节的时候正好在孤苏 在孤苏新区园区考察了一番 几个景点也全都逛了 初三开始到魔都逛了整整五天 一路上大包小包的买了不少 全都通过邮局寄回了晋升老家 各单位都已经开始上班了 郭泰来一家还在魔都购物旅游呢 正开心呢 楚飞一个电话打到了郭泰来的手机上 你在魔都 听到郭泰来在魔都 楚飞顿时间惊喜起来 在哪里啊 我去接你啊 听到郭泰来的父母也在 楚飞倒是大方 那正好一起啊 我请客 你们好不容易来魔都 让我进一下地主之仪 楚飞是魔都人 太华集团就是魔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郭泰来倒是忘记了这一点 要不是楚飞电话 他还想不起来呢 一辆豪华家常奔驰开到了约好的地方 楚飞笑吟吟地从车里下来 丁玉梅和郭建军第一次见到楚飞 立刻就被楚飞的角色容颜给震撼了 这天下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 连丁玉梅看了都动心呢 面对郭泰来的父母 楚飞十分的礼貌 一点都没有什么超级富豪千金的架子 热情地邀请三人上车 车子直奔魔都的一个百年别墅区 这里有一个低调内敛 但又奢华无比的米其林三星西餐厅 一家三口在楚飞的招待下 吃了一餐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奢华 最正宗的法式大餐 用餐期间楚飞表现得洛洛大方 热情周到而又不出挑 对丁玉梅郭建军照顾得十分周全 其间妙语连珠 让两人吃得美味又舒心 分别的时候 楚飞把郭泰来一家三口送回了酒店不说 还特别赠送了丁玉梅一套高档化妆品 给了郭建军一条特供香烟 至于郭泰来则是两套楚飞亲自设计的西装 适合郭泰来二百斤的时候穿 来来 这个楚飞是谁呀 丁玉梅这些天在各地大开眼界 那一套化妆品价值不菲 她当然知道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有些心惊胆战 怎么和你关系这么好 送我这么贵的化妆品 还送你西装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哦 我朋友 郭泰来飞快地回答道 人挺好的 学服装设计的 这是她按照我的体型 特意帮我设计的 她给的东西 你们就安心收下 小富婆有钱 不用在乎 你们 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吧 丁玉梅还是有些担心 冲着郭泰来问道 就是朋友 郭泰来笑着解释道 我帮过她忙 她帮过我忙 你不要胡思乱想 那你心里得有分寸啊 丁玉梅稍稍有些放心 不过还是叮嘱郭泰来道 你已经有了女朋友 你可不能对不起燕燕啊 虽然没见过赵燕燕 但两口子都看过照片 加上和赵向北丁总一起吃过饭 两人都已经认可 赵燕燕这个未来儿媳妇了 可楚飞的出现 还是让两人有些担忧 楚飞实在是太漂亮了 哪怕赵燕燕也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可是和楚飞比起来 貌似还是有些危险啊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慕酒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百四十八集 晚上休息的时候 找了个合适的机会 郭建军才得以和郭台来说点 父子之间的小话 你妈瞎担心 不是对你朋友有什么意见 抽了一口楚飞送的特供香烟 郭建军慢慢的说道 你也不要对你妈有什么意见啊 没有 郭台来笑了笑 我妈肯定是为我好 他呀 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心眼小 郭建军笑了笑 今天那姑娘太漂亮了 而且衣食住行 样样都是豪门世家的做派 还有四季保镖 你妈妈有点小自卑 我们小门小户的人家 可人家门不当户不对的 也是怕你要是选择错了受委屈 其实他挺喜欢那姑娘的 人又漂亮又没架子 哎呀你们想太多了 郭台来苦笑起来 好像能让我挑适的 幸亏没有告诉父母 黄伟国他们一直就在他们不远处盯着 否则的话 郭台来都不知道该怎么给父母解释 自己也成了他们眼中的豪门做派了 燕燕家也不错 虽然比我们家条件好点 但他父母都挺好的 啊 也能说得上话 有共同语言 郭建军拍了拍郭台来的肩膀 不管怎么说 燕燕还在服兵役 你可不能这种时候伤他的心哪 郭台来真的是想要苦笑了 他就怕父母有这种慈悲心理 所以特意没有介绍师姐的家庭 赵董和丁总也给面子 关于他们的真实身份没怎么提 现在郭建军和丁玉梅只知道赵向北 是南方集团的一个中层管理干部 丁总是乐科集团的一个经理 所以想当然的 觉得只是比自己家里条件好点 要是他们知道 赵燕燕的爷爷是开国将军赵老爷子 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这种心思 倒是丁玉梅理解 郭台来有那么一手整容手艺 以后能认识的漂亮姑娘 能排着大队来找他 所以也是提前叮嘱郭台来 免得郭台来心思不定 辜负了赵燕燕 楚飞的电话 仿佛拉开了郭台来春节后工作的序幕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电话 看这情形郭建军和丁玉梅也觉得欣慰 至少儿子忙碌 说明需要的人多 年纪轻轻 肯定是工作要紧 这趟去京城主要是帮儿子谈拆迁的事情 现在拆迁也搞定了 春节也过了 还和儿子旅游了三个城市 两人都心满意足 决定回家 郭台来也没办法阻止 只能买了两张机票 让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父母 从摩都飞回进省 当然是头等舱 郭台来现在完全可以承担这样的消费 送走了父母 郭台来开始琢磨起工作的事情来 那几个电话 主要是林嘉宜和张姐 以及专利公司的汇报 节后上班的计划 这些都还好 年前都已经做好 按部就班实施就行了 林嘉宜那边 办公场地也已经找好 招聘人员开始陆续的就位 军工单位出来的骨干还没有见到 估计还要一段时间 正好人在摩都 郭台来想着 承蒙楚飞招待 就在这里帮楚飞的妈妈 做一次美容保养好了 把这个意思和楚飞一说 楚飞当然同意 这样也不用让妈妈来回的奔波 很快楚飞就派车来接郭台来 司机也是熟人 严姐 楚飞考虑的周全 没有直接带郭台来回家 免得郭台来觉得不方便 严姐把楚飞和郭台来 送到了一处豪华酒店 酒店的顶层套间 已经全都被包了下来 事实上顶层套间也只有一间 占了整整一层 郭台来从出了电梯开始 就算是到了套间门口 郭台来第一次见到了楚飞的妈妈 楚飞的父亲 郭台来见过一次 在京城很威严的一个中年人 但他的妈妈 却显得很年轻 很漂亮 楚飞和他站在一起 简直就如同姐妹一般 保养的比丁总成总要好上太多了 气质也很温婉 和丁总成总那种女强人不一样 一看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 小郭 辛苦你了 听完楚飞的介绍 楚飞妈妈笑着和郭台来打招呼 她的声音很好听 楚飞应该是遗传了她的大部分优点 阿姨 您这不用我这边美容保养 也是顶尖的美女啊 楚飞还骗我 郭台来上来就拍马屁 楚飞妈妈看着最多 也就三十几岁的样子 根本不用做什么年轻化处理 楚飞在旁边笑得满脸得意 我都五十多的人了 孩子都已经三个 老了 楚飞妈妈很开心笑着摇头 直到这个时候 郭台来才在她的脖子和额头 看到了一点点的皱纹 果然是首富的妻子 不用操那么多的心 保养状况自然比丁总成总要好很多 简单聊了几句 郭台来去洗手做准备 严姐周姐都在 知道郭台来需要什么 吃的喝的早已经准备停荡 连休息的房间都准备好了 只等郭台来动手 阿姨 这次呢 我打算给你做这么几个项目 您看合适不 郭台来先给大概检查了一下 楚飞妈妈的状况 思索了一会儿 这才说到 一个呢 是皮肤紧致 您的皮肤总体保养的不错 不用做太多 第二个呢 把你的肚子和大腿上的韧身纹 给您消除一下 第三呢 就是稍微去掉一点各部位的坠肉 雕琢一下身材 您看可以吗 其实郭台来这话问的比较多余 哪个女人会拒绝这样的安排啊 特别是像楚飞妈妈 五十多岁的女人 根本不用犹豫 立刻点头 郭台来也比较避讳 反正他有三D视野 不用脱对方衣服 也能看到对方皮肤的状况 所以让楚飞妈妈 穿了一套略紧身的睡衣 躺在床上开始失真 整整一天时间 郭台来就在酒店套房当中忙碌着 一直忙到晚上 郭台来小细了一个小时 起床做最后一点的清理工作的时候 他看到了楚雄 除了楚雄之外 还有两个年轻人 楚飞很开心的介绍 那是他的大哥二哥 奇怪的是 父子三人居然都在客厅里坐着 问了楚飞才知道 他们是被楚飞妈妈挡在外面客厅的 在郭台来彻底完成之前 不许他们进去 也不许他们看到楚飞妈妈的样子 直到郭台来忙碌完最后的皮肤紧致 楚飞妈妈彻底清洗一番之后 才出现在众人面前 一看到楚飞妈妈的模样 从他老公楚雄 到他的两个儿子 全都傻在了当场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 第449集 楚飞一家人都在魔都过春节 天天见面的 早上的时候 他们都还见过楚飞妈妈的样子 可这才工作了一天 晚上过来 怎么就换了一个人一般呢 不是说楚飞妈妈的相貌变化比较大 说句实话 相貌变化几乎是没有的 楚飞妈妈本来保养的就好 面相看起来很年轻 单说相貌的话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变化 但是天天见面的人 脸上的肌肤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三个人号称商界的俊杰 还是能一眼看出来的 50多岁的人了 再怎么保养出来的年轻的面孔 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比如她笑的时候 可是现在 楚飞妈妈脸上一直带着灿烂的笑容 但之前她额头眼角脖子上的小细纹 一条都没有出现 肌肤细腻 就如同旁边浅笑着的楚飞一般 现在楚飞妈妈和楚飞站在一起 绝对没有人怀疑她们是姐妹了 几乎一个样的个头 略有一些相仿的面孔 同样纤细完美的身材 不对 楚飞妈妈怎么可能会有楚飞的身材 楚飞简直要惊喜了 尽管自己的爱人每天都会打扮得美美的 让自己看到一个漂亮的贤内柱 可是谁会嫌弃自己的老婆更年轻 更漂亮 身材更好呢 至于楚飞的两个哥哥 就有些傻眼了 自己的妈妈居然变得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样子 这一声妈居然有点叫不下去的意思 好尴尬呀 只有楚飞在旁边挽着妈妈的胳膊 看着自家老爸和哥哥三个人惊骇的目光 捂着嘴笑个不停 楚飞妈妈是最开心了 自己最亲的几个人 看着自己都是这样的目瞪口呆 可想而知 其他的亲戚朋友见到自己 是怎么样的震撼了 楚飞的这个朋友啊 果然厉害呀 其实在今天一天里 楚飞妈妈几乎是每隔三个小时 都会惊喜一次 郭泰来去休息 他能马上看到自己的改变 简直就是立竿见影啊 有那么一刻 楚飞妈妈甚至有一种想法 能不能把郭泰来整个的整容业务都买下来 只给自己家里人使用啊 可惜呀 也只能想想 不太可能的 楚飞在京城读书 还认识了这么厉害的一个整容高手 而且据楚飞妈妈知道的 郭泰来还和楚飞一起合作 参加了国际珠宝设计大赛 并获得了大奖 手工制作的枪械 被当作国宾礼送给外国元首的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被他包下来呢 飞飞果然厉害呀 会眼识人 能发现这么厉害的男生 怪不得飞飞一段时间都不想回魔都了 这小伙子除了稍微胖点之外 其他的可圈可点 一身的本事不说 个头这么高 正好配飞飞 何况胖也不是缺点 而是因为做这样的整容消耗比较大 这不晚上看到的郭泰来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正常的帅小伙了 又能干 又有本事 关键是飞飞还挺喜欢 楚飞妈妈现在越看郭泰来越顺眼 飞飞这个死妮子 昨天郭泰来父母都在 她请郭泰来父母吃饭 都没说通知自己和老楚一声 否则的话 两家人坐一坐 岂不是更好啊 这倒不是最可惜的 最可惜的是 楚飞一开始不知道郭泰来的厉害 把那个宝贵的推荐名额给了田飞 虽然田飞那个小丫头 也是一口一个邓怡的叫着自己 也是个好孩子 可终究不比老楚商业上的一些帮手啊 算了 楚飞妈妈也算看出来了 郭泰来肯让楚飞插队 其实就是已经不知不觉的对楚飞动心了 楚飞妈妈对自家女儿可是十分自信的 今天可以插一个自己进来 明天说不定就能送一个推荐名额 不就是一千万美元的事情吗 大不了让田飞再把那个名额送过来 楚雄总算是从惊讶中平静了下来 对于郭泰来再次大幅度的提高了自己心目中的评价 至于楚飞的两个哥哥 惊喜之余也不知道心里想的是什么 但看郭泰来都如同宝贝一般 晚上肯定一起吃饭 这次是楚雄夫妇郑重地宴请郭泰来 儿子和女儿只是陪客而已 小郭 这酒不错 我们先干几杯 楚飞的二郭楚宗朝很热情 饭桌上就要拿商场上的那套来给郭泰来劝酒 郭泰来还没推辞 旁边楚雄直接吓了一跳 去年在京城的酒会上 郭泰来一个人干掉八大瓶绝对福德加 把八个年轻人当场喝进医院的情形 他怎么可能忘记啊 儿子居然给郭泰来劝酒 哎 别 楚雄直接阻止 自家人随意不用去 说完就看到楚飞在旁边捂着嘴偷笑 不由得脸上一红 一顿饭也是吃得极乐融融 楚飞饭后送郭泰来回酒店的时候 开心的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郭泰来也很开心 不知怎么的 除了见到世界之外 见到楚飞也有同样的快乐 反正睡了一觉起来 郭泰来就觉得工作热情高涨 该干活了 一联系奔驰公司 那边听到郭泰来想要尽快赶到奔驰这边 制作发动机 立刻表示热烈欢迎 至于郭泰来随后提出的那个 想要借用激光干涉仪精准测量一下 某些弓箭尺寸的要求 二话不说 立刻答应 马上去协调 问清郭泰来在魔都之后 很快热情地帮郭泰来和隋元 订好了汉沙航空的头等舱 这次郭泰来不用带 克里斯蒂娜公司的员工了 上次带他们主要是起了翻译的作用 现在郭泰来的英文 已经基本上可以实现缓慢对话了 黄伟国他们几个更是流利级别 哪怕不会德语 有英语也足够在德国交流了 法兰克服下了飞机 两辆家常的麦巴赫 就直接在机场外面等候 上次负责接触郭泰来的那位产品经理 将郭泰来和黄伟国三人接上 直奔斯图加特奔驰总部 泰勒先生 你需要的五尘工作间已经准备完毕 材料也已经完全准备好 家常车厢中 产品经理飞快地向郭泰来 介绍了目前奔驰的准备情况 另外你需要的高净度机关干涉衣 也已经协调好 我们可以在你加工完所有的零配件之后 过去进行精准测量 我们有亮点的时间使用 有声小说神功 任怨援助 木久云上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下集见